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迪爪女,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鸿鸣小说 作者《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五十五集 董事一向聪慧 哪里看不出来 齐老太君要说的话 多半还是与五夫人歧视有关 老太君是长辈 怎么能说讨查那么客套啊 齐老太君能赏脸去我那里坐坐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董事声音柔和 不卑不亢 带着晚辈应有的亲密 董事笑盈盈带着齐老太君 和齐家的两个儿媳妇去了她那里 齐嬷嬷上查以后 齐老太君却没有喝茶 姿态放得极低 恳请董事秉退左右 如此 董事已经能猜到五弟妹 其实的母亲 大约是想要从她这里 求一封放弃书了 毕竟如今白家男儿皆已身死 长嫂如母 除了大长公主便只有董事 才有这个权利了 屋内只剩下董事 还有齐老太君 齐嬷嬷嬷嬷嬷嬷嬷的两个儿媳妇 在外间涌叉 齐老太君未雨 泪先流 夫人 不瞒夫人说 老神舔着这张老脸 来找夫人 是为了 想从夫人这里 讨一封放弃书 果然 董事笑意未改 等着齐老太君继续说 不是人性凉薄 老神的亲生骨肉 只有一儿一女 这女儿啊 是幼女 自小便是老神的心头肉 早前 因为她怀着白家的骨肉 老神不曾提过此事 如今既然老身着幼女 一替白家产女 不知 这白家可否放她归家呀 之前董事的母亲 董老太君 也曾想让董事回娘家 天下做母亲的 都会惦念着自己的孩子 董事作为女儿 作为母亲 都很能理解齐老太君 他底上问道 老太君 这是五弟妹的意思吗 虽然知道 这并非是五弟妹的意思 董事还是问了一句 齐老太君摇了摇头 唉 那傻孩子不愿意呀 可是 她还年轻啊 难不成要这样 守一辈子吗 这不是要我这个 当娘的命吗 我来之前呢 已经和她哥哥 商量好了 当年啊 她带来白家的嫁妆 我们都不要了 说你们肯将晚清 交给我们齐家抚养 我们全家贵心 说是白家不愿意 将晚清交由我们齐家 那我女儿的嫁妆 全都留给我 那苦命的小外孙女 说是将来 我那外孙女 还能瞧得起我们齐家 咱们呀 就还当亲戚来往 我把那孩子呀 当作心肝肉疼 将欠他的都补给他 若是他不愿意 认我这外祖母 就当 就当没有过 我这么狠心的 坏祖母吧 齐老太君说到此处 越发觉得对不起 刚刚降生的小外孙女 哭声断断续续 极为灼心 齐老太君忙擦着眼泪 对董事汗手 更严致谢 可我和五弟妹啊 除了是女儿和母亲之外 我们还是白家的妻室 我们都是与夫君 败过天地 有过生死不离约定的 且五弟妹刚刚生产 齐老太君身为人母 又怎么舍得 看着五弟妹母女分离啊 我绝不离开白家 骑士的话音 从屏风后传来 齐老太君和董事 皆是一惊 你 齐老太君扶着桌角 惊得站起身来 你这是风魔了不成 不知道自己还在月子中吗 怎么能处屋子呢 董事急步绕过屏风 只见穿着单薄 面色苍白的骑士 裹着件披风 紧攥着拳头立在那里 身后跟着尘惶尘恐 不敢抬头的丫鬟们 董事将骑士扶住 转头喊道 然嬷嬷呢 怎么能让五夫人 月子里冒风前来 齐嬷嬷快 拿我的大厂来 给屋里伸个火盆 骑士脚下不动 紧紧握着董事的手 大嫂 我在月庄来你的院子 已是冒犯了 我就不进去了 这个时候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们是一家子 又不是旁人家避讳什么 董事恼火骑士 不珍重自己身子 绷着脸 训臣了骑士一句 他拽着骑士进来 将人安顿在了自己床上 用紧背将骑士裹住 又转头立声问 骑士的贴身势壁 你们是怎么伺候五夫人的 不知道五夫人在月子中吗 大嫂 骑士扯了扯董事的衣袖 眼眶发红 不怪他们 是我听到我娘 要来朝大嫂 我怕我娘 是背着我来要放积书的 这才不放心 所以跟了过来 说着 骑士抄的骑老太君 看过去 骑老太君 眼泪跟断了线一样 用帕子按着心口 在软榻上坐下 我这是为了谁啊 娘 我话已说得很明白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白家 这邪不论 我与五郎的感情 不说我才出生的女儿 我不能让世人看到 这百家满门中烈 为我禁国百姓舍身忘死 却落得个家破不存的下场 骑士双眸酸张 言辞坚定 这是曾经他无意听到 大嫂与他娘家母亲的对话 骑士身为感佩 骑老太君听了女儿的话 唇半涅诺 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收着紧紧扣着身旁的黑漆木鸡 沉默了许久 终于还是忍不住用帕子 掩着口鼻 哭得痛彻心扉 因为他知道 他带不走他的女儿了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秀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话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五十六集 不止今日带不走 哪怕他就是求到皇后那里 求皇后辞合理一指 他的女儿也不会走了 他已经在白甲 扎了根 可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齐老太君的两个儿媳妇 看到齐老太君从上房里出来 连忙迎上去 一左一右将齐老太君扶住 母亲 我刚才看妹妹来了 母亲与妹妹 还有大夫人可说好了 等妹妹出了月子 就能回家吗 齐家二夫人问道 齐老太君摇了摇头 唉 你们妹妹不走了 啊 娘 齐家大夫人回头朝着上房的方向看了一眼 不见董事出来送 压低了声音 难不成是董事不给 不如我们去皇家清安 找大长公主求放七叔吧 齐老太君抬头看着那超手游廊下飘摇的灯笼 闭了闭眼 泪水顺着眼角的沟壑纵横着 是你们妹妹不肯走 罢了 她不愿意走就不愿意走吧 以后你们做嫂嫂的 多照顾着点就是了 齐老太君不傻 刚才见董事那是真心训斥的女儿 也是真心关怀的女儿 她的女儿并非她所想的那般 在白家凄凉无助 并非是因为担心回娘家被嫂子嫌弃 所以才不愿意跟她走 想来 女儿在白家过得极好 才不愿意离开吧 娘 您放心 妹妹永远都是我和大郎的妹妹 无论何时 只要妹妹想回家 我们起家大门 永远为妹妹敞开 妹妹若是想留在白家 我们齐家便给妹妹撑腰 让谁也不敢欺辱妹妹 齐家大夫人紧紧攥着齐老太君的手 红着眼眶道 齐老太君听到这话 鼻翼煽动 心中大为感动 用力捏着儿媳妇的手 点头 嗯 娘知道 娘知道 娘知道你和大郎都是好的 齐二夫人 规规矩矩立在一旁 她的丈夫是数字 就算是表了情 齐老太君怕事也不信 还不如什么都不说 上午用过午膳 翟嬷嬷嬷趁着大太阳 用软叫将齐氏抬回了自己院子 原本董事不想让齐氏再挪动了 可齐氏的移应用具都在自己院子里 都倒腾过来也麻烦 齐氏坚持要回去 董事也不好阻拦 只能让齐氏再挪动回去 刚将齐氏送上软轿 董事就听齐嬷嬷说 刚才前面门房来报 说大燕四皇子递上明帖 请见镇国郡 如今白府 已经是镇国郡主府 女儿白清炎才是这府邸的主人 大燕四皇子请见镇国郡主 是正礼 可董事不放心啊 派齐嬷嬷嬷去前面看看 那大燕四皇子见女儿做什么 毕竟是他国的皇子 董事怕让太子或者是皇帝 疑心了 慕容丽在冯耀的陪伴下 坐在镇国郡主府政厅里喝茶 一见白清炎前来 慕容丽起身将姿态放低 先行对白清炎行礼 白清炎侧身毙了半礼 这才还礼笑道 不知四皇子登门有何指教 慕容丽按照九叔盯住那般 对白清炎常议道地 郑重开口道 立之镇国郡主府有一位洪大夫 起医术抄群立此次冒昧登门 是为父皇求医而来 还望镇国郡主成全 此事本就是两方都说好的 走一个过场 演场戏给想看的人看罢了 不知四皇子如何得知 我府上洪大夫的 白清炎问道 立听说 大进皇宫太医院院判 黄太医有一位师兄 其医术高明 远超黄太医 堪称神医 立细细查找追问之后 才知这位洪大夫 就在镇国郡主府上 这才冒昧来求郡主 白清炎叹了口气 洪大夫医术的确抄群 可却不似传言那么神乎奇迹 不过既然四皇子亲自登门 言可让洪大夫 同四皇子走一趟 慕容丽露出惊喜的笑容来 多谢镇国郡主 可四皇子 言话得先同四皇子说在前面 说洪大夫也束手无策 还请四皇子勿咬怪罪 白清炎低声笑道 慕容丽起身又是一礼 父皇的病立心里有数 若此次洪大夫能够医治父皇 便是我答应的恩怨 若是不能够治愈父皇 也定然尽了心 余力有恩 立心中明白 白清炎点了点头 吩咐身侧的春桃 春桃 去请洪大夫 是 见春桃退下 慕容丽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 兴致勃勃地和白清炎讨论起了行军打仗之事了 兵法有云 伏地行者 兵之助也 料敌至圣 既险恶远近 上将之道也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慕容丽十分认真地请教 汪山之战 郑国郡主已少胜多 可是应对地行掌握透彻 除去对地行熟悉之外 更要了解对方主行军打仗的惯用手段 脾性习性 白清炎望着一本正经的慕容丽 唇脚勾起前笑来 兵法有书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慕容丽站起身 对白清炎行礼 力受教了 不多时 背着药箱的洪大夫便随春桃前来了 洪大夫 这位是大烟四皇子 洪大夫对四皇子拱了攻手 来的路上春桃姑娘已经同我说过了 既然我们郡主同意了 老小便随四皇子走一趟 若力有不大 还请四皇子恕罪 慕容丽对白清炎恭敬道谢 又正儿八经地对洪大夫道了谢 这才请洪大夫同他一起离去 目送慕容丽与洪大夫离开 白清炎立在廊下 望着院中的青石地板 片刻 转头吩咐春桃 让评书去庄子上 接鸡挺鱼过来 我有事托付 是 董事 听白清炎说了四皇子的来意 倒是觉得 四皇子这孩子 孝顺名利 不过 大烟到底是他国 让洪大夫去诊脉知晓身体状况 洪大夫真的会没事吗 董事有些不安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357集 此事是提前约定好的 昨日无审生产后 白清炎便通洪大夫说了此事 此次 不论洪大夫能否医治眼底 对外都称 燕帝是娘胎里带来的弱症 需慢慢调理 给燕帝写方子 也是明暗两章 以此掩人耳目 阿娘 你放心 洪大夫是我的长辈 我不会真的看着洪大夫去冒险 当时拍了拍白清炎的手 你做事 阿娘一向放心 白甲 因为小八百晚清的降生 热闹了起来 几个姐姐是一整天都围着小婉青转 董事坐在骑士床边 看着五姑娘和六姑娘手里拿着玩具 逗弄摇篮里的小婉青玩耍 转头问骑士 有件事我还得是同你商量商量 咱们定了五月初一启程回朔阳 可我想着呢 你生完孩子又着了风 未闻妥计 你还是留在郑国训主府 等坐满了双月子 再和小婉青一起回朔阳 带着末额的骑士 垂眸略有迟疑 这事你就得听我的 女人坐月子再重要不过了 董事说着 又想到了白晚清的满月宴 虽然说 咱们还都在校中 可天丁是天大的喜事 母亲刚派人传话回来了 满月啊 必须办得热热闹闹的 明日小八喜三母亲就回来了 会一直住在班晚满月酒 到时候 我给齐老太君下个帖子 届时 你好好同情老太君说说话 母女啊 没有什么隔夜愁的 我知道了 大嫂 骑士笑着道 摇篮里 白晚清突然哭个不停 摸摸抱起白晚清来 绕过屏风入内 行礼后笑道 咱们八姑娘是饿了呢 骑士这是头一次 亲自喂养孩子 可是遭了大罪了 她从不知道 会被孩子作烂 疼的人头皮发麻 可一看到女儿 可爱白净的小脸 骑士又觉得 能亲自喂养 遭多大罪也是值得的 当天晚上 卢平同季庭瑜便赶回了镇国郡主府 白清炎在院子的光华亭见了季庭瑜 卢平和春桃就在假山下守着 不让人靠近 朔阳东侧尽是山地 在这里藏人不易被发现 我给你挑几个人 你们挑选好地方 安营扎寨 随后我会让平叔派人过去 你们装作山匪 在此地静候 尽量在白家举家迁回朔阳之前 弄出点动静 如此等白家迁回朔阳 才可名正言顺 练兵剿匪 白清炎道 季庭瑜的眼睛眨了眨 郡主这是要练私兵 白清炎汗手 如今乱世 局势和各国强弱 变幻莫测 眼下看着四海太平 可谁知道将来哪一天会乱 还是早做准备吧 白清炎坦诚相告 季庭瑜便不再迟疑 他汗手 郡主放心 季庭瑜 一定不负所托 记住 虽然说让你们 闹出点动静来 可千万别真的伤及人命 百姓无辜 季庭瑜听白清炎这么说 春角露出笑意来 果然呢 白大姑娘还是 原来那个白大姑娘 立身端正 心怀百姓 大姑娘放心 季庭瑜 一定将事情办妥 平叔 白清炎喊了一声 卢平应声 从假山下上来 大姑娘吩咐 给季庭瑜派二十个可靠的中仆 跟季庭瑜走 再给季庭瑜 拿一千两银票 暂时先用 另外准备五百两 都换成小面额的银票 五十两小块的碎银子 在季庭瑜明早出发之前备起 卢平看了眼 独臂季庭瑜 憨手 是 说之后 季庭瑜有什么需要 派人回来找平叔 平叔你只管应下 就是我吩咐他 是 季庭瑜看着白清炎 暗藏锋芒的眼神 心潮翻涌 他隐隐猜到 白清炎似乎是在布局 隐瞒七公子白清爵 活下来的消息 让白清爵在 铜谷山一带练兵 如今 又让他先一步去朔养 扮作匪寇 要正大光明地练兵剿匪 他们家大姑娘 这是要兵啊 乱世之中 兵权在手 便可翻云覆雨 季庭瑜身侧的拳头 微微收紧 他克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大姑娘这是准备 反了这临家江山吗 若是 他季庭瑜干脑徒弟 在所不辞 那几卷行军记录 他看过 朝中间拧青云直上 他知道 还有大长公主 与白家人完全不同的皇室作风 这些都让季庭瑜恨如投措 白家的风骨 心系天下万民的厚德 胸怀天下的慈悲高益 那才是为君上者 应该有的品格 不论是大姑娘 再替白家七公子白清爵 铺路也好 还是有意称女帝也罢 季庭瑜都愿舍了这一身血肉 为大姑娘铺路 生死无悔 白清延回清辉院时 洪大夫已经在清辉院内 酒后多时了 大姑娘 洪大夫来了 童嬷嬷嬷上前 对白清延导 洪大夫得知白清延回来 踏出门槛 对白清延一礼 郡主 春桃忍不住眼唇低笑了一声 咱们府上 如今对大姑娘的称呼 可真是够乱的 一会儿叫郡主 一会儿叫大姑娘 白清延笑着 对洪大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洪大夫还是换我大姑娘吧 进门后 心不在焉的春信 给洪大夫上了茶 便随童嬷嬷一起退出上访 春桃守在门口等候反复 洪大夫替白清延诊脉之后 压低声音道 大阴皇帝身上的毒很奇怪 发作时的症状 像一味叫入节的毒药 又像七星散 脉象里又死孩种了沟浑草 老夫才之所以之前的大夫 都诊断不出来烟蒂这病症 可有医治的办法 有 洪大夫点了点头 将自己的脉疹收起来 可用在大阴皇帝身上 那就是拿一国才冒险 我是近人 想必燕帝还有迟疑 虽然燕帝说要考虑几日 可老夫倒是觉得 燕帝最后也不会同意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五十八集 白青岩倒觉得不见得 她端起茶杯明了口 又问道 若燕丽请洪大夫医治 洪大夫有几分把握 一是明晃晃的烛光之下 洪大夫伸出了两根手指 两成 洪大夫还是准备准备 万一燕帝真的请灵过去医治 也不会措手不及 白青岩抬眸望着洪大夫 洪大夫是不是 还有其他事要说 洪大夫低声开口 今日在燕帝那里 老夫看到了 乔装打扮的荣敌人 老夫进门指时 那半座菜贩子的荣敌人 正千恩万息往外走 老夫估摸着 应当是大燕要助荣敌了 只是不知道 大燕是打算是助北荣 还是南荣 白青岩听后 面色沉静 以萧容眼的心智 他能想到 此时出兵助荣敌的好处 萧容眼自然也能想到 如今北荣南荣的使臣 都在大渡城内 静帝态度暧昧不明 不要说出兵助北荣了 也没有答应作弊上官 南荣倒是坐得稳 北荣当然沉不住气 四处求援了 静帝的胸怀不是天下 只愿守住眼前的盛世繁华 所以他不敢赌 也不能赌 但是大燕不同 萧容眼的心怀格局广大 放眼的是天下 他敢赌 至于大燕要帮南荣 还是北荣 这也不难猜 荣敌皇帝狩猎重伤 与雪宫去世 按照道理说 本应该是太子继位 可荣敌皇帝的弟弟阿夫木 手持让他继位的遗诏 自立为王 名不正 言不顺 大燕收复南燕之时 打的是恢复正统之志的旗号 那么大燕就只能助荣敌 正统北荣 如此才能更顺理成章 但这对大燕而言 也算是一场豪赌了 若此时大燕出兵荣敌 他国来反 大燕危矣 只可惜 白清炎的手中 目下没有可用的兵了 否则 此时倒是在荣敌手中 讨便宜的好事后 趁乱将自己的兵 插入荣敌之地 白清炎手心紧了紧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可手中无人 实在是无暇分身 若强行派人去荣敌 怕是捉襟见肘啊 他轻轻叹了一声 今天洪大夫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洪大夫点了点头 叮嘱白清炎 虽然大姑娘身体恢复了些 可到底还是比常人弱些 等会儿老夫拟几个药膳 让童嬷嬷每日给大姑娘准备 有劳洪大夫了 白清炎笑着换了身春桃 让他送洪大夫回去 将童嬷嬷换了进来 童嬷嬷端了碟燕窝糕进来 像哄孩子似的哄着白清炎吃一点 我不在这些日子 嬷嬷觉得春信当差 可还本分 白清炎吃了块眼窝糕 断起茶杯 低声问童嬷嬷 这个孩子呢 倒是个好的 当差本分是本分 可超出本分的事情呢 也绝不多做 童嬷嬷这就是话中有话了 超出本分的绝不多做 那便是油瓶子倒了 不该是他服的 他也绝不伸手 这样的奴婢在身边 只能是伺候人 旁的怕是指望不上 他需要的是能用的婢女 虽然春信挑不出错了 却也不适合在他身边伺候 等春信嫁了人之后 大丫鬟的位置腾出来 可以安排其他适合的人 白清炎抿了口茶 沉默片刻问他 我瞧着春信今年有十六了吧 回大姑娘 是七了 童嬷嬷立时明白 白清炎的意思了 大姑娘是想寻护人家 将春信放出去 白清炎点了点头 手指摸缩着茶杯 想到春信家里的情况 他浅笑道 嬷嬷看人的本事 我信得过 给春信找一个老实本分 家里人口简单 附说一些 公婆好相处的人家 不过得让春信自己看过 满意之后才行 大姑娘放心吧 春信的事呢 老农一定上心 白清炎入睡前 夹中了臂弯的铁纱袋 在院中扎马布 想早日将银枪捡起来 等白清炎练完了 春桃照例让人背水 伺候白清炎沐浴 春信今夜不当值 却难得没去歇着 主动给白清炎搅头发 春信在童嬷嬷那里 听说了大姑娘 让童嬷嬷给她 找回人家的事情 乍一听脸色惨白 以为自己被大姑娘咽弃了 谁知童嬷嬷还说 大姑娘叮嘱了 得让她看过点头之后才行 春信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大姑娘立世此生不嫁 她随姑娘陪嫁 做姨娘的指望也就没了 所以不想跟在大姑娘身边 继续耽误下去 春信长得虽然不算是漂亮 可以是相当水灵 前几日大姑娘封了郡主 她身价也沾光 算是高了 毕竟她成了郡主身边的大丫头 两日前 她娘来找她 说隔壁王大娘和户部上书府的管事等门 说户部上书数子的正期 上个月难产之后不能再生育 所以上书府欲替上书数子求一良妾 王大娘与户部上书府管事的婆姨相熟 便举荐了在镇国郡主身边当差的春信 谁知 一问才知春信是签了卖身器的 户部上书府的管事转身就要走 硬是被王大娘给劝了下来 王大娘舍惨莲花 不断地跟户部上书府的管事说春信的好话 说春信在郡主面前如何得脸 如何受宠 若是开口赎身 郡主肯定允准 她娘呢 也是怕这好姻缘非了 一个劲地点头打包票 户部上书府的管事这才说 看在王大娘的面子上 只要春信能够赎身 这事就能成 春信娘便一口就答应下来 忙不迭地来找春信 说家里还指望着她能当上 薰贵人家的姨娘 接济家里的两个弟弟读书 春信听了 心也扑通扑通直跳 户部上书家的书子 春信见过 在大姑娘回来前几日 她向夫人求了恩典回家 路上被人偷了荷包 买了东西没钱付 险些被人当作贼 便是户部上书家的书子 出面结尾的 所以她笃定是那户部上书家的书子 对她生了情了 她娘见她不反对 便让她来找郡主求个恩典 赎身回家 否则跟着郡主回了朔阳 还怎么照顾家里啊 这几日 春信正愁 不知道该如何通郡主开口 既然 今日郡主愿意赐恩典 让童嬷嬷给她巡护好人家 不若她就趁机求郡主 让她赎身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闻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五十九集 白青岩 已在临窗软榻上 手捧着书籍 一手端着远口青花 会缠织连茶杯 也没有追问 今日春信 怎得如此殷勤 等春信 替白青岩剿干了头发 见春桃出去了 这才跪在白青岩脚下 悠悠换了白青岩一声 郡主 还是换我大姑娘吧 白青岩放下杯子 翻了一页书 你有事想求 春信摇里摇唇 正是 大姑娘五月初 便要回硕阳了 可我爹娘都在这儿 奴婢 想向大姑娘求个恩典 赎身 白青岩抬起视线 望着跪地叩首的春信 轻声道 你我主仆一场 等童嬷嬷给你找好了人家 成亲时童嬷嬷 便会将你的身际还于你 你不必着急 白青岩声音顿了顿 又问 还是 你已经有心仪的人了 回大姑娘 我娘她 已经给我寻了一门亲事 春信说这话时 耳根泛红 原本这话是不应该说的 她一个卖了身的丫鬟 爹娘没有这个资格 给她寻亲事 该嫁谁 全凭主子一句话 听春信这么说 白青岩合了手中书本 浅笑道 这是好事 你娘给你寻的那户人家 靠得住吗 人是做什么的 公婆怎么样 倒不是白青岩 对这事感兴趣 只是春信那一对爹娘 是个什么新星 她听童嬷嬷提过 怕春信的爹娘 为了银子 将春信胡乱许人 到底是主仆一场 总不能看着她入火坑吧 春信耳朵更红了 是护部尚书府 输出的六公子 因为六公子的正妻难产 伤了身子不能再生了 想寻一位良妾 传宗接代 护部尚书 楚中兴的数字吗 白青岩眯了眯眼 护部尚书 楚中兴明面上曾经是信王的人 可实际上是左向礼貌的人 虽然楚中兴藏得深 可得益于上一世的经历 白青岩还是知道的 她垂眸看着扶手跪在地上的春信 眼神淡了下来 平常人家的正头娘子不愿意做 却要上赶着去尚书府做数字的妾室 白青岩没有脑 随手将书本搁在了黑漆小方机上 春信 这是你娘的意思 还是 你也是这个意思 春信摸不清楚大姑娘这话是脑了还是没脑 一时间不敢说 咬着唇低头不吭声 春信 宣贵人家的妾室 哪怕是良妾 也只是一个奴婢 将来的孩子不能换你娘亲 不能同你亲近 若照你说的 尚书府六公子的正妻难产 伤了身子 那就更不可能把孩子放在你身边养 甚至 还有在生产时去母留子的 这些后宅因私咱们国公府没有 不代表别的府邸没有 白青岩寻寻善有 这话往身里说 白青岩怕春信听不懂 只能挑剑些他听得明白的说 毕竟 春信从来到他身边开始 没做过什么对不住自己的事情 能说通了 主仆俩别闹得太难看 也算是全了情犯 春信听到白青岩这话 身子一抖 可即便是咱们府上 姨娘身边虽然有丫头伺候 一是无忧 你见过哪个数字数女同姨娘亲近了 你又见过咱们府上 哪个姨娘敢不要命寻上姑娘公子的 姨娘虽然不用在主母面前 成婚定性庆安 可连自己的院子都不能出 白青岩滴滴叹了一口气 春信 人的心不能太大 姨娘从古至今 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薰贵人家的姨娘更不好当 一个不留神就丢了命 倒不如让童嬷嬷 给你找一家附说人家 为人正妻来得舒坦 春信想到那日 给他解围的英俊公子哥 咬着下唇 可是他相信 尚书府的六公子是对他有情的 有尚书府的六公子在 一定会护着他的 春信眼圈发红 下定了决心一般 重重对白青岩扣手后 拍头的 望大姑娘成全 白青岩抿着唇 搭在书本上的手 轻轻抚着书本边缘 见春信一副心意已决的模样 又道 春信 你可知道尚书府 跳你做他们府上 数字的姨娘 或许是因为你是我身边 贴身大丫头的关系 不是的大姑娘 肯定不是的 我那日回家的路上 被人偷了荷包 买东西没钱 被老板当作是小偷 抓住我要去见官 是尚书府的六公子 替我解围的 春信急急解释 白青岩抚摸书籍的手一顿 若是刚才还不确定 尚书府是否是冲着他来的 那么此刻 他已经能够确认 是冲着他来的 先是设计巧遇解围 再是上门说亲 倒是算得好啊 可是 李茂这是想用春信做什么呢 见白青岩陷入了沉思之中 春信再次高手 尚书府六公子喜欢奴婢 奴婢也喜欢尚书府的六公子 这里面绝对没有什么阴谋 求大姑娘成全 若大姑娘能允准 春信就是做牛做马 也会报答大姑娘的 白青岩回神 垂谋看着跪在地上 叩拜的春信 没想到春信竟然能说出 这里面绝无阴谋这样的话来 是他小看春信了 春信可比他想的要聪明多了 心里应该也是明白的 既然春信明白 也好 路是每个人自己选的 后果也要自己承担 他又道 你可知道你是牵了卖身器的 所以你的爹娘 可没有资格给你说亲 春信身子一抖 怯声声地抬头望着大姑娘 大姑娘 你是我的贴身大丫头 不比普通的丫头 要么就是在白府找个妥贴的配了你 要么就是得罪了主子 将你发卖出去 留你一条命都算是仁慈 大姑娘 春信摸不准大姑娘的意思 既然你要去别人家做姨娘 为了避免以后 我们主仆闹得难看 我只能找个借口将你发卖 切实你让你母亲将你赎回 你的婚嫁 便与我们白府无任何干系了 白青岩望着春信的眸子 平静有淡漠 春信震惊地睁大了眼 可若是如此 她便不是郡主身边的贴身大丫头了 而且出嫁 大姑娘也肯定不会替她准备嫁妆了 既然你说尚书府挑选你做六公子的良妾 不是因为你身份是我大丫头的缘故 其中也没有什么阴谋 尚书府六公子 只是想着你这个人 那么 即便你没有了郡主贴身大丫头的身份 尚书府还是会要你的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集 可是大姑娘 奴婢被卖 身上可就污点了 春兴忙向前爬了两步 求大姑娘开恩啊 白青岩看着一向本分 不显露聪明的春兴 她此刻算是知道 春兴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 典型的揣着明白 装糊涂 春兴 你是卖了身的丫头 你爹娘给你寻亲事 已经是不妥当 甘着没有两头甜的 你既要攀高枝 又要借着郑国郡主 贴身大丫头的身份 抬高身价 天下的好事 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 站尽了吧 虽说我对身边的丫头 一向不错 可也绝不能让丫头 蹬鼻子上脸 你明白了吗 春兴一抖 猴头翻滚着 突然就想到了春炎 算起情分 大姑娘和春炎的情分 可是要比她更深的 可是那样的丫头犯了错 还是被大姑娘给打了 最后死在狱中 所以她一直谨小慎微 不做什么惹大姑娘不快的事情 就这一次语句 也没有伤大姑娘什么 就是像留着曾经伺候过大姑娘 做过大姑娘丫头的这份体面 这都不行吗 见春兴不说话 白青炎唤了一声 童嬷嬷 春兴身子一抖 枪头垂得更低了些 童嬷嬷应声进来 大姑娘 春兴你既然有了别的心思 我这镇国郡主府 也就不抢留你了 今夜你去柴房待一晚上 我也不用辛苦 童嬷嬷换牙婆子进府 再让你爹娘将你买回去这么麻烦 明日一早童嬷嬷会派人通知你爹娘 来领你回家 白青炎 这算是一锤定音了 大姑娘 大姑娘求你给我留下一份体面 求大姑娘留我一份体面啊 纯兴哭喊道 体面是自己挣的 不是旁人给的 挣头欺世的体面你都不要 这个时候要一个丫鬟的体面 白青炎声音平静 我不会对外说你犯了什么错 却也会放下话去 镇国郡主府日后 不会再用你 以及和你沾亲带故的人家 你好自为之 春兴还想再求 却被童嬷嬷扯了一条手臂 往外拉 她狼眼看着春兴跪着不起来 哭着往她的方向爬 大姑娘 求大姑娘开恩啊 求大姑娘留我一条活路啊 春兴 你心气高 对尚书府的六公子生了情 要去做姨娘 我不拦着你 可既然你们两情相悦 我让你父母领你出府 你怎么又不乐意 让我放你活路 可见 你心里是清楚尚书府 为什么会找你当良妾 春兴双腿发软 看着白青眼冷清平淡的眼神 哭声顿了一顿 我容不得身边的人有二心 你若不知道缘由 我可以谅解你无知 可你要想装无知 借着我替你搏前程 那是不能的 大姑娘 大姑娘奴婢没有啊 求大姑娘饶了奴婢吧 童嬷嬷手劲大 双手托着春兴的夏夜 咬着牙把她往外拽 大姑娘你饶了奴婢吧 求你念在春兴多年伺候从无间月的份上啊 你若再嚷嚷下去惊动了母亲 我就只能请牙婆子进府了 不等春兴说完 白青眼便绷着脸开口 半分情面都没留 春兴立刻晋升了 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可白青眼的心 却是更冷了些 春兴这个丫头 果然是个聪明的 可她越聪明 白青眼就越是心寒 她自问 对身边的丫鬟仆夫妇都十分的宽和 却养出了春兴和春兴这样的丫头 当初的春兴 是真的蠢 所以做了蠢事 可春兴对梁王 至少那份情是真的 如今的春兴 是真的聪明 却还是做了蠢事 是因为她把旁人当成个傻子 一心想要攀高枝 春兴这样的奴婢 比春兴更可恨 也更需要防备 如今让春兴去缠房 明日让春兴的父母将她领回去 再放话 镇国郡主府以后绝不能用春兴 和与春兴沾亲戴故的人讲 即便国公府不说春兴犯了什么错 旁人也能猜出春兴必然是犯了大错的 如此 就算尚书府还是要春兴这个被主子赶出府 犯了错的丫头 除了在春兴这里打听打听她的事情 也做不了其他用途了 所幸 白青兴还不算是太信得过春兴 一般做事都是将春兴避开的 春兴被童嬷嬷锁进了柴房的事儿 很快国公府就人尽皆知 议论纷纷 猜测春兴到底是犯了什么大错 谁知 春兴的母亲一到镇国郡主府 就听下人说春兴昨夜被郡主关进了柴房 她当时就觉得不好 忙给脚门开门的婆子塞了一个荷包 压低了商隐 恭敬道 哎呀老姐姐啊 可是我那丫头不知轻重开罪了郡主啊 我怎么听说我那丫头被关进柴房了 那开门婆子颠了颠荷包的分量 瞧瞧左右无人 忙塞进了袖口里 说道 我听说呀 你们家那丫头手脚不干净 偷了大姑娘的东西 这才被处罚的 春兴娘脸色一白 哎呀这不可能 我自己女儿我最清楚了 她绝不会眼皮子那么浅的 她马上啊 要去尚书府当姨娘了 要什么样手势没有啊 犯得着偷吗 那婆子见春兴娘嚷嚷 吓得左右看了眼 瞪着春兴娘道 哎哟 这大姑娘念着和你们家春兴的情犯 才没让牙婆子来的 已经是给了天大的脸面了 你要是不想要脸 你只管在这里嚷嚷 说完 那婆子一甩袖 扭头进了门房里 春兴娘脸色难看 心里急得不行 若是让尚书府的管事知道 春兴是被镇国郡主府发落了 放出来的丫头 肯定不能要春兴了 那 那尚书府许诺的那一大笔银子 岂不是就要飞了吗 人家户部尚书府要良妾 多少人家削尖了脑袋 想把女儿往尚书府送 若不是因为春兴是镇国郡主身边的丫头 人家尚书府 怎么会替子嗣选她的女儿呢 虽说是个数字 可那好歹也是尚书府的公子呀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361集 春兴娘眼珠子转了转 想着 既然镇国郡主对她女儿还有情分 不欲将事情闹大 那不如就先瞒着此事 对外就说 郡主赐了恩典 放她女儿出府了 等她女儿嫁入了尚书府 到时候 木已成舟 生米熟饭 那 尚书府的公子睡了她女儿 总不能还舔着脸来要银子吧 打定主意 春兴娘就在门口候着 不多时 在柴房待了一夜 一脸憔悴的春兴 碧弯里挂的一个小包袱 从镇国郡主府脚门出来了 春兴一看到自己娘亲 就巴大巴大掉眼泪 哎呦 什么都别说了 春兴娘一把抓住春兴的手腕 压低了声音说 大姑娘恩德放你出府是好事啊 别哭了 听出她娘话中有话 春兴硬是忍住眼泪 可是娘 我的慢身器还没有拿到 她娘一震 朝着镇国郡主府的两扇黑漆门看了眼 紧紧攥着春兴的手 先回家再说 春兴点了点头 和她娘上了租来的马车 缓缓离开镇国郡主府后脚门 院中 白青岩蹲完了马步 正在练红鹰银枪 听童嬷嬷说 春兴被她娘带走了 白青岩点了点头 从春桃手中接过帕子 擦了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 说道 嬷嬷费心 再从家生子里挑一个 替了春兴的位置 是 童嬷嬷扶身行礼之后 又道 大姑娘 还有一事禀报你 按您的吩咐 老诺去问了那看门婆子 今天早上 春兴娘来时的情况 那婆子说了 说春兴手脚不干净 春兴娘呢 在咱们府上门口叫嚣 说她女儿呢 要嫁入尚书府做姨娘了 后来不知想到什么 就收了声了 春兴出去哭的时候呢 还被她娘阻止了呢 所以老诺便自作主张 扣下春兴的卖身器了 打算今日晌午 八姑娘洗三宴结束之后呢 亲自送过去 顺便告诉春兴的左邻右舍 以后但凡是和春兴家 沾亲带故的 我们国公府呢 一概不用 也省得日后 春兴做什么事情 丢大姑娘脸面呢 大姑娘 你若感觉不妥当呢 老奴就派个人 把这身器啊 悄悄送过去 佟嬷嬷已经知道了 事情的原委 原本是准备 按照白青岩的吩咐 将卖身器还给春兴 可一想到春兴那个 钻在了前眼里的娘 就改了主意了 只有将这件事宣扬出去 春兴和春兴那一家子 才不能打着 他们家大姑娘的旗号 为他们自己敛财 不然 将来若是出了什么事 别人可都是要算在 他们家大姑娘头上的 嬷嬷考虑得很妥贴 就按嬷嬷说的办吧 白青岩将帕子 放在春桃端着的 黑漆托盘里 端起茶杯 抿了一小口 今日祖母要回来 就练到这里 春桃汉守成事 派了个丫头去穿草扇了 今日祖母要将那个 卢姑娘带回来 哪怕是做样子 祖母也做出了一副 对着卢姑娘上心的样子 专程让蒋嬷嬷传话回来 说 劳烦董事派人将之前的 白素秋的院子 拾堕出来 给这位卢姑娘住 董事一惊 这些年白素秋的秋双院 府上一直留着 每天都派人打扫 大长公主 什么时候想白素秋了 就去坐一坐 那院子里当年白素秋 种下的柿子树 如今织万都已经出了院墙了 满府上下 就没有人不对这个 卢姑娘好奇的 就连白锦绣 都是一大早套车回来 为了早早见到 如今在大都城中 疯传的白素秋转世 反倒是 跟着白青岩一曲 即见过大长公主 和卢姑娘的白锦绣 最后一个来了长寿院 规规矩矩的 对大长公主行礼后 立在一旁 眼睛也不枉 立在大长公主身侧的 卢姑娘身上瓢 三夫人李氏 看着白锦绣 稳重的样子 还以为女儿 边关一趟历脸 改了性子 心里是别提多高兴了 众人陪着大长公主 见过刚出生的嫡孙女 大长公主 给了白碗轻一套 鸽子血的宝石头面 当作见面礼 笑得是合不拢嘴 虽然说大长公主 心里还是有些遗憾 却对这孩子 可惜不是个小子 但是一想到 不是个小子 反倒能保一家子平安 心里是又心酸 又难过 看着收生婆 将橙友爱叶 槐条等中药玉汤的盆子放置好 长辈们添盆时 收生婆嘴里说着吉祥话 热热闹闹收了尾 拿了赏钱 这小丫头这个样子 倒是让我想起了阿宝出生的时候啊 大长公主毛子泛红 笑着说道 也是这样少见得漂亮 白白白白esin定的 最后 usa也给大家的 sagen too much 小人 小手挥舞 抓住了大长公主的手指 逗得大长公主 个个直小 三夫人 李氏说道 这孩子和阿宝一样 同母亲有缘 大长公主点了点头 将孩子还给乳母 又叮嘱五夫人骑士 好好养着 不多时 五夫人骑士娘家的嫂子 也来了 原本五夫人的意思是 孩子洗三就不大半了 正好大长公主回来 一家子坐在一起 吃顿饭也就是了 齐大夫人笑盈盈地 同五夫人骑士开玩笑 说 昨日五夫人 同齐老太君谈崩了 老太君这是抹不开脸 又惦念女儿外孙女 就把她给治了过来 求他们家姑奶奶 千万别把她赶出去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董事嘴里说着客气话 笑呵呵地把人迎了进来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董事的娘家嫂子宋氏 也就带着女儿来了 幸亏董事有准备啊 让下人多备了几桌席面 热热闹闹地给白家的第八女 白婉青 办完了洗三宴 让人想不到的 是太子妃也派人送来了和礼 说是送礼 白庆言心里知道 太子妃这是派人来看卢姑娘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大都城勋贵人家看风向 珠母都派得脸的婆子嬷嬷 明着送礼 按着来看卢姑娘 谁知道 大掌公主将卢姑娘藏得极好 旁人问起大掌公主身边的蒋嬷嬷 蒋嬷嬷都说 卢姑娘为大掌公主采药的时候 伤到了胳膊 在秋双院静养呢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二集 戏三宴上 大掌公主难得喝了几杯桂花酒酿 双甲红得厉害 白青岩和白锦志 将大掌公主送回长寿院 让婢女给大掌公主上了茶 就听大掌公主说道 阿宝啊 我听说你打发了身边一个大丫头啊 原本想给那丫头找个好人家 结果她心大 求了我让她赎身 想去户部尚书府上 给户部尚书的树子当姨娘 白青岩接过奖 嬷嬷放着茶 大掌公主和白锦绣 都是何等人物 一听就知道 这里面怕是有事 否则户部尚书府 即便是个数字 在府里找个丫头 抬了姨娘不成吗 非要别人家 卖身的贱奴当姨娘吗 祖母不必担心此事 童嬷嬷一会儿 会派人将山契送到春兴家里 也会挑明 之后我们白家 不会再用任何 宇春兴家里 战亲戴故的人 你呀你呀 就是心太善了 大掌公主 抬手指了指白青岩 眸色平静 声音却极为杀法果断 这种贱臂 就该直接打死了事 以免留后患呢 大掌公主 放下手中的茶杯 患了一声 家嬷嬷 你去叮嘱童嬷嬷嬷 去那个贱人家里头 明着说 那贱奴手脚不干净 偷了郡主房中的首饰 而那簪子呢 是先皇后的遗物 是我多年前赏给郡主的 那贱臂 见郡主多年压箱底了 还以为郡主忘了 想偷了坏银子 进驻心善 怕我日后回了府 要那贱奴的命 所以才连夜 将人放出府去 是 蒋嬷嬷应了一声 佟嬷嬷 是个泼辣能干的 蒋嬷嬷这么一说 佟嬷嬷就知道 该怎么做了 连连点头 上了马车 前往春兴家去了 大掌公主热闹了一早上 这会儿乏了 白青岩和白锦绣 伺候大掌公主歇下 才相邪从长寿院出来 我虽然未曾见过姑姑 可以觉得那个卢姑娘 的确比那个秋贵人 更像画卷上了姑姑 祖母打算 送周围卢姑娘进宫吗 白锦绣皱眉问道 苏秋姑姑之所以让金上 至今难忘 不就是因为金上 未曾得到过 白青岩缓缓道 她花音刚落 就见秦嬷嬷嬷嬲嬲而来 行礼后道 大姑娘 萧先生来了 说来给八姑娘 送洗三礼的 可这里送得太贵重了 夫人推辞了 可那位萧先生说 让大姑娘过去瞧瞧 再定夺收还是不收 说着 秦嬷嬷嬷转头 看向白锦绣 还是二姑也陪着一起来的 白锦绣颇为意外 她对这位萧先生 印象极深 且不说这位萧先生 是曾经出手住过白家 就是秦朗 也是经常在 白锦绣耳边提起萧容颜 盛赞萧容颜的 气度和学识 美美其说 若是萧容颜气伤从文 定会成为当时的文豪 她回头望着白锦绣 张姐 白锦绣猜测 萧容颜怕是为了 见她才来送礼的 她点了点头 我过去看看 白锦绣 白锦绣二人到时 郝管家 正陪着董事 在前厅招待 萧容颜和秦朗 一见白锦绣姐妹俩进来 萧容颜和秦朗 忙起身行礼 秦朗对白锦绣行礼之后 上前两步 付出有身孕的白锦绣 郡主 夫人 萧容颜眉目带着 温润儒雅的浅笑 彬彬有礼 萧先生 萧先生 白锦绣与白锦绣附身 郝管家笑着说道 郡主 萧先生送的贺礼 太过贵重了 夫人推辞 可萧先生却说呀 要郡主看过之后 再定夺收与不收 白锦绣刚才一进门 就看到了摆放在政厅中的一座 凤凰翡翠玉雕 凤凰是整块品香极好的翡翠 雕砖而成的 晶莹剔透 玉纸通透水润不说 竟有半个人那么高啊 堪称西是真品 别说白家这样的忠名鼎识之家 就是皇宫内庭 都难见这样的宝贝 当作传世之宝 亦是绰绰有余 董事朝若有所思的女儿看了眼 萧先生这里 未免太过贵重了 我们白家 实在是担不起 白青岩平静了视线 朝萧容颜 幽碎的眸子望去 开口道 萧先生 借一步说话 萧容颜汗手 转身对董事 规规矩矩 行了礼 又对秦朗和白锦绣 攻守后 才从容自若地 跟在白青岩身后 踏出了门槛 秦嬷嬷 你和春桃 陪着郡主去 看郡主有什么吩咐吧 董事开口 虽然说是在自家府内 可是男未婚女未嫁的 董事让秦嬷嬷和春桃跟着 算是避避闲 两人立在被阳光扑满的狼武侠 低声说话 秦嬷嬷嬷春桃站在远处 燕帝 准备让洪大夫放手试试了 白青岩开口 虽然是问句 可语气笃定 正是 所以燕子子上门 是为了求白的姑娘 允准让洪大夫 悄悄随我兄长入烟 萧容颜语气诚恳 对白青岩长衣道地请求道 这么多年 燕帝看了这么多大夫 没有一个大夫 能将燕帝的毒诊断得如此清楚的 燕帝身上是有三种毒 燕帝是被他的父皇吓得毒 而剩下的两种毒都是为了救燕帝的命 机后亲手给他灌下的 原本燕帝不想事 但是最终还是被萧容颜说动了 可事关生死 燕帝就是解毒 也不能留在禁国 好 白青岩汗手 不过玉凤你拿回去 对外就还是说 你送礼被我拒绝了 这是我兄长的心意 萧容颜 纯脚带着极淡的笑意 你不收 我兄长不能安心啊 收了土惹非议 白青岩态度坚决 若红大夫此次 能替燕帝解毒成功 我再收不迟 否则以朔阳宗族的德行 怕是会逼着我们白家 将这船室珍宝交出去 反倒辜负了燕帝和萧先生的美意 白青岩这话不假 朔阳宗族是个什么样子 萧容颜不是没见过 那我带回去 就当是白大姑娘暂存在萧某这里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三集 萧容颜手指摸缩了一下 手中玉蝉 抬眼看她 将玉蝉递了过去 温和道 既然如此 白大姑娘就先收下这个 玉蝉 白青岩同人轻微一颤 上一世 萧容颜将玉蝉给她的时候 是她最狼狈之事 萧容颜让她拿着她的玉蝉 自去逃命 没想到这一世 萧容颜又将这个玉蝉 送到了她的面前 与上一世截然不同的 温润语气 这是萧先生的贴身之物 收下鱼礼不合 白青岩藏在袖中的手 微微收集 萧容颜上前一步 用背影挡住 秦嬷嬷嬷和春桃的视线 月举 攥住了白青岩的戏腕 将玉蝉放入白青岩手中 这是我母亲的遗物 当年有高人赠予我母亲 说是能保平安 后来行空大乱 我母亲将从不离身的玉蝉 挂在了我身上 让老叔带着我逃生 我平安无事 萧容颜稍稍退开 凝视着院中高耸 冒出嫩绿春芽的参天大树 当年混乱的场景 到现在萧容颜还记得 也记得母亲将玉蝉挂在她身上 用力抱紧她 叮嘱她一定要救下兄长 好好活着 那是萧容颜记忆中 第一次看到母亲的眼泪 她那样坚强而且强大的一个人 因为身性丈夫 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住 该是怎么样的绝望 当时萧容颜不懂 后来兄长有了孩子 被父皇留下的云念暗害时 她才隐约能体会 当初母亲的心如刀割了 见萧容颜深深注视着那棵大树 似是陷入了某些情绪之中 那时 行宫的大树 比这棵树还要高大 老树带我躲在树上 茂密的树叶枝压遮挡 我看到父皇前来 本想要呼救 老树却一把捂住我的嘴 我眼睁睁看着 那些行宫黑衣刺客跪在父皇面前赴命 我便知道 这是父皇的意思 栩栩如生的玉缠上 还有萧容颜掌心的温度 白情言垂眸看着 果真与上一世的玉缠 一模一样 萧容颜垂眸 从那沉痛的情绪中抽离 转头深深望着白情言 所以 我曾经启示 若我有一天娶妻 我一定对我的妻身心不已 护她一世周全 她那双深沉有祸人的毛子 就那么静静地望着白情言 甚至让白情言产生意中 她谋底藏着深情的错觉 就好像 这是她对她的许诺一般 白情言攥着玉缠的手 轻轻收紧 随即 又捧着玉缠 送还到了萧容颜面前 如此珍贵的玉缠 严何感受 还请萧先生收回 若连玉缠都不收 那萧某如何通兄长交代啊 白大姑娘 还是莫要为难萧某了 不等白情言再开口拒绝 萧容颜笑着转移了话题 四月初六 三王爷办了一场马球赛 不知道白大姑娘去吗 借上小子带着几个孩子 去热闹热闹 我就不去了 白情言转过身 看着萧容颜 还是萧先生有事 若是我想请你去呢 萧容颜唇厚温润的嗓音传来 白情言的心 重重跳了一下 她深邃的目光 坦然又真诚 白情言转过头 避开萧容颜的视线 说道 我一向不喜欢那种热闹 怕是要辜负萧先生的美意了 无妨 白大姑娘刚从南疆回来不久 接连的宴会也没休息好 我们来日方长 萧容颜如此道 白情言没有搭枪 等她反应过来 要将玉蝉还给萧容颜的时候 萧容颜已经对白情言行礼后离开了 白情言仔细端向手中的玉蝉 就连这玉蝉磕碰的一脚 都与白情言上一世见过的 一模一样 可她颇为想不通 既然是母亲遗物 如此珍贵 为何上一世 萧容颜要送给她呢 若说身份的象征的话 她哪怕给她一块令牌 都比一枚玉蝉更合适呀 这是为何呢 她紧紧攥着玉蝉 没有多想 便被董事换了过去 你与那位萧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董事眉头紧皱 从咱们白家葬礼 萧先生出手相助开始 我就觉得有些不对 那萧先生 是对你有别的心思 董事到底是过来人 尤其是萧容颜望着白情言的眼神 又不加掩饰 她自然会担忧 阿娘 哪有的事啊 我已经立时此生不嫁了 你放心 与萧先生相处 我知道分寸 白情言挽着董事的手臂 送她回院子 听女儿说 此生不嫁这四个字 董事心就揪着疼 心口那股子不悦也悄然散去 竟说起了萧容颜的好话来 那位萧先生 那位萧先生虽然是个伤人 可是气度和精怀 妖貌和才学都不错 阿娘问你呢 阿娘问你呢 不是怪你的意思 若是你也觉得那个萧先生不错 又顾及到你立时此生不嫁 可以考虑让萧先生入赘白家 阿娘 你越说越乱来了 白情言耳根一红 什么入坠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子子上没什么指望 何必耽误旁人 就算是此生不嫁 我也能让自己过得逍遥快活 阿娘放心 董事抿住唇 盪着白情言 阿娘就是不放心 才和你说这些的 你外祖母到现在 还命长远等着你 且就说是因为 你把长远当成亲弟弟 那旁人总行吧 阿娘 是害怕等将来阿娘不在了 董事说到此处男人耿业 用力攥了攥女儿的手 克制着眼泪 阿娘害怕你一个人孤单呢 阿娘 我有妹妹们 我们姐妹间感情 一向深厚 您不用这么担心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四集 白青岩 见董事是真伤心 抽出帕子 给董事擦眼泪 红着董事 不过缘分这种事情 也说不准 将来若是遇到 何时入坠 接女儿心仪的 女儿却不瞒着阿娘 头一个就告诉阿娘 可好 真的 董事抽过白青岩手中的 帕子沾眼泪 白青岩点了点头 阿宝何时骗过阿娘了 不敢再惹董事了 白青岩查开话题问道 明日电视 秦朗和长元弟弟 都要下场 一个是咱们白家的姑爷 一个是阿娘的亲侄子 阿娘可备好了礼 昨儿个 都派人送去了 董事说到这里 叹了口气 希望这次长元 可别再奋心了 此次履向了两个嫡孙子 和陈太傅的嫡孙 都是此次电视的热门 但只要长元发挥稳定 拿个二甲投名 应该不成问题吧 陈太傅就是状元出身 儿子中书侍郎 也是当年的状元 若是此次孙子也能夺魁 那绝对是一段佳话 状元是家呀 吕相自是不必说了 世家出身 当年最英俊的炭花狼 儿子也都是在二甲之列 长元表弟是从大如鲁老先生 我倒是觉得长元表弟 至少能够拿个炭花狼 白青眼挽着董事的手臂 低声安抚 所以母亲就安安心心 给长元表弟和二妹夫 准备喝礼吧 刺骨炭花都长相俊美 董长元才气不必说了 更是玉琢式的风度少年 不过是年轻些 可也正因为年轻 未来才不可限量 白青眼相信 没有白家的事情 拖累两位舅舅和董家 董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白青眼将董事送回院中 刚出来就见到清徽院中的小丫头 匆匆忙忙寻了过来 小丫头一见到白青眼 立刻扶身行礼 大姑娘 门房那边来报说 宫里派人说有紧急军情 请大姑娘进宫 紧急军情 如今西凉已经一和 荣敌内乱 大燕至子 就连燕帝 如今也在大都城内 那么 就只能是大梁了 他想起之前 在他们班师回朝时 太子曾言 大梁调兵逼近 与晋国交界方向 意图不明 想来这段日子以来 已经显露意图 是冲着晋国来的 不过 大梁的四皇子 还在打动 大梁这个时候动作 就不怕大进 扣住他们的皇子吗 春桃抬头看向 若有所思的白青眼 私心里是不想 白青眼去的 他怕白青眼一去 又要出征打仗 白青眼汗手 知道了 白青眼转头 看向了春桃 一会儿我走后 你同母亲说一声 别让母亲担心 我尽量早点回来 春桃汗手 是 宫里派来的人说 军情紧急 白青眼快马进宫 他到的时候 太子 张端锐 左相李茂 年迈的吕相 兵部尚书 沈静忠 户部尚书 楚中兴 兵部侍郎 户部侍郎 全部都在 兵部尚书 沈静忠和户部尚书 楚中兴两个人 站在两个太监 展开树放的地图前 吵得是不可开交 兵部尚书 沈静忠 声音本来就大 冲着户部尚书 楚中兴 吼得是脸红脖子粗 大梁陈兵两国 交际红眼山 派出来打探 我进过春暮山 兵力步伐的探子 都被抓了 你跟我说打不起 户部尚书 楚中兴 被喷了一脸的唾沫星子 一甩袖 转身远离 兵部尚书沈静忠击部 这才说道 此次南疆之战 你们兵部自己说 打死了多少将士 这些将士的抚恤金 不用发吗 西凉的赔偿还未到 此次陛下授臣 各国来客 咱们不能搏带了 前来的皇子和使节 更别提此次燕帝清零 会不会为了 不让他国亲看 已经是勉力支撑了 你们兵部一聚要粮草 我哪给你们弄去 陛下 白大姑娘到了 高德帽上前 低声在手里攥着折子 头疼不已的皇帝耳边 说道 皇帝烦得将手中折子 丢在了案子上 不耐烦白手 请进了 见白青岩进门 兵部尚书 沈静忠也不吵了 推到一旁 看着白青岩 规规矩矩 叩拜行礼 太子看了眼皇帝 见皇帝汉手 忙道 郡主快起来吧 父皇这才刚得到了 一份密报 说大梁陈兵 红雀山 派探子 探我晋国 春暮山兵力不防 几个大臣 几番商议不下 姑便求了 父皇请郡主过来 也好 同我们一起 给父皇出出主意 刚才在殿外 白青岩就听到了 护不尚书 楚中兴泽哭穷了 白青岩略微想了想 他想到 大燕出兵 驻北戎的事情 猜测这所谓 被活捉的大梁探子 是不是萧荣演的 一步棋呢 为了将大静 托入于大梁的缠斗之中 好让他们 大燕放心大胆 无后顾之忧的 解决荣敌之事 大燕驻荣敌 最担忧的 莫过于晋国和大梁 如果大梁和大静打起来 这两国既疼不出手 趁大燕主力在 荣敌之时 对大燕发难 又可让大静和大梁 两败俱伤 即便将来大燕 要在荣敌驻军 大静和大梁 也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定然也顾不上 或者说 没有能力顾得上 他们大燕的动作 白青岩心头跳了跳 打仗 白青岩不怕 白青岩怕的是 这仗打起来 百姓遭殃 打仗就是在打银子 打粮食 打人 户不没钱 要就得提高 百姓赴税 兵不没人 就得征兵 次战 清国并非必须要打 红雀山之地 与我晋国项链不错 却也与荣敌相领 或许是大梁 准备出兵驻北戎 白青岩立在一旁 轻声说道 应该是不会 燕帝已经答应了 要驻北戎 恢复正统 且此事 燕帝已经同父皇说过 大燕主力 欲从护义出发 沿我国边界 借道前去北戎 太子覆手而立 看脸皇帝才说 原本 顾还担心 这燕帝驻荣敌 是想吞下荣敌 还是父皇天纵英明 提点了顾 燕帝置敌子于尽 又国若名平 怕是 只想驻荣敌恢复正统 拿点好处罢了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贝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365集 白清炎闭了闭眼 在心里暗叹 真是好英明啊 算不算一郎自大呢 大燕之所以 知笛子于尽 就是为了 减轻尽国的疑心 大燕国 不论是燕帝 还是萧容颜 都是有野心 有足够狠心的人物 不出十年 想必这世道割局 便要从燕国起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如此 臣女以为 不如陛下派遣使臣 前去询问大梁皇帝 意欲何为 是否想与我国宣战 与此同时 陛下可调兵潜将 臣兵于大梁边境 春暮山 做出要与大梁一战的姿态 震慑大梁皇帝 大梁必定会忌惮 若大梁 是真的要打呢 皇帝慢吞吞开口 皇帝眯着眼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 敲着面前木案 如今戎笛内乱 不能撤走大梁 我晋国肥田沃土 竟在春暮山往南那一带 大梁可是眼馋很久了 臣女揣测 至少墨下 大梁不敢打 白青岩声音叙叙 愿闻其笑 请郡主指教 张端锐抱拳 对白青岩的态度十分恭敬 毕竟他同白青岩曾一同血战 对白青岩的能力万分认可 白青岩走至太监 展开树放的地图前 手指红雀山 大梁之所以沉冰红雀山 而不是别处 怕是再等 大梁再等荣敌求到晋国头上 陛下到底是住还是不住 若是陛下允准晋国出兵驻北戎 等我晋国主力尽陷入荣敌之时 大梁便可趁机打晋国一个措手不及 白青岩收回手藏于袖中 向皇帝的方向喊手 若是晋国收了南戎的财宝 欲作必上官 那么大梁就出兵 名正言顺地驻北戎 便会如同臣女当初 与太子殿下所禁言一般 战尽戎敌这天然马场 皇帝不知道白青岩对太子禁言过什么 朝太子的方向看去 太子历史几倍全都是汉 兵部尚书审静中 看着地图点了点头 白青岩说的有道理啊 只是 大梁大概是没有想到 此次列国从未放在眼里的大烟 竟然答应了出兵驻戎笛 恢复正统 白青岩捶着眸子 几乎把话已经说到明处了 那 燕国此次出兵驻北戎 臣也担心 大烟会不会也是打的这个主意 张段锐皱眉 朝着皇帝的方向看去 皇帝眸子一眯 身体朝后靠了靠 以着祥云文绣金龙祥的团枕 若有所思 整个大殿的气氛 都变得凝重起来 太子想起之前白青岩给的建议 他当时拒绝了 生怕皇帝会怪罪 忙到 毕竟大烟至此与我们晋国 且这么多年来都依附我们晋国 父皇在燕帝离大都城之前 告诉燕帝 若是想要驻北戎 要好处可以 但不能吞了戎帝 否则 我们晋国不会坐视不理 皇帝闽纯未语 毕竟 晋国就算是有心吞下戎帝 还有大梁顶着 晋国一旦出兵戎敌 大梁就会扑上来 户部尚书楚大人说的对 我们晋国刚刚经历了南疆之战 暂时是没有影子可大的 可随后西凉的赔偿就会运来 到时候也不惧和大梁一战 太子说完 见皇帝没有变脸 这才悠悠叹了口气 唉 我们虽然得到西凉割让的城池 可是南疆一战损失惨重 此时该是好好休养生息才是 张端锐皱眉思虑片刻 便跟着点了点头 觉得太子这番话也有道理 白清严厉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当初与晋国鼎立的强国西凉 如今在晋国眼里 大约已经不足为惧 这难道不算是世道变换吗 西凉目下看来的确是不足为惧 但谁知道将来呢 就这么办吧 陈兵春暮山震慑大梁的同事 派遣使臣出使 问问大梁皇帝 调兵两国接壤边境 异于何为 是不是想有我晋国一战 皇帝一锤定音 陛下英明 陛下英明 皇帝扮合着毛子 看向跪地叩白 高呼他英明的白清严 难免又响起白素秋来 你们都退下吧 白清严留一下 朕有事想要问你 皇帝开口 是 白清严应声之后 又转头看向正要弯腰退出宫殿的户部尚书 楚中兴 楚上书这就要出宫了吗 楚中兴自问 同白清严没有什么交集 骤然被白清严当着皇帝的面叫住 颇为诧异地朝皇帝看了一眼 这才对白清严道 陛下已无吩咐 我等自然是要出宫了 须住有事 翻请楚上书稍后片刻 我有事相告 白清严道 楚中兴又看了皇帝一眼 盲汉首称氏 退出了殿外 您有什么事 要通楚中兴说呀 皇帝随口问了一句 臣女身边的贴身婢女 说他娘给他寻了一门亲事 特来向臣女求恩典赎身 疑问之下才知道 竟然尚书府的管事 找到了臣女那贴身婢女的娘亲 说要将臣女那贴身婢女 抬入尚书府做良妾 臣女想着尚书府是高门大户 能让这丫头做良妾 也是她的造化 就允准了 皇帝皱眉 显然是以为楚中兴 要白清严的贴身婢女做良妾 皇帝眉头一睛 这楚中兴是有什么癖好吗 要个良妾 为什么非要白清严的婢女呢 这是给白清严找不痛快 还是有什么阴谋呢 不等皇帝想明白 白清严接着道 谁知道那丫头 竟然背着臣女 偷拿了祖母赏了一根红宝石簪子 她不知那簪子是先皇后的遗物 臣女一直放在柜子里 是因为舍不得戴 那丫头以为臣女忘记了簪子 偷拿了簪子想给自己当嫁妆 臣女想着既然是尚书府要良妾 又是从我府上出去的 还是同楚尚书说一声 以免日后引起什么误会 楚尚书还以为臣女不会调教人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六集 皇帝看着低眉顺眼的白青衍 恍然间 仿若看到了白素秋 之前白青衍在他面前 剑拔弩张的姿态 已经模糊 只剩下如今清丽的面貌 他后头翻滚 调整了坐姿后问道 你祖母想要收为一女的卢姑娘 你见过了吗 白青衍猜到皇帝单独留下她 是为了询问卢姑娘之事 便道 回陛下 见过了 长得 十分像你姑姑吗 皇帝问完之后呀 却又觉得自己这话是问错了人 白素秋当年走的时候 白青衍还小呢 回陛下 臣女瞧着 倒是同画上的姑姑十分相似 听蒋嬷嬷说 这位卢姑娘同姑姑一样精通医术 十分得祖母的喜欢 白青衍回道 竟然还会医术 皇帝恍然 难怪那日姑母说 卢姑娘采药去了 原来不是堂塞之词啊 皇帝点了点头 想陷入了某种缅怀的情绪中 直到高德茂进来 压低了生硬桶皇帝说 秋贵人亲手做了枣尼芙蓉膏 请皇帝品尝 皇帝这才摆了摆手 示意白青衍出去 白青衍行礼告退 从殿内出来时 等在大殿门口的 除了护部尚书楚中兴之外 竟然还有太子殿下 太子大概也想知道 白青衍同楚中兴说什么 所以在这里等着 白青衍同太子行礼之后 对楚中兴说道 楚尚书 听说尚书府 想要我身边的贴身婢女 做良妾 楚中兴一正 没想到 白青衍竟然会当着太子的面 将这事给挑出来 他藏在官府里的手 是轻微收紧 装傻 郡主可是误会了 今今是同我提过 有想为我那庶子 吃一方良妾之事 可怎么去 也不能抢郡主的 切身女婢啊 白青衍以而装作惊讶的模样 可我那婢女同我说 尚书府要抬她做良妾 求我给了恩典赐身器 我想这尚书府也是个好去处 就准了 谁知道那丫头偷拿了我一只 放在柜子里没有用过的宝石簪子 她以为我偏爱肃静首饰 忘了这只簪子 想偷了给自己做嫁妆 可这簪子却是先皇后遗物 先皇后赐给我祖母 祖母又赐给我的 白青衍朝太子看了眼 我是念着楚大人看中了这婢女 才在我祖母回来之前 放了那丫头回家 给她一条生路 上午还派人将生气送了过去 为此还让祖母好一阵不愉快 楚中兴忙抱拳告罪 此时下官的确不值 在下官回去问过金妻之后 若真有此事 这般手脚不干净的人 绝机不能让进我尚书府 妥协郡主告知 那丫头平时倒是很本分的 这一次大概也是觉得 要去尚书府降佐了 说是尚书大人真的喜欢这丫头 以后叮嘱了不再饭就是了 太子摇里摇头 示意白青衍跟她走 一边走一边等 你行军打仗倒是雷厉风行的 怎么对身边的奴婢 这么心思手软 这等贱奴竟然敢偷 先皇后的遗物 就应该直接打死 你还还她生气 这不是 顾及着楚尚书的面子 白青衍笑着看响 跟在太子右侧的楚中心 楚中心忙停下步子 又复首告罪 称自己实在不知 白青衍从宫内回来 一进门 就被大掌公主叫了过去 大掌公主以为皇帝 叫白青衍过去 是为了问卢姑娘之事 孙女觉得 今上虽然还没有见过卢姑娘 但是还是有几分相信 卢姑娘是姑姑转世之事 否则 一到圣旨宣进宫就是了 何苦想见还自己挨着 皇帝是晋锅的天涯 他想要做什么不行呢 大掌公主点了点头 用银针剥了剥香炉里的香灰 点头道 是啊 阿宝说的有理呢 宫中那位秋贵人也是厉害 今日我从大殿出来之前 听高公公对金上说 秋贵人做了泥枣芙荣膏 大掌公主谋色一沉 祖母 这泥枣芙荣膏 可是您体恤之时 姑姑专门为您做的 这事知道的人不多 且当初姑姑过世之后 祖父下了令 不允许这道点心 栽上白家的桌 怎么这位秋贵人 就连这个都知道呢 大掌公主拿起放在 黑七方机上的 沉香母佛珠 闭眼波动起来 祖母 孙女想 这位秋贵人 大约是知道 卢姑娘的存在 着急了 她太可以模仿姑姑 反倒是显得将棋 所以卢姑娘 长相和亲运上相姑姑就够了 她是得让卢姑娘 做一些姑姑曾经想做 而未曾做过 或者是 您和祖父 不允许做的事情 才能让皇帝相信 这就是姑姑的转世 大掌公主 拨动佛珠的手一顿 阳光从窗帘照射进来 雕花 随黄澄澄的光线 映在了地板上 满是只剩下 鸟鸟青烟 静得出奇 白青岩听到外头 传来童嬷嬷和 蒋嬷嬷说话的声音 起身对大掌公主 行礼后告退 若无其他事 孙女就先退下了 祖母好好歇息 说完 她恭敬向后退了两步 绕过屏风 出了长寿院的商房 白青岩走后 大掌公主才缓缓睁开眼 想做她和白薇婷不允许做的太多了 童嬷嬷嬷 童嬷嬷正和蒋嬷嬷嬷说着去春信家的事情 见白青岩出来 忙行礼 看到童嬷嬷喜气洋洋的模样 白青岩就知道 童嬷嬷嬷的事情应该是办得非常顺利 童嬷嬷上前对白青岩行礼 笑着道 大姑娘 事情办妥了 白青岩对蒋嬷嬷守候 带着童嬷嬷往长寿院外走 大姑娘 是这样的 老奴一到幸春家里呢 正巧遇到幸春母亲 正跟四周林里吹嘘着 他们家幸春得了郡主和后部尚书府的青睐 要去尚书府做良妾了 童嬷嬷当即就让马车停了下 气势摆得足足地从马车上下来 用帕子沾了沾唇脚 鼻孔朝天 说她是郡主身边的管事嬷嬷 问春姓娘是哪个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鸿鸣小说 作者千话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七集 春姓娘约莫是怕了美感之声 却有好事者讨好地给童嬷嬷指了指春姓娘 童嬷嬷绷着脸 打量了春姓娘一番 春姓娘连忙鞠躬哈腰 称童嬷嬷嬷是贵客 请童嬷嬷进屋里坐 童嬷嬷冷笑一声 便说 有句俗话叫蛇鼠一窝 你们的蛇鼠窝 我可是不敢进的 春姓连大掌公主赏给我们郡主的 先皇后一顾都敢动 我若进你们家门去 这身上金银首饰 不得被扒光了吗 春姓娘就嚷着 让童嬷嬷空口白牙地别胡说 童嬷嬷一点都不出 拿出春姓的卖身器 朗笑道 大掌公主可是生气得很呢 你若再不承认的话 我便只好拿了身器 依大掌公主的吩咐 将春姓打死了事 童嬷嬷话音一落 救命跟来的白家护卫 去春姓家里拿人 将春姓娘吓得半死 堵着门只喊 他们家春姓要去尚书府当良妾的 镇国郡主就不怕开罪了尚书大人吗 童嬷嬷这才上前 将生气丢给了春姓他娘 说道 看在尚书府的面子上 我们郡主放过春姓一马 但从今日起 镇国公郡主府 绝不用和春姓沾亲戴过的任何人 大姑娘 刚才老奴回的时候呢 刚巧遇见送二姑娘回秦府的罗嬷嬷 她从老奴说了 二姑娘回府的路上 遇到寿生伯爵府的二夫人 二姑娘呢 装作恼火不已的样子 将咱们府上春姓潘高枝 要去户部尚书府做良妾 却偷先皇后遗物 充当自己嫁妆的事给说了 还说要回府查一查 这些白府给安排的 仆妇婢婢子里面 有没有跟这个春姓沾亲戴故的 如果有的话 可不敢再用了 佟嬷嬷说完笑了想 二姑娘这样做呢 也是担心春姓以后 做什么丢脸的事情 这旁人不知情 都送大姑娘头上来了 提前替您撇清关系呢 二姑娘还真是有心了 白清言唇角勾起 笑了笑 春姓 去不了尚书府做良妾了 佟嬷嬷也不问 为什么春姓不能去做良妾 既然她们大姑娘说春姓做不了 那春姓肯定就做不了 不知道为何 佟嬷嬷想到 今日对春姓百般维护的娘 若是春姓娘知道 春姓没办法嫁入尚书府 又丢了郡主身边贴身大丫头的身份 以后又无薰贵人家敢用春姓这一架子 春姓娘又会怎么对春姓呢 今天白清言当着皇帝的面说了一次 又当着太子和户部尚书楚中兴跟前说了一遍 不论楚中兴和李茂想用春姓做什么勾当 春姓如今只能是废弃了 若是实打实算来 春姓其实还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可白清言不能将全家的安危置于显地 在明知李茂和楚中兴或许要用春姓危害白家 或者是他只是放过春姓 就如同当初祖父因为一点慈悲放过了陆天拙 可陆天拙却想要小九的命 想要他的命 所以慈悲和心善这两样东西 只有绝对强者和圣人君子才有资格给 他如今还只是诗句中身不由己的浮游 没有那么多慈悲分给旁人 有这个心还是多怜悯怜悯自己和家人吧 虽说春姓的危急已解 可李茂和楚中兴若真非要对他出手 他只废掉一个春姓 为让他们伤筋动骨 谁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呢 他背后是白家的孤儿孤母 若等离开大都 李茂和楚中兴再兴奋作狼 他可就鞭长莫及了 莫莫 您让评书多派几个可靠之人 去此次会试之时 考生落脚点最多的几个酒楼探问探问 是否有才高八斗 在考生中颇有威望 却会是落榜的考生 白青眼转头看着童莫莫 慢条思理地吩咐 他们谁曾有过怨言 认为有人名不符实 年年春围都有自视甚高的考生不服气 年年春围都有人寻思舞弊 只是没有人甘愿做那出头鸟将事情挑出来 曾有三两出头之人 要么发生意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要么在经营权势面前屈膝折截 这些年勋贵世家屡屡在科考中向主考行贿 悉数这几届科举 寒门之子出人头地越来越少 往年勋贵世家行贿成风 却一直无人管束 今年只会更甚 只怕这一届寒门子弟想要出头 更是难上加难 虽然现在白青眼才开始做准备 稍晚了一些 却也不算太晚 若是此次科举查出舞弊 主考官汉林学士文振康 左相就肯定保不住了 失去了能在皇帝面前进言的文振康 左相如同断一臂啊 白青眼眸色深沉如水 李茂的手既然伸得这么长 伸到他的身边来 那他就要李茂体会体会 断手之痛 另外 在派人暗中盯着大都城内 此次有子孙殿试者的薰贵 与官宦人家 看有谁家提前大量采购包前赏人的红纸炮仗 再被咽 白青眼想了想又补充道 再查问查问 谁家在会试结束电视之前 大量购米 准备失周 以往有子孙能走到电视这一步的薰贵人家 都会准备些红纸包着的赏钱 准备炮仗 在家中备咽 等应试子孙电视结束 觉得能在一甲占据一地 便立刻再派人去大量购米 等放榜之日大肆庆祝 散钱失周 若二甲投几名 自然也是要欢欢喜喜庆祝一番 若是落在三甲 也就是意思意思 散点洗钱也就是了 因为这些年 薰贵世家科举行贿成风 下无人敢出头 上无人愿管制 如今世家作风越发肆无忌惮 多数会在放榜之前 便准备好一应庆祝手段 以免道士措手不及 或者名列前茅 却办得不如别人家热闹气派 遭人诟病 所以窥探这些薰贵世家采买动向 大约能够猜测 谁人会在前十之内 头目目汗手 是 老诺明白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八集 第二日便是殿世 二夫人刘氏自白锦绣和秦郎走之后 一头扎进了四夫人王室的小佛堂里 同四夫人王室一起礼佛 晚膳时分 大家伙凑到大长公主这里 热热闹闹的用晚膳时 三夫人礼氏对大长公主说起此事 二夫人刘氏直到临阵抱佛脚求个心安 晚上回去就连董氏也叩拜了神佛 求神佛保佑 董长元和秦郎能够拔得头筹 刘氏辗转未眠 第二日派了好几波的人去谈 直到白锦绣派身边的翠碧回话 刘氏这才放心了 殿氏可比前几次考试舒服多了 毕竟是在狱前呢 皇帝出了考题 坐在高台龙椅之上 端着茶盏喝茶 他放眼看着大殿内 靠前坐着的年轻才俊 才隐约觉得自己老了 大约是心里突然不是滋味 皇帝更是懒得巡礼 再下去走走看看 摆了摆手让太子待老 因着秦郎是白青岩的妹夫 太子在秦郎身边多停留了一会儿 倒是没有认真看秦郎写的是什么 只觉得秦郎的自己十分清朽干净 电视结束以后 刘氏派人去问了情况 秦郎说虽然线下还不知道 能拿到什么名字 可自问 已经尽己所能达到最好了 可此次电视人才济济 能拿到什么名字 全看天意 白青岩倒是觉得 秦郎的名字不会低 秦郎是金上单独提出来 称赞为士族子弟表率的人物 主考自然要卖金上的面子 隔明日一天 后日张贴金榜 第二日清晨 白青岩在清徽院练满了红鹰银枪 替白青岩办事的佟嬷嬷便回来 给白青岩带了两份名单 这一份呢 是姑娘吩咐去查 在各家客栈落脚的赶考考生 有才气落选者 且心存不满的考生名单 上面圈出来的呢 是已经离开大都的 没有圈的呢 是留在大都的 估摸着是想看看金榜贴出来 看到底谁高中 头嬷嬷又将另一份名单展开 这份名单呢 是卢瓶亲自去查的 各家采买的情况 白青岩接过春桃递来的毛巾 擦了擦脸上和颈簸上的汗 吩咐春桃背水 春桃将已经温了的茶 递给白青岩 转身去吩咐厨房背水 大姑娘 出来也巧了 今儿个一早呢 卢瓶去了都城最大的米铺子 还没开口呢 那伙计便认出她来了 她以为卢瓶是二夫人派出来 替二姑爷采买的 那伙计便笑着说 咱们府上二姑娘做事太谨慎了 人家吕相府 陈泰副府 公布侍郎吴府 还有府军大将军张府 人家都是会事结束以后 就派人大量采买红纸炮着 屯米准备 放榜之后 施州呢 可咱们家二姑娘呢 一直没个动静 好不容易派人来 送施州的米到府上 还不如人家吕相府 和陈大夫府上一半之多呢 还笑着问卢瓶呢 是不是二夫人 这个做长辈的知道了 特意派卢瓶出来 添买一些呢 牵扯上的 可都是朝廷重臣 张端锐的府上 也提前采买了吗 白清炎将手中茶杯 递给佟嬷嬷 拿过名单看了眼 张端锐最大的儿子 不过才十一岁 也参加电视了吗 没听张端锐说过呀 佟嬷嬷见白清炎 目光落在 府军大将军府上 忙道 府军大将军府上呢 兄长早亡 寡嫂此次带长子 来大都应试 寄居在大将军府中 府军大将军的侄子 此次也在殿氏之列 名单剩下的呢 都是各地赶过来 在都城买了宅子 或是寄居在 叔伯外祖家的 官宦子弟 细算时辰 此刻主考还未开始 同皇帝商议名次 白清炎将提前采买 庆贺诗周的府邸名单 交给头嬷嬷 让人将这名单 悄悄传扬出去 就说这些官宦 薰贵府上 都贿赂了主考官 所以必会保证 这些人 必都在前十之列 再派人装作 商人或学子 将此事在大都城中 传扬开 他手指点了点 第一分名单 务必传到 这些落榜考生而理 一定要快 可让凭书安排人 鼓动这些考生 在放金榜之前 敲灯文谷 求皇帝主持公道 白清炎一边想 一边道 灯文谷一想 皇帝必会查 此次科举舞弊之事 可若是在金榜 放出之前 这些人的名字 果真在前十 那皇帝便会更重视 更要细查 就端看这些读书人 是敢用命 为自己寒窗苦读数十年 薄一个公道 还是在权势跟前屈膝 是 大姑娘 童嬷嬷应声 转身匆匆去寻 卢萍办事了 大姑娘要做什么 童嬷嬷一概不问 虽然以前 童嬷嬷总想着 规劝白清炎 好好做一个女儿讲 可是如今 白家突逢大便 童嬷嬷也知道 白家得靠大姑娘撑着 因为大姑娘是长姐 是嫡长女 这担子 只能大姑娘来挑 皇帝寿宴之后 如今大都城引人注目的 便是此次殿逝之后 状元到底是 花落臣太妇服 还是吕相服 亦或是 哪个寒门子弟 能够摘得 赌方礼 甚至已经开了赌局了 不知谁人泄露了 内定前十的 七人名单 称 吕元庆 吕元宝 陈昭露 武安邦 张若槐 林朝东 汪承玉 都是 勋贵官宦子弟 这七人 各自府上 早已经给 主考汉林学士 文振康 打过招呼 送过礼 还有人提起 张若槐 一个举人 考了几次都没考中 怎么这一次 突然就一口气 成了贡声 要电视了呢 汪承玉的同乡 称 这位 营州刺史的儿子 汪承玉啊 出口成赃 胸无点墨 营州之事 每每文人 才子诗惠 他总是 一笑大方 这样的人 若是在 电视前十名 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除却大都城中 吕相的两个孙子 与陈太傅的孙子 无人诟病之外 其余四人 老底儿被接了 一个底儿朝天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话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 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六十九集 魁首客栈内 在学子间 名气极高的薛仁毅 因为落榜之势 是极为不服气 一个劲儿的喝酒 非要在这里 等金榜出来 她以为自己 在会室中 即便是得不到 一个会员吧 也绝对在前十 断断不可能落榜 此时听说了 前十名单 正在痛斥此次客举 果然有猫腻 江玉成 那是个什么人呢 那就是个草包 我薛仁毅落吧 他进了 说出来谁信呢 薛仁毅的同窗 都在安慰他 坐在客栈一旁的汉子 喝了口小酒 说道 你们光在这里 嚷嚷有什么用啊 有能耐就学人家 郑国郡主 去敲东文谷 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当初郑国郡主 东文谷一敲啊 陛下可是连 信王这个嫡子 都给贬为庶民 流放永州了 正在安抚同窗的 学子转过头 有点烦那汉子的 火上浇油 人家郑国郡主 当初可是握着 既有行军记录的主简 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 怎么没证据啊 这名单就是证据 你们若敢用命 为自己博一个公道 就敲东文谷啊 有人舍命敲了东文谷 那陛下肯定要掂量一下 查一查 若在金马还没放出来之前 这七个人真的是前十 那陛下听了还不得慌 那汉子夹了筷子菜 塞进口中 哎呀 我这粗人都能想不通的道理 你们这些询问人想不通 汉子笑眯眯的端起酒杯来 依然也一副醉醺醺的模样 只有金马还没有放出来之前 甚至那些主考官和副考官 还没有出宫之前 你们便敲了东文谷面见圣上 这早早泄露出来的名单 才能起到最大作用 几个落榜的举子 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竟然觉得这醉醺醺汉子的话 说的有道理 我看 你们是害怕得罪权贵 所以才不敢吧 那汉子割下手中筷子 用手抹了抹嘴 哎 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最见不得那些官慌人家 正是欺人 那汉子一副江湖游侠作伴 说道 你们若敢敲纳东文谷 这棍子 我帮你们这些寒门出身的菊仔 好让那些权贵看看 我们穷苦人家 也有硬骨头 那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薛仁义 一把砸了自己手中的酒杯 我薛仁义好歹也是读成仙书的 哪里能对权贵折腰啊 我要去敲东文谷 哪怕舍了我这条命 亦要替我等汉门学子 求一个天功地道 薛仁义说完 端起桌上的酒壶 仰头一口惯尽 薛仁义的同窗连忙站起来 劝薛仁义 说大不了来年再来嘛 可薛仁义却说 权贵之手遮天 寻思舞弊 贪莫独职之时屡见不鲜 这些年更是愈言愈烈 你们自己看看 寒门之子出头越来越难 若我等不做先驱者 纷纷对权贵遮阶析 这诺大的静国 将再无寒门读书人容身之地啊 你们若还有血性 便随我一起来 说吧 薛仁义凭着一腔愤怒和热血 朝着宫门的方向而去 而此时 全然不知大都城内 已将这七人名单传得沸沸扬扬的 汉林学士文振康与诸位副考官将电视的策论排序 举前十捧到了皇帝与太子面前 皇帝看过一遍之后 就交于太子点评 太子虽然才气平庸了些 可是策论的好坏 耳濡目染 还是能看懂些 看完董长元的卷子 太子眼前一亮 忙恭恭敬敬递给皇帝 儿臣以为此篇策论 条理清晰 见解独当 虽然用词不算华丽 但胜在道理通透 文字锐利 皇帝点了点头 将董长元的卷子放在一旁 看到秦朗的卷子 皇帝似乎是来了兴致了 他认真看起秦朗卷子了 秦朗是皇帝亲自称赞的 世子子弟典范呢 皇帝对秦朗还是抱了希望的 希望秦朗能够给他张脸 看完秦朗的卷子 皇帝眼底有了笑意 点点头 将秦朗的卷子 与董长元的放在一起 随后 吕相的两个孙子的卷子 皇帝也看了 拿在手中对比 文正康倾笑开口 这两份卷子不但文才斐然 且分析时局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十分厉害 灰城要有两个学识 如此广博的孩子 竟然让他们分开参加科举 吕相让兄弟俩一起参加科考 这不是自家人和自家人争名字吗 皇帝听到这话 也忍不住笑了一声 看向太子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这道理 咱们在朝堂上纵横了一辈子的吕相 看来是忘了 说着 皇帝将吕元庆和吕元宝的卷子 与秦朗和董长元的放在了一起 皇帝又拿起陈昭露的策论 细细品读 这自立行间很有陈太傅的风范呢 陈昭露 这莫不是陈太傅的孙子吗 陛下好眼力呀 温正康笑着朝皇帝作义 想当年陈太傅就是壮元郎 陈太傅之子 中书侍郎陈平心当年也是壮元 大都城里的百姓都在猜啊 看这陈太傅的孙子能不能也夺得壮严 若真能如此啊 倒是能成全我们晋国的一段佳话了 听到这话 皇帝想了想又拿起董长元的卷子来 朕倒是觉得这十份卷子中 这叫董长元的策论最为出色 其实说来说去啊 皇帝是觉得此次科举考试 共生的水准没有以前好了 文正康忙迎合皇帝 嗨 陛下慰眼独具 说得正实啊 不过啊 能捧到陛下面前来的十份策论 都是此次科举中最为出色的 不论是陛下怎么定夺 这十位青年才俊 自然都是要报效陛下的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集 皇帝点了点头 只觉文正康说得不错 皇帝书房之中 君臣庶人商定了好几个时辰 终于将此次金榜排名 定了下来 为了延续陈太傅 祖孙三代皆为状元的家伙 皇帝点了陈太傅的孙子 陈昭禄为状元 吕相的面子不能不给 点了吕元庆为榜眼 董长元的策论实在是出色 皇帝又听高德茂提起 董长元是个长相温润如玉的少年公子 样貌十分夺目 便定了一个探花 秦朗二甲第一名 传卢 剩下六人由太子排序给了名次 吕元宝二甲第二名 二甲第三由于寒门子弟所占 武安邦二甲第四 张若槐二甲第五 林朝东二甲第六 汪承玉二甲第七 等这边敲定了金榜排名 文振康带着副考官 刚从大殿内出来 常常舒了一口气 就听到 远处武德门的方向 竟然传来了震天的鼓声 文振康顿时心里是咯噔一声 今年这是怎么了呀 沉寂了几百年的登文鼓 频频响起 难不成又是镇国郡主吗 不管是谁 这登文鼓一响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文振康回头朝着大殿内看了看 怕是皇帝又要头疼了 坐在龙椅上 刚端起茶杯喝茶的皇帝 突然听到登文鼓的响声 静得端茶杯的手一抖 茶水溅出些许 皇帝心底一下就烦躁得不行 恨不得将那登文鼓给撤了 一个登文鼓放在那里 几代皇帝 他也没听到过几次响 到了他这里倒好了 这从去岁开始就不安生 这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呀 太子也是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就想到了白清炎 又觉得线下白清炎已经归于自己门下 有事应当会来求他的 而非敲骨惹父皇不快 皇帝重重将茶杯放在了暗器上 怒喊道 高德茂去看看 高德茂连忙抱着扶尘 迈着碎布朝殿外跑 一天到晚的瞧瞧瞧 什么天大的事非要求登文鼓 让不让朕安生了 皇帝想到了之前 白清炎逼杀信王之事 心中越发恼火 端起茶杯狠狠砸在地上 整个大殿 太监跪坐一团瑟瑟发倒 就连太子都被吓得 跪地请求皇帝息怒 这次要还是那个白清炎 臣可就真的容不下他了 皇帝说这话时 咬牙切齿 一身的杀意 太子原本想要替白清炎求情 仰头看到皇帝充满力气的一张脸 盲垂下头 嗡声嗡气道 肯定不会是郡主的 父皇已经给了郡主天大的恩赐 郡主不会不知道进退 皇帝冷笑一声 不做评价 不多时 高德茂一边用帕子擦着冷汗 一边小跑进来 跪地 回陛下 武德门外敲灯翁鼓的 是此次会是落榜的橘子们 橘子们称此次科举舞弊 求陛下还他们公道 皇帝身体略微停止 心头那股子烦躁消散了 表情郑重起来 橘子们可有时政 回陛下 没有时政 可是带头的在外面高声喊着说 前时之中有几个已经是内定的薰贵宦官之家子弟 由吕元庆 吕元宝 武安邦 张若槐 林朝东 江承玉 陈昭露 其人内定在前时之中 吕元庆 吕元宝 与陈昭露 他们不敢质疑 可武安邦 张若槐 林朝东 江承玉 草包之流 能入前时 绝技不可能啊 高德茂抬头看了眼皇帝越来越阴沉的武官 接着道 带头的那个还说 在会市结束榜单还没有放出来之前 在大都城内买了宅子的江承玉 林朝东 和寄居在外祖家的武安邦 他们各家各户都采买了大量的庆贺用品 屯米准备诗粥散钱 吕元庆 吕元宝 武安邦 张若槐 林朝东 汪承玉 陈昭露 这七人 可不就是刚才前时中的七个吗 皇帝咬紧了牙 问道 文振康和其他副主考都在哪 让禁军把他们扣住 不许出宫 是 高德茂忙起身往外跑 高德茂 作为皇帝身边的大太监 不是不知道往年科长舞弊之事 勋贵人家给主考塞了银子 让人进去替考的比比皆是 上一届科举时 高德茂就觉得 勋贵官宦人家再不收敛 怕是要惊动皇帝 没成效 这一次果然还是惊动了 皇帝强压着火 声音冷得让人鼓风发寒 太子 你去将此次电视的所有试卷 全部给朕封了带过来 派人穿国子剑 祭酒 私业 割学博士全都来 你亲盯着他们 一份卷子 一份卷子的给朕过 儿臣领领 太子盲领了命去办事 皇帝气得手指在抖 若此次磕场舞弊是真的 文振康就该死 西凉的阎王还没走 燕帝也是明日才准备返城 文振康就给他弄出一个磕场舞弊案 来让他难堪了 况且 历年科举是为了为朝廷选拔 治理人才 虽然他喜欢奸诚 不喜欢太过有能耐 功高盖主类似白威廷那样的臣子 可也知道 这朝中不能真的没有能人 若少真正有能耐的臣子干实事 晋国威瘾 传大理寺卿 吕济 皇帝睁开眼 猫的一片沙色 武德门外 越来越多的落榜举子 跪于门外高呼科长舞弊 求皇帝还他们一个功道 这突如其来的热闹 惊动了大都城几乎所有的百姓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贝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一集 被点了名的几家是惶惶不安 想处理掉提前购置的庆贺之物 又怕有了动静 反倒让人抓住把柄 坐立不安 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连吕相都坐不住了 把自己儿子儿媳换了过来 询问两个儿子儿媳 是否有给主考送过礼 是否提前置办了庆贺用品 是否提前购买米准备试粥了 刚被人从祠堂放出来的吕园棚 才悠哉悠哉喝了杯茶 便听到爹娘被祖父叫了过去了 吕园棚担心是祖父 又要出什么管教他的主意了 眼睛滴溜溜一转 放下茶杯酒跟上 透过书房的窗缝往里看 混账东西 吕相气得砸了手中的茶杯 你们四个人是疯了不成 元庆元宝两个孩子 猜学的都是拔尖的 即便是不送礼 也能在二家之内 那文振康是个什么东西 我堂堂相府要给那种糟糕送礼 父亲 话不能这么说呀 这旁人家都送了礼 咱们不送 原本能在二家之内 说不定就被挤到三家了 说不定啊 那姓文的还会暗中捣鬼 让咱们家两个孩子都会是过不了 这往年又不是没有出过这种事迹 吕相掌袭悠悠开口 妇人之见 吕相被气得是脑人疼 我堂堂右相 他姓文的敢吗 吕相的三子 吕元鹏的父亲就没开口 那文振康是个什么人 旁人不清楚 父亲您还不清楚吗 圣人云 宁得罪君子 莫开罪小人 如今陛下宠幸文振康 我与大哥 也只是跟着风向行事 不求文振康真的帮忙 但求他 不给两个孩子使绊子而已啊 是啊 父亲 况且您也说了 两个孩子避在二家之内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儿媳才同三弟妹商议之后 派人出府财买 毕竟家里出了两个共生 已是天大的喜事了 吕元鹏掌袭又道 吕元鹏的母亲 对大嫂翻了一个白眼 她这个大嫂 从来都是好事想不到的 坏事就一定要将她也拖下水 是啊 父亲 母亲 媳妇也是这样以为的 所以嫂嫂提起的时候 而媳妇啊 就赞同了嫂嫂的主意 不成想 却惹了大祸 还请父亲指点应该怎么补救啊 吕元鹏的母亲 对吕相扶身行礼 一脸愧疚的 吕相活成人精事的人 能看不出来 大儿媳和三儿媳是什么意思吗 火气更胜了 出了事不拧成一鼓声想办法 反倒互相推诿 能成什么事啊 你们可真是我们吕家的好媳妇啊 吕相脸色沉了下来 此事只能我亲自进宫一趟 早点找皇帝如实相告 可是 两个孩子的功名怎么办呢 吕元鹏的父亲大惊 你老子我去了 两个孩子还有机会重考 不去 两个孩子前程说不定就弯了 吕相手紧紧扣着座椅扶手 咬了咬牙 此事皇帝必然会让大理寺清吕进主身 你们两个 现在就去大理寺找吕进 将贿赂主考的事坦白 我们家的动作越快 皇帝越是会从轻发落 可父亲 除此 我们家就将其他贿赂过 文正康的薰贵官换人家都得罪了呀 吕相长子皱眉道 况且那些橘子已经说了 若是咱们家的元庆和元宝 在十名之内 他们是福气啊 正是因为这些橘子都福气 但我们自己却做了行贿之事 我们吕家才更要去同皇帝和大理寺坦白 吕相视线扫过自己两个儿子 落在两个还不情愿的儿媳妇 强压下痛斥两个儿媳妇的念头 郑重他 只是如此 等科考武币案做实 此次科考成绩作废 两个孩子还能有一次重考的机会 否则就怕皇帝永不录用此次行贿的考生 那个时候你们就可真的要害死两个孩子了 一想起两个儿媳妇做的蠢事 吕相心头怒火是越烧越盛 元宝就不说了 元庆可是我吕家未来的希望 难道你要你儿子折在这件事上 吕相声音止不住地拔高 如今橘子敲了灯文鼓 你以为那些贿赂过文正康的 勋贵官宦人家还能不受牵连 得罪人和你们儿子的前程 全家的将来 孰种孰情 你们自己选 儿子知错 吕相长子连忙扶手 不要耽误 你们即刻出发去大理寺 我进攻 吕相一锤定音 吕元鹏听到这话 小心脏势扑通扑通直跳 他爹娘的胆子竟然这么大 居然敢贿赂考官 想到武德门前 举子敲灯文鼓 有热闹感 吕元鹏回自己的院中叫了小丝 便出府去看热闹去了 反正他们家有祖父在 且祖父已经做出了安排 便出不了什么事 吕相家行动速度极快 吕相两个儿子 去大理寺时 听说大理寺卿吕尽被皇帝招进了宫里 此时正在武德门外 安抚敲灯文鼓的渠子们 吕相一进宫 就对着皇帝时痛哭流涕 痛斥自己的两个儿子 竟然对文振康行贿 他那两个儿子 害了两个他精心培育的孙子 请皇帝连他两个儿子一起处置了 皇帝看过吕相 那两个孙子的测论 倒是觉得吕相的两个孙子 的确是有点真材实料的 再听吕相说 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啊 是因为大都城 但凡有应考的 薰贵官宦人家都送了礼 担心不送礼 文振康给两个孩子使绊子 脸色是愈发难看了 皇帝实在是没想到 文振康竟然这么大的胆子 如此明目张胆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收贿赂 难怪了 他就觉得今年共生的水准 大不如前呢 此事老臣文之痛心疾受 只却愧对圣言 恭行陛下降罪 老臣教子无方 意愿一同承担罪责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宏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二集 皇帝压下心头怒火 睁开眼 看着还在抹泪的吕像 知道吕像一向是情小甚微 此次怕是因为 儿子和儿媳不争气 连累了两个孩子 便道 朝廷开设科举 是为了为我晋国广纳人才 吕像两个孙子的策论 朕看过了 还算不错 不过吕像回去之后 可要好好教导教导 你的两个儿子了 吕像听到这话 心里松了口气 诚惶诚恐地对皇帝叩手 虽然陛下宽宽 可常言道 子不叫父之光 老臣自觉羞愧难当 请陛下罢免老臣官职 以敬效忧 也好给朝中之人做个样子 让他们以老臣为鉴 自此以后 朝堂必可奉起庆明 就当是老臣最后能为陛下做一点事 报偿陛下多年的照夫之恩 皇帝听了吕像这话 心中对吕像那点怒火 悄无声息中消弭了 皇帝叹了一口气 声音柔和下来 狗得猫 将吕像扶起来 老臣愧对陛下 不敢起身哪 吕像声音港业 请真意切 吕像啊 自朕登记以来 你一路匡扶 朕心中有数 此事乃科考舞弊风气所致 吕像能大意灭清 亲自到宫中来与朕 举发二子 算是功过相敌 回去吧 老臣叩谢陛下天恩 万死难报陛下隆恩 老臣以后 必会好声教导家中子孙 让他们将来都能成为 对陛下有用之人 报答陛下圣恩 吕像感恩戴德 以掏扣地 哭出声来 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 高德茂 送吕像出去 高德茂连忙恭恭敬敬 请吕像往外走 吕像又是一番感恩戴德 诚惶诚恐 这才缓缓从大殿内退出去 因秦朗 也是参加电视的共生 白锦绣突然听闻 这么大的事 一下就坐不住了 严令秦府上下 不许谈论此事后 让人套车回了白甲 刘氏和董氏 也是坐立不安 生怕此次之事 会牵连到秦朗和董昌元 听说白锦绣回来了 刘氏出来相迎 白锦绣攥着刘氏的手 一边携手往垂花门内走 一边倒 此时大都城啊 多乱套了 刚才秦朗的外祖家的表嫂 还偷偷上门来 替秦朗的舅舅询问 怕我也松了礼 如今啊 但凡家里有个参加春围举子的 要么闹着去武德门前讨公道了 要么就是惶惶不安 生怕送礼的事情败露了 我来之前 听说吕相已经进宫面胜了 吕相的长子和三子 也去了大理寺 刘氏只是一个后宅妇人 听的是胆战心惊 那此次会不会影响到姑爷啊 我们家没有送礼 可若是最后查出 科举舞弊了 此次春围成绩作废罢了 秦朗 恐怕得再考 白锦绣通刘氏说完之后 说道 母亲 你先回院中 我去找长姐商议 咱们先都别着急 对对对 你去找阿宝商量商量 阿宝主意总是多些的 刘氏点头 白锦绣扶着翠碧的手进院子时 见白锦绣正在练银枪呢 不断重复枯燥乏味的条 刺 张姐 二姑娘 春桃笑着行礼 听到白锦绣的声音 满头湿汗的白锦绣 收了寒光凛然的银枪 将银枪插入了架子里 结果春桃递来的湿帕子 擦了擦脸和手 可是因为此次 科长舞弊暗回来的 白锦绣提着月花群进来 点了点头 如今大理寺清旅进 已经前去武德门 安抚橘子们了 文正康等一干人等还未出宫 便被禁军给扣住了 只要行贿之事坐实 此次主考副主考 人头不保不说 恐怕 考生的成绩都要作废了 所以 此时你不能慌 回去让秦朗好好准备 打起十二万分精神 恐怕要再考一次了 白清炎对白锦绣说道 长姐 此事 白锦绣觉得 长姐太过镇定 不慌不忙的 觉得这是长姐的手笔 她低声问道 此事和我们家有关吗 汉林学士文正康 是左相礼貌的人 这你应该知道 可护不上书 楚中兴也是礼貌的人 你恐怕不知道 白清炎示意 白锦绣在石凳上坐下 既然李猫的手 伸到了我的跟前来 不断她一臂 她怎么知道疼 怎么知道怕 白清炎将石帕子 放在了春桃手中的 黑漆托盘里 接着道 事情是他们坐下的 旁人能耐再大 也不过是顺水推舟 推波助澜而已 互不上书楚中兴 也是礼貌的人 白锦绣大感意外 当年二皇子谋逆 此后所有的人脉 尽归梁王 所以锦绣 千万不要被梁王 懦弱的假象 迷惑了双眼 白清炎为白锦绣 倒了一杯茶 推至白锦绣的面前 我已经想过了 说是把打鼠 伸着玉器瓶 折不了礼貌的臂膀 虽说将事情闹大了 成绩要作废 可闹大也有闹大的好处 秦朗和常元表弟 都是真材实学 重考也不怕 白锦绣垂谋细想之后 点头 长姐说得有理 秦朗呢 白清炎问道 哦 听说武德门 落榜举子生事 被朋友 叫去了武德门 白锦绣说完 站起身来 对白清炎行礼 我去派人 将秦朗换回来 趁着这个时候 他应该在家刻苦 争取重考知识 发力才是 白清炎 对白锦绣点头 白锦绣刚走 卢平就来了 卢平派出去探消息的下人回来了几个 带来了新消息 成 吕向进宫后又出来了 不像去世那般匆匆忙忙 吕向的两个儿子也都从大理寺出来回府去了 陈太傅文迅也已掏车进宫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洪明小说 作者 千话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三集 吕向果然是朝中最会明哲保身的 花不丢手跟泥秋似的 刚闻风便去宫中请罪 陈太傅怕是看到吕向的行动 猜到吕向进宫为何 也匆匆去向皇帝请罪去了 这两人 一旦在皇帝面前请罪 皇帝就会知道 如今科举行贿之风到底有多严重 皇帝越生气 文振康就越是危险 左相如今怕是正坐立不安呢吧 白青眼眯了眯眼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扣着石桌 如今外面科举舞弊消息传得是如火如荼 文振康的家眷还不知道如何提心吊胆呢 文振康头一次做主考就干这般张狂 明目张胆地收礼 不知道会不会也是因为有左相礼貌 在后的缘故呢 若是左相礼貌真的搅和在其中 又有人指点指点文振康的家眷去找左相求情 左相怕是坐立不安之余 怕是要惶恐了 即便是李冒明说没有搅和其中 也是要头疼一番的吧 想到此 白青眼让春桃将佟嬷嬷换了过来 白青眼的意思是从院内着手 如今文振康的妻子定然是关心则乱 从此处入手最为妥当 佟嬷嬷一听就明白了 这件事啊大姑娘放心吧 老奴一定会办好的 此次电视之后 原本四月初三贴金榜 可因为敬拜举子跪于武德门外 敲灯文骨求皇帝还功等 四月初三没有金榜 有的是科举舞弊案 由大理寺卿与太子一同审礼 限期三日内破案的圣旨 太子头疼不已 这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啊 此次家中有参加春围的训贵官换 哪一家没有送礼啊 偏偏父皇的意思是 要严惩不待 除了吕相府上的两个孙子 和陈太傅的那个孙子 策论的确是有水准之外 其他行贿的一概严惩 且终身不得录用 有人求到大理寺卿吕靖的门下 谁知吕靖却是闭门谢客 离一概不收 风头之上 吕靖除非是不要无纱帽了 否则只能是一概不离 太子没有吕靖那么硬鼓 先前还应付了几家训贵 后来也实在是扛不住了 找来幕僚商议 想要商议出个不得罪人的办法 秦上至的意思是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太子是储君 应当是立身端职 国法面前不容私情 如此才能让皇帝看到太子 当用的一面 可方老去说 让太子见了后挨个训斥 哭求的也先硬下来 等回头判的时候 可以履进一起判的重心 然后再去皇帝面前求情 那么 这些薰贵官坏人家 可就是太子收懒的人心了 但秦上至身为不齿啊 毕竟现在 太子已经不是当初的齐王了 他现在是储君 是国本 国本当职 国才能正 可太子一琢磨 觉得方老的主意好 没把秦上至 气得是一佛出世 二佛生天 国之储君 要得人心没错 可人心 绝不是如此笼络之法 科举行贿 败坏国家根基 如此大鳄 太子怎能荣得呢 若这些著臣流于朝堂 晋国还有何未来可言 四月初六 原本三王爷举办的马球大赛 也因为科场舞弊案的影响 勋贵人家比预计来的是要少一些 设计行贿的自然是没有心情来了 没有设计行贿的勋贵官坏人家 家中又有应试考生的 自然是要把人居在家中苦读 以防皇帝让重考 三王爷举办的这场马球赛 原本是为了给自家的儿子挑选各家贵女的 看哪家贵女能入儿子的眼 他好让王妃探问探问 给儿子找一个可心人的 所以对三王爷来说 只要各家贵女来了就成 马球场上 三五凑做一团讨论的 都是此次的科举舞弊案 白锦绣略做了做 谈听到有人说 文振康的妻事趁夜色前去左相府 听说待了好久才出来 便借故告辞 回了白家 同白青岩说此事 文振康那妻事 本就合力之后的在下之身 夫人们凑做一团 讲的都是一些不入流的风月之事 可我倒是觉得 既然文振康的妻事 在左相府停留许久 想必曾和左相讨价还价 手中说不准 有什么可以拿捏礼貌的把柄 白锦绣凑近了白青岩一线 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会设法 从文振康妻事手中拿到把柄 不论如何 文振康妻事手中拿着什么样的把柄 文振康的命都是保不住了 白青岩抿了抿唇 笑着看向白锦绣 说是你能拿到自然是最好 拿不到也不要勉强 长姐放心 白锦绣点了点头 就见童嬷嬷打脸从外面进来 大姑娘 二姑娘 童嬷嬷脸色不怎么好看 扶身行礼后说道 咱们府上派回朔阳老家 竹力修缮祖宅事宜的刘管师回来了 正在夫人面前 禀报此次修缮之事呢 是有什么不妥当吗 白青岩放下了茶杯问道 大姑娘 朔阳宗主那帮子人 真的是好生无耻啊 童嬷嬷说这话时 气得太阳穴都在跳 刘管师回去的时候 竟发现 本家子的五老爷子一家 都在祖宅里住着 刘管师四处一打听才知道 往年是咱们府上提前送信要回去 他们才搬出去的 咱们一走 他们又要搬回去了 就那样 祖里还好意思说 替咱们白府照料宅子 还找夫人要好处呢 咱们每一次回去 他们都派人打扫 那分明是怕败路行迹啊 他们倒好 竟还甜脸妖功 童嬷嬷早就在白家大丧之时 对宗族内做派和嘴脸 已经是厌恶至极了 再听到刘管师 回来禀报朔阳宗族的事情 简直气得心肝肺都疼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四集 白锦绣也变了脸色 将茶杯重重放在身旁 黑漆小机上 这般无耻 刘管师还说了 咱们宅子呢 刚刚翻新好 他人还没走呢 那吴老爷子一家 就又住进去了 还说呢 这说阳老宅呢 是白家祖上留下来的宅子 是传给长子嫡孙的 童嬷嬷揪着手中的帕子 眼眶都红了 他们还说了 说白府现在 已没有男丁 继承香火了 那宅子 族里自然是要收回的 他们一家子人 住了很多年了 是族长认可的 若是今后 白家女眷回去 族里可怜白家女眷 会在中间祈祷墙 让楚老札一部分 给白家女眷居住的 他们居然还说 要把墙砌得高高的 以免我们大姑娘 大姑娘身上煞气 冲撞他们 这是人话吗 白锦绣气得一巴掌 拍在了桌上 这宗族也竟然太甚了 若真是如此说法 早干什么去了 偏偏等我们修上好了 不要连来抢 真是气我白家无人了吗 那吴老爷一家人 仗着人多势众 一脚工匠 在院中起了墙 刘管事派人死命去挡了 立马快马家边回来 给夫人报个信 童嬷嬷气得胸口起伏 极为剧烈 白青眼眸色沉了下来 心口似有一把火在烧着 从族 多年来 如同吸血蛀虫 在白家的身上要好处 如今眼见着白家 满门男儿都没了 连脸都不要了 竟想着 怎么从白家再捞点好处 还是古老那句话说得对 生米恩兜米仇 是祖父和父亲 他们的宽纵 将宗族的胃口给养大了 詹姐你要过去问问吗 白锦致问道 我换身衣裳过去 详细的事情 童嬷嬷大约没有听权 白青眼还得亲自过去问问刘管事 还有祖宅的一应房契地契 也不知道是在宗族里 还是当初在祖父手里钻着 若在祖父手里 那么祖母应该在去皇家清安清修之前 全部交于母亲董事手中 房契地契若在 那还好说 若是不在了 就得另想办法 白锦致虽说已经出嫁 可对白家的事情依旧伤心 他等着白青眼换了一身衣服 跟随白青眼到董事那里时 刘管事还没走 董事已经气得脸色铁青 手中的帕子都变了形了 若不是教养风度还在 怕是要骂人了 刘管事见白青眼和白锦绣进门 向董事行礼 忙站起身来 眼眶一下就红了 大姑娘可算从南疆平安回来了 刘管事人还在硕扬的时候 每每听到南疆战况 都是提心吊胆 后来听说 大姑娘在南疆杀了十几万西凉降服 南疆大盛 真是既高兴又担心 他给郑国王和郑国公上了两炷香 求郑国王白威廷和郑国公白琪山 保佑大姑娘平安 还哭了一场 如今在看到白青眼 毫发无损地出现在面前 刘管事又怎么能不激动呢 让刘叔担心了 白青眼对刘管事笑道 刘叔你做 关于硕阳祖宅的事情 我和锦绣听童嬷嬷说了一些 具体如何 还请刘叔同我想说 刘管事将硕阳的事情 详细说与白青眼听 与童嬷嬷说得大致相同 细节上稍微完善了一些 比如 给白家看着祖宅的老管事 已经被吴老爷买通了 就连那个修缮图纸 都是宗族的吴老爷之前出的 为的就是让白府花银子 好让他们住得舒坦一些 此次刘管事回去 那吴老爷拿出府上的图纸 大笔就那么一挥 将住宅一分为二 他们占了多一半 给白家留了小一半 称他们家住在祖宅多年 用的就是那些院落 且现在白府都是孤儿寡母的 前面的院子 都是留给男人家用的 也就不用给白府了 那一派施舍 白家孤儿寡母的姿态 将白家祖上传下来的宅子 全视作他们的囊中之物 后来宗族六老爷知道了 也要来奋一杯羹 不愿意让吴老爷全部占去 兄弟俩还给打了起来 这一打 族内的人就全部给知道了 有的觉得这事不地道的 也有意图来分一杯羹的 更有打着想让董事过继 自家子孙的 就嚷嚷着 吴老爷欺人太甚 虽然白家子嗣皆已身死 只要董事若是从宗族里 挑一个过继 笛之就有香火了 说吴老爷吃相太难看 总之啊 乱得不行 刘管也是健壮 先派人拦住了要砌枪的工匠 又觉得宗族里闹得正凶 已是半会儿出不了事 便亲自回来报信了 母亲 祖宅的地气房器 可在母亲这里 白清言问道 董事摇里摇头 眉心紧皱 若是祖宅的地气 房器都在我们府上 宗族的人 也不敢如此嚣张 咱们府上 只有地气 房器在宗族那里 原本宗族族长之位 应该是由嫡支的嫡次子担任 所以白家的房器 一直都在族内 后来大战 白清言的曾祖父那一辈 嫡子全部战死 便积了数子 在白清言的高祖母名下 当作嫡子领族长位 按道理说 到了白清言祖父 白威廷这一带 应该是祖父的包弟 担任族长 可偏偏祖父没有包弟 后来商议之下 便由记在高祖母名下的数字 继续领族长位 再后来 又将族长位 传给了他的儿子 但房器 不论是曾祖父还是祖父 都没有想过要拿回来 一直放在宗族那里 有地气没房器 倒是棘手得很呀 以前啊 朔阳白家宗族 有郑国公府庇护 现在大姑娘封了郡主 他们能在朔阳横行 还是托了咱们 国公府和大姑娘的福 如今却这样欺负人 大姑娘不知道啊 朔阳宗族白家 这些年做迹坏事 可旁人都觉得呀 朔阳宗族 是仗了郑国公府的威势 我无意中听到有人抱怨 上仓不公 说好不容易郑国公府倒了 白家又出了一个女杀神 封了一个郡主 那白家肯定还有的张况啊 刘管事提起这些 就心中窝火不已 他没有敢告诉董事和白青岩 前段时间 有人在朔阳大肆宣扬白青岩 焚杀十万西粮降服之事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五集 因为白家朔阳宗族 作孽在前 朔阳如今人人都觉得 白青岩是冷血无情 暴力残酷的人物 也正是因为 白青岩名声已经坏了 朔阳宗族的人 才敢这么明目张胆 强占祖宅 刘叔 还有话未说 白青岩看着刘管事 欲言又止的模样 问道 刘管事朝董事看了一眼 犹豫后 才皱着眉头头 大姑娘被封郡主的消息 传回朔阳的同时啊 也有人在朔阳大肆宣扬 大姑娘杀十万降服之事 加上之前 宗族在朔阳横行霸道 听说咱们府上男子 战死沙场 有不少被宗族祸害过的百姓 刘管事说不出口 知道 总之后来大姑娘 被封郡主的事情传回来后 官府还有人宴请 朔阳宗族的人 朔阳百姓间 对大姑娘传的 不是很好啊 听到这些 白清炎倒是没有生气 董事蹭得站起身来 朔阳宗族在父亲在世 仗着父亲的威势 在朔阳为非作歹 无法无天 官府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不知道替他们遮掩了多少 弄得民灾怨道的 多少朔阳百姓 对国公府恨之入骨 现在好了 一边欺负着我们孤儿寡母 一边又扯着我女儿的 大气折腾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呢 阿娘 白清炎起身扶住董事 轻轻扶着董事的后背 阿娘别着急 宗族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置 一定让阿娘满意 刚才没说 就是怕夫人着急 既然大姑娘说能够处置 大姑娘就肯定能处置 夫人您别生气 刘管事劝道 董事被白清炎扶着 坐在椅子上 紧咬着牙开口道 如此下去不行 这宗族得寸进尺 你祖母尚且还在 你也是郡主之尊呢 他们便欺凌我们是孤儿寡母 家中无难盯 若回到朔阳 还不知道要怎么被欺负 得想个法子 法子我来想 阿娘只管想想回去之后 怎么安顿咱们这一大家子之事 白清炎捏了捏董事的手 阿娘信我 你心里已经有张成了吗 董事抬头望着女儿问道 这件事说来 其实就是宗族以为 我们孤儿寡母回朔阳 就必须忍气吞声 依靠宗族照顾 白清炎转身走回白锦绣身边 坐下 可宗族这些年之所以作威作福 为祸朔阳 先丈了祖父的威势 如今又是丈着我这个郡主的虚名 对付宗族这些人 釜底抽薪的办法 便是不给他们这个威势可账 白清炎看下刘管事 朔阳白家此次繁茂 但金玉其外败续其中的 定然不在少数 舍出人命官司的 怕也不在少数 混不吝的更是多不胜数吧 刘管事点了点头 那就好吧 我亲自回一趟朔阳 向族长讨要房契 问问吴老爷的事情 族长若是给了 且让吴老爷搬出我们祖宅 念在血脉铜源的份上 我们万事大计 说是不给 白清炎谋色冷清淡漠 刘叔 你回收养几个月了 各房子子的心性 应该都已摸头 便用你最擅长的 做个局 将宗族里各家的混不令 都牵扯进来 届时逼让宗族的人 自己拿着房契 送到我们跟前来 刘管事连连点头 有人拿主意 人就有主心骨 他应声道 就听大姑娘的 白清炎郡主之尊 到族长那里讨要房契 若族长不给 可就别怪他踩着宗族 洗清他们白家 在朔阳百姓心中污名了 长姐回朔阳 何时启程 白锦绣问道 明日一早吧 白清炎看向董事 阿娘 我速去速会 那就让秦嬷嬷跟着吧 董事还是不大放心 我骑马去 骑马回会比较快 秦嬷嬷嬷 还是留在阿娘身边吧 白清炎想了想 没有瞒着董事 说道 张端锐将军 已经领兵前往春暮山 大量陈兵于红雀山 虎视眈眈 我得快去快回 以防边陲起战事 用不了几天 秦嬷嬷年纪大了 母亲就别让秦嬷嬷 跟着我折腾了 董事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劝 那我也让人 准备好快马 你早去早回 说完 董事又看向白锦绣 今日既然回来了 就留在家里 陪你祖母和母亲 吃顿饭吧 听大伯母的 白锦绣笑了笑 大长公主得知 今日白锦绣也陪她吃饭 高高兴兴地 让蒋嬷嬷命小厨房 加了几道 白锦绣喜欢吃的菜 刘管事 朔阳带回来消息 董事没有告诉大长公主 朔阳纵族的事情 怕令大长公主心烦 白家的事情太多了 总是一件接着一件 让人喘不过气来 董事只想一家子 热热闹闹 好好吃顿饭 有时刚过 白府的蒲丛 低声说笑着 将狼尖挂起的灯笼 挨个点亮 灯火阑珊 黄澄澄的灯光 朦朦胧胧映着 窗帘和青砖地板 在春夜里 和煦的春风中 摇曳着 长寿院 今日十分热闹 大约是人聚齐了 人气旺的缘故 连烛火都比 平日里更旺盛了 应得上房内 那家绣着白鸟 嘲讽屏风 鸟雀仿佛 活了过来似的 上房内几个质子 欢声笑语 说着刚降生的八姑娘 企图逗大长公主一乐 这段日子呀 大长公主人在清安 长姐人在南疆 家中太过冷清 好不容易人都回来了 几个孩子自然高兴 唉 要是三姐在的话 咱们一家人多热闹啊 白锦昭叹了口气 想念起三姐 白锦童来 是啊 三姐要是回来就好了 白锦华仰头望着大长公主 祖母 三姐在我们回寿阳前 能好起来吗 三姐会回来送我们吗 大长公主回来 没有带着三姑娘 对外是说 三姑娘得了风寒 怕回来过了病气 给刚出生的八妹 都说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还是让锦童 好好养好身体要紧 他日再见 也是一样的 白锦炎摸了摸 白锦华的头 笑着说道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贝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376集 秦嬷嬷身后 跟着手中挑着 六角羊皮灯笼的丫鬟 领着手中提了 黑气石盒的 十几个婢女 跨入院门 婢女们鱼贯而入 规规矩矩 摆了碗碟 便退出去了 大掌公主下令 虽白家还在笑中 可知识上 绝不能短了这些 还在长身体的 孩子们的婚姓 这晚膳 倒也有鱼有肉 秦嬷嬷绕过 屏风进了内室 笑盈盈行礼后 对大掌公主和董事说 可以用膳了 谁知 这一家子饭 还没吃完 蒋嬷嬷便打着脸紧门 低声禀了大掌公主 三月二十五那日 绿巷府上最小的公子 在返居楼打的那个人 在床上躺这么多日子 到底还是没救回来 今日清晨死了 白青岩攥着筷子的手一紧 太猫 头摸摸意识 不可置信地看着白青岩 死了 怎么可能呢 因屡原鹏此次与人动手 是为了维护他 在得知被吕原鹏在 凡雀楼打了的人 重伤之后 他怕吕原鹏惹上 人命官司 专程派洪大夫 走了一趟 其吕相府 也请了大都城内 圣守云洁的 平安堂的 一位大夫去看 平安堂的大夫就不说了 洪大夫的医书 虽不敢称作神医吧 可判断一个人 重伤还是轻伤的本事 还是有的 洪大夫以 吕府请派为说辞 仔细检查了伤者的伤 以耗了脉 回来禀报白青岩说 伤者都是皮外伤 故意赖在床上不起来 是为了 额吕府的银子 其内对母子 应该是已经拿了 吕府的银子 有恃无恐 竟也放心大胆 让洪大夫诊脉 嘴里不干不净地 骂骂咧咧 以为吕府这银子 给的是不心甘情愿 这才又派大夫过来 还说什么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他们母子 不怕和吕相府 鱼死网破 四夫人王氏 听不得死呀活呀的 盲念了声 阿弥陀佛 三夫人李氏 被吓了一跳 用帕子按着心口 那 这吕相府 不是要探上 人民官司了 是啊 蒋嬷嬷知道 吕家的小魔星呀 虽然性子顽固 胡闹了些 可好在心底善良 更何况 此次吕元鹏出手伤人 满大都城都知道 是为了护白青岩 白青岩放下筷子 用帕子擦了擦嘴 皱眉问道 蒋嬷嬷都听说了 显然事情闹得很大 大姑娘所言甚是 事情是闹大了 这吕小公子打死的 还是个国子剑的生员 名唤林信安 今儿个晌午 陪着林信安 从西陵郡来大都读树的林母 因为不识字 便请林信安国子剑的铜窗 帮忙写了状旨 将此事告到了府衙 谁知 这府衙一看关系到吕家 不敢抓人 国子剑的生员们呢 就陪着林母 去敲了灯文骨 命都不要了 说是要给儿子讨个公道 吕家可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白锦绣也放下了手中筷子 问道 吕元鹏被抓了吗 蒋嬷嬷点了点头 唉 听说当时啊 吕家小公子 还正在武德门看热闹呢 突然来了一群 身穿国子剑生员服饰的学子们 这陪同一妇人呢 正在敲灯文骨 这国子剑的生员们 拦住了要行棍行的刑官 非要一人一棍 替那妇人挨棍呢 吕小公子没想到看热闹 看到了自己的头上 替那妇人呢 是来告她的 沉不住气 踢了马鞭 就冲出去 对着那群人一桶乱抽 太子当时就下令将人给拘住了 蒋嬷嬷没有将那妇人 在敲灯文骨时 说的那些龌龊肮脏 直指他们家大姑娘的话 拿到台面上来说 是不想让那些话 白白捂了他们家姑娘的耳朵 白锦致看向了白青眼 张姐 这李渊鹏 这次是不是闯大祸了 今年这灯文骨 想的可真是太勤快了 从高祖皇帝算起 加起来也没有经上在位 这灯文骨想的次数多 大掌公主端起手边的汤羹喝了两口 一听就觉得这事背后不对 一个大字不识的妇人 即便是要去敲灯文骨 怎么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号召国子剑的生员们 为他出头呢 若说此事没有人在背后策划 筹谋 山峰点火 大掌公主不信 一个妇人敲灯文骨不可怕 可怕的是 国子剑的生员们 都跟着跪在了武德门外 这让白青眼想到了 上一世 母亲留下那封问皇帝书 无审血剑宫门求公道时 便是这些生员们 带着天下学子 为白家跪求公道的 学子之心 最为纯质磊落 赤子之情长 最是容易被这世间不平煽动 做出激进之事 或许 是有人见科举舞弊之事闹大 煽动国子间生员 意图转移视线 白青眼敏之唇 毕竟对百姓来说 轩贵仗势欺人 杀人 比科举舞弊 更让百姓感同身受一份填影 百姓的视线被转移了 涉及科举舞弊的人 即便是轻叛 也不会激起名愿 唯唯旧照的手段 白锦致在兵书上看到过 董事点了点头 童默默 你派人去查一下 林仙安一家子的底细 再向隔壁邻居都打听打听 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时候 知道林仙安的死讯的 白青眼话音刚落 就见大掌公主 放下手中青花甜白瓷勺 开口了 让蒋嬷嬷和魏忠去查 要快些 蒋嬷嬷称事 出门去吩咐魏忠 白锦绣心思敏捷通透 猜到 长姐是想 从旁人得知 林仙安死讯的时辰 判断此时到底是人为 还是天意 说林仙安是今儿个晌午 甚至是下午才死的 那林仙安 便是唯唯旧照的一步棋 白青眼今日说这些 没有避开几个幼妹 说林仙安真是今儿个清晨死的 那时落榜举子 还未曾敲灯文骨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七集 那便是天意 三夫人李氏 用帕子按着自己的心口 问道 白青眼摇了头 那背后 她是有别的目的 童嬷嬷一扶身 对各位主子说道 大长公主 各位夫人 早在吕乡幼孙 为护我们大姑娘 出手上人之后 大姑娘就派了红大夫 装成呂府派过去的 给你个林姓安 查看过伤势整过脉了 红大夫说了 是轻伤啊 欠的母子两个 皆是贪财之辈 言语界似乎已经 额了呂府一大笔钱了 嫌弃呂府 又派大夫过来 却不怕大夫 枕出什么问题来 十分的有恃无恐 立在火苗跳跃 琉璃灯下的蒋嬷嬷 突然听到极为轻微的 火花爆破声 一个机灵道 哎哎哟 哎 刚才老奴的话呀 还没说完呢 那夫人 瞧了灯蚊鼓之后 碰饰权贵当道 又扯出了大姑娘 焚杀降服之事 说了一大串啊 什么 大姑娘焚杀降服 天理不容 各种恶毒的词啊 都朝大姑娘身上招呼 问 凭什么他儿子 不能痛斥责骂 大姑娘这样的话 呃 后面的话太难听 蒋嬷嬷实在是说不出口 紧了进拳头才到 还说 大姑娘这样的暴力之人 怎么配被封为郡主啊 白青岩搁在桌上的手指收紧 抬眸 眼底已是一片清明之色 那夫人敲灯蚊鼓 作为母亲 不倾诉自己儿子 这些日子以来所受的苦 博取百姓同情 替儿子伸张正义 拼了一条命 敲了灯蚊鼓 却是为了数落他的吗 一窍通 百窍通 此时从林信安 梵雀楼醉酒出言 毁他声誉开始 就是冲着他白青眼来的 那林信安为何会选择在梵雀楼 那烟花之地说那些话呢 因为烟花场所 赌场 这些地方 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有 传播事情的速度最快 只是 林信安或许没有想到 中途会杀出一个旅员棚来 还挨了一顿揍 挨了旅向嫡孙的揍 要是旁人 早就吓得魂不附体 可林信安 竟敢以剑林贵 同当朝右向府上叫板 还敢讹银子 大都城中的一个国子剑声援 前途不想要了吗 难道不是背后有人 所以才有恃无恐吗 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可他林信安 既然是国子剑的声援 那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光脚的呢 若是冲着他来的 他倒觉得此事不难猜了 要么便是太子府那位方老所为 要么就是礼貌梁王之流 不过梁王被圈禁在府中之事 还尚未了结 以洪大夫对林信安的描述 此人趋利避害 若听从梁王吩咐毁的声誉 是被吕元鹏搅和之后 他绝不再敢和吕相府纠缠 左向李茂 同打着太子旗号的方老 倒是都有可能 不过左向李茂座 与梁王座也没什么区别 这一夜 镇国郡主府诸人 因那妇人咬着白青眼不放 辗转难眠 董事更是坐不住 前后派驻几拨人 去看武德门外的国子监生员们 是否还在 每一次得到肯定的回答 心就向下沉一分 最后一次齐嬷嬷来报时 说国子监的生员们 除了求皇帝严惩杀人者之外 还请求皇帝严惩 擅自斩杀降服的白青眼之罪 清洗晋国 虎狼残暴之名 以仗晋国 董事坐在软榻之上 揪着手中帕子 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棘手 直到董事睡不着 白青眼让童嬷嬷准备了 董事最喜欢的酸梅汤 来了董事的院子里 陪董事说话 与董事一起等着 魏忠回来赴命 魏忠的办事能力 毋庸置疑 很快回来 他人刚进锤花门 大掌公主 便让人去换白青眼 白青眼与董事母女俩 进长寿院院门时 魏忠才刚到 事情 魏忠已经查明了 和林信安母亲相邻的两户人家 竟都是林信安母亲去敲灯纹鼓后 才知道林信安给死了 那邻居们都说 早上起来时 还见林信安的母亲 为林信安熬药呢 魏忠身上是有功夫的 悄悄前进去 看了眼林信安的尸首 细查之下发现 人是被活活闷死的 用的是不留痕迹的杀人之法 铁家关 可既然魏忠能看得出来 那么惊艳老道的武作 自然也能看得出来 林信安的母亲 不惜以命相搏 敲灯纹鼓 看来不是真的想知 吕原鹏于死地 而是绕了这么大一圈 意图煽动国子剑声援 对付白青眼的 白青眼垂眸想了片刻 问道 国子监里 是谁带头先要替林信安的母亲 挨棍行的 可查了 魏忠倒是没查这个 白青眼突然问起 一证 辛苦你连夜再跑一趟 查清楚此次国子间内 带头的都有谁 我要他们的底细 魏忠望着 与其波澜不惊的大姑娘 叩首称事 规规矩矩退出了上房 连夜去查 祖母和母亲都不必担心了 此次 太子必会保我 白青眼说道 方老为太子出的主意 无非就是毁了他的名声 让太子不论何时都出面保他 以此让他对太子感恩戴德 从此依附太子 忠心不二 所以此事不论是礼貌所为 还是太子身边的方老所为 太子最终都会被那个 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方老 劝说着来保他 这一节他有惊无险 吕元鹏一事 明日他便可以放心地回硕阳了 此时的吕相府 也是乌云笼罩 吕相书房内灯火通明 吕元鹏的母亲吕三夫人 酷得是肝肠寸断 归在吕相的书房外 求吕相不论如何 都要将吕元鹏给救出来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贝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八集 出了事 爷们们在书房议事 辅导人家帮不上忙也就算了 还在外跟豪丧似的哭 这不是捣乱吗 吕相眉心秃秃直跳 重重将茶杯放在了桌上 压着怒火 对坐立不安 直往外看的三儿子 说道 含含含含 就知道含 你媳妇在呢 就送她回她娘家去含 吕相三儿子知道 父亲这是真生气了 忙作一致歉 小跑出来 让人将三夫人拉回院中 起先三夫人不愿意 还是听丈夫说 再喊下去 扰乱父亲救吕元鹏的思路 吕元鹏就真的没救了 三夫人这才白着一张脸 被贴身姆姆扶回了后院 书房这里安静下来 吕相联合了两杯茶 心情才平静下来 父亲 这件事情处处透着古怪 吕相的长子坐欲流离斩下 半个身子椅在座椅扶手上 手指捏着一脚磨缩着 当时父亲将此事交给儿子处理 儿子想着也不是大事 便派管事前去 想花点银子了事 正巧那林家母子 火同平安堂的大夫 也是额点银子 儿子就没有细茶给了 只求此事早点过去 吕相闭了闭眼 说道 这些年我们吕府过得太顺了 所以你们才忘了我的叮嘱 居安思危 凡事多思多想 吕相长子站起身 扶手认错 是儿子的不是 国子监管事的 都被金上交到宫里 预卷子去了 这些生员就闲得没事做 非要找点事 吕三爷心里憋着一口气 对国子监生员意见其大 我们吕家哪里得罪他们了 这事也算给我们吕家 敲了一个警钟 以后处理事情 可伤心着点吧 吕相捶着毛子 凝视茶杯中 起起伏伏的雀蛇茶叶 左邻右舍士等林母去 敲了灯蚊骨 才知道林喜安死了 什么样的娘亲 儿子死了竟然没有慌张 失措悲痛欲劫的痛哭 惊动临去 而是冷静沉着 有条不紊地去国子监 求生员写壮旨 又煽动国子监 生员陪他敲灯蚊骨 吕相扶早在吕原棚 反去楼动手打人之事闹开时 便去查了这林喜安 林喜安家住在西陵郡 其父是个县令 其母在林喜安年幼时 因私下收说贿赂 导致林喜安之父差点丢官 林喜安之父一怒之下 休妻重去 继母对林喜安虽然不算坏 但也不闻不问 后来林喜安考到国子监 其母亲便来了大都城 租了个院落 陪林喜安读书 林喜安之母 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独子出世 这般冷静 可不像是寻常夫人呢 吕像想到了吕原棚动手打人的原因 又想到了林喜安的母亲 去敲灯文鼓时那一番话 瞇了瞇眼 这事儿看来并不是冲着圆棚来的 而是冲着白家那孩子去的 吕像话音刚落 派出去查看林喜安失守的人 便回来了 吕像眉头紧皱 随手将茶杯各在一侧 让人进来 吕府派出去的 查看林喜安失守的属下说的 和魏仲说的一般无二 林喜安应该是死于铁家关 从此看来 此事确实是冲着郑国郡主去的 吕像长子吹谋想了想 只是不知道是谁的手臂 不论是谁的手臂 这一次咱们袁棚 只要不被牵扯其中就行了 吕三爷问吕像 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把圆棚接回来 吕像看了眼不争气的吕三爷 交代长子 你接着派人去查此事 现在还很难说 能不能将圆棚干净利落地摘出来 不过让这个不成气的东西 在牢羽里吃吃苦头也好 说完 吕像又瞪着吕三爷 等他不成气的回来 你给我好好管教 下次要是再闯祸 你就跟你儿子一起去跪祠堂 吕三爷忙起身点头称事 吕三爷离开之后 吕大爷又通吕像说道 父亲 此次带头闹事的声援里 其中有一个是西林郡的险贵之家 算是宫中陈飞的表外生 您说此事会不会和宫里的陈飞有关 陈飞无子 由于镇国郡主无仇 没有动机 还是让人查一查查林兴安生前都和什么人接触过 还有领头的那几个 再查查林兴安生前 国子监人缘如何 儿子知道了 吕大爷点头 公主 秋贵人 跪在软榻旁里正在闭着眼睛羞气的皇帝按摩头部穴位 皇帝右手攥着拳头 轻轻朝额头上砸 简直是头疼欲裂 国子监那群学生还不能抓 抓了怕是要出乱子 自从白威廷一死 他简直是不能安生 一个破灯文蛊 响了又响 敲了又敲 难不成把武德门当成他们自家门前的了吗 皇帝真快要被烦死了 陛下 大理寺旅亲大人来了 皇帝听到这话 抬手示意秋贵人停下 撑着身子坐起来 可头疼得让他又想躺下去 只好用手按着额头 紧紧闭上眼 吕进进门行礼之后 对皇帝说道 陛下 太子与臣已经将科考舞弊案查清楚 文振康与四位副考官收受贿赂 证据确凿 且国子监记久思业 各学博士已经将电视的卷子重新整理 反复商议之后 重新推举了十份卷子 原本在十名之内的除了吕元庆 吕元宝 秦朗 董昌元与陈昭露之外 其余几人都排在电视末尾 国子监记久更是在会市卷子中找到了几个沧海遗珠 大约因为皆是寒门 未曾送礼 所以 皇帝睁开眼 眼底是一片杀气 文振康和四位副考官斩立绝 明发圣旨 此次春为成绩作废 明年二月重考 陛下英明 吕靖芒跪地高呼 秋贵人给皇帝递上了一方被冰块冰过的帕子 陛下 冰一冰能缓解头痛 皇帝接过冰帕子 按在额头上 顿时觉得舒服了不少 又问 太子呢 回陛下 太子正在武德门外安抚国子监的声援 客客气气请人先回去 吕靖低垂的视线不抬头 他其实不赞成太子将姿态放得这么低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闻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七十九集 外面那群声援都跪在那里 想逼朕做什么 皇帝一脸不耐烦地问道 吕靖斟酌了片刻 才开口 回陛下 外面的那些声员说 晋国朝廷 全臣置手遮天 百姓深渊无门 勋贵士族 相互勾结包庇 求陛下严惩杀人者 还说 还说什么 皇帝声音一提高 头就疼得承受不住了 死死攥住方旁 还说郑国郡主杀降服 天理不容 请陛下严惩残暴之徒 以正晋国强者仁德之名 莫要让真正为 匡国于正途的大人 大义之士 白白去死 否则他们国子皆声援 必要死贱 皇帝听到这话 怒火蹭蹭地往上窜 直接摔了手中的凉帕子 死贱 那他们倒是死一个要 一个个的 跟抓住了朕的软肋似的 动不动就敲灯文骨 动不动就以命要挟 陛下 太医已经来了 不如让太医先给您看看 高德茂低声说道 皇帝痛苦地捂着头 对高德茂伸出手 示意高德茂再给他拿个冰帕子过来 却没说让太医进来 从去年到今年 这灯文骨就没有消停过 高祖到父皇加起来 也没这几个月灯文骨降的次数多 怎么 接着灯文骨 是要让朕知道朕是个昏君吗 吕进忙跪地行礼 学子们万万没有此等心思呀 陛下息怒呀 息怒 这哪儿还敢怒啊 皇帝一把从高德茂手中 夺过了冰帕子 按在头上 闭着眼睛 胸口起伏俱灵 死见是假 存心给朕难看是真 这是踩着朕的脸面 给他们的虚名做垫脚石 让御史将朕写成 赏咒王那样的昏君 皇帝头疼得受不住 又一时间怒火攻心 人直愣愣朝阮塌后倒去 陛下 陛下 大殿内乱作一团 高德茂扶住皇帝 奸细的嗓音高喊道 太医 快 太医 宫内皇帝被气晕过去 宫外 国子剑的生员们 都盘腿坐于武的门外 生员们大约都已经喊得筋疲力竭 只有寥寥几人 沙哑的嗓音齐声喊着 全臣 包含了吕原鹏和白请言 诸位 诸位 太子高声喊道 此案大理寺已经接手 此刻 武座正在验尸 只要确定 林姓安是死于 吕原鹏重伤 故绝不包庇 且此次前去验尸的武座 有大都城内 得行最高的老武座 刘三金亲自验尸 还请诸位放心 刘三金个性是出了名的耿直 评师讲述 且从不必权贵 曾经有很多大案子 都是在刘三金手中破的 当年重审御史简从文就案 童贵妃的父亲 以百金贿赂刘三金 却被刘三金直接将黄金 交到了大理寺 也是因此 让刘三金名造一事 国子剑的生员们 一听是刘三金眼时 你看我 我看你 纷纷点头 我们就在这里 陪着林兄的母亲等结果 几个意气声援的 又有人问 陛下与太子殿元 又要如何处置白青岩呢 林兄之死 和白青岩脱不开关系 他善杀降服 让列国 接受我晋国为虎狼 狠力之国 白青岩损我晋国 仁德圣名 施为国贼 陛下还封白青岩为郡主 我等不服 求陛下严惩国贼 话不能这么说 我等只是来为林兄讨公道的 有生员不赞同的咒媒 可没有想来求陛下 惩治郑国郡主 不论怎么说 郑国郡主也是为了护国 以少胜多 不杀降服 如今受西凉人屠戮的 就是我们晋国了 你难道忘了 凡雀罗那为人的一番言乱 我晋国因此事 已经在列国臭名昭著 却如林兄所言 白青岩杀西洋十万将服 他日列国就会杀我晋国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四十万 甚至更多 赐国君德以品德立士 民军以仁德立国 大国以大仁德则列国 我晋国称霸列国数十年 一向为列国表率 此次凡杀将服 若列国纷纷效仿 神奸将成炼狱 所以你们当时 怎么不去用你们的德行 去击退西凉军 太子眼看着生员们 反倒自己争辩了起来 反倒没有给他 为白青岩说话的机会 只能立在一旁静静看着 武德门内 突然有一小太监偷偷出来 在太子耳边低声说了 皇帝昏倒之事 太子头皮一紧 连忙跟着小太监转身进宫 第二日卯时 白青岩刚出门便听说 官庸崇老先生的车架 从城外进来 朝武德门的方向去了 要陪白青岩一同去 宗族的白锦志一听 拽着江上的手一起 扭头望着白青岩 张姐 官庸崇老先生 是白青岩的恩师 能与崔石岩齐名的 当时洪如啊 儒家的核心思想 便是仁 义 礼 智 信 官庸崇老先生 作为当时洪如 白锦志担心 官庸崇老先生 接受不了 张姐焚杀降服之事 若是连 张姐这位老师 都觉得张姐有错 那么张姐 可真就是 辩白无望了 那些儒学大家 和儒生远离战场 哪里小的战场残酷 不是你杀我 就是我杀你 白青岩一跃上马 说道 去看看 白青岩到的时候 官庸崇老先生的车架 在武德门外停下 郭子健的生员们 都知道官庸崇老先生来了 以为官庸崇老先生 是来为他们撞声式的 迎上前 规规矩矩行礼 官老先生 惨得劳动官老先生前来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集 官庸崇老先生 在家婆的搀扶之下 弯腰从四脚 旋着明灯的马车上下来 温厚的视线 扫过手中提灯 表情激动的如生们 开口道 听说 国子监声援 在武德门外 逼着陛下 严惩 吕相之孙 和老朽的 嫡传弟子 白青岩 特来走一走 国子监的声援们 脸色变了又变 白青岩 竟是官老先生的 嫡传弟子吗 白青岩是个女子啊 孟山峡谷斩杀西梁十万降伏之事 老朽早已听说了 刚才老朽听到声援人说 君子以品德立士 明君以仁德立国 大国以大人 德则列国 老朽也深以为然 听到官庸崇老先生这么说 刚才说这些话的声援们 连忙对着官庸崇老先生 长衣倒地 露出沾沾自喜的表情 可官庸崇老先生 话锋一转 但 西凉来犯 我靖国最骁勇的白家军 几十万陷于阴谋中 靖术被斩杀 靖国天安门关被破 门户大开 明星惶惶 靖国不敌西凉 节节败退 何敢以大国自居啊 当反攻自省 何以尽 由强盛转衰才是 官庸崇老先生声音徐徐 浑厚如中 以 人德 德则列国 不错 可诸位莫要忘了 圣人有言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 奸计天下 靖国百姓水深火热自顾不暇 又如何奸计天下呢 又如何得责列国呢 翁山峡谷一战 虽是以战止战 却是被迫应战 否则 他一女儿身 又重伤武功尽尸 大可躲在这大都城内 独善其身 免战火纷扰 四周都安静了下来 提着羊皮灯笼的声员们 朝着官庸崇老先生的方向 聚拢过来 表情认真虔诚 像是在听官庸崇老先生 讲授儒学之道 一身宽秀长袍的官庸崇老先生 望着这些声员们 稚嫩认真的面孔 声音和煦又缓慢 斩杀西梁主力 使西梁至少五年无力 来犯我禁边 保我禁国边民 至少五年平安 是此次镇国王南疆之行 没有机会做到了 可白青年 继承祖父一致 以五万禁军 同一万白家军 做到了 虽是杀法 谁又能说 这不是魏晋国边民 立下太平之功呢 国子监声员们沉默着 望着那双柄斑白 几倍略有高楼的文坛俱将 机不可查地点头 还记得 白青年第一次从战场上归来 老朽问他 身经疆场 杀法 所见所闻 白青年 白青年答说 边在战场目光所及 是白骨成山 曝尸荒野 坟肿遍地 无人埋 千亩良田 无人耕 万里浮尸 鸟踪灭 那是在这繁华大都城内 看不到的惨状啊 他愿尽余生之所能 舍异己之身 还百姓以海燕和清的太平山河 岩时 年一十三岁 惊怀之广袤 敏视之人心 老朽身为人师 却自认不及 见红如关老先生 白手摇头 提灯立在宫门口的 国子健生员们 竟双眸泛红 眼含热泪 他们不曾想过 一个女子 竟然有这样的惊怀 舍异己之身 还百姓以海燕和清的 太平山河 十三岁的女儿家 便又如此雄心壮志 让他们这些饱读诗书的男儿 情何以堪 让这些公结白青岩的男儿 颜面何寸 白青岩牵着马 立在远处 看着年豫半百的恩师 天不亮便冒风 立于宫门前 为他向学子们辩白 他心中情绪翻涌 眼眶胀痛发酸 白锦志亦是心中感怀 上前两步 低声说道 斩起 官老先生真好 周围安静地 只剩下了风声 洪如官老先生 陷入某种缅怀的情绪中 哽咽开口 那年 郑国王携年幼稚女 求老朽交手 老朽问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何以劳神做学问 郑国共大愿 学而明理 明德 明义 明耻 老夫不求我这孙女 闻答天下 指望她知理 知德 知义 知耻 作堂堂正正 抚养无愧于天地之人而已 郑国王嫡长女白青岩 没有让郑国王失望 虽是女儿审 但文可治国 无可安邦 乃儿等 应当 效仿之楷模才是啊 儿等 何以在此地 攻坚与我 晋国 有公之人呢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一集 关老先生视线扫过 因为或羞愧或难堪 垂下毛子的学子们 老朽一生 四十三 嫡传弟子 为白青岩是女儿审 然 老朽却以子女弟子 为此生之傲 带着寒奇的凉风 扫过白青岩发烫的眼睛 她克制在心口的情绪 仿佛快要压不住了 若是老师知道 她已经不是十三岁时 那个只有一腔赤子之心 心胸磊落的学生 还会以她为傲吗 她望着恩师的方向 跪地正中一半 翻身上马 走吧 白锦志也朝着 关老先生的方向 长翼到地 跟随白青岩翻身上马 刘管事 一时带着子子 跟随白青岩 一同回朔阳的护尾登马 一行人朝城外 快马而去 四月初七 四时 科举舞弊案结案 皇帝倾下圣旨 此次科举受贿者 斩力绝 文振康抄家 男子流放 女子入剑籍为奴 涉行会考生 永世不得陆佑 霍姨家族 三代不得参加科举 清定 明年二月重考 消息传出 考生一片欢欣鼓舞 纷纷回家准备重考之事 希望在明年 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 董清平派人 给登州送了封信 告诉弟弟董清岳 重考之事 打算就让董昌元 留在大都好好读书 免得路上来回折腾 他还告诉董清岳 董昌元此次 原本就在三甲之内 下次肯定会考得更好 白清岩一行人 一路快马急驰 中间不停歇 终于在虚实 进了朔阳城的城门 此时 天空如被泼墨一般 暗了下来 星光点点 只剩天际还残留的 一抹暗红之色 他已经多年没有回来过 朔阳和多年前比 变化并不大 朔阳的晚事已经开始 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商贩摊位上方悬挂着羊皮灯 叫麦吆喝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喧闹至极 白锦志还从未见过朔阳的晚事 十分好奇 白清岩便下马陪着白锦志 沿路走了走 刘管事 派人去朔阳最好的客栈 订客房 因为白清岩一路走得急 刘管事也没办法提前 让人过来安排 白清岩又不让惊动宗族 那便只能住客栈 客栈掌柜客客气气 同刘管事派去的人致歉 刘管事派去的人想了想 去找其他客栈 派了一个人回来 给刘管事复命 刘管事一听啊 眉头紧皱 全树阳城 可就那么一家有小院的客栈 我们倒是无所谓 可不能委屈了大姑娘和四姑娘啊 牵着玛丽在长街 陪白锦志挑面具的白清岩闻声 说道 刘管事 换一家客栈吧 白清岩话音一落 就有人换他 郡主 白清岩回头 只见月时 神情激动地回头叫萧蓉眼 就在 立在贩卖机巧小玩意儿摊位前的萧蓉眼 侧头 幽碎迷人的同仁 显露意外之语 似一瞬 被这灯火映成了黄澄澄的暖色 他放下手中的小机巧 吩咐月时买下 便朝白清岩的方向 走去 白清岩想起萧蓉眼的玉蝉 他悄悄攥紧了挂在身侧的荷包 里面装着萧蓉眼的玉蝉 他还没有来得及将玉蝉还给萧蓉眼 手里拿着个老虎面具的白紧致看到萧蓉眼 眼睛一亮 萧先生 萧蓉眼笑着的白清岩行礼 满条丝里头 白大姑娘怎么也来朔阳了 白清岩还礼后 说道 足迹朔阳 萧蓉眼点了点头 有幸巧遇 若白大姑娘和白死姑娘不嫌弃 一同走走 白景志用面具捂着嘴笑了笑 帮腔的 展姐 反正咱们课帐也还没定到 不如就和萧先生一同逛一逛 白大姑娘与白死姑娘若是不嫌弃 眼已包下了贵宾客栈 都是独居小院 必不会饶两位姑娘清静 萧蓉眼说完对白清岩一礼 还请白大姑娘给眼一个报偿白家的机会 那就打扰萧先生了 白景志存了给白清岩和萧蓉眼牵线的心思 忙开口 我早就听说硕阳的贵宾客栈 一怨一锦 堪称一绝 不曾想刚才刘管事派人去地 说是被包下来了 萧先生 可真是好大的手笔呀 白清岩转头 深深看着白景志 见白景志忙用面具挡住自己脸 他说道 那就打扰萧先生了 白清岩捏了捏身侧的荷包 总是要找个机会将玉禅还回去的 住在同一客栈也方便 刘叔 今日就打扰萧先生 住贵宾客栈 让去找客栈的人回来吧 萧蓉眼对白清岩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白清岩将手中江绳交给刘管事 同萧蓉眼一同前行 月时 自打知道自家主子喜欢的是白大姑娘之后 越发觉得白大姑娘与主子那是天生一对啊 对白清岩除了敬仰之外 更多了几分 将白清岩视作主子未来七世的亲切感 既然此时在硕阳碰到白大姑娘 想来今早派人送到府上的名单 白大姑娘定然是没看到 萧蓉眼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白清岩略显诧异 名单 是此次郭子健闹事学生的名单 及其亲权关系 还有 这些日子见过什么人 萧蓉眼声音压得极低 不急不缓说道 那正是白清岩让人去查的 见白清岩表情诧异 萧蓉眼说 郭子健学生的家事和其家族关系 这个早在我出入大都之前 便已经让人查清楚了 毕竟将来的金国栋梁 多半要出自这些生源种 萧蓉眼没有说的是 郭子健的生源种 有他们大烟的人 萧先生的人 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呀 白清岩隔着荷包 轻轻攥住一缠 一语双关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二集 萧蓉眼查这些 竟比她还快 可见萧蓉眼在大都城的暗庄 有多少 在这 萧蓉眼能轻而易举 查到这些生源 最近见过什么人 必然是国子剑也有人 生意人 别的场主没有 消息自然是比旁人更灵通一些 萧蓉眼说完 抬头看到现做糖葫芦的摊位 转头吩咐月食 去买两串糖葫芦来 萧先生此次来 硕阳 是为了生意 白情言问道 硕阳白茶是非有名 亲自来看看 这生意能不能做 另外还有些 从燕国带来的货品 打算让管事 在硕阳盘个铺子 做独门生意 萧蓉眼唇角浅浅勾着 注视着白情言回答道 萧蓉眼那双眼 太过深邃温柔 似有深情厚意 想起萧蓉眼传上的言辞 白情言已经对萧蓉眼的心思 心知肚明了 他攥着那枚玉蝉 垂眸避开萧蓉眼的目光 点了点头 那被预祝萧先生 生意红火了 月食手中拿着两串糖葫芦回来 萧蓉眼接过一串 递给白景志 白景志高兴地道了谢 结果 还有一串 萧蓉眼递给白情言 白大姑娘 白青年一正 萧先生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年龄于老幼之分 可嘴巴不分老少 萧蓉眼立在灯火璀璨之中 浅笑着 萧蓉眼这是把他当孩子了 白情言笑了笑 伸手接过了刀鞋 大约是白青年 萧蓉眼一行人的容貌呀 太过出色了 十分引人注目 尤其是并肩而立的萧蓉眼 与白青年 立在人群中 如鹤立鸡群呢 头上戴着花环的小姑娘 碧弯栏子里 跨着刚刚采摘的鲜花 凑了过来 十分有颜色地 将花篮递给白青年 一双黑宝石的毛子 干净成澈 小姑娘的母亲 见白青年 萧蓉眼身后 跟着两排护卫 知道那公子和姑娘 非复即归 不是他们这些 普通老百姓 能惹得起的 忙惊慌失措 从卖花的摊位之后 绕到前面 换道 雅娘 快回来 小姑娘回头 笑眯眯地 对母亲摆了摆手 丝毫不知害怕 眼前的哥哥和姐姐 跟天上的神仙一样 一定是好人 大约是听到 小姑娘名坏雅娘 小容眼弯腰 摸了摸小姑娘的发际 拿过鲜花 往小姑娘的篮子里 放了一叮银子 小姑娘睁大了 黑亮的眼睛 看着那一叮银子 忙摆手 又将银子 递还给小容眼 用手比 或者给多了 没关系 给你买糖吃 小容眼声音温润 小姑娘摇头 执着 不收那一叮银子 刘管事 白青岩唤了一声 刘管事忙上钱 从口袋里 拿出几钱 放在了小姑娘 臂弯的篮子里 笑着道 嗯 去吧 小姑娘拘了宫 欢快地 朝母亲的方向 跑去 举起篮子 让母亲 看她卖的钱 小容眼 直起身 回头见 白青岩 望着小姑娘的背影 唇角似有浅浅笑意 小姑娘母亲 摸了摸小姑娘脑袋 将几个铜板 递给了小姑娘 直了指 对面正在 卖糖葫芦的摊位 小姑娘摇头 十分坚定地 将银子 放入母亲的钱匣子里 小容眼 将手中鲜花 递给白青岩 白的姑娘 宋玉萧先生了 白青岩道 小容眼一愣 憨哨 将鲜花递给月时 多谢白大姑娘赠花 小容眼立在 天香楼门前的管事 看到小容眼 忙拎着直坠下摆 匆匆匆台阶上下来 恭敬对小容眼行礼 柱子 天香楼 雅杰已经安排好了 为谢白大姑娘赠花 严请白大姑娘与四姑娘 天香楼一查 张姐 天香楼能看到 图灵寺的佛灵灯塔 白锦致双眸发亮 正是呢 小的定的 正是天香楼的顶层 瞧图灵寺夜景 最为漂亮的地儿 小容眼身边的管事 十分十趣的开口 张姐 白锦致 扯了扯白青岩的衣袖 刚才她已经擅自做主 答应了住同一家客栈了 可不能再得寸进尺 否则 长姐要生气了 白青岩望着白锦致的眼神 带着几分纵容 那就打扰萧先生了 请 小容眼请白青岩先走 殿小二恭恭敬敬的 将这一群贵人往楼上请 转弯从二楼上三楼时 白青岩听到门半官的哑尖内 传来酒醉半憨的张狂之声 你怕那太守个鸟啊 谁不知道这朔阳城 是咱们白家说的算 白威廷再厉害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乖乖听我祖父的话 我祖父是祖长 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从无二话 虽然现在白威廷死了 可是还有一个白青岩封的郡主 天下谁人不知道 这白青岩已经投入了太子门下 只要等太子一登基 咱们白家照样的屹立不倒 姓白的照样是朔阳城里 说一不二的爷 白青岩步子一顿 眉头抬了他 转头看着跟在他身后的刘管事 刘管事会议汉手 搓开几步 笑着让其他人掀上楼 白锦致强压下自己的怒火 庄祖没有听到 跟着白青岩上楼了 此次长姐回来 就是专程处理宗族之事 既然长姐听到了没有管 自然有长姐的道理 她不能冲动行事 倒是带路的店小二听到这话 岂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白锦致耳朵动了动 笑着问了一句 小哥为何叹气啊 店小二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一般 挺直几倍笑道 也没什么 这时过止日啊 我们这天香楼就要易主啊 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 能不能继续干下去 少了客观了 白锦致得到白青岩的示意 接着问道 易主 天香楼生意一向不错呀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三集 殿小二推开雅尖门 恭敬地将白青岩一行人 请了进去 一边倒茶 一边诉苦 客官应该不是本地人 不知道这白家的厉害 这白家在我们朔阳城 向来说一不二 这些年 没少做缺的事 以前有郑国公成瑶 好不容易郑国公死了 又来了一个郑国郡主 听说这郑国郡主 和太子关系非比寻常 说是将来太子登基 那郑国郡主 不是皇后就是贵妃 这白家 恐怕就更嚣张了 白景致差点破口大骂 他咬着牙 脸色难看 这都是听白家人说的 白青岩在八仙桌前坐下 浴馆室的手指端起茶杯 徐徐往茶杯里吹气 不止白家 我们东家是知县的七弟 知县也是这么告诉我们东家的 殿小二苦着一张脸 这白家人已经抢夺了好几家铺子了 突然就登上了我们的天香楼 直线说我们东家是惹不起白家的人 给了算了 那郑国郡主不是就要回瘦阳了 要是不给啊 闹出什么乱子 到时候不好收场 倒霉的还是我们东家 唉 这白家人每次收了铺子之后 就会将伙计们的月讽捡一半 前二个 鱼露胭脂破的掌柜说上游老下游小 整一半月讽实在干不下去 白家立刻找个应酉把人打了个半惨 结果老掌柜一口气没上来 当晚就没了 这老掌柜的儿子不吱声 悄悄去太守那儿把白家人给告了 不过我看 就是太守可能也不敢管 白锦志拳头收紧 直接咯咯直响 气得连图灵寺的夜景都不堪了 饭都没好好吃 就随白青岩回了客栈 白青岩见白锦志气得不轻 给他找了点事做 让他去安排人通知季亭渝明日见一面 便在客栈小院之中练红莹银银枪 刘管事立在一旁 同白青岩禀告今日之事 看下来是白家宗族这几个小辈 私下里背着白家长辈做下的事情 刚才组长的右孙已经叫天香楼大掌柜过去 说明日晌午让他们天香楼冬下过来 应该是要抢买天香楼了 刘管事说道 看起来都不用辛苦刘管事设局 明日晌午便是最好的时机了 白青岩耳朵动了动 谋刺一沉 转身的同时 猛地将泛着寒光的长枪 制住 萧容眼立在原地稳死未退 偏头躲开长枪锐利的枪头 单手稳稳抓住了枪肾 刘管事忙低头 规规矩矩向后退了两步 心中大海 这萧容眼的身手 似乎太好了些 靠他与大姑娘如此近 他竟然丝毫未曾察觉 喘着粗气的白青岩 见是萧容眼 眉目间戾气疏散 萧先生喜欢如此 不声不响地出现 萧容眼一手端着黑漆大方盘 将手中的银枪丢给刘管事 立在门口不再上前 今日见白岛姑娘胃口不佳 特地让人炖了红枣燕窝 给白岛姑娘送来 怎能好劳烦萧先生啊 白岛姑娘余言有恩 这都是应该的 萧容眼笑着看下刘管事 刘管事将银枪靠枪而放 上前接过了萧容眼 端来的红枣燕窝 笑着说道 多谢萧先生 时候不早了 萧先生应早些歇息才是啊 白青岩想起萧容眼的玉蝉来 解下腰间的荷包 喊道 萧先生 白岛姑娘有何吩咐 萧容眼闻声得寸进尺 韩笑朝着白青岩的方向走去 刘管事连忙跟上 白青岩从荷包中拿出玉蝉 递给萧容眼 此物 乃是萧先生真爱之物 还是物归原主的啊 萧容眼看着白青岩手中的荷包 认出那是白青岩贴身佩戴的 眼底笑意欲浓 大姑娘一直贴身带着 白青岩 避开萧容眼过分炙热忧碎的视线 不知何时会碰到萧先生 过而待在身边 方便奉还 刘管事只觉心头一跳 贴身这样的用词太过暧昧了 跟青岩有什么两样啊 从萧容眼邀请大姑娘和四姑娘来贵宾客栈 他就看出 这萧容眼对他们家白姑娘是别有用心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萧容眼的形式作风这么梦朗 他在言辞上这样占他们家大姑娘便宜 偏偏他们家大姑娘是仿若不知 刘管事重重将汤中放在了石桌上 笑着道 大姑娘趁热用吧 不要辜负了萧先生的一片好意呀 玉禅赠予白道姑娘 也是萧某和兄长的一片好意 还请白道姑娘莫要辜负 萧容眼笑道 刘管事按道 这萧先生还挺会顺杆子爬的呀 白青岩凝视萧容眼的毛子 开口 刘管事 你先下去吧 刘管事不情愿地开口 是 等刘管事离开 白青岩这才到 萧先生赠我玉禅为何意 说只是单纯的感谢 你明白我是何意 萧容眼唇厚温润的声线 在这黑夜里格外豁人 月明星熙 清风徐徐 角角月色下树影婆娑 耳边偶有花丛之中 虫儿的细微鸣叫声传来 萧容眼此次望着白青岩的目光 已不同于上一次在晚屏 带着试探 带着不确定 他过分炙热的目光 似乎已对白青岩势在必得 不论白青岩心仪他与否 那层窗户纸既然已经捅破 白青岩索性趁着一次性的交话说开 萧先生 上次在船上 你的话我听明白了 他将萧容眼的玉禅放在室桌上 平静道 可你我都不是适合谈风月的人 我身后有母亲婶婶 和妹妹们需要护 你身后是百废待兴的大爷 我要护白家一门荣耀 你要重振气候在世时的大爷辉煌 甚至要问鼎天下 萧容眼眸底笑意 渐渐内敛 深深凝望 脚脚月色之下 精致五官冷肃淡漠的女子 我在晋国举步为奸 大爷在列国之间 又何尝不是步履蹒跚 白青岩的声音很轻 前路艰难 我们都如履薄冰 又何敢分心 又何能容得下情爱之中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四集 小容眼视线落在御缠上 向前挪了两步 骨节分明的手指拿起御缠 抬头看着离自己近一步之遥的白青岩 所以 你是不敢动心 白青岩望着小容眼高挺眉骨之下 极为深邃的眼窝 身侧的手微微收紧 坦诚道 白家前途未明 微如雷乱 不敢动心 小容眼攥住一缠 这一步几乎跨到白青岩的跟前 白青岩要退 却被小容眼攥住手腕 他把人扯到他的跟前 深深凝望着白青岩 压低了声音 问道 白青岩 只要你不讨厌我 我便有机会 我说过 我们来日方长 白青岩极长的眼睫 轻轻颤了颤 手心里又被小容眼塞入了 那枚玉颤 他欲推辞 却被小容眼紧紧攥住了手 就当是个平安妇也好 留在身边保平安 我母亲的一生 极少有人能够理解 你算是她的知己 说完 小容眼对白青岩 极浅地笑了笑 好好休息 若是又用得上小某的地方 只管吩咐 目送小容眼 离开这古朴雅致的院落 白青岩垂眸看着手中那枚玉颤 在月光之下 泛着清冷的光泽 小容眼怎么能明白 她的心 早已没有了小女儿情长 她的心中 是上一世白家的惨状 是她的血肉之轻 上一世的结局 甚至一闭上眼 便是浑身是血的白家珠子 她此生最大的喜愿 不过是护白家周全 继承祖父一致 从未给风月之事 留半分余地 一直留在院子门口的刘管事 见小容眼走了 立刻进来 大姑娘 白青岩将玉蝉 收进了荷包中 对刘管事道 明日一早 我带小子回祖里 劳烦刘叔想个办法 将宗族更多的人 牵扯到天象楼之事中 白青岩转过头 望着刘管事 再想办法 将我回瘦阳 却不曾回白家 祖宅落脚之事 在明早之前 透露给地方官 既然天下皆知 镇国郡主白青岩 已经是太子的人 那么他就借一借太子的威名 那些地方官知道 他这位太子亲信 突然到了朔阳 难道 不会上赶着来巴结吗 他可不是祖父 不论对白家宗族的人 如何生气 也不会让旁人看了笑话 第二日清晨 天还未亮 贵宾客栈门口 已经停了两辆轿子 一身便服的太守 刚从软轿车下来 就看到 正坐在贵宾客栈 对面的早点摊位上 随鼠官吃早点的县令 县令见是太守 忙放下碗筷 用手磨了磨嘴 小跑到了太守面前 长一道地 大人 太守似笑非笑地 看着县令 没想到周县令的消息 如此灵通啊 竟然也知道郡主回来了 也是金盖 早起才得到的消息 这不 草点都没有吃 就赶过来了 下官想着郡主 应该还没有起来 就先用点东西垫垫 大人要不要一起 县令对于太守的讽刺 顾若罔闻 县令心道 都是来这里 借着讨好郡主 来讨好太子的 拿什么架子呀 太守似笑非笑地摆了摆手 不了 还是周县令自己用吧 说着 太守转头 是以身边的人进客栈 去给白青岩地铁子 拜见 谁知 太守的人还不曾进去 白青岩就已经带着 白锦志从客栈正门出来 身后跟着一对护卫 太守一眼就看到了 跟在白青岩身边的 刘管事 半个月前 白家族长寿宴 太守曾见过刘管事 听白家族长的儿子说 那是刘管事 只是这位刘管事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太守只是见了一面 也不曾说过话 太守上前 视线扫过 后腰别着一条 火红鞭子的白锦志 历史知晓两个人的身份了 朝向白青岩的方向一礼 下官参见郡主 县主 周县令也赶忙上前 笑容谄媚圆滑 行口拜大礼 下官参见郡主 县主 白青岩一点也不拿架子 两位大人客气了 白锦志立在白青岩身后 抬了抬眉不吭声 一副少年巨傲的模样 郡主和县主 怎么提前回到了朔阳 下官刚接到的消息 是五月初一啊 太守笑盈盈地问道 是啊 郡主和县主 回来怎么不通这一声 上次白家宗族 组长寿宴之时 下官还同白家组长商议 等郡主回硕阳 安排给郡主 接风洗尘之时啊 周县令不甘落后 赶忙表示 自己同白家宗族的关系 更密切一些 白锦志冷笑了一声 哼 只要那个老匹夫给我长姐 接风洗尘 别是想要气死我长姐 小四 白青岩低声呵斥白锦志 看了一眼周县令 叹气 一副一言难尽的模样 说道 我和小四 只是会组里处理一点事情 如果顺利 上午就走了 便未曾惊动两位大人 老匹夫 周县令眼角跳了跳 心里咯噔一声 听高义县主提起 组长这语气啊 再听郡国郡主说 回组里处理事情 周县令觉得 怎么听着有些不对劲呢 可有下官能够效劳之事 太守倒是沉得入气 不急不缓地问白青岩 家丑不口外扬 就不劳烦两位大人了 白青岩笑容勉强 若是真的闹到 要惊动两位大人 切实白青岩 自会告知二位大人 周县令脸色微白 家丑 闹到惊动他们 言下之意 郡国郡主要和宗族 撕破脸了吗 可是白祈云不是说 不论是当初的郑国王 还是如今的郑国郡主 都十分敬重他爹这位族长 几乎言听计从吗 见属下已经将马牵过来 白青岩开口 还要回族里 就不耽误两位大人办事了 告辞 太守盲侧身让开台阶 白青岩带着白锦志翻身上马 一仰马鞭 急驰而去 大人 这宗族和郡主 莫不是 恼翻了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周县令脸色十分难看 那白家族长的儿子不是说 郑国郡主不光是个小姑娘 对族长的话说一不二吗 可我怎么听这意思 郡主要和族里撕破脸了 太守副守而立 瞇了瞇了瞇眼 想起昨儿个听到的传闻了 听说族长的胞弟 占了大都城白家 刚刚修缮好的祖宅 太守撇嘴冷笑 说道 不论白家族里 说得如何天花乱坠 此次郑国郡主 回来丝毫不掩饰 要和族里撕破脸的打算 高义县主 又把话说得这么直白 周县令可得看好了风向 免得翻船呢 周县令一向同白氏宗族交好 这些年没少替白氏宗族遮掩那些下作事 若是此次郑国郡主要收拾败家宗族 那些事情势必要翻出来 到时候他这个帮忙遮掩之人 只怕不但在郑国郡主这里讨不到好处 还真的是要翻船呢 周县令脸色越发难看了 转头恭恭敬敬地抄抬手心理 诶 妥协大人指点 白家族长正在用早膳 乍一听白青岩和白锦致回来了 被吓了一跳 再想到包地老五强占了白家族宅 族里闹得不可开交之事 顿时明了 白青岩只怕是为了这事回来的 族长放下碗筷 吩咐人给他更衣 族长院子中跪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似乎是跪了一夜 墨色的发丝上落了露水 整个人冷得直发抖 身子摇摇欲坠 几乎撑不住了 见族长出来 那少年忙西行上前几步 族夫 哥哥们再这样无法无天下去 迟早要毁了我们白家 还请族夫出面 阻止哥哥们抢夺他人店铺 将几位哥哥交给官府处置 否则 若是真有人去大都告到狱前 将这些年的事情翻出来 就是郡主也护不住我们白家呀 族长逆着神情急切的孙子 不由怒从中来厉声道 严惩 怎么严惩啊 跪了一夜你难道还想不明白吗 他们是你的哥哥们 就算是有天大的错 那也是与你血脉相连的哥哥们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你的哥哥呢 还帮着偷偷将人送到太守那里 我要是晚一步 你几个哥哥就得进大牢 买凶杀人是个什么罪 阿平 祖父还没有死呢 你就要将你的几个哥哥置于死地吗 白清平咬紧了牙关 双眸泛红 耿叶道 天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 却连皇帝嫡子姓王都被贬为庶民流放永中了 祖父 你是祖长 难道不该为家族门媒不寻私情吗 好一个不寻私情啊 祖长目自欲练 祖父还没死你就想同事操哥了 让你读书 你可真是读了一肚子的好书啊 白清平拳头紧紧攥着 倔强不肯服输 想不明白你就给我跪着 永远别起来 祖长说完 拄着拐杖朝外走去 白清平神情倔强 半生听到祖父的脚步声走远 这才颓然跪坐在地上 他一向仰慕大都城镇国公府白家的一身风骨 他曾经以自己身为白家宗族此次而骄傲 可后来 他发现 朔阳宗族白家的人 同他听说的大都城白家之人 不太一样 尤其是他自小到大 看到他们族长这一支 对旁支的欺凌 借大都城白家的威势 在朔阳横行霸道 这些年大约是没有管制 朔阳的官府又都是因为大都城白家 向他们宗族示好 他们宗族越发无所顾忌 他又觉得羞愧无比 同大都城白家一比 他们简直都不像是一家人 现在朔阳白家和他一辈的兄长们 已经闹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 再不管 白家这门就完了 白清平不明白 他都能想到的事情 为何祖父看不明白呢 白清平身边的小厮 在院外探头探脑 见院子中不见人 这才忙一路小跑到了白清平的身边 给白清平披上一件披风 压低声音说道 六少爷 郑国郡主和高义县主回来了 白清平抬头 睁大了眼 心口顿时情绪澎湃 自从白清延通白微亭出征开始 就没有再回过宗族 先是因为四处征战不得空 后来是因为受伤在大都城养伤 激动之余 白清平又觉得羞愧难当 他祖父的弟弟强占了祖宅啊 白清平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他们宗族一边扯着大都城白家的大旗 在朔阳城里是作威作福 又一边如此欺辱大都城白家的孤儿寡母 先是打着吊咽之名 逼着大都城白家散尽家财 为祖里修这修那 后又占人家刚修缮好的宅子 这让他这个读过圣贤书的男儿 颜面何存呢 白清炎回来的消息 如同一道惊雷 让朔阳白家震了三阵 最不安的便是占了白家祖宅的吴老爷 他在屋内是急得团团转呀 却又不敢去族长那里 去亲见白清炎打听 毕竟白清炎可是分杀了西凉十万降服的人呢 谁知道那白清炎发起风来 会不会动粗啊 白清炎身为郡主 身份尊贵 见族长前来 眼角眉梢含笑 并未起身行礼 族长也自视长辈身份 见白清炎为行礼 竟也直径走到上座 笑着说道 清炎和锦致回来 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呀 唐祖父也好为你们准备接风宴呢 听出族长这是言语上 要以长辈的身份压他 他随手将茶杯搁在了身旁笑机上 此次我回来 是为了拿回祖宅房契 族长没料到 白清炎竟然是如此担刀之入 一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祖宅房契一下是在族长这里保管 不知是出了何事 让你这样急匆匆回来要啊 族长双手攥着拐杖 一副慈爱的身容望着白清炎 像极了画卷上的弥勒佛 族长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白清之冷笑 我们刚刚修设好 结果就被宗族吴老爷 族长宁的包地强政了去 我们要房契 自然是为了高官讨回公道了 族长心头跳了跳 眼底笑意沉了下来 白锦志这番言语 可谓是目无长辈了 可白清炎并未阻止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六集 白清炎不给族长 向白锦志发难的机会 端起茶杯 悠悠往茶杯中吹了吹气 听说吴老爷强占祖宅 还是族长受益的 族长 这是觉得大都城 只剩下孤儿寡母 便可以任由族宗 搓扁柔圆 族长脸上慈爱的笑容 终于绷不住了 他缓缓坐直身子 挺直几辈 目视前方 论辩订队 我是你们祖父 镇国王的同辈 你们该换我一生 唐祖父 论年纪 我年长你们几十岁 又是族长 论尊卑 我和小四 一个郡主 一个县主 先国礼 后家礼 族长也读圣贤书 岂会不知 白青岩用手中 茶杯盖子 压着茶叶 半合眼眸 说到底 不过是看着 我同小子年纪小 想给我们一个 下马威罢了 说着 白青岩将茶杯 重重地放在桌上 清黄的茶汤 洒出些许 我没那么多时间 同族长绕圈子 这些年 朔阳宗族 扯着我祖父的大旗 在朔阳城都 做了些什么 想必族长心里清楚 如今 祖父不在了 又来扯我 这个郡主的大旗 可这个大旗 我给你扯 你才有的扯 我若是不给 不知白家 又能在朔阳 猖狂多久 族长用力 攥着拐杖 转头 如具目光 望着白青岩 似笑非笑地侧脸 白青岩 你祖父父亲 才去不久 你就礼仪全无 毫不知尊重长辈 你不怕令你祖父 和父亲蒙羞 也不怕我将此事 说出去 你便名声全无吗 蒙羞 说让白家 恩将仇报都不羞 我祖父父亲 羞什么 白青岩声音栩栩 礼仪 尊重 白青岩给他 他有 不给 他就没有 名声 白青岩自然是要 可也分在什么人面前 百姓间的名声 白青岩自然是要 可卑鄙小人面前的名声 白青岩不想要 这个世上 狼心狗肺 以怨报德的人不少 白家宗族就是 祖父念及骨肉血亲 姑息他们 可对白青岩来说 除了他们 朔阳白家的嫡之之外 多行不义的朔阳白家 在他心里 还不如普通百姓亲切呢 本就属于我们 白家嫡之的祖屋房契 族长给是不给 白青岩声音平静和煦 却无端端 让人觉得十分张狂 族长紧紧攥着手中拐杖 大都白家如今 已经没有难听 按照道理说 这祖斩也算是 白家的祖产 本应该收回祖里 白青岩没兴趣 在这里听族长 同他长篇大论 威逼利诱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上 不存在的灰尘 抬脚朝外走去 族长睁大了眼 猛地站起身来 白青岩 长辈话还没有说完 长辈 白景志冷笑了一声 你将是做到如此地步 既要欺我白家无男儿 又要仰仗我长姐 郡主为侍 这会儿还同我长姐 把什么长辈架子 你真以为我长姐 是普通女儿家 吃你这一套 白景志看着红木小机上的茶杯 用力一扫 瓷器热茶碎了一地 神神力气吧 你 族长指着白景志 族长可好好端着你的架子 最好别求到我长姐面前来 白景志说完 双手背后朝外走去 她刚跨过门槛便道 你大可对外宣扬 近日我和长姐回来对你不敬 这样 旁人也就知道 郡主和宗族不合 想来白家在寿阳的处境 会妙不可言 说完 白景志有恃无恐地 扬长而去 放肆 放肆 大都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家教啊 还真不知道礼仪廉耻 族长气得是端起手边被子 恼火地朝地面砸去 可恼火归恼火 族长又不得不承认 白景志说得对 这口恶气 他只能是憋在心里 他就不相信了 等他们大都白家回朔阳 孤儿寡母 还能不依靠宗族吗 族长紧紧握着拐杖 又不免想到 如今的白清延 已经是郡主 身上有了品阶 当初包地来 说想要占祖宅之时 他其实也有犹豫 可是包地却说 白清延虽是贵为郡主 可他因为南疆一战 已经得了一个不好的名声 要是再在宗族里 得一个恶名 这辈子就完了 且白清延立世此生不嫁 将来可是要宗族养老送终的 还能不巴结宗族 依附宗族吗 再者 朔阳宗族和大都白甲血脉相同 一向都是同其连织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现在大都白甲是董事当家作主 董事一定不能眼看着自己这唯一的女儿名声全无 日后无人养老送终 一定会忍气吞声 只要董事忍下了这口气 以后他作为组长就好拿捏大都白甲那些遗霜了 但如今看白清延这架势 白甲真的能同以前一样与他们宗族同气连枝吗 白景志一跃上马 跟在了白清延身后 笑道 展姐 我砸了杯子 想必那个县里派去打探的人 一会儿就会将消息送回去 刘叔 都准备好了吗 白清延问刘管事 大姑娘放心 一切准备妥当 刘管事笑道 松族那几家要银子不要脸的 都听说了组长的孙子打算不出银子拿下天香楼 都想跟去分一杯羹 那我们接个少午就在天香楼用午膳吧 白景志眉目笑意清明 四姑娘这主意也是极好的 刘管事意识道 刘管事自从回来 竹理修缮祖宅之事开始 受了不少鸟气 这一次 大姑娘和四姑娘回来 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次了 这些年 也是郑国王对宗族实在是太客气 太好了 纵得朔阳宗族不知天高地厚 简直拿他们当朔阳的土皇帝了 大姑娘和四姑娘呀 就该给他们点颜色 让他们知道知道 他们之所以活得这么滋润 是托了谁的福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七集 第三百八十七集 展姐 我们现在是回客栈休息吗 白锦之问道 虽然是 在百姓间走一走转一转 询问询问普通百姓 对朔阳白家的评价 再问问朔阳白氏 这些年做了什么好事 让越多人知道 我在查问此时越好 最好让那位周县令也知道 那位周县令 可是个妙人 白青眼唇角勾起 朔阳白氏竟然还以为 他们白家回来后 要仰仗宗族 那他就要让宗族知道 没有了他这位郡主 立在朔阳白氏的背后 朔阳白氏在这朔阳城 到底算什么 朔阳白氏自行不义 那他此次便借着他们 为祖父和白家 洗刷多年来包庇 他们的污名 也算是祖父这些年 没有白白照顾 朔阳白氏了 周县令得到消息 听说 郑国郡主 与高义县主 回宗族以后 与族长是不欢而散 还摔了杯子 心里就是惶惶不安 随后又得知 郑国郡主 与高义县主一行人 弃马不行 竟是沿途在打听这些年 朔阳白氏在朔阳坐下的 那些欺凌百姓之事 周县令只觉得 一颗心事扑通扑通乱条 难不成 以前的郑国公 同现在的郑国郡主 都不知道 朔阳白氏这些年 做的那些事吗 郑国郡主这一次回来 是来秋后算账的吗 周县令急得在书房里 是团团转 不多时 又有下人来报 说 郑国郡主一行人 去了之前被白家族长 孙子打死的掌柜的家里 周县令一下子跌坐在了椅子上 这果然是回来秋后算账的吧 周县令想到了白旗云 顿时恨得是牙痒痒 蹭地站起身 要去找白旗云理论 可刚刚跨住门口 又将腿给收了回来 他现在想的 不应该是找白旗云算账 应该是抓紧时间 洗清自己才是 周县令在屋子里转了转 突然 脚下步子一顿 高声道 来人 快上让李师爷将这些年替白家遮掩的案子卷宗 全都整理出来 要快 周县令喊完之后 又忙绕到了书桌之后 将之前他压下来的几张状纸翻找出来 白青岩随白锦致在朔阳城走了这么一圈 不少百姓都知道 有人在查关于这些年朔阳白家所做下的恶事 起先 百姓还说的是悠悠欲欲 后来 见白青岩一行人竟然去了 被白家族长孙子打死的掌柜家里去 还给了那家银子 百姓们这才义愤填膺 如竹筒斗斗似的 将这些年白家在朔阳坐下的事情 是一股脑给说了个干净 白青岩随百姓坐在村头柳树之下 大概也算是听明白了 朔阳白氏这些年呀 最开始遭孽的就是族长这一脉 随着族长这一脉越来越肆无忌惮 朔阳白氏的旁侄 看到族长这一脉 仗着白青岩祖父威势越来越富 胆子大一点的就开始有样学样了 后来 便有更多的旁之开始学族长这一脉的作风 也开始为自家利益欺凌百姓 这便将朔阳白氏的名声给败坏了个干干净净 且百姓们都以为 这是白青岩祖父的纵容 默许朔阳白氏的 白青岩明白 人心极易被富贵诱惑 当原本正值纯良的宗族本家 看到族长可以仗着祖父的威势 富满流油 自然也会动摇 也会试探着跟着有样学样 见祥恩无事之后便更加大胆 朔阳的百姓自然是更苦不堪言了 白氏宗族的庄子上 被逼得卖儿卖女的殿户不知几何 告官吧 官府畏惧白威廷的威仪 只能强行将百姓压下去 甚至早先去告状朔阳白氏之人 都请完整 是 护卫们齐声打倒 百姓见白青岩这派头 有好奇之人不免询问他 看这姑娘这派头 是哪家前进啊 怎么会想起 问朔阳白氏之事 竟不怕得罪白家 那朔阳白氏上头 可有一位杀神镇国郡主呢 可怕极了 胡说 我长姐哪里可怕了 白景志一脸骄纵的 长姐 百姓纷纷看向坐在柳树之下 耐心听他们叙述 白氏宗族之事的姑娘 那姑娘漂亮得不似真人 通身金贵药木的气质逼人 鲜瘦修长 明明看似柔弱 谋色却坚韧又果决 不像寻常人家的姑娘 百姓纷纷晋升 不免后怕 白青眼起身 对围在他周围的百姓 郑重一败 这些年 竟不知百家宗族 让郑国公府威势 在朔阳如此欺凌百姓 郑国公府未曾降察 让诸位受苦了 百姓大吃一惊 这 这是 郑国郡主 谁能将眼前这个 漂亮又耐心的姑娘 同那个传闻中 焚杀了西凉十万降服的 沙神 郑国郡主 联系在一起呢 你是 郑国郡主 有大胆的老者 睁圆了眼睛 问了一句 白青眼朝着老者的方向 拘了一躬 神情充满歉意 那原本拄着拐杖 坐在石凳上的老者 静得站起身来 芒颤巍巍的跪下 郡 郡主 刚才还围在这里 满腹抱怨的百姓们 芒跟着长者一起 朝着白青眼的方向跪拜 不必多礼 白青眼扶住老者 又对百姓道 诸位 请起 是祖父父亲 同白青眼失察 竟不知白氏宗族 在朔阳草间人命 与肉香里为非作戴 请诸位放心 此次诸位所说之事 查若属实 白青眼绝不姑息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闻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八十八集 百姓们 你看我 我看你 似乎都不大相信 白青眼说的话 神情躲躲闪闪 白青眼也没有让人 多加解释 对硕阳百姓一败 一行人离开了村落 赶在午膳之前 到了天香楼的门前 酒楼内 传来幼童的哭声 和天香楼老板的求饶声 我签 我签啊 求公子们 翻过我家幼子 至自无辜 千万别看我儿的手啊 白青眼等人 还未曾踏入天香楼的门 就被 烁阳百家的仆人拦住 目中无人 十分嚣张的 我们是烁阳百家的 我们家几个少爷 今日和天香楼东家谈生意 一阴闲杂人等不能进 白景志见长姐回头朝他示意 毛子一眯 干净利落地 攥住那蒲丛手腕 抬腿就是一脚 踹得那蒲丛跪倒在地 不等守在门口的 其他白家蒲丛反应过来 白景志已经从后腰 抽出了长鞭 带着护卫 冲进天香楼内 天香楼里面 传出惨绝人寰的尖叫声 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行人 纷纷驻足 伸长了脖子往里看 不多时 白家蒲丛 还有白家那几位 来天香楼抢买的白家少爷 竟是一个一个 被从天香楼里给丢了出来 身上脸上全都是鞭痕 组长的孙子白青杰 强撑着站起身来 看向踏出天香楼 手中攥着长鞭的白景志 高声喊道 你们是吃了雄心暴自胆了 敢对我动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白氏族长的孙子 你敢动手打我 信不信我要你们 走不出朔阳城啊 白景志脸色冷沉 阳手就是一边 狠狠抽在了白青杰的嘴上 煞食就是一道血痕 白青杰嘴里全都是浓重的血腥味 捂着半张脸 只觉牙齿都松动了 这一边 我臭女狂妄自大目无王法 区区一个族长之孙 竟然动辄敢扬言要人性命 妈的 白青杰吐出了一口血沫子 你知不知道我们白家背后是郑国郡主 是太子的心头肉 将来的皇后呢 白景志又是一鞭子 这一鞭子更狠更重 抽得白青杰摔倒在地 这一鞭子 我抽你借大都城白家之威 坐镜诸葛不如欺凌百姓之事 说完 白景志不等白青杰爬起来 又是一鞭子 抽得白青杰趴在了地上 这一鞭 我抽你有眼无珠 竟然敢在我长姐面前满嘴喷粪 我太子与长姐的君臣之意 围观的百姓全都看傻了眼 这白家一向在朔阳城横行霸道 是无法无天 这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神仙呀 竟然敢对白家的人挥鞭子 意外之余 百姓心中无不时暗暗叫好 白青杰目自欲练 金氏 谁能抓住这些人 小爷我赏金白了 你来试试 白景志起得发抖 暴怒甩鞭 一声破空脆响 让人肃然生畏 跟随组长嫡孙白青杰一同来 逼迫天香楼东奖 无偿将天香楼赠予他们的其他几方少爷 见着情况不对 朝着几倍挺直 立在天香楼牌匾正下方 被护卫和那灰边少女护在中间的女子 看去 那女子副手而立 一身极为简单利落的白衣骑马装 明明五官惊艳夺破 可那双眼睛 却深邃平静的 如同万里无风的海面 视线索急 让人莫名地心头发紧 威势感极强 白青杰身后的拳头攥了攥 声音凉薄的 让人挤背发寒 白氏宗族 在舒阳原来就是这样 让白家知识为非作歹的 有白家族内的公子少爷反应过来 睁大了眼 看向白青眼 目无法计强强弥民女 草菅人命打死良民 强夺他人祖产 勾结官府强占他人祖传密奥配方 低价强买店铺 却不善待火计 逼死掌柜 以大都城白家之威强压官府 令百姓无处深渊 罪行庆祝难输 如今竟然还扯太子之威 为你等恶行张目 我祖负郑国王白威廷 一生爱民如子 为民舍命征战一生 教导我等白家子孙 既是天下百姓赋税凤阳 必将是百姓当作骨肉血亲 当舍己护民 郑国王府白家诸子 无惧生死为护民战死疆场 你们倒好 竟然利用我祖父之威 为你等随意欺杀百姓的依仗 在这里围观的百姓听到这话 还能不清楚眼前之人的身份吗 躲在天香楼内 搂着柚子瑟瑟发抖的天香楼东景 还能不知道朔阳白家之所以如此嚣张 不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被太子看中的郑国郡主吗 如今郑国郡主亲自过来 动手收拾了这些白家宗族之人 他们一家这才躲过了这一截 天香楼的东家也不管 这郑国郡主是来做戏的 还是真的对以前白家宗族所做之事 全然不知 可既然郑国郡主选在他们天香楼 对这些白家宗族之子开刀 那他今日便把这台戏闹得是人尽皆知 说不定就能够保住他们家的天香楼呢 天香楼东家二话没说 带着柚子出来 含泪对白青岩叩头 郡主要给小民做主呀 白氏宗族与官府勾结 弄得我们这些商家 全都没有活路了呀 今日他们更是绑了小民最小的儿子来 说小民要不将天香楼白赠予他们 他们就要剁了我幼子的手啊 天香楼的东家 将哭泣不止的幼儿搂在怀里 痛哭流涕 五哥 白家宗族子弟忙扶起白青岳 头也不敢抬 压低了声音说道 那是郑国郡主白青岳 满嘴是写的白青节一证 看向白青岳的眼神发怵 白青岳视线扫过那些宗族子弟 声音寒凉 小四 扶起天香楼的东家 派人去请周县林过来 今日周县林若是不能秉公办理 太子那儿 我必要参踏一个玄丝独直 贪莫之罪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青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周县林得知白青岩进城 就连忙收拾李硬的案卷文书 朝贵宾客栈赶 谁知 刚走到半道 又听说白青岩来了天香楼 这不 他立刻让人调转教头 来天香楼了 谁知刚一到 就看到白锦志 对着白石宗族的这些 顽固子弟们挥边 再一听镇国郡主唤他 周县令立时庆幸自己 这些卷宗 还算整理得及时呀 周县令连忙从蜀冠手中 接过卷宗 在牙医的护卫下 匆匆挤进看热闹的人群中 高呼着 郡主 郡主 下官在此 下官在此 抱着卷宗从人群中挤出来的周县令 扶了扶头上被挤歪的官帽 忙对白青岩行礼 下官参见郡主 周县令 白青岩视线落在周县令的身上 声音毫无波澜 我昨日刚到硕阳 今日仅仅只走访半日 便从百姓那里听到不少白氏宗族 这些年已坐下十恶不赦之事 你身为父母官 这些年来 也是全瞎全盟全然不知吗 你可曾为民做主过 下官惶恐 周县令想到白青岩说 要在太子面前参他之事 连忙将手中的卷宗 高高地举过头顶 郡主教训的是 小人并非不为百姓作主 而是实在是每一次 白氏宗族准备都十分充足 下官只能按照净律行事啊 这些年来 下官废求往事 忠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让下官找到了部分案件中 白氏宗族买通证人 故兄杀人的罪证 还请郡主铭记啊 周县令 果真是个 见微之助 能够找准方向的墙头草 话里话外 倒是将他撇得干干净净 周伯父 你与我父亲是自由啊 白氏姐睁大了眼 周县令侧头冷笑一声 哼 本官乃是百姓父母官 谁会与你父亲这等 狐家狐卫的小人是自由 这些年本官寒够神辱 为的不过是找到你白氏宗族的罪证 为百姓申冤 你 白氢杰怒不可遏 白氢炎淡漠不屑的目光 落在了白氢杰的身上 对周县令说道 既然如此 想必周县令 敌人会秉公办理 谁在朔阳城中买凶杀人 谁在朔阳城中抢买抢卖 谁抢抢民女 又是谁草剑人命 一桩桩一件件都审清楚 绝不能寻思枉法 今日 我白氢炎也将话放在这里 但凡查出朔阳白氏宗族 谁人曾以郑国王 郑国郡主之威 做欺凌百姓之事 一经何时 我必会请族长将其除族 并补偿被欺凌过的百姓 白氢炎指着白氢结一行人 若族长不远将不配为白家 子嗣之人除名宗族 我大都白家 必会举家自除宗族 从此与朔阳白氏再无任何瓜葛 周县令额头冷汗直冒 他听明白了 郑国郡主 这是要断了和朔阳白氏的关系 他猴头翻滚 庆幸自己反应快啊 抓紧时间 给自己想了套憨辱忍够的说辞 白氢结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父亲白氢云明明说 将来白氢炎还要靠族里养老 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和族里闹翻的呀 在白氢炎看来 朔阳白氏的人 这些年过得太顺了 顺到做事全然不用脑子 贪婪 自私 又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他们大都城白家的孤儿寡母 就必须要依靠宗族过火 养他们鼻息 简直蠢的都 不知道他用什么计谋手腕了 让刘管氏 想办法将宗族其他几方的人聚在这儿 都是大财小用了 现在想来 就是当初祖父将宗族组长的位置 摆得太高了 让他们真的拿自己当了盘菜 可白氢炎不是祖父 这样的宗族 白氢炎不想费心去纠正引导 也没有那个精力 为了不使他们白家的盛名被污 白氢炎可以干净利落地 甩掉朔阳白氏这个包袱 他倒要看看 将来在这朔阳 到底是谁过不下去 白氢炎对着围在一旁 看热闹的百姓 抱拳道 朱卫情转告亲朋邻里 但凡曾被树阳白氏宗族之人 为祸的百姓 皆可到周县令这里申冤 说完 白氢炎又看向了周县令 周县令 我这里只有一条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一律判法 不得姑息 是 周县令转过头 吩咐差矣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将这些 邪尸他人又子 抢抢他人九楼之徒 给我抓起来 在白氢劫叫骂声中 白氏宗族 今日来闹事的 不论是主子 还是蒲总 全都被差役扣住 白清炎 你将来还要靠 宗族养老 你竟敢这么对我 我祖父可是族长 会为了你将我出族 你等着 将来我绝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不用等将来 我现在就让你没有好果子吃 白锦致杨手一鞭子抽过去 随着一声响亮的鞭响 白清洁的一颗牙 带血飞了出去 这周县令和白氏是一伙的 有大胆的百姓 对白清炎喊道 就是 郡主您让他来审 他肯定会包庇白家的 一个汉子说完 这才反应过来 白清炎便是白氏的人 缩了缩脖子 白清炎点了点头 看向周县令 我已走访了不少人家 对于瘦阳白氏这些年 都做了哪些天怒人怨之事 已让人比露了下来 五月初一 大都百家从大都出发回硕阳 第一件事 我便是来找你查案子 审得怎么样 周县令可别让百姓失望 别让我失望 回头太子问起你的罪责 这案子审得多浅 你的罪就有多重 你可明白 下官明白 下官明白 周县令几杯全都是汉 这白氏武房 抢了我们家的良田 能还回来吗 还有前两日 他们抢走的胭脂铺子 还能还回去吗 有姑娘不满地说道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集 现在的胭脂铺杂 价格翻了三倍呢 周厉静可放心 只要是白氏宗族 以不正当手段抢走的 查为属实 白清炎必会让宗族如数奉还 若宗族不肯 白清炎就是倾家荡产 也会补偿各位 毕竟 诸位受苦 都是因我大毒白家不差 才让白氏宗族 仗势七零相礼 在此 白清炎替白家 向诸位致歉了 白清炎将态度放得极低 长衣道地 对白家来说 在朔阳的声誉非常重要 将来白清炎要在朔阳 以剿匪为游练兵 那么就必须得到百姓的支持 所以白清炎才要专程回朔阳 在这里陪着白氏宗族这些 狂妄自大 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子嗣 费时间费精力 折腾出了这么一场戏 百姓望着高阶之上 风骨俊巧 言行利落沉稳的女子 无端端地感觉到了一种威信力 白清炎上马临行之前 端坐在马背之上 一手攥着乌金马鞭 一手扯着缰绳 屈高临下对周县令说道 周县令 在其位谋其职 既然身为一方父母官 就该爱民如子 为民做主 是一位素参者 是保不住自己位置的 你可明白 是 下个明白 下个明白 百姓目送白清炎 快马而去的一行人 沉默片刻之后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那就是郑国郡主啊 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郑国郡主刚才说 昨夜到了朔阳 精神走访百姓 难不成就是为了白氏宗族 欺凌百氏的事情回来的 难道以前大都城白家 是真的不知道 朔阳百氏宗族做的事情 以前 朔阳的百姓总是听外来人说 郑国公白威廷如何顶天立地 如何耿直忠义 如何一身的浩然正气 朔阳百姓大都是撇撇嘴 再后来 白清炎在大都城 长街处罚数子之事 还有公宴上 隶属白家公祭之事 传入朔阳 朔阳城内 只有一小部分人 赞白家世代相传的爱民之心 但被白氏宗族 欺凌过的百姓 大多都对白氏宗族和白家 都已经深恶痛绝 认定那是白家 演的一场戏罢了 甚至在镇国公府 满门男儿死讯传来之时 有人还在背后 暗暗地赞了一声好 可如今 看着那位镇国郡主 一身的磊落岗直 似乎能够想象 镇国公白威廷的风骨 或许大都城白家 真的是不知道 朔阳白氏宗族所作之事吧 大都城白家 是不是被欺瞒 要看那个姓周的狗官 会不会典功处理 看那个镇国郡主 会不会让白氏宗族 将别人的东西还回去 白青岩走后 朔阳城内风云变色 周县岭如同变了一个人一般 不但将白氏宗族 今日在天香楼闹市的公子哥都抓了 还派了差役去了白家 捉拿了几个做过草菅人命 强强民女勾当的公子哥和管事 朔阳白氏一族乱成一团 几个妇人哭着 同丈夫寻到了族长处 族长 族长不好了呀 知府县衙来人 将我家阿姬抓走了呀 那衙衣冲入我们府上 二话不说就抓了我们家的阿荣啊 族长 您快帮我们要回孩子啊呀 此时族长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呀 白其云亲自带了厚礼 去周县令那里 求周大人将白清杰几个人放出来 谁知道 他连周县令的人都没见到 周县令让人给白其云带话 说白其云骗他多年 是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一开始白其云摸不着头脑 回来通族长一说 族长跌坐在椅子里 不知为何 突然想到白锦之临走时说 让他端好架子 最好别求到白清延面前的话 白清延竟然真的闹开了 可一笔写不出两个白字 朔阳白氏和大都城白甲 血脉相连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他白清延怎么敢 就是白清延的祖父白维婷 也不敢做出如此让宗族丢脸之事 他一个小小女子 竟敢如此胆大 难道他就不为自己的以后考虑吗 他就不想想 除了祖李 以后谁给他养老送终了 他死后还要不要受 祖李的香火了 可是祖李能用来拿捏白清延的 也不过就是这两点 祖李却要倚仗白清延的郡主之威 才能在朔阳城横行啊 大哥 大哥 祖长的胞弟白武老爷 带着哭泣不休的妻子 从外面冲了进来 大哥 川儿被官府的人抓走了 武老爷一看到白其云 焦急道 就是和其云交好的 那个周县令派人抓的川儿 唉 其云啊 你是不是得罪人家周县令了 人家周县令 这才拿我家川儿开刀啊 祖长一看到胞弟五老爷 心头无端端地生出一股子邪火来 你还好意思说 若不是你这个混账东西 占了敌制的祖宅 能闹到这一步吗 还好意思问 是不是祁云得罪了周县令 是你得罪了白清炎 白家其他子嗣全都是被你这个混账东西给连累了 武老爷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可是大哥 火战祖宅这事 也是你准了的 祖长朝武老爷的方向瞪去 武老爷面色难堪地躲开祖长视线 在椅子上坐下 气得拍桌子 这个白清炎就不是个东西 武老爷气呼呼地说 上次祁云被劫匪劫了 他们不管 这次竟然还害得我族内晚辈被抓 他们大都白家已经没有了南丁 按道理说 所有的家产就应该冲入族内 我还给他们留了一半让他们住 他们竟然恩将仇报 武叔 既然你觉得祖宅应该冲入族里 你怎么早不在族里说呢 非要等人家修起好了祖宅 这才悄无声息又搬了进去 我们族里谁人不知道 何之冲入族内 就是让你一家占便宜 哼 现在好了 便宜上你们家占了 罪过去要我们家孩子担 凭什么呀 有厉害的妇人冲着吴老爷喊道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一集 组长听到妇人尖锐拔高的嗓音 脑袋嗡嗡之响 攥着拐杖用力地敲地板 吵什么吵啊 现在不是追究谁对谁错的时候 得想办法赶紧将孩子们给救出来 是啊 组长这话不讲 是要赶紧想办法将孩子们救出来才是 组长的儿媳妇用帕子捂着嘴哭出声来 我们白氏的孩子哪吃过这样的苦 这都是做什么孽呀 可不是 组长啊 这必须要让大都城白家给个说法 把人给我们放出来 还有我们这些孩子竟牢狱受的苦 他必须做出补偿 否则 别怪我们对他不客气 吴老爷咬牙切齿 一直立在门口的白清瓶咬紧了牙 对祖父和家族亲眷心寒至极 他掀开帘子 扶着门框进门道 大都城白家的孩子 年满十岁变上战场历练 唐兄弟们整日吃喝玩了 鱼肉相礼 如今不过是金牢狱为自己所做的措施赎罪 怎么就不行了 各位长辈不反攻自行 反倒在这里商量着如何威胁郑国郡主救人 给你们补偿 白清平心口起伏俱灵 什么时候 他的族人变得如此贪婪 自私 狂妄自大 蠢得让人头皮发麻 痛心疾首 白清平视线扫过满市 因为他吼声 一时浪住的长辈 祖父与各位宗族长辈 难道现在还不清楚宗族错在哪里 瘦阳白氏之所以能在瘦阳横行霸道 全是因为大都白家得势 这次的事情就是一个警醒 郑国郡主向祖父要本该属于大都白家的房契 祖父不给 所以郑国郡主就不让书阳白氏再借大都白家的事 这人郑国郡主给宗族的进港 宗族之人要是再不知天高地厚 郑国郡主就会彻底舍惜宗族 其实再看看我们的宗族会变成什么样子 白清平生死力竭好玩 竟已是泪流满面 他不知 这眼泪是为他自己 还是为这已经腐朽的白氏宗族 他看着这一屋子满心贪欲 毫无风骨的白氏宗族长辈 他不知为何 曾经慈爱的长辈 会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内心丑陋 让人不认直视 这白家 也不再是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白家了 这白氏宗族 离大都白家相差的 已经太远太远 大都白家 继承了曾经白氏先祖的志向和风骨 而他们朔阳白家 从他们的族长开始腐烂 烂到了根里 白清平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镇国郡主一定会舍弃 这如屈虫般寄生在大都白家身上 却还要对着大都白家耀武扬威的白氏宗族 阿平你怎么说话呢 退下 白清平的母亲呵知道 你这孩子说话也未免太夸大其词了 舍弃宗族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还没见过谁舍弃宗族的 哪怕就是位高权重的丞相 你绝不敢舍弃宗族为人 诟病 小孩子家家的 懂什么 吴老爷瞪着白清平 责问白清平的母亲 平时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被宗族舍弃的子字 哪有舍弃宗族的人啊 有人帮腔道 白清平闭了闭眼 竟生出一种众人皆罪的悲凉感 他哑着嗓子说道 位高权重者 不能舍弃宗族 是因为指望着宗族子弟能够科考为官 在朝堂之上多个血脉相亲 可以放心交通后辈的帮手 而家中位卑的子嗣不能舍弃宗族 是因为指望宗族多加照顾 可我们说养白氏宗族呢 朝廷之中宗族无关 这些年完全仰仗大多白家威仪 就更别提能够在朝中帮到大多白家 虽然说大多白家如今都是孤儿寡母 但嫡长女白清延 同四姑娘们白紧致 一个是郡主 一个是县主 即便是离了白氏宗族 他们这样无人敢起 可白家宗族敢说 离了郑国郡主和高义县主 还能在朔阳城过得如之前那般肆无忌惮吗 这些年郑国王宽纵 可咱们宗族不论是长辈还是小辈 全都跟朱庸蒙了心思的 白氏宗族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 觉得是大多白家需要仰仗我们宗族过活 白清平你放肆 吴老爷用力拍了下暗机 你疯魔了不成 怎么和长辈说话呢 先生就是这么教你 礼仪孝道的 白清平连看也不看宗族吴老爷 指望着族长高声道 我曾经嘱咐您亲自说过 当初唐祖父郑国王要带宗族满十五岁的孩子去沙场历练 各家都不愿意 用尽了各种手段就是不让族内的孩子去 后来族里说要孩子们专心科举 郑国王也给族里重建族血 重请学问培然的先生 可放眼诺大一个白氏宗族 却连个共生都没有出过 是白家的子嗣不够聪明吗 白清平摇头 不 不是 是因为白家的子嗣仰仗大 都白家过得太好 所以失去了上进心 失去了志向 这种懒惰贪婪 爱与享受的散漫 是会传染的 白家原本好学上间的子嗣 看到不学无数的堂兄弟 胸无点墨 仗养生活滋润 看到大都城郑国王一家 用鲜血和命在沙场拼杀 自家子嗣死于战场 却让宗族这人霸平吸血 谁又愿意成为第二个郑国王 让全家被宗族如此压诈 白清平喊得脸红脖子粗 这些话憋在他心里 已经很久了 但在平日 这些话他的父亲不让他说 说了就是忤逆尊长 今日 他若再同父亲一般 对这些事看透不说破 那就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宗族自寻死路了 祖父 各位唐祖父 唐审们 你们这就端着架子 去大都城白家要说法 要补偿吗 白清平声音无力 就这么宽纵白氏宗族的子嗣 自以妄为为非作戴 真是个白家都毁了吧 白清平说完 转身 扶住小丝的手 拖着跪了一天一夜 酸软无力的腿 离开 大哥 你看看 你看看这白清平 都被交成什么样子了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秀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二集 吴老爷 转头看着组长 气急败坏的 眼里还有没有长辈啊 还有没有您这个祖父 组长难见的沉默未雨 竟认真思量起孙子的话了 地区 就算是再位高权重者 也从无舍弃宗族的潜力 可子嗣不能弃宗族 这并非是立法 虽然没有过 但不代表白清延 不会这么做 更何况 白清延 可是连西凉 十数万降服 都焚杀的人 可见其杀法果决的 魄力有多大 想到若白清延 舍弃宗族的后果 族长猛地握紧了 手中拐杖 他咬了咬牙 他开口道 老吴 你们一家子 今天立刻搬出祖宅 回你们自己的宅子去 吴老爷一证 大哥 您可是我亲大哥呀 我说立刻搬出去 族长的话你都不听了 族长如炬的目光 望着吴老爷 吴老爷缩了缩脖子 一脸苦笑 可我那个宅子都输了 混账 族长气得心口疼 拐杖敲得直响 之前你求着 将宅子给你输回来的时候 你是怎么让保证的 你不是说再也不赌了吗 吴老爷吞吞吐吐地开口 我这不是想着 反正白威亭一家子 也回不来 祖宅空着也是空着 我们一家子 也是白家子孙 怎么就不能住 族长被气得是一口气 差点上不来 捂着心口道 你 你要是还想救你的孙子出来 就赶紧给我滚出祖宅 这一次我亲自拿着祖宅的房去 去打独城 就算是舍了我这张老脸 我也要求着白星炎 把那些孩子们放出来 那我这一大家子住哪啊 吴老爷问道 族长对这个不长期的弟弟 失望之急 你这些年手里有多少银子 你真当我不知道 四天前你才从王家手上 抢夺了人家带温泉的那处庄子 还有那几百亩凉田 我不管你是搬到庄子上住也好 还是去买宅子也好 总之五月初一之前 给我滚出祖宅 族长一锤定音 吩咐人收拾新装 明日一早 他亲自前往大都 张姐 我们就这么走了 不同萧先生打个招呼吗 白景致问道 已经派人去贵宾客镇 同萧先生说一声 白景致 侧头看了一眼白景致 你对这位萧先生 似乎很有好感 张姐 不喜欢萧先生吗 白景致试探询问 白景致看着幼妹笑了笑 没有答话 她哪里有时间儿女情长晚 白景致刚出朔阳城 就见太守一行人 在城外候着 见白景致一行快马而出 太守忙上前行礼 拦下了白景致的马 见过郡主 白景致坐于马背之上 并未下马 似笑非笑地看着太守 太守倒是对我的行踪 了如之掌啊 不敢 听闻郡主要离开 朔阳回大都城 但最近朔阳地下上并不安全 已经发生了多起 匪徒拦路杀人抢财之事 下官担忧郡主安危 特带来精兵一百 护送郡主回大都 太守笑盈盈道 太守好意心灵了 小小匪徒 不足为惧 白景致一副 并未放在心上的样子 太守抬头看向了 春角寒笑 手握江绳的白景致 请郡主 切勿小瞧这些匪徒 前一阵子就连 最有名的镇天标局 都吃了这群盗匪的亏 还是小心为伤啊 知道了 说完 白景致便快马离开了 这匪徒闹事才刚刚开始 等到白景致回朔阳之后 用不了多久 契廷于便能将匪徒闹事 变成匪患 如今大梁沉冰红雀山 意图不明 张端锐将军 带兵前往春暮山 静廷怕是没有余力 腾出手来收拾匪患 那个时候 就是白景致 为国出力的时候了 白景致一行人 快马而行 行至人烟稀少的山道 白景致让其他人先行 自己带着白景致 和两个死士 前往同契廷于 约定的地点 见面 契廷于胆子不小 将白景致 约在了他们的扎营地点 山路险且足 南行陡峭 天快擦痨 白景致到 白景致与其亭于 立在山上 望着这一片地势 这威岭一片 围着牛角山的地形最好 位于威岭正中央 山顶平潭广袤 四周地势险阻 四面陡峭 下面便是河 可开垦提田于平时耕种 自给自足 等到将来 招的人多了 也不怕粮食 跟不上啊 寄庭于 盐子间 透着十足的干劲 借着还未 暗下来的甜色 白景臥 看着这地形 想到自己 刚刚进来时的 艰难 点了点头 你见的这支队伍 再见不再多 我打算 按照当初 见虎莹莹的初衷 来培养 却又不同于 当初的虎莹莹的军队 齐庭于一证 他原本以为 他只是负责 闹匪患而已 白景臥 转头 暗藏锋芒的毛子 看向齐庭于 南疆由沈良 约按照武术练兵的方式 来训兵 这里 你没有沈良玉 在军中挑选 好苗子的便利 便需通拳打便 按照我的训兵方式 练出一支 战斗力能与虎莹莹 起鼓一较高下的 赤胜起兵 齐庭于不知为何 看着大姑娘 沉静如海的眼神 莫名心跳快了几拍 白景臥与白景致 刚回大都城 便听董事说 四月初十 也就是明日 西凉公主李天妇 要入太子府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三集 李天妇和陆天卓 有私情之事 白景严是心知肚明 不论他是否真的忠于太子 此事都应该告之于太子 以免李天妇 借太子生事 你走那日 太子府送来的请柬 董事坐在临窗的软榻上 端着茶杯 见白景严换了衣裳出来 放下茶杯的 你的恩师官老先生 那日在武德门前替你说话 随后太子也帮你说话了 国子建那些生员羞愧难当 这以后应该是没有人 会再拿你焚杀降服说事了 太子称 当时真况紧急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若不杀那西凉降服 靖国军队必会被反灭 若当时你们出征有二十万之众 甚至是十万 你都不会刑杀十万降服之事 董事笑了笑 太子此次随军出征 没有人比他的话 更加令人信服了 白景严回府之事 这些事就已经听春桃 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遍了 恩师站出来 为白景严说话 是出于情反 太子为何会站出来 替白景严说话 白景严也明白 不过是为了卖他一个好罢了 我回来是已经听春桃说了 白景严也坐在临窗的软榻上 接过春桃递过来的茶杯 问道 吕渊鹏的案子出结果了吗 春桃将黑漆方盘拿在小副前 摇了摇头 轻声慢语地回禀 虽然还没审出结果 但老五座留三金查明 林信安死于智西 与之前的吕公子所伤 并无关系 可能因为这不足以证明 林信安不是吕公子所伤 所以这个案子 大理寺卿还在查 应该不日就会出结果 你和小四这一趟回宗族 没受气吧 董事生怕女儿受了族长的气 阿娘放心 没有 白景严对董事笑了笑 用不了多久 宗族应该会来人 放上祖宅房契 女儿办事 董事一向放心 她点了点头 只要女儿没受气就好 以后 阿娘对宗族的人 也没有必要那么客气 当初祖父 就是对宗族之人太过客气 才会纵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 蹬鼻子上脸 宗族之人 欲赫难填 又惯会得龙望蜀 如今我们只剩孤儿寡母 若是还以为对他们包容 他们还以为 咱们是怕了宗族 只会更肆无忌惮 董事也早就受够了宗族的气了 点了点头 这个道理 阿娘懂 董事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可公公白威廷在世之时 再三强调 一族之和睦 与百年将门之家而言 多么的重要 因为只有家族和睦 将场拼杀的男儿 才能无后顾之忧的权力杀敌 董事自幼承讯于董老太君 更知道世家立世 宗族和睦是多么重要 可朔阳白氏那样的宗族 与玄游负罪之物 有何区别呢 当天下午 吕元鹏的案子告破 林姓安乃是死于他人之手 而林姓安亲生母亲 贪生怕死 受人胁迫 这才诬告吕元鹏 据林姓安的生母所述 林姓安之前不知道从哪 拿回去了五百两银子 说有位高权重之人 让林姓安在梵雀楼 宣扬白青岩杀降服之时 败坏白青岩的名声 谁知 此事被吕元鹏搅和不说 还被打了一顿 林姓安就气不过 讹了吕相府一笔银子 可就在四月初二五时 有人悄无声息地闯入他们家中 用贴家官的方式 闷死林姓安 那人许诺给林姓安的母亲 一大笔银子 叫他谎称不识字 先去找国子健的生员们写状纸 再去官府告吕相一讲 随后 向国子健的生员们 哭诉官官相护 鼓动生员们 陪他敲灯纹鼓 在借机提起 都是因林姓安在梵雀楼 训斥镇国郡主 分杀降服的暴行 吕元鹏这才打死了林姓安 此罪行之起因 为镇国郡主 分杀降服 此暴行天理不容 不配为郡主 若林姓安的母亲不从 就是死路一条 儿子已死 他不想死 便硬了下来 只为了给自己 驳一条生路 大掌公主 与白青岩细细分析 此事之事 白青岩将此次科举主考 文振康之妻 在左相府停留许久之事 告诉了大掌公主 此事 大都已经人尽皆知 大掌公主自然知晓 如今大都城内流言四起 皆说着文振康之妻 与左相李茂的风流失 那文振康之妻 可是个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呢 却沉住气 没有破口大妈造谣者 要么就是他去找 左相李茂的目的 不能够公之于众 要么此事便是真的 白青岩望着坐于琉璃灯下 手中拨弄着佛珠的大掌公主 问道 祖母以为呢 大掌公主拨弄佛珠的手未停 布满褶皱的眼角 有了笑意 哈宝这是跟祖母装糊涂呢 蒋嬷嬷把东西拿过来 大掌公主对立在屏风外的 蒋嬷嬷嬷说了一声 将手中的沉香木的佛珠 搁在了小机上 端起茶杯 抿了一小口 很快 蒋嬷嬷捧着个黑漆匣子进来 笑着递给白青岩 大掌公主这才单手放下茶杯 拿起佛珠 不急不缓道 文振康这位妻室呢 的确是合离在驾之身 可少有人知道 他之前的夫君 便是二皇子府上 谋室的妻弟 白青岩伸手接过黑漆匣子 还未打开 便问道 所以 这文振康之妻手中 握着礼帽的把柄 与二皇子有关 大掌公主从不怀疑 这个孙女的聪慧 她点了点头 想来这文振康之妻 手中攥着的 应该就是这匣子里 少的那封信了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四集 大掌公主视线 落在屏风的白鸟 嘲讽刺绣之上 乱成成的光线之下 那凤凰掺了银线绣 而成的凤木 熠熠生灰 她眯了眯眼 若这文振康之妻 是个聪明人 必会将此信交给李茂 告诉李茂 只求保她丈夫一命 否则就会有人 将剩下的所有信件 交于大理私 白青岩听着祖母 漫条斯理的话语 将匣子打开 里面放着的 竟然是李茂 与二皇子的往来书信 白青岩静静地 坐在灯下 草草看过 同人轻微缩了索 二皇子举兵谋反 竟然还有李茂的手笔 李茂可是护驾的功臣呢 大掌公主声音徐徐 当初二皇子谋逆失败 被困于武德门内 李茂察觉有意 怕此事会牵连自身 就立刻前往魏魏府 以全族性命作报 求魏魏调令禁军 前往旧驾 他趁禁军与二皇子 所待士兵敖战之际 悄无声息地带一队人马 便直逼二皇子府了 当夜 怀有身孕的二皇子妃 喧量自尽了 天亮之后 二皇子府上无一人存活 据李茂所说呢 二皇子府上诸人誓死不详 四战最后 无奈之下 他才乱见齐发平乱 并上交了 从二皇子府上 搜到的机密书信 牵连了近半数朝臣 大掌公主拨动扶住的手一顿 幽远的目光收了回来 后来 李茂扶摇直上 这大都城内 便再无人敢提起二皇子了 白青岩未看完那些戏 便合了黑漆匣子 吹眸 手指轻轻在黑漆匣子上 点了点 若是如此 那么上一世 这李茂才是最大的赢家呀 煽动二皇子谋逆 二皇子失败 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 反而是扶摇直上 后来与梁王联手 他更是将整个朝堂都把握在了掌控之中 暗地煽动梁王造反 这李茂还真是有意思呀 位置左相之尊竟还不满足 他到底是图谋什么呢 既然李茂这么大个把柄 在他们白家的手中 那便让李茂在左相的位置上 再坐一段时间吧 一个被把握着把柄的人 坐在左相之位上 总比换一个不了解的人 坐上这个位置要好 与此同时 吕靖也正跪坐在灯下 在案机上整理科举舞弊案 和林信安之死的案子 吕靖整理着整理着 突然拿出了一张空白纸张来 将林信安在反雀楼 与吕原棚发生冲突的时间和原因 还有林信安死的时间 林信安之母敲灯文鼓的时间和所说 全部列在了一张纸上 又着重将林信安在反雀楼的言辞 和背后之人命林信安母亲敲灯文鼓时 抨击郑国郡主残暴的言辞 圈了出来 想到林信安之母敲灯文鼓 正与菊子薛仁义 因科举舞弊敲灯文鼓是同一天 便将科举舞弊案 敲灯文鼓的时间也列了上去 电光火石之间 吕靖脑中生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提笔又将林信安之死 与科举舞弊案连了起来 林信安案审完结束 看起来是针对镇国郡主的 可是为什么 林信安背后之人 不在吕原鹏刚打完林信安之后 就将事情闹大 做掉林信安呢 天天不早不晚 非要等到薛仁义敲了灯文鼓 与科举舞弊案赶在一起呢 太过巧合了 科举舞弊案发生之前 闹出吕向右孙杀人案 不论是朝堂还是民间 关注力都会在此案上 但若同科举舞弊案一同发生 必然会减少此案的关注度 这不合理啊 唯一的解释 便是背后之人 意图一箭双雕 减少科举舞弊案 关注度的同时呢 败坏镇国郡主名声 甚至最好能够夺了 镇国郡主的郡主之位 放眼整个大都城 有谁会如此痛恨镇国郡主 又如此想遮掩 科举舞弊案呢 吕静瞇了瞇眼 想起四月初六 妻女参加马球赛回来 说闲话说起 此次科举主考文振康之妻 在左相府停留许久之事 吕静突然低笑了一声 在那张纸上写下了 礼貌二字 看来闻振康之妻 见左相李茂是去求救了 可闻振康之妻又凭什么 能求得动李茂救闻振康呢 吕静又在纸上写下了 把柄二字 至于闻振康之妻 手中握着李茂的什么把柄 吕静并不感兴趣 他放下笔 拿着纸细细看完 挪开灯罩 将这张纸烧成了灰烬 转而 分别写了两个案子的 结案奏折 四月初十 西梁和亲公主李天妇 嫁入太子府 为太子侧妃 虽然太子取侧妃 于太子府来说是稀事 但是于太子妃来说 却算不得是稀事 可太子妃作为太子正妃 却还得打起精神来招待女兵 幸而 昨夜太子已经同太子妃再三保证 即便是娶了这位西梁公主为侧妃 也绝对不会心悦嫡国女子 心中最重要的女人 永远都是太子妃 太子妃心里这才好受了一些 白家有孝在身 别人家的红事还是要避开的 董事准备了厚礼 派人送去太子府 直言 白家有孝在身 便不前往赴宴了 临近四十末 白清炎正在屋内看书 佟嬷嬷突然打了联进来 将一封信递给白清炎 大姑娘 方才有人过来 将这封信塞进房门就跑了 房门将信件交给卢瓶之后 卢瓶件信中内容事关重大 马给您送了过来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五集 白清炎合了手中的书 放在一旁的鸡翅目小鸡上 结果信打开 里面就一行字 西梁公主 意图刺杀太子 白清炎 毛子一沉 信到了他手中 不论是真是假 作为忠于太子之人 今日都要去一趟太子府了 若不去 此事为真 将来被有心人握住把柄说事 太子与皇帝一般多疑少兴 反倒又要对他有所怀疑 那前面所做的就白费了 他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 在小机上敲着 若去了 难保不会有什么圈套在挡着他 死来想去 白清炎想到了秦尚志 他将信装好 让童默默去命人备马 与卢平直奔太子府脚门 请秦尚志出来 秦尚志一听是卢平来了 连忙从脚门出来 谁知一出来 竟然还看到了白清炎 郡主 秦尚志对白清炎抱全一礼 秦先生不必须礼 白清炎将信递给了秦尚志 今日郑国郡主府门房 收到了这么一封信 秦尚志忙结果信拆开 看到信纸上这一句话 睁大了眼 这 这不能吧 西凉还要再打吗 秦尚志脑子飞快地转着 西凉战败求和 若是和亲公主变成刺杀太子的刺客 那两国便是不共戴天之仇 势必重新开战 西凉内乱平平 自顾不暇 在被白清炎焚杀十万精锐之后 哪里还有余力和晋国对抗呀 西凉公主李天赋此人 与之前在驿馆死了的陆天拙 关系非比迅长 不瞒秦先生 我那日冷眼看着 倒觉得西凉公主 与陆天拙有私情 白清炎眉头微微平着 就怕这李天赋 是要为陆天拙报仇 许一个太监 秦尚志略感意外 白清炎点了点头 我身上有相 不宜进太子府 还请秦先生多费心 将此事转告太子 让太子多多防备才是 秦尚志点头将信收好 此事不论是真是假 总是有备无患的好 我这就去告知太子准备 辛苦郡主查一查 这封信的由来 凭说已派人去查 辛苦秦先生了 白清炎对秦尚志汗手 见秦尚志匆匆进门 去寻太子 白清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 脚门吱压一声 打开了 太子妃身边的嬷嬷 从脚门内出来 对白清炎行礼 老奴见过郡主 太子妃知道 白清炎对太子而言的重要性 她作为太子妃自然要拉拢 听说白清炎来了 人在后脚门 太子妃便派了身边的嬷嬷来请 太子妃说 知道郡主重孝在身 请郡主去太子妃那里 做作罢了 今日时事有十分要紧之事 白清炎才如此貌美 重孝在身便不进去 事情已经教育秦先生 太子妃还要忙于招待各府女眷 言就不进去打扰太子妃了 还请嬷嬷 替言向太子妃请安告罪 嬷嬷健壮也不好再勉强 笑着对白清炎点头 郡主的话 老奴一定转告太子妃 老嬷嬷一番客套之后 刚送白清炎上马 后脚门再次打开 全鱼从脚门内出来 一看到白清炎 全鱼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奴再参见郡主 郡主 殿下已经看到了信 请您敬付商业 见白清炎有所犹豫 全鱼又道 太子殿下说 郡主不必寻从顾忌 被迫纳妾而已 算不上是办喜事 太子妃身边的老嬷嬷听到这话 低垂着的三角眼一亮 笑意是愈发深了 这就说明 太子的确是没有把这 西凉公主放在眼里 甚至都不觉得 此次娶侧妃是喜事 白清炎这才下马 让卢平在外面等着 随全鱼避开了人 一同前往太子书房 原本 太子在幽华道 见过这位西凉公主 李天妇时 就因为李天妇的刁蛮 对李天妇倒进胃口 此次皇帝让她 娶西凉公主为侧妃 她也认命了 可是这李天妇 竟然和太监有私情 还想刺杀她 此次娶侧妃之事 对太子而言不是喜事 简直是个吓人事 恶心事 白清炎到书房时 太子的三位谋士都在 见白清炎前来 三人起身 对白清炎行礼 白清炎参见太子 郡主不必夺礼 坐 太子身着朝服 手中握着那封信 面色阴沉 包唇紧紧绷着 白清炎对太子 三位谋士拱手之后 这才坐下 方老摸了摸山阳须 嗯 老朽在想 这会不会是 大梁的挑拨手段 毕竟现在大梁 以我大进 可能要起战事了 白清炎 半垂着眸子 开口道 方老所虑也有道理 然此是不论是真是假 太子还需多多防备才是 秦上至点头 今日有人将信 送到我府上门房 送信之人 严已经派人去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有消息 但谢良公主的轿子 就要到了 所以还是给殿下身边 多配几个武艺高强的 护卫才是 白清炎说道 只有千日做贼的 哪有千日防贼的 太子脸色愈发难看 将手中那封信 抖得是哗啦啦作响 前来和亲的公主 是个和太监不干净的公主 还要刺杀国 谢良 当真是欺人太甚 和太监不清不楚 太子尚且能忍 可日后 这个女人要住在太子府 成为她身边的侧妃枕边人 却随时有可能要刺杀她 谁还让不让人 过安生的日子了呀 白清炎望着太子 可仅凭这一封 来历不明的信 无法阻止谢良公主 入太子府的门 尤其是 谢良公主李天 付入太子府为侧妃 可是陛下的意思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六集 以老朽之意 殿下不如还是照常迎娶侧妃 挑几个身手卓绝的护卫 近身护在殿下身侧 以防万一 另一方面 等那个阎王李之杰 随同移入太子府 就让太子府的护卫 将其看住了 若有一动 当即抓住 也好做胁迫之用 方老说道 太子转头看向白青岩 郡主以为呢 这封信 太子殿下可派人送入宫中 信的来又说清楚 老朽以为郡主说的正是 方老一脸的赞同 即便是今日无事发生 他日这西凉公主 若再遇行什么大逆不道之事 在陛下那里就绝不能 以夫妻吵架 大事化想 太子殿下就是休了西凉公主 也可 秦上至对方老翻了一个白眼 白青岩让将这封信送入宫中 给皇帝的原因 是为了让皇上明白 不论今日西凉公主入太子府 是否有事发生 太子都不会去李天妇房中过夜 但此举绝对不是因为 不满皇帝的赐婚 如此呢 将西凉公主迎入府之后 就把她当作一个摆戒 供在那里 命人严加看管就是了 难不成还非要让太子 以身试险 使出个刺杀来 这什么道理啊 秦上至发现 这方老是真的老了 南疆之事 有些话还是有些道理 自从从南疆回太子府以后 那简直是一言难尽了 秦上至本欲开口反驳 可见连白青岩都没有说话 便皱着眉头忍了下来 殿下 侧妃要从侧门入府了 太子殿下要去营营吗 全瑜在门外低声问道 按照道理说 所说只是娶侧妃 不必亲自相迎 可若是侧妃家事后 或者太子愿意给脸面 都会出去亲自在侧门 将人迎一迎的 但此刻 太子心里握着火 哪里还会去相迎啊 太子捏着信的手一挤 将信装入了信封之中 换道 全瑜你进来 太子将信交给了任氏杰 任先生 劳烦您亲自送全瑜去皇宫 一路上交一交全瑜 话应该怎么说 任氏杰双手接过信 忙道 太子殿下放心 我一定会教全瑜公公将此事说明白 如此 言就先告辞了 白清言站起身来 你先等等 太子转头看向白清言 心里憋着一肚子火 今日你不用避开 告诉太子妃 郑国郡主 是我太子府的座上宾 太子就是要让西梁人看看 即便这个侧妃是西梁嫡出公主 他也毫不在意 太子要出气 可白清言要是去了 旁人只会说白清言失礼 竟然中孝之身来参加旁人婚礼 给人寻晦气 殿下 言知道殿下爱咒 可言今日入府已是冒犯 再出现在政厅 怕是要引人非议 白清言对太子一礼 不若言就在太子府后院等着消息 殿下平安无事之后 言再行离开 你是孤亲爱的 郭看看 谁敢非议 太子语气强势 抬脚朝外走去 迎娶侧妃进门 是要给太子妃敬茶的 听说侧妃的轿子到了 太子没有前去相迎 太子妃心情又好了不少 扶着嬷嬷的手 慢悠悠来了政厅 在主位置上坐下 太子随后带着一行护卫 和白清言出现在政厅 倒是让不少人惊讶 就连大都城那些 同萧容眼站在一起的顽固 都吓了一跳 白家姐姐怎么来了 司马平压低了声音 萧容眼亦是颇为意外 与白清言四目相对 萧容眼含笑 绿绿的白清言汗手 被视为上宾 坐在一旁的大燕皇子慕容丽 放下茶杯 站起身来 对白清言露出笑容 殿下 太子妃起身对太子行礼 视线落在白清言身上 知道白清言来是为了什么 笑容亲切 郡主 太子妃 今日镇国郡主 乃是姑亲自请来的座上宾 你要好生招待 不得怠慢 太子含笑开口 此次南疆之战 因为有镇国郡主 我晋国才能大胜 才有西凉嫡出公主和亲之事 果儿 今日镇国郡主必须在此 这是自然 太子妃笑着 上前拉住白清言的手 拍了拍 臣妾也是派了身边 天生嬷嬷 去请郑国郡主 可郑国郡主都不愿来 还是殿下有办法 说着 太子妃转头对嬷嬷说道 去给郑国郡主 端把椅子来 就坐在本宫身边 太子似乎还觉得不解气 说 月声都停了 郑国郡主还在笑容 众人心中惶惶 不成想 太子竟然对这位镇国郡主 如此的重视 方老欲开口说什么 却又皱眉忍了回去 浑浊的视线朝白清言看去 见白清言低眉顺眼 坐在太子妃身边 低声同太子妃说话 并未露出受宠若惊 或是志得一满的表情 紧皱的眉心 这才舒展开来 秦尚志不免替白清言担忧啊 太子此举 分明就是借着白清言 为自己泄愤 外人不知该如何揣测 太子与白清言的关系呢 怕是会令白清言 名誉受损呢 秦尚志隐隐有些后悔 他应该等确定 白清言走了 再将信交给太子的 很快 李天妇一身桃红色洗服 被扶着从侧门入 太子妃拿出了 十足的太子妃气场 挺直了几倍 唇角笑意也真实了许多 李之杰到了太子府门前 没有听到乐声 当时就觉得是气氛有些古怪 等进了门才发现 竟无人说笑寒暄 纷纷盯着他们 西凉公主李天妇看 眼神或怜悯或嘲弄 李之杰强迫自己目不斜视 看向前方 之前抱着乐器的乐师 正迈着小碎布 从正厅侧门鱼冠而出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青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七集 难道这是太子妃 或者是太子殿下 给他们公主 或是西凉的下马威吗 气势灰红的太子府内 琉璃碧瓦之下 悬挂着红色灯笼和绸缎 看着喜庆 可安静无声 却处处都是诡异之感 李天赋 完全不在意 他的婚礼是否胜当 他今日盛装而来 为的是给陆天卓 复仇 隔着朱翠华关前的朱连 李天赋通红的双眸 望着那正厅之中的朱人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踏入太子府大门的 是李天赋自己 将他要刺杀太子的消息 派人送去了白清延那里 若是白清延来了 那么李天赋就趁机杀白清延 若是白清延不来 李天赋就杀了太子 告诉今天所有来恭贺的宾客 他已经派人给白清延送信 说他要刺杀太子 可是白清延却没来 如此 皇帝必然会恼恨白清延 即便是刺杀不成功 他身为西凉的和亲公主 却在婚礼上刺杀了晋国的储君 那么 晋国还会放过西凉吗 西凉只能被迫应战 且背水一战 他要让整个西凉 来为陆天拙复仇 李天赋心里恨吗 他是恨的 同样都是父皇母后的嫡女 张姐是父皇抱在怀里 手把手交着写字启蒙的 他只能跟着张姐学 自然是样样的不如张姐 张姐成为了女帝 而她 却成了和亲公主 她恨父皇不公 恨母后不公 恨长姐让她来和亲 她更恨陆天拙的仇人 白清炎 如今陆天拙已死 大仇却未得报 那么 他李天赋此生之旨 便是完成陆天拙的心愿 杀白清炎 灭白家鸡犬不留 如此 他才能安心去见陆天拙 隔着摇晃的珠帘 李天赋看到了坐在太子妃身侧的白清炎 发红的眼眶里 眼人神色 逐渐深沉疯狂 他目光死死盯着白清炎 手悄无声息地摸上了缠绕在腰间的天丝剑 西凉果宝 剑身薄如蝉翼 可弯如棉绳 却消贴如泥 白清炎 随手将茶杯放入了身侧 势必手中 黑漆方盘之中 视线从李天赋腰间垂落的 翠玉进步上挪开 理了理自己的袖口 侧身对太子妃说道 太子妃要收侧妃的茶 炎坐在这里不合适 太子妃没想到 白清炎竟是如此失礼数 笑得汗手 未显亲密 拍了拍白清炎的手 真是委屈你了 白清炎起身立在一旁 看着李天赋跨入正厅之门 护卫太子的护卫 暗暗朝太子的方向挪了过去 只见李天赋对太子与太子妃 迎迎一拜 见太子妃身侧的婢女 已经准备好了 她要给太子妃敬了茶 还有嬷嬷贴心地在地上放了蒲团 李天赋捶着眸子 朝太子妃的方向走过去 如狼似的眼眸 死死盯着白清炎 就在婢女要扶着她跪下那一刻 突然 韩光自李天赋腰间一闪 猛然抽出了腰间的天丝剑 秦上之一直在关注李天赋动向 眼前韩光一闪便厉声高呼道 呼叫 轻客间 正厅内斗声惊变 护卫刀剑纷纷出现 护于太子驾遣 左于正厅之内的贵客 发出惊恐震惊的尖叫呼喝 有的毫无仪态躲着椅子之后 有的匆忙冲出正厅避险 毫无所知的太子妃睁大了眼 看着李天赋举剑吓得尖叫一声 躲进身旁嬷嬷的怀里 那嬷嬷以为李天赋要杀太子妃 死死将太子妃抱在怀里 以几倍护住太子妃十分忠勇 李之杰面露惊恐 一边朝李天赋的方向冲来 一边高呼道 公主殿下不可呀 眼见跟随李天赋身后的几个婢女 纷纷拔出了藏在袖中的匕首 齐齐朝着她的方向冲来 白青岩漂亮干净的眸色沉着 一边急速向后退 一边解开缠绕在臂弯枝上的铁纱 护卫都在太子一侧 他手无寸铁 可李天赋手中 韩光分明是冲着他来的 杀鸡死险 空中四目相交 白青岩镇定冷漠的目光 让李天赋心中如火的滔天恨意 如被浇了烧热油 他记得 白青岩一见洞穿阿卓咽喉之时 便是那样无惊无澜的眸色 白青岩侧身 避开李天赋批来的软件的同时 李天赋婢女手中的匕首吸来 他悬身闪躲 擦了毒的匕首 几乎是擦着白青岩的腰身而过的 利刃带毒 朝朝都是又急又狠的杀招 他如鱼油废顶 稍有不慎便死 李天赋的软件附又刺了 跟随李天赋从西凉而来的婢女们 也都跟不要命似的 朝着白青岩扑来 一片混乱中 大燕皇子慕容力起身 在护卫相互之下 向后退了几步 握紧了腰间佩刀 谋色沉着 看向冲上前 意图拦住李天赋的西凉岩王 李之杰 眼下 谁还看不出来李天赋 这是冲着镇国郡主白青岩去的呢 看着四面八方朝他涌来 寒气森森的利刃 白青岩顺手抓过了高基上的白玉花瓶 企图抵挡 就在那些荼毒利刃 与他一寸之巨时 肩膀突然一重 整个人被拽入一堵温墙之中 快护镇国郡主 太子睁大了眼高呼道 岳石早已经拔剑 陷入敖战之中 萧容眼拥着白青岩悬身而过 直坠被划破了一条口子 完完整整将白青岩护在身后 谋色深沉 眼见有西凉婢女突破月室 朝这个方向冲来 慕容丽抽出腰间配剑 朝白青岩的方向丢去 高呼道 郑国郡主接见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八集 萧容严一把扣中的婢女手腕 抬脚很踹于那婢女胸前 白青岩三步并坐两步 从萧容严背后冲出 一把接住慕容丽丢来的配件 在萧容严利落钻钻的婢女的手腕 将匕首插入婢女心口的同时 白青岩手中长剑 寒芒凌空而下 斩断了婢女头颅 血雾喷剑 我的天 我怎么不知道 萧容严身手如此了得呀 司马平睁大了眼 满眼的不可置信 被护卫护在正中央的太子 抽出了近身护卫的配件 朝着萧容严的方向 丢过去 萧容严接剑 萧容严接住剑 抬头便对上白青岩深沉的毛 她对萧容严 积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萧容严的身份是负伤 来大都如此久 都不曾暴露过她的身手 就连司马平都意外 若是今日萧容严因她暴露 太子怕是又要怀疑 与萧容严不利 她不想再欠萧容严了 利落用剑挑开小腿之上 重量害人的铁纱袋之后 白青岩穿梭于正厅之中 激战之地 萧容严望着白青岩 抵挡那西凉婢女的沙发身影 紧紧握住手中剑柄 高喊道 约时 护住郡主 白青岩手腕全然还没有恢复到 以前那么的利落灵活 身体也不如以前那般矫健 形如燕缩 硬帝杀人 他全凭天生对杀意的敏感 还有他的速度 与一枪孤勇 白青岩剑锋泛着药木冷森的寒光 行动的速度竟快到令人折舌 剑流残影而过 便是鲜血喷剑 惊形动魄 李之杰以铁骨扇 挡住手握天丝剑 死死盯着白青岩的李天赋 额头青筋抱起 力声喊道 你杀不了白青岩的 你这么做 只会让西凉万千不负 别忘了 你是西凉的公主 李天赋眼中 蹦出疯狂的暗魔 冷笑的 我当然知道我是西凉的公主 他目光挪向白青岩 正在拼杀的身影 声嘶力竭喊道 所以 我要整个西凉 都来给我的阿卓复仇 李天赋对李之杰毫不留情 抽回软件汇出 软件如钩 直扑李之杰的驳稿 若不是李之杰 急速打开了铁骨折扇抵挡 此刻 人头定会随 削铁如泥的软件抽离 而落地的 李之杰睁打了眼 捂住鲜血速速往外冒的紧箔 李天赋疯了吗 竟然对他用杀咒 在李之杰和李天赋纠缠之际 李天赋的婢女们死的死 被拿下的被拿下 李天赋已经孤立无援 将李天赋给孤拿下 太子咬紧了牙关 谋色阴沉之际 不论死活 李之杰闭了闭眼 无力回天 今日 就是李天赋这个疯子死在这里 也只能是死有余辜了 护卫军得令 齐齐朝着李天赋袭去 白青眼 我杀了你 李天赋尖叫着 提着箭 直直朝着白青眼的方向杀去 正午要目的日光 从全部大开的隔膳明窗之外照射几了 白青眼晚见而立 血雾之中 他奇长挺拔的身影 杀意森森 人如刀锋青脸 忧尘冷静的目光沉静而深邃 让人凛然生畏 不敢逼时 只是大都城这些薰贵们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杀戮 更是头一次看到白青眼杀人 那女子虽未穿戴甲皱容装 可一身杀意 竟有雷霆万钧的磅礴气势 司马平一杆顽裤 猴头反滚 紧紧握住同伴的手 不难想象 这白家姐姐在江长之上 该是怎样的鹦鹉之子 顿时心声崇拜与向往 他们秉息等着 看白青眼如何击败李天赋 谁知 将活捉西凉婢女 丢给护卫军的月时 不知道从哪儿窜了住来 将不要命的李天赋 逼得是连连向后退 毫无招架之力 竟生生跌倒在地 护卫军其上 可月时还绝不解气 一剑挑断李天赋右手手筋 踢开天丝剑 剑指李天赋脖颈欠了血 这才罢手 李天赋面色惨白 紧紧捂着自己手腕 眼泪疼到无法忍受 咬牙切齿泪流满面地瞪着 眼眸中只有杀气的月时 他见过那样的眼神 所以他知道 若有异动 这个护卫必然会杀了他 可是他今天没有能杀了白青眼 也没有能杀了太子 就是死了也是白死 没有帮阿卓报仇 他有何颜面去见阿卓呢 李天赋如同脆了毒的毛子 朝白青眼望去 眼中雾气不断模糊视线 他几乎要看不清楚白青眼的身影 可他已经认认真真地将白青眼 刻在他的心里 他的骨髓里 只要他不死 他是要灭白青眼全阻 李之杰竟然折截跪在太子面前 殿下是外臣看管公主不力 才发生了此次之事 请殿下看在索性没有伤到殿下 和郑国郡主的份上 饶平阳公主一命 待外臣决公主回西郎之后 定然会给殿下与晋国一个交代 太子冷笑一声 平阳公主和那个要杀郑国郡主的太监 还真是间谍情深呢 西梁竟然要将这样的公主 送入姑的太子府 简直欺人太甚 李之杰闭了闭眼 任由景伯处的鲜血 速速往外冒 公主是受了那太监蛊惑 求太子殿下 看在两国刚刚签订了盟约的份上 宽恕公主 外臣保证 定会给太子殿下和晋国 一个满意的交代 所谓交代 不外乎赔款割地 太子绷着脸开口 阎王 将你们西梁公主带回驿馆去吧 姑 会派重兵把守驿馆 还望阎王能够理解 在明日你等离开之前 莫要生事 李之杰闭了闭眼 寒汝称事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三百九十九集 原本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以闹剧收尾 李之杰等人 在太子护卫的看护之下 被送出太子府 李天赋 被李之杰命人 捆住了双臂 由他们西凉兵士 护着往外走 在与白青岩擦肩之际 李天赋脚下步子一顿 侧头看向 视线从容朝他看来的 白青岩 冷笑一声 咬牙切齿 字字肺腑 白青岩 我若不死 必然会要了你们 白家所有神的命 来为我阿卓报仇 白青岩静候 白青岩浅浅憾手 那淡漠的态度 让李天赋恨之如故 你给我等着 李天赋恨已如熊熊烈火 他脚踏出太子府正厅之门 太子冷哼一声 哼 若不是因为他是西凉 嫡出公主 此刻他已经是死尸了 萧容衍 捡起地上白青岩平日里 佩戴的铁纱袋 交给自家护卫 从容走至太子身旁 将手中长剑 双手恭敬奉还太子 太子看向萧容衍 眉目间总算是有了笑意 他接过长剑 笑着说道 匕首割裂的锦袍 似乎有些后怕 匕首上脱了毒 间歇封厚 当真是简不容放 眼也是后怕得很 太子爽朗笑了一声 凑近萧容衍 姑不会告诉郑国郡主 你后怕之事 说着 太子拍了拍萧容衍的肩膀 白青岩 义是将手中长剑还给慕容衍 多谢殿下 慕容衍耳根泛红 接过宝剑入鞘 用力按了按剑柄 这可是白家军小白帅 他未来审认用过的剑呀 郑国郡主客气了 慕容衍笑着看向白青岩 说道 能够一睹白家军小白帅风采 实乃幸事 西凉公主李天妇 于婚宴上欲杀郑国郡主之事 如同长了翅膀一般 未出半个时辰 传得满大都都是 今日未曾去太子府的白锦绣 一听此事 坐不住了 立刻让人套车 带着银双回了郑国郡主府 白锦绣到时 白青岩还在沐浴 听白府的下人说 白青岩回来时身上都是血 白锦绣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 直到白青岩沐浴出来 白锦绣拉着白青岩看了又看 确定长姐身上无伤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白锦绣来时 皇帝已经下旨 让西凉阎王明日便带着他们公主返回西凉 务必要给晋国一个交代 刚才回来 祖母母亲和婶婶们 也是这样拉着我看了又看 你还不放心 白青岩让白锦绣坐 二姑娘 喝杯红枣茶 压压惊 春桃给白锦绣上了一杯茶 白锦绣眼眸红意还未消退 结果春桃端来的茶杯 喝了一口 张姐 怎么去了太子府啊 接到消息 说李天父要刺杀太子 便过去和太子说了一声 白青岩全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示意春桃 去把东西拿过来 春桃害手 从白青岩的书架子上拿出一个黑色的木匣子来 搁在鸡翅木的小鸡上便带着伺候的婢女们退下 亲自守在门口 这是什么 白锦绣放下茶杯 将黑匣子打开 箭里面都是信件 拿出看了一眼 这 便是李茂的把柄 白青岩端起茶杯 徐徐往里面吹了口气 下月初我们就要回硕阳了 这东西钻在你的手里 比钻在我的手里更有用 白锦绣粗略看了一眼 同仁邓大 迅速浏览了几封信 这是李茂的亲笔 祖母说是 那必然是 白青岩转头望着白锦绣 文振康知悉手中的把柄 莫约是这里面少了的一封信 且大约已经交到了李茂手中 以此来威胁李茂 救文振康一命 此时我们不用插手 你派人好好盯着左相府 只要李茂出手救文振康 便会露出马脚和破绽 便又是个把柄 长姐的意思是 上李茂就坐左相之位上 白锦绣问道 长姐说的是把柄 并未说借此 便将李茂拉下马 幕下我们朝中没有自己的人 与其让旁人上位 不如让有把柄 攥在我们手中的李茂 坐在这个位置上 白青岩盯着茶杯中 起起伏伏的茶叶 唇角勾勒勾 等有了可合作之人 再将李茂拉下来 疼位置就是了 这个人选 你要小心留意 白青岩 抬手暗中的黑瞎子 笑着对白锦绣道 如今你手里的 可是左相之位 白锦绣点头 我明白了 春桃正在外面 和银双说话呢 银双将自己腰间 荷包解下来 递给春桃 里面装满了松子汤 春桃捡了一颗 放进嘴里 又重新将荷包 给银双寄回了腰间 姐姐吃一颗 其他的你好好留着 以后啊 可别再往怀里揣了 画了可是要弄脏衣服的 银双憨憨一笑 点头对春桃说道 二姑娘好 给银双糖吃 春桃摸了摸银双脑袋 怎么就这么爱吃糖 也不怕坏了牙 不怕啊 银双笑得是一双眼睛弯起来 娘说 想爹娘的时候就吃糖 我跟青竹姐走 娘就给我糖吃了 春桃听到这话 里头莫名的一酸 他还以为银双是贪嘴 所以喜欢吃糖 原来 银双是想亲人了呀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集 春桃记得 银双是被沈清竹姑娘 带进府的 说这孩子吃饭多 地气大 家里养不起 就卖给了沈清竹了 也幸亏银双 是遇到了沈清竹姑娘 否则 现在还不知道 是个什么样子呢 银双回来了 童嬷嬷和秦嬷嬷 一进门 就看到银双了 眉眼间 全都是慈爱的笑意 秦嬷嬷 童嬷嬷 春桃笑着心里 干娘 银双站起身 扯下腰间 春桃刚给她 寄好的荷包 吃糖 童嬷嬷 抬手点了一下 银双的脑袋 银双啊 等一下干娘 拿给你做好吃的 你给你春桃姐姐 在这儿等等 说着 童嬷嬷便在门外 秉丽上 得到白清延 允准进门 她打了帘子 与秦嬷嬷嬷 进门 秦嬷嬷嬷笑着 同白清延 和白锦绣说道 大姑娘 二姑娘 说阳宗族 来人了 又来了 白锦绣周眉 大姑娘 这一次呢 是组长亲自过来的 还带着 咱们组宅的房契 说是来还房契的 另外 吴老爷一家 已搬出组宅了 秦嬷嬷满脸喜气 意料之中的事情 白清延并没有多惊喜 是要换我过去见 是哪 族长说了 要将这房契 亲手交易到郡主手中 秦嬷嬷用帕子 掩着唇 笑了一声 可就咱们大姑娘 这一次回去 把族长吓得不轻呢 白清延笑了笑 放下茶杯 齐身扶了扶衣摆 陀嬷嬷 给我梳头更衣 去见组长 陀嬷嬷给白清延 挽了一个松散些的发迹 挑了身十分肃静 却滑贵的衣裳 更衣梳妆后 朝前厅去了 路上 她听秦嬷嬷说 这一次组里来了不少人 除了组长之外 还有几位 德高望重的长辈 白清延估摸着 族长大约是想要 伙同宗族长辈 来逼迫她 救出宗族那些 在朔阳 为非作歹的白家子嗣 她听秦嬷嬷这意思 大约族长还未曾 在母亲那里说 宗族子弟被抓之时 只是说 要将房契 亲自交于她手中 解除误会 白清延到前厅之时 族长此次果然是学乖了 起身 朝白清延行礼 郡主 白清延端着架子 走至董事身旁坐下 这才笑着说道 各位长辈坐吧 族长忙拿出房契来 此次来 是为了给郡主 来送祖宅的房契 上一次在硕阳 郡主或是有急事 未曾同老朽说完话 就先走了 故而老朽专程送了过来 春桃迈着碎布走至组长面前 行礼后 接过组长手中的房契 规规矩矩地将房契交给了董事 组长面色微烫 大约是没想到 白清延会直接将房契交给董事 有祖老健壮 忙讨好办的插话 吴老爷爷只是暂居祖宅 在我等启程之时 吴老爷已经搬出祖宅 并且已经打扫干净 还请郡主放心 辛苦各位祖老 白清延对祖老们汗手 慢悠悠问道 各位祖老来得匆忙 祖母还不知道 要不要派人去禀祖母一声 不敢惊扰大长公主 只是祖里还有事来求郡主 族长示显同各位祖老 短暂交会之后 悠悠开口道 我等望郡主能和朔阳县令 周大人说一句话 让周大人抬抬手 将郡主族内的堂兄弟们 都从大院里放出来 董事抬了抬眉 他说怎么此次 宗族将身段放得这么低呢 完全没有之前那副 拿捏长辈架子 要与镇国公白威廷平起平坐的架势 原来是有求于人呢 他垂着眸子喝茶 岳母猜到 这应该是女儿回朔阳的手笔了 见白青岩没有吭声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子 有祖老生怕白青岩不答应 急忙开口 咱们族内经半数子私被抓 宗族内人心惶惶 我等这才匆匆赶来大都 求郡主同周县令说句话 只要郡主同周县令说一句话 那周县令定然不敢再扣着我们宗族子弟啊 不等白青岩说话 董事便重重地放下茶杯 事先扫过那些宗族长辈 各位祖老倒是有意思 祖里的子弟被抓了 来了不说这些子弟所犯何罪 张口叫我儿回朔阳以郡主之尊 强压周县令放人 这一句话 周县令便放人了 说得可真是轻声 如此草率猖狂 将大禁律法置于何地 难不成我儿一个区区郡主 还能高于大禁律法 白青岩神色冷清淡漠地 坐于董事一侧 漫条丝里地抿了口茶 没有开口地打算 族长握着拐杖的手紧了紧 心中暗悔将房契交得早了 早知道等白青岩答应了放人 再给他们房契也不晚了 事到如今 族长只能陪着笑脸了 郡主啊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血脉相亲的同宗同族 一笔写不出两个牌子了 日后大都白甲回朔阳 都是女流之辈 定然有用得着宗族各家的地方 是不是 宗族宗族 之所以是宗族 不就是同宗同族守望相助 互相帮着 你帮我一把 我帮你一把嘛 坐在族长下手的祖老连忙大敲 是啊 而且那些孩子都是郡主同一辈的堂兄弟 如今啊 大都白家已无难盯 将来不论大都白家是朝旭入坠也好 还是出嫁也罢 还是从宗族过继子嗣 总是须宗族兄弟帮扶撑腰的不是 再者 将来郡主的堂兄弟们 有了出息 争道功名 自然也会念着郡主的好啊 董事冷笑 态度强硬 各位祖老 还是莫要在这里顾左右 而言他 扯什么一笔写不出两个白 两个字本就不是能一笔写出来的 要想让我儿帮忙 就先说清楚 宗族子弟都犯了何罪 总不能你们上下嘴皮子一碰 就算是宗族子弟杀人越祸 我儿也得替他们担待 白青岩一直不开口 董事又太强势 组长在大都白甲 还从未有过如此待遇 脸色也沉了下来 堂弟威震与齐山刚走 董事你便对宗族翻脸 就不怕堂弟和齐山魂魄不宁吗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余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惊露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零一集 组长不提祖父白薇亭和父亲白旗山还好 一提起 董事心头怒火如同被浇了烧油 火焰猛地窜高 一双神色伶俐的吊尾凤眸 朝族长的方向看去 当日我白家大丧 满门南尔 尽书为国捐驱南疆 宗族却派白旗山来 说什么父亲与旗山 答应了要为宗族做这做那 逼得我们孤儿寡母 散尽家财 凑够了银子 白旗云上香时 连上三次 父亲与旗山都不吃白旗云的香火 那时你们都不怕父亲 与白旗山魂魄不宁 我怕的什么 提起此事 族老们各个脸色难看 视线闪躲 董事内心愤愤不平 嘴上也不饶人 夺泥咽口 削铁针头 刮金佛面细搜球 安唇肃立寻豌豆 露丝腿上披荆肉 蚊子腹内枯枝油 珍珍是写给朔阳白氏宗族的 逼干净的银子不算 还真是为难你们了 又能想到如何将我大都白家物尽其用 白青岩听到母亲怒火中烧之语 垂眸掩住眼底的笑意 族长辈董事一席话 说得面色发烫 咬了咬牙 看向白青岩 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 白氏一族 一荣俱荣 一孙俱孙 堂兄弟们入狱 与郡主的名声也不好啊 所以 镇国郡主纵容宗族 朔阳草剑人命的名声 就好听了 白青岩放下茶杯 声音叙叙 强强民女 打死良民 强夺他人族产 几两银子强买店铺 逼死掌柜 未得旁人祖传庙配方 与官府勾结陷害苦主 哪一剑已不是祖宗子嗣坐下的 由祖老慌了神 媚着良心变白道 这都是那些刁民胡言乱语 绝对没有的事情啊 那么 白青岩为非作歹 当家被我抓住 自保家门称 背后有镇国郡主撑腰 还称 镇国郡主与太子有私 是未来皇后 也是我胡言乱语 白青岩冰凉入骨的视线 朝族长的方向看去 白青岩是族长的孙子 董事一听朔阳白家的子嗣 坐见女儿名声 怒发冲冠 直接砸了手中茶杯 蹭地站起身来 秦嬷嬷 换卢平带胡言军过来 把这群白眼狼给我赶出去 欺凌他们孤儿寡母 想要强占他们家产 董事忍了 可是董事不能忍旁人 欺凌到他女儿头上 拿他女儿的名声 为他们为非作歹张墨 一直以来 他都忍着忍着 不愿意和宗族翻脸 可今日 这脸必须得翻 他要让大都城 甚至是满天下都知道 大都城白家与朔阳宗族 今日起不共戴天 否则 女儿名声完了不说 传到皇帝耳朵里 皇帝怕要以为白家 起了争后卫之心了 自从白家男儿 进入葬身南疆之后 阴谋或是此起彼伏 白家微如玄轮 朝不保夕 早已到了存亡绝蓄的关头 若非女儿 单惊结律苦心经营 现在有没有白家 都是两说 他不指望宗族能够豁服与共 可也绝不能让这群 贪心不足 欲喝难甜的东西 托女儿后腿 污女儿的名声 族长经得站起身来 七山媳妇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想不想回朔阳 你还认不认宗族呀 如此宗族 不认也罢 白青岩声音慢调似理 站起身来 扶了扶身上衣白的褶皱 一副要走的姿态 你站住 族长气得全身发抖 族里不过是需要你说一句话援手 你便做出这副姿态 你既然已经启示不在家 百年之后 难道你也不受族里鲜火了 香火 我祖父与父亲都不敢吃的香火 我又怎么敢 白青岩转过身来 冷清幽静的眸子 深深望着族长 族长还需记住 我不是普通的规格女儿家 我是大都城白家郑国王的后人 秉承祖父一致 国有战 民有难 身先士族 舍身护民 生使百姓睡腹养 死受百姓香火 何须宗族 族老你看我 我看你 望着风骨傲然的白青岩 后头翻滚 镇国郡主 有品级 有俸禄 却白青岩还是能战善战之人 当初灭蜀之战 便在百姓之间呼声齐高 族长 我们是来请郡主帮忙的 怎么能将事情弄得如此难看 有祖老想出来当何事老 梦道 郡主 族长就是这个脾气 其实族长不是这个意思 白氏宗族一向团结 我们想着 也不过是郡主给周先令打个招呼的事情 这旁的薰贵人家 也会这么帮祖礼的 朔阳之时 我以为我已经将话说清楚了 既然诸位祖老今日都在 那我便再说一次 白青岩声音平和续续 我已对朔阳百姓立誓 不论查出朔阳白氏宗族哪一人 曾占大都城白家之威 欺凌百姓 一经核实 我必会请族长将其除族 并补偿被欺凌过的百姓 若族长不允不配为 白家子嗣之恩除名宗族 我大都白家举家自除宗族 从此与朔阳白氏再无瓜葛 白青岩凉薄的视线 扫过面露惊恐之色的族老们 周先令那里 我也已经打过招呼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一律判法 不得姑息 你 你 族长伸出颤抖的手 指着白青岩 族老们都有子孙被关进大狱之中 听到这话怒不可遏 陈国郡主你身为百家子嗣 不帮着宗族 竟然还如此坑害宗族 你看有没有良心 良心 董事 双眸冷诉 你们还是先问问宗族有没有良心吧 大都白家对宗族已经人之意尽 宗族却贪得无厌得寸进尺 自己仗大都白家之威欺凌百姓 乌我儿鸣接 现在想让我儿相帮 竟还口出恶言 我此生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 卑鄙龌龊之人 有这样的宗族 简直是我大都白家之耻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千话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402集 董事话音刚落 卢平就带着气势汹汹的护院军到了 卢平立在门口 绷着脸抱拳 夫人 静住 阿娘莫生气 白青岩挽住董事手臂 望着各位祖老 开口 话我已经放在这里 五月初一 大都白家众人回朔阳 若是族长并未将那些 做作奸犯科违法乱气之人除族 我便会告罪祖宗 禁告天地 大都白家从此同朔阳宗族 再无瓜葛 白青岩目光平静无览 解释 若有百姓想有仇报仇 宗族可千万别再自取其辱 求到我白家面前 说完 白青岩扶着董事往外走 声音压得极低 带着浅浅笑意 阿娘 记着自己不划算 太无耻了 简直欺人太深 董事心口气不剧烈 打出门槛 还不忘骂了一句 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 卢平 把他们赶出去 不必给他们留颜面了 赶给白青岩的名声抹屋 谎称白青岩与太子有私情 来给他们为非作态张目 这何止触及到董事的逆龄啊 在司集这些年宗族的所作所为 董事没有让卢平活批 宗族这些老不休的 已经是涵养太好了 荒唐 荒唐 这董事欺人太深 欺人太深啊 族长拐杖敲的青石地板之响 一张脸气得是杖称红色 卢平 手握腰间佩刀 带着一对护院军踏入正厅 绷着一张脸 开口 给我叫出去 是 护院军整齐高呼 列队机门 几位祖老被吓了一条 睁大脸凑作一团 怒吼道 你们想干什么 在族长同几位祖老的尖叫声中 白家护院果真就将几个族老凌空架起 起步朝郑国公府正门外走去 你们干什么 我可是白氏宗族组长 白星野 你全然不给自己留退路 就不怕有朝一日 求到我们跟前吗 老师 你敢如此对宗族长辈 你就不怕为世界唾弃吗 你这样不给宗族留颜面 大都城和全地下的人 都会知道你们是背叛宗族的小人 你们以后还要不要做人了 白青岩正陪同气到浑身发抖的董事 岩抄手游浪往回走 听到宗族之人的叫骂声 脚下步子一顿 他侧头唤了一声 童嬷嬷 童嬷嬷嬷应声上前 劳烦童嬷嬷告诉刘管事 迅速派人将白氏宗族在朔阳所作所为 在大都城传扬出去 包括朔阳白氏 误我与太子殿下轻语 为他们为非作歹招募之事 再告诉郝管家 想办法让朔阳宗族的祖老 在门湾闹起来 闹得越大越好 就说我白青岩说了 宁愿向祖宗告罪 邪白家女眷除族 也绝不会以郡主之尊 强压朔阳父母官 让朔阳父母官 将为祸百姓的白氏宗族子弟 放出来 天子犯法 尚且与庶民同罪 朔阳白氏宗族之人 平和例外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一律判法 倘若地方父母官姑息 我白青岩也必上奏天厅 势必还百姓公道 彤嬷嬷表情振奋 对白青岩扶身行礼 匆匆离去 春桃听着自家大姑娘的这些话 只却十分提气 攥了攥拳头 眼眶都红了 这样的宗族 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分离出去 董事气得是咬牙切齿 你回来时 怎么不说宗族那些 甜不知耻的东西污你声誉 便是知道阿年会如此生气 所以阿宝才未说 白青岩轻笑着 抚了抚董事的手臂 天欲其亡 毕令其狂 宗族的气运将尽 阿娘放心 此事 阿宝会妥善解决 但若是因为此事 让阿娘气坏了身子 可就得不偿失了 此次宗族 误我与太子有私情 我可以不计较 可太子殿下却不得不计较 若是此事传到皇帝耳朵中 以皇帝多疑的心性 难免怀疑太子收拢我的意图 太子就算是为乙政清白 也得有所表示 切实 没有我这个郑国郡主 站在白氏宗族背后 便没人能护得住 硕扬白氏 董事听女儿这么说 气稍微顺利一些 此时我必须去 同你祖母说一声 也好从你祖母那里 得一个转信 万一真的到最后 闹到向祖宗告罪 携大都白家女眷除族 也得你祖母同意 董事攥了攥女儿的时候 内心已经有主意了 他已不再愿意 同这些贪得无厌的宗族之人 叫呼在一起 白青眼点了点头 白锦绣还在清徽院等着她 与母亲分别之后 白青眼和春桃 便折返清徽院 不承详 路上见七妹白锦瑟 同卢姑娘迎面而来 这几日 奴婢听府里仆妇 媳妇们说 七姑娘经常 同这位卢姑娘在一起 似乎很投缘的样子 春桃压低了声音 对白青眼说道 戴着面纱的卢姑娘先看到白青眼 从容停下脚步行礼 郡主 白锦瑟望着白青眼笑开来 眼神里带着几分喜悦 还有几分紧张 她行礼 双切 卢姑娘不必多礼 这是要去祖母那里 白青眼问道 正是 卢姑娘眉目浅浅寒笑 看了七姑娘白锦瑟一眼 那名女就先去长寿殿了 白锦瑟对卢姑娘行礼 目送卢姑娘离开之后 白青眼看着七妹白锦瑟 几倍挺直的模样 笑着问道 做了什么坏事 看到长姐如此紧张 白锦瑟耳朵泛红 小跑到了白青眼面前 看着春桃 一丝明确 想让春桃避让 春桃十分识趣地 对白锦瑟行礼后 退到一旁 长姐 白锦瑟对白青眼 长衣道地 小七有事相求 和卢姑娘有关 白青眼前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约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403集 这位卢姑娘虽然说有用 可若是起了利用 她妹妹的心思 她是绝对 不会轻易放过的 是 白锦色回答得坦然 她直起身来 一双黑白分明的铜人 望着白青眼 表情郑重 张姐 我想留在大都城 随卢姑娘学习医术 白青眼 抬脚走至白锦色面前 拉住了白锦色小手 带着她一边朝前走 一边柔声询问道 为何想同卢姑娘学习医术 等红大夫云游回来之后 同红大夫一同学习医术 不好吗 白锦色半垂着眉眼 盯着自己因为脉步 而摇曳的月花裙摆 我本来是想同红大夫 一同云游学习的 可是母亲没有同意 所以白锦色就退而求其次 选了会医术的卢姑娘 你想同红大夫一同去 白青眼颇为意外 白锦色摇了摇头 鼓起很大的勇气说道 张姐 我不想做一个无用之人 也不想被人当做一个无知质子看待 这个家张姐支应得很辛苦 小七也想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小七知道张姐怕什么 张姐怕小七年幼 被卢姑娘利用 白青眼深深凝视着幼美 没有吭声 张姐 卢姑娘是祖母的妻子 小七能看得出 白锦色从来未曾在白青眼这位 张姐面前掩饰过自己的早会 这颗棋子 或许将来有一天 与白家有大用 小七正是质子年幼之时 留在这位卢姑娘的身边 正好不被设防 白青眼心头一跳 拉着白锦色往前梁亭方向走 所以你向母亲请求 同红大夫一头云游 是为了拖而求其次 顺理成章地留在大都 与卢姑娘学习医术 可你怎么就有把握 母亲会将年幼的你留在大都 原先想着大都有祖母在 若是祖母云准 母亲肯定会让我留在大都 后来我害怕祖母 不会让我留下的 白锦色手心里是一层细汗 这事儿 白锦色头一次将自己的聪慧 用在谋划某件事情之上 内心紧张在所难免 所以你就来找长姐坦白 白青眼望着经历大难之后 白家质子之中 最先成长起来的幽媚 心中一时间竟是百味杂陈 白锦色点头 白青眼瞅出帕子 擦了擦白锦色手心中的 粘腻的汉子 其实此事 你应该去找祖母坦白 而非先找长姐 白青眼带着白锦色 在凉亭之中坐下 耐心点拨白锦色 射人先射马 擦贼先擦王 但刀指入最快 也最易达到目的 不必绕太多弯子 祖母才是你能否留于大度的关键 所以你应同祖母坦白 你所思所愿 无外乎两种结果 其一 祖母应允 其二 祖母不允 祖母允了最好 若是祖母不允 你再来长姐这里 说服长姐 否则今日你通长姐说了 长姐若是觉你年幼不允 必会先一步 与祖母提起此事 长姐若明确不赞同 祖母那里就算想留你 首要考虑家中和睦 你便没有了退路 你若先行找祖母 祖母不允 长姐便是你的退路 祖母允了 已留你身边侍奉为由 笑到在前 谁能说一个步子 白锦色发亮的眸子 望着白青眼 用力点头 日后 若你心中有期盼 所达成的目的 想清楚你所想要的结果 找到其中关键 谋定之后 再好好想想 成与不成带来的两种后果 说是不成 必要有力挽狂澜之手段 或后章 切记 为稳妥 定要避免节外生枝 横生枝节 以为与你最初所欺 相差太远 白青眼所言有些深 白锦色却听得明白 他站起身 对白青眼 长衣一拜 嗯 锦色 紧急章节教诲 望着幽媚 白青眼 不知幽媚早会 到底是不是好事 他对白锦色 笑了笑 你记住 在临时江山 安稳的前提下 祖母必会拼尽全力 护住白家 所以祖母必须确定 这卢姑娘 能为白家所用 你若与祖母坦白 愿为祖母分忧 祖母必会应允 有长姐这句话 白锦色便有信心多了 白锦色对长姐一拜 朝祖母的长寿院跑去 白青眼相信 祖母用这个卢姑娘 是因为宫中那个秋贵人 是梁王的人 这才兵行险招 因为祖母 比白青眼更清楚 白家如今前路多难 若是有一个脑袋清醒 又早会的白家子 能在卢姑娘身边 替祖母盯着卢姑娘 祖母必然能够放心不少 白青眼一回清徽院 就被白锦绣拽住 问宗族之事 你一会儿回去的时候 从后面脚门处 白青眼笑着的白锦绣道 前面正闹着呢 白锦绣惊得站起身来 你坐下 白青眼拉着白锦绣坐下 是有身孕的人了 怎么已经一扎的 张姐 你就让他们闹啊 闹 是我让郝管家 引着他们闹开来 闹得越大越好 白青眼不瞒白锦绣 如此才能让百姓知道 朔阳白氏宗族 这些年为祸朔阳 我大度白家不知情 也算是 为以后彻底与宗族划分开 起个头 白锦绣沉默了片刻 宗族原本呢 都是血脉至亲 本因族人蒙难 便出手相帮 可这些年来 宗族如同赋予我们白家头顶的马皇 白家蒙难不曾帮扶 反倒趁火打劫 若是能与朔阳宗族划分开 倒也是件好事 白青眼点了点头 此时你不用费心 好好养胎 白锦绣去长寿院 待了一个时辰之后 才从长寿院出来 大长公主果然准了 白锦绣留在大都 统读姑娘学习医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白锦绣踏出长寿院的门槛 紧紧绷着的脊柱 终于是微微放松下了 他紧紧攥着拳头 眼眶湿润 他总算也能为这个家做点什么了 白锦绣听说 宗族祖老在镇国郡主府门口闹事 差点沉不住气 提着鞭子就杀出去 硬是被身边伺候的贴身婢女 林翠给劝到了清徽院 白锦绣进门之时 白锦绣正在和佟嬷嬷商量 明日去探望恩师 关老先生准备的礼品 4月12 关雍宠老先生大寿 白锦绣有笑在身 未必受宴 便打算提前一天去 看到白锦绣气呼呼进来 白锦绣将他给恩师寻到的 孤本竹简放入箱中 吩咐春桃 去给四姑娘上杯菊花茶 轻轻火气 白锦绣行礼后 自己找了绣墩坐下 哼 宗族这人太不要脸了 竟然还敢在郡主府门前呢 白锦绣笑了笑 闹大了 日后告罪祖宗 自除宗族才不会被世人诟病 安心坐着吧 白锦绣眨巴了下眼睛 眉目间露出喜意来 端着菊花茶打莲进来的春桃 心里吼道 大姑娘 四姑娘 银霜回来了 白锦绣才刚带着银霜 走了没多久 怎么银霜又回来了呢 让他进来 白青言道 是 春桃给白锦绣上了茶 迈着碎布出门 对银霜招了招手 银霜进门 规规矩矩行礼 忙将揣在怀中的信拿出来 递给白青言 辛苦银霜了 白青言笑着 接过了蝶的整齐的纸条 一边拆纸条 一边对春桃说道 带银霜去吃点点心 二姑娘在茶楼来 银霜对白青言露出白牙 憨憨笑着 等我回去 二姑娘给我桂花糕吃 好 去吧 路上小心 白青言叮嘱银霜 爱 银霜应声 银霜转身要走时 白青言突然又换住了她 银霜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白青言 只听白青言说道 二姑娘怀有身孕 身边不能离开你 以后送心派旁人来 你要寸步不离守着二姑娘 我知道你青竹姐姐教了你些功夫 我家二姑娘托付给你了 请你一定要护好她和孩子 青竹姐姐说了 让我听大姑娘的话 我一定听话 银霜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白青言笑了笑 以后你听二姑娘的话 嗯 二姑娘对银霜好 银霜也听二姑娘的 去吧 银霜点头 匆匆跑出青桂园 她要去守好二姑娘 大姑娘说了 寸步不离 白景志放下茶杯 伸长了脖子 往白青言手中的信上看 二姐有什么着急事 刚走就让银霜送消息回来 白青言还未看完信 门外就报说 大长公主身边的 蒋嬷嬷和魏忠一同来了 白青言猜 祖母派蒋嬷嬷 魏忠前来要说的 和白锦绣送回来的消息 是相同的 都是 烟窝 大饥荒 让蒋嬷嬷和魏忠进来 白青言将信递给白景志 白景志忙接过西看 蒋嬷嬷嬷 蒋嬷嬷与魏忠进门行礼之后 蒋嬷嬷嬷看了眼还坐在白青言身边看信的白景志 似乎猶豫 此事该不该让白景志知道 默默前来 可是为了烟窝大饥荒之事 白青言神容平淡 此事不出一个时辰 大都城便会人尽皆知 说吧 言下之意 不必瞒着白景志 白景志抬眼 眼睛落在魏忠身上 魏忠随即上前 恭恭敬敬开口 烟窝去岁七月大旱 其县令闽中盛 因岁末 便能容身俊首 不愿中途出什么岔子 便引爆灾情 难将之战争凉 更是将百姓家中掏空 等新任县令上任之后 闽中盛强压县令收拾烂摊子 不许上报灾情 大约 闽中盛原本指望烟窝能缓过来 使之冬季烟窝又逢雪灾 三月暴雨 连下一月 引发水灾 粮田被淹颗粒无收 官府迟迟无粮赈灾 难民四处逃生 涌入平阳 广陵 落洪河湖水 难民所到之处 树皮不存 已引发十数几人命案 四方县令制裁之烟窝饥荒 此时折子已经送入宫中 听说太子爷已入宫 烟窝倒是离大烟不远 白景眼点了点头 知道了 魏忠对白景眼行礼后 规规矩矩退到蒋嬷嬷身后 白景眼看着低眉顺眼的魏忠 知道祖母只是让魏忠来显示她的能耐 好让她收用魏忠 魏公公十分担忧 以后有你留在祖母身边照顾祖母 我们回了朔阳也能放心不少 白景眼说道 蒋嬷嬷唇半动了动 大掌公主话还未通白景眼说 就先被白景眼堵了话头 蒋嬷嬷嬷嬷就能带着魏忠行礼离开了 展姐 白景志有些不明白 侧头看向白景眼 二姐送来的消息 可没有那个魏忠查的详细 既然这人如此得用 展姐为什么不留下用呢 有句老话 叫忠臣不是二主 魏忠是个忠心的 放在我身边得用是得用 就怕关键时刻要撤走 还是不要给自己身边留个便说的好 白景眼端起茶杯 徐徐吹了吹杯中起伏的嫩眼 且小七白景色还要留于祖母身边 有魏忠这么一个人 小七也算是有人可用了 白景眼没有想让白景色 做威胁临时江山之事的打算 他在祖母身边定然是安全的 此时 他最担心的便是烟窝大饥荒之事 上一时他可从未听说过此事 平阳 广陵 洛宏 湖水 四府县令同时来报 可见灾情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了 饿死百姓不知己何 如今要紧之事便是赈灾 可赈灾人选怕是不好定啊 如此大的灾情 极易发生民变 稍有不慎 逐利赈灾之人便是万劫不复 绝对称不上是美差啊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零五集 宫内 皇帝用冰帕子按着脑袋 听着下面的人抱烟雾灾情 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 气得胸口起伏巨烈 从七岁年末到今年 简直无一日安生 无一日安生 皇帝摔了手中的冰帕子 气得站起身来 请为了升官满报灾情 简直可恶至极 是 给阵将民中胜 领迟出色 护部尚书楚中兴 上前行礼后道 陛下 微臣以为 当务之急是阵灾 陛下还需定下阵灾人选 此次疫情闹得太大 怕是需要皇室之人出面阵灾 才能安抚民心啊 太子只是点了点头 却不曾上前揽下阵灾之事 此次阵灾 可不同往年那般算个肥臣 如今烟沃饥荒闹得太大 流明扩散 是阵灾 更是阵明 其中分寸拿捏 须得十分谨慎得到 稍有不慎 便会激起名辩 太子可不敢担这份责任 父皇 儿臣以为 可以让三皇叔试试 太子近前压低了声音对皇帝开口 三皇叔一向清廉又人善 此次鸣逢大难 必会竭力赈灾 不让他人有贪慕苛扣之计 太子殿下说得有理 但微臣愚见 若是此次太子殿下能亲自前往赈灾 并能令百姓振奋 楚中兴说到此处 突然话锋一转 可太子殿下贵为国之储君 此次灾情太大 若稍有不慎 声明辩 怕危及殿下安危 太子心剧烈跳了一跳 盲对皇帝道 儿臣倒是不怕危机自身安危 只是儿臣无赈灾经历 此次灾情重大 儿臣恐有力不待 儿臣以为 当派有赈灾经历之人主力 方能稳妥 诚如楚尚书所言 有皇族前往 必能令百姓振奋 儿臣愿协助主力赈灾事宜之人 一同前往 为父皇分忧 太子这一席话 既对皇帝表达了 愿意为皇帝设身险境的忠心 又表示自己没有赈灾经验 去了只能当一个摆设 如此 即便是最后出了事儿 也怪不到他的头上 当真是聪明极了呀 偏偏皇帝就吃着一套 他在椅子上坐下 接过高的帽地来的兵帕子 按在头上 闭着眼道 嗯 太子乃是国之储君 国之基石 不可以身涉嫌 楚中心思虑片刻 说道 灰尘倒是有几个赈灾人选 只是自圣上登基以来 少有如此大的天灾 怕 难以尽善尽美 近二十年来 最大一次天灾 便是焦州大义 那年 白祈山亲自镇灾 待白家军封住焦州 白素秋请命入城 焦州疫情缓解 百姓康复 可白素秋 却永远留在了焦州 皇帝眼眶陡然发酸 原本暴怒的情绪 转为悲怆 他闭了闭眼 弱大的一个大进朝廷 难道还选不出一人能赈灾了吗 原本赈灾之人 大可等明日早朝在意 可如今灾情紧急 多拖一刻 便多一份生变的可能 太子突然想到了梁王 新王已经废了 如今皇帝已经成年的皇子 除了他便是梁王 父皇 此次赈灾 除了需要主理赈灾之人外 还需要皇族之人压阵 既然儿臣不能前往 愿向父皇举荐一人 还请父皇 千万不要动怒 太子斟酌着缓缓开口 梁王之前 梁王之前 意图栽赃 郑国王之事 伤了父皇的心 可到底 梁王也是受下面的人蒙蔽 如今一只关在府中 反攻自省 父皇的寿臣也上了心 还请父皇给梁王一次 自赎的机会 让梁王 戴罪立功 皇帝侧头看着 跪在地上 为梁王求情的太子 还未来得及细想 户部尚书便已经赞同到 太子所言有理 梁王殿下乃是陛下之子 批三王爷更能振奋民心啊 高德茂上前 给皇帝换了一方兵帕子 皇帝皱眉点了点头 那就定一个梁王 主礼之人哪 谁人何事 主礼赈灾之人 微臣以为 许一文一武 武将带兵威慑 张端锐将军 如今已经带兵前往春暮山 故而南疆之战 由战功的石潘山将军 较为何事 至于文 可在近些年 处理过赈灾事宜 且做得还不错的 臣子中挑选 楚中兴紧紧了紧拳头 垂着眸子沉着的 微臣以为 左相之子李明锐可用 皇帝头痛欲裂 拜了拜手 就这么定了 搞得猫 取下纸 将秋贵人换过来 这段日子 皇帝频频头痛 太医开了一堆的药 也不顶用 只有秋贵人过来 给皇帝推拿按摩 才能舒缓些许 太子微微松了一口气 只要这个差事 不落在他头上 是谁都行 很快 皇帝的旨意便明发下来 皇帝名户部 紧急调出粮苦存粮 由梁王李明锐 与石派山将军 兴夜兼程 率先押送前往 已经被灾民挤满的湖水和广陵 户部尚书 楚中兴 继续征掉粮食 白清言听说此次赈灾之事 由李茂之子李明锐助理 石派山将军携头 梁王身为皇室 勉强算个副主理 户部尚书楚中兴 左向李茂 梁王 果然还是都搅和在一起了呀 比起已经坐上储君之位的太子 若是能扶梁王上位 李茂当是第一功臣 白清言收了红鹰银枪 用帕子擦了擦额头的汗 活动了一下手腕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406集 烟窝灾荒之时爆出 既能转移科举舞弊案的视线 又能借此机会 让梁王重新出现在皇帝面前 更能让左相李茂的儿子 李明锐走到人前来 因此 此次烟窝饥荒 梁王和李明锐 一定会办到尽善尽美 如此 白清炎倒是不担心 会有贪污苛扣之事 导致更多百姓 无辜丧命 他立在朗武之下 想到逃亡到 平阳城的灾民 若是能将这些灾民 引到幽华道 让阿爵几手 便算是一股冰源了 冰源于民 民多则冰多 民强则冰强 白清炎回屋写了封信 封好 让春桃将信交给卢平 命人快马送往南疆 白家军沈良玉将军 春桃伺候白清炎沐浴之后 立在灯下给白清炎搅头发 童嬷嬷带着两个丫鬟 捧着重新缝好的铁纱袋 打连进来 满目心疼 大姑娘这铁纱袋 也夹得太重了些 带习惯了也还好 白清炎翻了一页书 望着眉头紧皱的 童嬷嬷笑道 这是我偷懒的办法 已经轻声很多了 再说即便是不胃旁的 我这身体 到底是一日比一日 好了起来 嬷嬷应该高兴才是 看着白清炎身体 一日好过一日 童嬷嬷是高兴 当年洪大夫说 白清炎伤了夏丹田之地 武功全尸 更与子嗣缘分浅薄 童嬷嬷成日地掉眼泪 武功全尸不要紧 怎的就弄得子嗣艰难呢 如今大姑娘身体 一日强过一日 且也逐渐捡回曾经所学 童嬷嬷总觉得 子嗣方面吧 上天也不会这么 亏待了大姑娘 第二日一大早 童嬷嬷便命人 套好了车 带了一对护卫 随白清炎出城 前往官庸崇老先生的居所 红如官庸崇老先生 与崔石炎老先生呢 常年居城外 安玉山竹林之中 寄情于山水 白景志昨个就闹着 要同白清炎一起去拜见官老先生 今日骑马随行 镇国郡主府一行人 刚刚出城 便巧遇了返城的西凉义和队伍 李之杰的属下 老远看到了骑着马 英姿萨萨的白景志 一家马渡快了一步 行着李之杰马车跑 弯着腰对马车内的李之杰说道 王爷 高义县主骑马出车来了 坐于马车之内 闭着眼的李之杰 睁开了眼 问他 只有高义县主一人 还有两把车 属下觉得像是郑国郡主 李之杰沉默片刻后 开口 让队伍停下 等会有话要与郑国郡主说 是 西凉回程的车队缓缓停下 李之杰被贴身侍从搀扶着 从马车上下来 白景志看到 丽语举着西凉护卫军 骑着队伍旁的李之杰 压低了声音 对马车内的白青眼说道 张姐 那个西凉眼王李之杰 好像在等我们似的 想起太子 娶西凉公主为侧妃之时 那西凉公主跟疯了一样 要杀张姐 白景志就心里窝火 生怕着李之杰 又出什么幼蛾子 无碍 听到马车内 张姐平淡的声音 白景志稳住行神 骑于高马之上 看着李之杰的目光 冷淡又鄙夷 李之杰见白青眼一行的 马车越来越近 韩笑让属下拦住了 白青眼的车队 郡主 我们家主子阎王 想要亲自同郡主 致倩 那佩戴着西凉弯刀的 侍从上前 恭恭敬敬行礼后 开口 春桃抬手 挑开了马车帘子 白青眼视线 朝远处的李之杰看去 致倩就不必了 阎王这回西凉的路上 还是好好想想 和亲公主变成刺客 该怎么补偿大镜 才能免战火 李之杰见白青眼 没有下马车的意思 抬脚朝白青眼 马车旁走来 行李之歉 昨日之事 李之杰当替我西凉公主 向郡主致倩 阎王不必客套 送西凉公主前来和亲 是个苦差事 阎王此行实在是辛苦 伤 可还好 白青眼声音带着浅淡的笑意 李之杰按了按自己肩膀处的伤口 又扶了扶紧帛缠绕的细棉布 是啊 时事辛苦 自从与郑国郡主一行 一合至今 伤伤加伤 险些丢命 看来本王与大进风水 时事不合 若来日有幸能再入进土 定然得等 信国风水大变之后 白青眼眼底显露暗芒 听阎王这意思 是有幸之为我进土改风水了 本王可没有这个心气 不过 晋国之人 便说不好了 皇室风水 乃义国风水 李之杰做了一个翻手 将手进朝下的动作 皇权更迭 往往也只是转瞬之间 郡主觉得李某说得可对 白青眼望着李之杰 含笑的 阎王这话 似是在挑唆我 晋国军臣 反目之意 是挑唆 还是郡主心中所想 郡主明白 李之杰浅浅含笑 否则 何以为将白家子 还存活一人之事 告知大进皇帝 你又言之 这不是我与 晋国未来之君 太子殿下 商议的结果 白青眼一双眼瞳 沉稳笃定 深深凝望李之杰 让我来猜猜 阎王是意图以此来 要挟我为新娘说话 只是可惜的很 你手中握着她 根本就不算是把柄啊 白青眼话音慢条斯理 有种让人深信不疑的力量 又或许是因为白青眼的表情 太过镇定冷静 让李之杰抓不到一丝破绽 李之杰竟动摇了刚刚的怀疑了 阎王与其在这里操心别国之事 不如速回西梁 好生服作你们西梁女帝 毕竟将此一事 西梁定不负往日辉煌 而西梁辅国大将军云破形 与我还有三年之约 白青眼春挑凉薄 她若不来 我可就去了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407集 白青眼与云破形的三年之约 李之杰知道 那便但愿三年之后 晋国皇帝能让郡主领兵 舍得损兵折将 以我西凉赛战 只为你报你白家私仇 不耽误郡主行程 告辞了 李之杰前前对白青眼汗手 转身 面色便沉了下来 春桃放下马车帘子 心中赋飞 这西凉燕王 怎能如此喜欢挑事啊 便听一旁马车内 传来李天赋的声音 白青眼 此次我不死回西凉 他日必会让你血债血偿 白锦致其余马背之上 正好与西凉护卫 在两辆马车之间 听得一清二楚 他忍不住对李天赋的马车 翻了个白眼 听长姐毫不在意说走 一家马渡率先离去了 安玉山 关庸崇老先生临间小住之外 白青眼静静候着 小童进去向关庸崇老先生 禀报之后 忙出来请白青眼 我家老先生请进入进去 多谢 白青眼对小童汗手 请带了白锦致一人进门 穿过竹林幽静 朝搭建在水面的小住内走去 关庸崇老先生与崔石眼老先生 并肩而坐 一白衣小童跪坐一旁 用蒲扇扇着炉火煮茶 白锦致虽然不是头一次 见两位红儒了 约因心中敬畏的缘故 行动显得略微狙击 见白青眼跪拜行礼 白锦致也忙跟着一起三拜行礼 关庸崇老先生看着白青眼 含笑点头 好孩子 快起来吧 白青眼起身 又是长意道地 言 邪四妹 前来探望恩氏 坐 关庸崇老先生 看着自己的唯一的女弟子 心头满是欢喜 白青眼称是 与白锦致跪坐与关庸崇老先生 与崔石眼老先生对面 明日便是恩师寿臣 言有效在身 明日不便敷衍 今日提前来探望恩师 愿恩师如魏武 百岁上康强 关庸崇老先生慈祥的眉目 含笑点头 望着跪坐于对面 一身白衣 目光坚韧沉着的女子 似乎在他身上 隐隐看到老友的风骨 心中感怀 眼眶竟是湿了 那日 你祖父携你来我这 竹林小住 请我教授学问于你 我便知 你祖父对你期望甚深呢 关庸崇老先生 语调悠长缓慢 似音音盯住 你祖父因护大静百姓而去 白氏的红志 等由你继承 以你之能 狂服明君圣主 强国踏土 一同而就天下离书 白氏岩纯般聂诺 朝恩师方向一拜 学生有疑问不解 还请恩师教我 今日我与翠兄都在 你尽可说来听听 关庸崇老先生开口 那日 学生梦见祖父 祖父问学生 神活一世为何 学生不解 神活一世为何 困惑良久 顾请恩师解惑 关庸崇老先生 头一次在自己的 最为得意弟子眼底 看到云雾之色 人活一世为何 关庸崇老先生 看向崔石炎 只见崔石炎 如炬的目光 深深凝望 略显迷茫的白氏岩 人之存 始于欲 保暖之欲 为肉身存续 淫欲 为繁衍厚思 而后 为权 为士 为才 或为美色 此乃凡俗人之一世所求 崔石炎老先生 语句康强 而世家之子嗣 活一世 当超脱繁俗之一 活 则为 风骨德行之传承 为实志不忘的家族经济 为尊严 为信仰 为志向 为承诺 为生死不能辜负的亲族 这些于士族大家来说 都是比命更珍贵的东西 能屹立百年而不倒的士族大家 皆是代代同心 能为这些 慷慨赴死的 崔石炎老先生 出身世家 比观庸崇老先生 更能理解 士族大家的 所谓延续成喜 白青炎戈在膝盖之上的手 微微收紧 崔某 掩住了 诗红的眼光 为承诺 所以 即便是梦里 祖父因承诺 也要他护大进江山 皇帝不义 可祖父重诺 不能不重 为死生不能辜负的亲族 所以祖父才不曾心狠下 放弃朔阳白氏宗族 他闭了闭眼 强压住心头翻涌的酸辣气息 可他不是祖父 他从未给过皇室承诺 他的亲卷只有大都白讲 崔老先生这话 是在点他 想必崔老先生 已经知道 朔阳白氏宗族 闹到大都之事了 崔老先生是宏儒 对崔老先生来说 有教无类 他认为 他不应该舍弃 朔阳宗族的亲卷 而该教诲 点拨 使其走入正途 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耗费在狼心狗肺之人的身上 他身处尘世 胸襟远无 崔老先生这般广阔 白氏妍郑重向两位红薯一拜 先生所言 令白氏妍毛色断开 好了好了 起来吧 崔氏妍老先生一向严肃 关雍虫心疼弟子 不愿再提这沉重的话题了 转而问道 回树阳的日子定下了 小童上茶 白氏妍汉手谢过以后 恭敬回答 下月初一 若来日还能回大都 定来探望恩氏 回答 崔氏妍老先生表情郑重 白氏妍向崔老先生汉手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欲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从关老先生的竹林小柱出来 白锦芝看了眼 将他们送到门外 便折返回去的小童 心情反倒沉重了许多 他一边随白青眼 往台尖下走 一边问道 张姐 崔老先生特于说了青族 是因为知道了 烁阳宗族之事吗 白青眼点了点头 走吧 崔老先生都不知道 宗族那起子小人做个什么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白锦芝小声嘀咕 哪里能和关老先生比 白青眼回头看着 嘴巴翘得老高的白锦芝 低声道 崔老先生是红儒 胸襟与我们这些凡俗之人不同 崔老先生自有崔老先生的 风骨同信仰 抱怨以德 善为人师 有教无泪 这便是红儒气度 白锦芝自知诗言 尴尬扯了扯唇角 抱全对白青眼说道 小四诗言了 白青眼抬手摸了摸白锦芝脑袋 凡称大儒者 定然学识 冤不好瀚 然能称得上当是红儒的 除了德高望重 学识广阔之外 更须有厚德育人的品格 崔老先生能成为今天下学子敬仰的文坛太导 便定有成就他今日声望的阴影 在白青眼的心里 崔老先生与祖父是同一类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养无愧于天 俯不作于人 他们那一辈人的风范与气度 他自认做不到 却从心底敬佩贪腐 且今日 崔老先生一席话 解了白青眼心中所获了 小四知道了 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白锦芝话音刚落 白青眼只觉 后面有炙色破空之声急速出来 他头皮一紧 一把扯过白锦芝 将他头颅暗响 弯腰闪躲 一块被纸包裹着的石头 从白锦芝后背擦过 砸落在了石阶上 朝台阶下滚去 白锦芝抽出了后腰长边 迅速将白青眼护在身后 跟随白青眼 白锦芝而来的护卫健壮 纷纷抽刀 一对护在了台阶之下 一对急速朝的高阶之上冲来 白青眼看向远处林中 一道黑影急速窜入了林中 消失不见了 视线落在滚落台阶下 被纸包裹着的石头 白锦芝见状 视线落在那纸包的石头上 快步下了几层台阶 捡起石头 将纸拆开 同人一颤 他拿着皱皱巴巴的纸 三步并坐两步 飞快跨到了白青眼面前 将纸展开 递给白青眼 张姐 姐 安玉山北风 安玉清安请见 是 白青觉得自己 白青眼心跳快了几拍 迅速将纸揉成一团 紧紧攥在掌心里 白锦芝心情澎湃 眼眶都红了 张姐 是 白青眼紧紧攥住 白锦芝的手 用力握了我 示意白锦芝镇定 淡淡地说了句 走吧 白锦芝咬着牙不吭声 竭力绷着脸 怕泄露情绪 春桃扶着白青眼 上马车之时 白锦芝才听长姐说道 既然来了安玉山 便去安玉清眼 看看三妹好些了没有 听说安玉丝的海棠花都开了 甚为好看 也给祖母带回去一两只 白锦芝一跃翻身上马 用力握紧将手 道 去安玉清安 马车内 白青眼将纸张重新展开 放在暗机上 用手抹平每一寸褶皱 猴头港叶 他本应该立刻烧了这张传心纸 可阿绝如今没有办法去见四婶 这是阿绝还活着的证据 他想至少让四婶看一眼 他重新将纸张叠好 贴身放在心口 闭上眼 眼睫已经湿润了 安玉清安门前 白青眼下了马车 吩咐春桃和护卫就在外面候着 他和白锦芝进去看白锦头 安玉清安在安玉山北风 清安中男子往来太过显眼 但如今 安玉山北风海棠花开 偶有踏青而来的文人雅士 倒是不稀奇 白青眼与白锦芝 去祖母清修的院中转了转 从安玉清安后门出 跟随暗器 朝北风上偏脚 以梁亭走去 白锦芝仰头便看到了 梁亭中 那一身青灰色直坠 副手立于梁亭内的挺拔身影 他想叫 可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 发不出声音来 眼泪速速往下掉 白青眼脚下步子一顿 眼眶发红 酸色质感冲上眼眶和鼻头 眼中雾气一阵阵模糊视线 如今看到活生生的白青爵 就近在树掌 他才深切感觉到白青爵活着 不同于秋山关救下的白青云那般 血肉模糊 白青爵修长的身形挺拔立在高处 仿佛从未经历过生死和催折 还是那个才学要目大都的白家七郎 就好像之前的种种 皆是白青眼的一场噩梦 他咬紧牙关 汗筋筋的手紧紧攥着裙摆 朝梁亭的方向抬脚 张姐小心 白青之一把扶住 险些半倒的白青眼 白青爵闻声猛地转身 几步走着梁亭入口 一眼便看到了高阶之下的 长姐白青眼 她眼眶发热 急步而下 再距白青眼两步之地 撩开直坠下摆 郑重跪地一拜 泪已是忍不住了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面对长姐 她再也忍不住 白青爵抬起头来 一脸的风尘仆仆 却丝毫不损她英俊容貌 白青爵猴头上下翻滚着 哽咽唤了一声 长姐 这一声长姐 白青眼曾以为 再也听不到了 明明该是欢喜的 可她心口闷痛 如顿刀割肉一般难受 她望着五官挺立 面部轮廓与四书 极为相似的白青爵 曾经潇洒自已的白家少年 如今 已然成长为坚毅刚强的儿郎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蒙大难 惊起不灭 历生死 风骨犹存 这 便是他们白家的好男儿 白青爵松开了白锦之的手 上前欲扶起白青爵 白青爵攥住白青爵 手心遍布老茧的手 如弯心一般难受 他为其 只是紧紧攥着白青爵的手 仰头望着白青爵那双发红的双眼 有龙骑兵严 白家骑朗 白青爵 平安还度 白青爵顿时泪如泉涌 祖父出征平安归来 第一件事便是带着白家家眷 向祖宗敬相 让每一个白家子嗣告知祖宗 他们平安还度 如今只剩白青爵一人回来 虽不是在白家沐浴静香 可与白青爵来说 有亲眷的地方便是白家 有亲人听到 有亲人听到 祖宗们也会听到 张姐 我来不及回去护五个 我没有 护住五个 白青爵死死咬着牙 此事如同大石头一般压在他心上 让他时时无法喘息 战场之上 最应该被护主的不是他 而是白家真正的传承 镇国公府世子 大伯白七山的嫡子 白青鱼 听到白青爵提起阿鱼 白青爵心如刀脚 痛得骨缝发麻 他用力攥住白青爵的手 弯腰搂住白青爵 轻轻抚着他的脊 压着嗓音道 你和阿鱼能活着 张姐 张姐已经很欣慰了 总算我白家能 没有尽数折损难讲 活着就好 七哥 白锦致跪在白青爵身旁 哭喊着白青爵 用力抱住兄长 哭得喘不上气了 小四 白青爵一手抱住白锦致 闭上眼 也无法忍住眼泪 白青爵跪地未起 因为亲人的怀抱 再也克制不住心中悲痛 他紧紧咬着牙 不愿意哭出声 却还是弄失了张姐的衣衫 姐弟三人 哭成一团 两久之后 才坐于凉亭之中 听白青爵说起南疆之事 白青爵与白青云受命 带骑兵绕川岭 直奔西凉云京 杀西凉一个措手不及 可行至金河 两人察觉有意 与折返回护白青云 却遭遇埋伏 白青爵做其护主而亡 自己也身受重伤 他让白青云舍他逃命 可是白青云却说 祖父有命 不论何时 树护敌 他们既然赶不回去 护住五个白青云 那白青云便舍命护七格 这位敌子 战狂危急 白青云只能匆忙给白青爵 换上普通士兵的甲兆 将他推入金河 给他博一线圣迹 后来 白青爵被奴隶贩子所救 奴隶贩子 见白青爵身上 有值钱的物件 全都拿了去 倒也不算是黑心 好歹给白青爵 请了大夫给医治 总算是救了白青爵一命 这期间 白青爵几次想走 想回南疆战场去 可他身体弱到 战斗站不起来 更别提跑了 迟到白青爵在蒙城市集上 出手救那姑娘 反被萧容衍揪下 萧先生 是 大卫富商萧先生吗 白青爵双眼放亮 白青爵看得出 白青爵似乎对萧容衍的身份不知 便也没有挑破 点了点头 斩姐 萧先生真的是我们白家的大恩人了 三番两次的帮我们 白青爵是他从心底里敬佩喜欢萧容衍 甚至在心底已经认定了这个姐夫了 白青爵没有吭声 想到烟窝大饥荒之时 对白青爵说道 烟窝饥荒 我已经写信给沈叔 让他派可靠之人趁紫紫梁王赈灾之时 尹部分还未涌入平阳城的流民去幽华道 让你接手安顿 梁氏 沈叔和魏将军会想办法提前给你送过去 长姐 我已着手在做了 白青爵道 冰原云敏 指父说过的 我都记得 白家世世代代的志向 深刻在每一个白家子嗣的骨穴之中 所以长姐要做什么 又再布局什么 未来又图什么 她都知道 哪怕他们姐弟不相见 她也知道如何做 于铜谷山 中山城和白龙城之地练兵 首要便是兵源 不过 大烟似乎早已开始 请留名入烟了 白青爵缓缓缓说与白青烟庭 烟窝离平阳成静 离大烟也近 此次 大烟可是下了大功夫 派人在留名之中宣扬 大烟欲以名入烟 凡入烟者 皆享大烟新政 得良田房屋 免三年赴税 大烟机后的新政 激励农根 以人头划分根田面积 使得百姓人人有田耕种 且能献耕种良策 使百姓增收者得绝 使得大烟家家存有余粮 列国贵族倒是知者甚多 可百姓知之甚少 且就算知道 只要日子还过得去 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 然如今 烟窝饥荒 灾民存亡之际 大烟愿意伸出援手 给百姓活命之际 灾民自然是涌入大烟 随后 等百姓体会到 机后新政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也自然就舍不得离开大烟 成大烟之谜 其实 天下百姓要的都很简单 四个字 吃饱 穿暖 白青眼明了明唇 看来大烟和萧蓉眼得到烟窝饥荒的消息 要比大靖朝廷和他早得多呀 他甚至猜测 上一世灾情始终未曾报道帝都 是否因为科举舞弊案未曾报处 且灾民大多被引入大烟 未曾发生暴乱呢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一十集 而此次 科举舞弊案实在是太需要有什么 更重大之事来转移百姓视线 以此来给文振康一个活命之机 李茂这才允许烟窝饥荒浮出了水面 我沿途在边疆林心不为人知的村落 找到了白家军不少弟兄 命他们将部分流民 带回选好的藏兵之地 由沈叔和魏将军他们帮忙 正在建屋 开田 这对白清炎而言 实在是一个喜讯 白清爵没有同白清炎说 他之所以不放弃 还在搜寻 是为了找回被打散的白家军兄弟 也是为了找一找白家可能留存之人 白家是妻子 他不相信 除了他和白清云之外 再无生还者了 以白家军的忠友 必会舍命护住白家的少年将军的 白清爵此次回来 不过是为了给白家报个平安 他不能贸然回大都白家 便日夜兼程 专程赶在了官庸冲老先生大寿前一日 来着安玉山等候白清炎 他知道长姐有孝灾神 明日必不会出席官庸冲老先生寿宴的 但长姐定然要在前一天 来为老先生来贺寿 短暂的相聚之后 白清爵便要赶回南疆 为将来做准备 尽管白清炎和白锦之都不舍 还是送走了白清爵 回城时 正午交扬正列 白清炎挑开马车帘子 望着窗外碧水绿湖的眉景 心境缓缓平和下来 萧容眼动作和消息的确快 这大概就是商铺变天下的好处吧 这列国萧市商铺 全都是大燕的消息来源呀 大燕有萧容眼这样 目光长远的辅国之臣 有慕容玉那样的君主 难怪最后大燕会成为 凌驾于列国之上的强国 三国联合 亦不能撼动其分号 反而给了大燕发兵灭国的口识 白清炎放下帘子 闭目沉思 天下格局将变 来日逐鹿 不知谁人能问鼎中原 白清炎一行人刚回府 就看到郑宇离开的月时 月时见白清炎下了马车 连忙对正要上马车的 萧容颜喊道 柱子 白大姑娘回来了 萧容颜回头 见白清炎扶着春桃的手 正下马车呢 意识转身走下来 对白清炎一礼 郡主 宪主 萧先生 白景志倒是很高兴 见到萧容颜 萧先生 白清炎得体浅淡询问 萧先生从府中刚出来 正是 萧容颜朝着白清炎走近几步 昨日郡主将铁砂袋 丢在了太子府 今日眼特地给郡主送来 不承想 郡主去了安御山 有劳孝先生 白清炎对萧容颜浅浅憾声 言此来 还有一事请郡主帮忙 萧容颜深沉的眉目 望着白清炎 此次眼派人从朔阳采购 意图运往大量的白茶 中途被人接了 如今朝廷忙着烟窝饥荒 和大量陈兵红雀山之事 太子称 怕是无暇顾及山匪之事 可眼灾大量的生意 略有些着急 不能出差错 且此次眼所需白茶树木荡 朔阳是郡主祖籍 不知可有相熟的 世代经营茶山之家 被劫了 白清炎眉头抬了抬 想到了寄庭鱼 难不成是寄庭鱼 带人接的吗 可萧容颜手下高手如临 她的人护着的货品 数目还不小 又是怎么被寄庭鱼 所带这人接走的呢 白清炎抬眸看向 眼底笑容 别有深意的萧容颜 立时明白了 萧容颜话里的意思了 她反问道 白家祖籍虽在设养 却从未居于设养 萧先生如此聪慧善茶之人 竟会不知 眼竟然来找郡主 自是消息 此时只有郡主能助眼一二 萧容颜就差没有将话挑明 她知道结他货的匪徒 是白清炎的人 与其说 萧容颜是请她介绍 坐拥茶山之家 倒不如说 萧容颜是给她提醒 让她将货物还给她 白清炎并不怕萧容颜 知道所谓匪徒是她的人 毕竟萧容颜最大的把柄 她的真实身份 她也知道 白清炎让自己人装匪徒 并未威胁到萧容颜的利益和大焰 萧容颜更不会在大焰 还为雄冠列国前 与她为敌 大焰如今要做的 是在这乱世暗中图墙 为来日王图霸业做准备 既然萧容颜已知 她也就不同萧容颜卖关子了 萧先生果真是 长目飞儿 他也不算是长目飞儿 上一次萧某去朔阳 是为去查看查看 朔阳商行盘铺子 也是为了查 查业被截止时 严已是费了很大一份功夫 京晨才有消息送回来 白锦志听着白清炎和萧容颜的话 醒头一跳 明白着萧先生 大约是查出匪徒 是他们白家人了 所以才来找张姐的 但是萧先生不愿意挑破 大约会烧口入瓶吧 白锦志着实是没想到 这萧容颜竟是如此厉害 这样的人物 能入赘白甲 给张姐帮忙 那简直再好不过了 萧容颜手下能人中多 从贝杰到今日清晨才查出 他着实佩服白清炎 手下这个季庭瑜啊 若非他的人 在白府门前见过季庭瑜 对这个舍命为白家送回主检的 忠义之事心怀赶赔 当真是没法将这些匪徒 与郑国郡主联系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知道是郑国郡主的人 萧容颜的手下才没有痛下杀手 而是回来让萧容颜拿主意 太子早前便知道 萧容颜货物未接 原话是说 虽然无法抽出兵力剿匪 但是太子可命当地父母官 帮萧容颜找回货物 京晨得知 结了他货物的是白清炎的人 萧容颜来郑国郡主府前 专程去立趟太子府 说此事不麻烦太子 他欲求郑国郡主帮忙 介绍朔阳世代经营茶山之家 以图同郡主拉近关系 求太子千万别让当地父母官 插手此事 太子一听 便笑萧容颜 为博德和美人相处的机会 竟是连货物都不要了 便也收回了 让当地父母官替萧容颜 找回货物之领 萧先生谦虚了 愿我饥荒之时 萧先生比静庭知道的早太多 这还不算长目飞耳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还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秀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白青眼唇角带着 极为浅淡的笑意 萧容眼袖中手指 微微磨缩 劫长的眼睫 迎着药木艳阳 微微眯着 看来郡主的消息 意识灵通非常 展姐 怎么别站在府外说话了 进去请萧先生喝杯茶 白锦致双眼发亮 对萧容眼一拜 不知萧先生 可有其他安排 萧容眼没有回答 含笑的墨黑毛子 看向白青眼 似乎想看白青眼的意思 再做回答 白锦致香腰的话 已经出口 且白青眼也有关于 烟雾饥荒之事 询问萧容眼 萧先生请 白青眼对萧容眼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萧容眼汗手 那眼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进门后 白青眼让人上茶 后问萧容眼 萧先生何时需要这批白茶 萧容眼道 最晚 奔鱼二时 白青眼吹眸想了想 望着萧容眼 浅淡含笑的模样 开口道 萧先生安心等消息 必不会影响到萧先生生意 既郡主急言 萧容眼对白青眼浅浅一败 此次郡主相帮 不知眼 有何能报偿郡主的 萧先生不妨坦然告知 是何时得知烟窝 饥荒之事的 白青眼问道 年初 萧容眼肇事回答 白青眼看了眼白紧致 又问萧容眼 萧先生可知大烟 是何时着手准备 将烟窝流明 引入大烟的 萧容眼慢条斯理 从头与白青眼强起 烟窝还是大英国图事 其后曾命水利明氏大家 司马胜 主持修建一条广河区 虽说是为了缓解 牛良河以北的平阳城水患 可烟窝九汉之地 也因此得利 赖此局灌溉 称良田窝土之地 白青眼点了点头 此局因修善时 财力人力都不够 司马先生担忧水患无名 修渠经过精巧构思 只有在牛良河风水期 广河渠才有水且充沛 但此法 广河渠之多只能维持二十年 若要是此局立在千秋 必要在二十年后重新修整 扩建延长至长河 而后 烟窝归入大晋国土 却再无人提起修渠之事 广河区修成至今 已有二十年 去岁七月 广河区干旱 烟窝俊守 以为今年必能得以缓解 可大烟早知 这只是一个开始 只是大烟也未曾想到 后来烟窝与大烟一样 东风雪灾 牛良河迅期 广河区营满 又于三月暴雨 加上广河区未接通长河 自是要酿成水患 正巧 此时封大烟已经收复南烟 有足够的粮食 粮甜来接纳流明 难免就要动这个心思 萧容眼笑着道 白青眼恍然 关于司马老先生的话 燕已经告知太子殿下 就是不知道 晋国如今 有没有这个精力 腾出手脚 来重修广河区 毕竟大梁与晋国 可能要起战事了 萧容眼道 白青眼端着茶杯的手 紧了紧 萧容眼此人 绝不会无地方事 他若说可能要起战事 怕是真的要起战事了 他抬眸看向萧容眼 猜测 这里面有没有萧容眼的手笔呢 毕竟大烟主力开拔前往戎敌 若是晋国通大梁再打起来 大烟便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白青眼想到与大烟相邻的大魏国 大魏国君可是个有便宜不战就心疼难耐之人呢 西梁如今自顾不暇 若让魏国知道 大烟主力尽在戎敌 晋国大梁又纠缠在一起 会不会生了夺取大烟之地的心思呢 他抬头看向萧容眼 萧先生许久未回母国 不知道若是大梁与晋国真的打起来 大魏又有何动作 大魏国徒与西梁大烟相接 大魏君主更不是个安于现状之主 萧容眼点了点头 正是 我大魏君主虽未有一统天下之心 却又雄霸列国之意 或许会有所动作 所以萧容眼早已经派人回大魏打点 一有消息 便会向他抱来 不日 在白青年回朔阳之后 萧容眼也要离开大东 萧容眼想起那日白青年所言 他在晋国举步维艰 大烟在列国之间步履蹒跚 他们皆是如履波冰之人 情爱 的确是不适合此时的他们 却并非不适合未来的他们 大姑娘 四姑娘 郝管家进门行礼之后 看向萧容眼汉手之意 大掌公主身边的蒋嬷嬷 将族长同各位族佬 请去了长寿院 因为萧容眼在 郝管家话说得含蓄 其实今天早上 朔阳宗族的族长 就带着祖老来闹过一次了 也就是那次惊动了大掌公主 刚才白青年和白锦致 请萧容眼刚入府 宗族的人便又来闹事了 大掌公主那边 应当是得了消息 蒋嬷嬷来得很快 说掌公主下令 请族长和族老们 去长寿院 白青年抬头看向郝管家 这么说 这件事族母要插手了吗 萧容眼起身 对白青年和白锦致行礼 既然郡主府上有事 萧容眼便不久留了 郝管家 宋孝先生 是 郝管家对萧容眼笑了笑道 萧先生请 白锦致起身 将萧容眼送至正厅门口 这才匆忙地折返回来 周眉问白青年 长姐 我们要过去看看吗 宗族闹事之时 白青年的母亲董事 意图脱离宗族 此时已经同大掌公主禀告过 此时祖母换宗族过去 到底是说脱离宗族之时 还是意图敲打宗族 维持现状呢 白青年吹毛 手指轻轻扶着桌机边缘 两脚 站起身来道 去看看 长寿院内 因着尊卑有别的关系 族长和族老们 都坐在屏风之外 大掌公主 长寿院上房 陈设贵重 白玉红马脑 穿成的珠帘 橙色极为通透水润的翡翠花瓶 随便哪一件拿出去 都堪称是传世之宝 族长心中情绪翻腾 虽然白威亭不在了 可是这大都城白家的底蕴还在 由族老想起 族长的儿子白七云 被截的那些隐灵 直觉地丫腾不已 看起来 白七云是上了 大都白家的当啊 上一次白家所谓变卖产业之时 根本就没有动到大都城白家筋骨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一十二集 隔着碧玉珠翠镶嵌的 珊瑚南木屏风 能隐隐看到 端坐于内舍的大掌公主 正波动地缠绕在万间的佛中 一旁陈香木小街上 隔着三角溜金锐瘦香炉 鸟鸟升起一缕细白烟雾 满是都是厚重深沉的檀香味 到底是一笔写不出两个白子 郡主虽然鬼为郡主 可也是白氏子孙的 怎么能不盼着咱们白氏好 反倒要周大人 将堂兄弟们关入大牢之中 即便是阿杰他们那些孩子 不知深浅冒犯了郡主 看在是自己人的份上 郡主也该海寒一二才是呀 怎么就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呢 组长还在叙叙叨叨 同大掌公主抱怨 大掌公主却如老僧树定一般 并不搭枪 董事作为白氏的媳妇 张考就要告罪祖宗自请出族 出族这是儿戏 如今大都白家孤儿寡母 就是董事要出族 宗族又如何能忍心 让他们孤儿寡母出族 真的让他们出族了 这天下百姓 还不戳断白氏宗族的脊梁骨 大掌公主拨动佛珠的手一顿 端起小机上的茶杯 抿了一口 族长也是说得口干舌糟 想要喝口茶 这才发现 大掌公主根本就没有让人给他们上茶 大掌公主搁下手中青花洒精的茶杯 温和地开口 大都白家 是欠了宗族的了 族长一脸错愕 我这老太婆子呢 还是晋国的大掌公主 我还没死呢 你们就敢欺负我儿媳孙女投上来了 若是将来 我这老太婆一死 你们还不得将我这些孩子 胡伦各吞了吗 大掌公主面子未改 就连声音都因吃詹念佛久了 透着骨子心静如水的平静 拨动佛珠的声音 同大掌公主的话音一同传来 经得族长连忙扶着拐杖跪下 大掌公主明鉴 宗族绝无此意啊 祖老们也连忙跟着族长 给大掌公主跪下请罪 宗族心里清楚得很啊 这些年来 仗着大都白家的威势 得了多少好处 也十分清楚 若是没了大都白家 说杨白氏未来之路 定会很艰难 便不要在我这个老太婆子面前 耍什么花枪 说什么漂亮话来糊弄我 我人虽是老了 可我还没糊涂呢 大掌公主 我等绝无此意啊 大掌公主闭着眼 还是那副镇定从容的模样 我纵容你们 在镇国郡主府外闹了两棋子 之后让贴身摸摸 恭恭敬敬请你们进来 你们可知为何吗 族长隔着屏风看着那里 双鬓银丝输得一丝不苟 端庄持重的大掌公主 皇室威仪十分逼人 族长一叩手 梦说道 大掌公主胸襟宽阔四海 自然是希望宗族和睦 大掌公主摇了摇头 老身是个妇道人家 心胸小得很呢 这宗族们在镇国郡主府外闹 不就是为了让满大都城 甚至全天下人都知道 镇国郡主是个不仁不义 是个不伸手住白氏宗族的小人吗 镇国郡主是白家人 可老身可不姓白 倘若今日 老身身为这晋国大掌公主 当今圣上的亲姑母 被你们白氏宗族 弃出个三长两短来 镇国郡主出于孝道 一怒之下 告罪祖宗自除宗族 可还会有人说三道四吗 哼 只怕袍人只会说 宗族连我这个大掌公主 都不放在眼里 更遑论一个郡主呢 大掌公主还是那副不冷不热 不悲不喜的强调 又或者说呢 趁此机会 我这个当朝大掌公主 与白氏正统敌之的敌掌女镇国郡主 请开祠堂 废族长和各位族老 将诸位与诸位的子孙除族了 又可否呢 大掌公主毫不在意的态度 仿若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间 一念 朔阳白氏宗族升天 一念 朔阳白氏宗族地狱 这些人犹如牢蚁 大掌公主根本就未放在眼里 这官场的风向嘛 向来是揣摩着皇家人的心思吹的 你们说说 这朔阳的父母官 还敢放出白氏宗族的子嗣吗 可敢同我这个大掌公主作对 与镇国郡主作对吗 大掌公主拨动佛珠的手一顿 睁开眼问道 这两条路啊 你们自己选一条吧 大掌公主 族长猛地抬头 朕国王白薇廷最大的心愿 便是咱们白氏一粗兴旺了 大掌公主点头 是啊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才纵容了你们这么多年 可这做人哪 总得借好就收啊 可你们竟不知好歹 无我孙女的名声 就是白薇廷还在 也是断断不会轻纵的 蒋嬷 蒋嬷嬷 蒋嬷抬眼看了眼 屏风那头满脸惊恐的族长 眼神冷烈 说到此处 大掌公主唤到 蒋嬷嬷 立在大掌公主身旁的蒋嬷嬷嬷 应声道 老奴在 让卫中速去传太医过来 就说大掌公主被气焰嚣张的宗族逼迫 气得吐血后一头栽到榻上 让她一起来救命 大掌公主慢条斯理道 大掌公主 大掌公主不可呀 如此宗族就没有活路了呀 大掌公主我等知错了 万万不可呀 都是一家人 不必闹到这个份上 宗族族老慌忙跪求哭喊 见蒋嬷嬷从屏风之中出来 跪向蒋嬷嬷的方向 想要阻拦蒋嬷嬷 可蒋嬷嬷冷漠的视线 扫过宗族的族长和各位族老 出门换了卫中过来 大掌公主还在喝茶 族长已经叩首求饶 大掌公主 求您开恩哪 宗族这些年在郑国王帮扶之下 越来越好 大掌公主要顾及郑国王的心愿 不可如此对宗族呀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千话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一十三集 大掌公主已不愿再和宗族之人多言 对一旁势必开口 让卢平派人过来 将他们救出镇国郡主府 不必手下留情 大掌公主开恩哪 大掌公主开恩哪 大掌公主身份高贵 不愿意同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多言 蒋嬷嬷 有些话却是不吐不快 蒋嬷嬷嬷双手交叠在小福前 声音中带着灵力 这些年 宗族长大都白家威士 在朔阳作威作福不说 犯下罪行无数 此次族长的弟弟 更是胆大妄为 竟然敢强占祖宅 古镇国郡主与太子的清誉 当真是这些年 白家对朔阳宗族太过宽纵了 总得朔阳白氏 不知道天高地厚 朕当能踩到我们白家头上了 族长慌了神 向前跪行几步 抠手道 大掌公主 我等知错了 待我返回朔阳 定然好生教训宝弟 还请大掌公主高抬贵手 放过宗族呀 到底是血脉同源的清卷 还请大掌公主 给宗族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呀 白青岩到底是姓白 对他这位白氏族长 还留几分颜面 董事在他面前是晚辈 要不是涉及到自己孩子的明节 手段也不会如上次那般不留情面 可大掌公主 那可是高高在上的皇室嫡女 又非姓白 虽然是白家媳妇 可地位太过尊贵 若是大掌公主 不顾念白薇婷 对宗族的情分出手 宗族还有什么指望 朗武之下 白锦汁拳头攥得紧紧的 顿时觉得扬眉吐气 常常互利一口气 高兴到 姓母这可厉害了 要我说这涉阳宗族的族长 和族老们可真够蠢的 连蒋嬷嬷都知道的道理 他们反倒不知道 白青眼垂眸理了理进步 眸色冰冷沉着 是啊 所以他们才是小人 小人无节 气本逐末 喜思其语 怒思其夺 这也是为朔阳宗族量身而行 连蒋嬷嬷都知道 朔阳的依仗是什么 他们却不愿意旁人提起 自己也不去想 在他们眼里 怕是还觉得 是白氏宗族庇佑 大度白甲才有这样的荣耀 他们完全忘记了 是仗了谁的事 才能横行朔阳 他们本应该 紧紧抓住大度白甲 不要得罪大度白甲 如此 朔阳宗族才能得以长久 可他们反而在 白家大丧只是 抢夺家产 随后又霸占祖宅 只顾眼前利益 全然不为长远考虑 大都白甲 才是白氏一族 真正的正统传承 忠名鼎石之家 百年将门 即便只剩女子 也绝不会卑躬屈膝 任由宗族见他拿念 今日 白清炎听了祖母大长公主 不急不躁的这番话 心底有了新的思量 小四 白清炎转头 笑盈盈地望着白锦致 祖母既然做了这一场戏 便有劳你推波助澜了 白锦致双眸一亮 明白了白清炎的意思 展姐发心 这个我擅长 卢平带人进来时 就听到上房内 传来宗族祖老们的 哭喊求饶声 见白清炎和白锦致 立在狼舞之下 卢平上前行礼 大姑娘 四姑娘 仙谷平说了 白清炎对卢平说道 卢平带人进门 很快就将哭喊求情的 祖老们给拖拽了出来 对比上一次 董事让人将他们拖出去 此次 大长公主让人将他们 丢出去 更让他们惶恐 逼得大长公主 吐血晕厥 这样的传言一旦出去 白清炎脱离宗族顺理成长 没有了郑国郡主 他们朔阳宗族 怕是要完呢 被嫁出来的祖老 看到立在狼舞下的白清炎 盲喊道 郑国郡主 郑国郡主 你体内流着白家的血 是白家的子嗣啊 白氏百年盛名 不能就这样完了 白清炎冷眼站在那里 冰凉如水的毛子 连他们看都不看 侧身看向打连出来的蒋嬷嬷 白锦致绷着脸开口 白氏的百年盛名不会完 完的只是你们而已 张姐 蒋嬷嬷 我先去了 白锦致对白清炎和蒋嬷嬷 一拱手 抬脚就走 四姐儿 蒋嬷嬷一正 问白清炎 大姐儿 四姐儿 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祖母辛苦作息一场 自然是要将其作用 发挥到最大 白清炎说 蒋嬷嬷点了点头 对于欺人太甚的宗族 也恨的是牙根子发痒 大掌公主 请大姐儿进去说话 蒋嬷嬷 忙替白清炎打脸 她进门绕过屏风 行了礼 在大掌公主下手坐下 就听大掌公主说道 哈宝啊 告罪宗族出族之事呢 不要陷在座 祖母知道 你不在意自己的名声 可祖母在意呀 你母亲也在意 白清炎望着大掌公主 微微高楼着脊背 和她并边梳得起掌的银色发丝 点了点头 祖母以为 什么时候做何事 你会说羊做的事呢 祖母已经知道了 但你要记住 这世俗之人呢 都是喜欢同情弱者的 此次宗族 为让大都白家 以权势强逼 朔阳父母官放人 以强凌弱 将大掌公主逼得吐血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啊 这大都白家 再告罪祖宗出族 世人必会觉得 朔阳白氏猖狂 将大都白家 逼得不得不如此行事 大掌公主耐心教导 但是阿宝啊 你要明白 与我白家而言呢 并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啊 你可回朔阳之后 以郡主的身份 开宗词 将这有罪之人 拙出宗族去 再挑选一个 直进退 明势力 且对你有敬畏之心的族长 这样宗族呢 便可以为你所用 这小人呢 自有小人的用法 只要用得得到 便对白家有利呀 你可明白 大掌公主 倒不是舍不得 这个所谓宗族 只是既然白家 仅剩的这些孤儿寡母 要回朔阳 多个帮手 总比多个仇家好 宗母所言 正是孙女所思 白清言赞同地点了点头 宗族之中 小人居多 而小人喜欢背后算计 使阴险手段害人 除非杀干净了 否则留下来 难保他也不会背后省事 大都白家 在寿阳根基上浅 若是能驱走 宗族蛀虫 威舍余下可用的族人 先让他们针锋相对 我们便可腾出手脚来 来做别的事情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一十四集 大掌公主拨动佛珠的手一顿 略微浑浊的眼人 看向白青眼 哦 别的事情 白青眼袖中手指微微收起 点了点头 今日萧先生来府上 说从硕阳运往大量的 一批白茶被截了 他有助于太子 可太子殿下说 如今烟窝气荒 大量又沉冰两国边界 战事一触即发 所以大概是无暇顾及山匪之时 孙女从寿阳回来时 当地郡守曾想派人送孙女回大都 称当地有匪患 陆陆续续已经有不少人被截掠过 包括寿阳白氏宗族的组长之子 孙女担心再放纵下去 将来换匪豁民 为防换于未然 不如以民为兵 先做准备 若是将来朝廷剿灭匪患自然是好 就当让百姓强身健体 若朝廷迟迟腾腾不出手脚 孙女也绝不能看着山匪做大 为祸百姓 白青岩语气正重 大丈公主深深看了白青岩一眼 点头 眼眶微微湿润 她这个孙女和丈夫白薇婷太小 以天下梨树福祉为己任 白青岩知道 她的祖母对她始终还是存有一点戒心的 所以与其将来练兵之时被祖母忌惮 还不如现在对祖母坦白 位居高位 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做执棋布局者 往往都自负 只有此时将此事告知祖母 让祖母这位高高在上的大长公主以为 一切都还在她的掌控之中 凭借祖母对她的信任 将来才不会对她多加掣肘防白 可若是有一天 祖母发现她明着练兵 暗中藏兵 并非为了这大劲 他们祖孙必会走到面目可憎的那一路 虽然两个人都想保住白家 出现智慧胆破 白家子子不论儿郎女儿家 都很想 白青岩对大长公主道 大长公主含笑点头 不经意间流露了沧桑老态 眼神伤感 是啊 白家子都很像 不论是你祖父 父亲 叔父 宿旧 还是现在的你们 都像 嫁入白家 她所生的孩子 最后竟然是一个都保不住 大长公主在白青岩面前 丝毫不掩饰老态 即便是墨俄将头发 勾得紧紧 整个人显得肃穆庄重 且威势感极强 可在宗族离开后放松下来 还是露出了疲惫和憔悴 大长公主的白青岩 神出手来 她起身 恭敬扶着大长公主 进了内室 替大长公主解开墨俄 伺候大长公主躺下 白锦志在门外闹开来 破口大骂 朔阳白氏宗族狼心狗肺 竟然逼迫祖母和长姐 以大长公主和郡主之尊 强压朔阳地方父母官 将朔阳杀人 强夺他人祖产 强抢民女的无耻族人 给放出来 祖母和长姐不语 竟敢逼得堂堂大长公主 吐血晕厥 白锦志这么一闹 满街的百姓哗然 昨个 宗族在镇国郡主口大闹 说镇国郡主不顾宗族 不尽族人本分 今日 有人亲眼看到 大长公主身边的 嬷嬷恭恭敬敬 将朔阳白氏宗族的 各位族佬请了进去 怎么还把大长公主 给气吐血了呢 这 这也太嚣张了吧 人人皆知 我白家孤儿寡母 不日将回朔阳 朔阳祖宅刚刚修缮好 你们就强夺了去 是一不适 我长姐不愿同宗族闹得太难堪 正为这一大家子回 瘦阳住在哪里头疼 你们倒好 追上门来 竟然还要我长姐 与郡主之尊 强压瘦阳 宪令放人 我大都白家 揭示百姓如骨肉血亲 但凡有对百姓不敬者 揭法 就是我 曾因在这府门前 对百姓挥鞭 领了军官 更别提朔阳白氏子 刺杀人害命 便更不能饶过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这些年 我大都白家 对宗族仁至义尽 无愧于天地 可宗族 是如何对我们 白家孤儿寡母的 我祖母还是大长公主 我长姐还是郑国郡主 竟然被你们 亲临到如此境地 害得我祖母吐泻晕厥 我白锦之今日 就将话放在这里 若我祖母有个 三长两短 我就是舍了这条命 也务必要你们 这些狼心狗肺 贪心不足的无耻小人 不能活着走出大都城 白锦之说完 又高声道 郝管家 从今日开始 宗族这些人若敢上门 或者门前闹事 不必再留情面 以剧众闹事为由 让府衙将他们 全部带走入狱 是 郝管家恭敬应声 白锦之手中握着长鞭 指了指宗族之人 转身进门 郝管家冷眼看着 已经全然傻眼的宗族之人 吩咐道 你们若还不走 我便派人去请 府衙的差役来拿人了啊 百姓们看着面红耳赤的 朔阳白氏宗族之人 心中骇人 议论纷纷 这朔阳宗族也太嚣张了 竟然将大长公主 都气吐血了 昨儿还听说郑国郡主 不想助宗族子嗣 反而出族 我还想这是郑国郡主 要回朔阳了 怎么还如此拿架子 日后不要宗族 堂兄弟们帮扶了 不常想啊 原来是让郑国郡主 押着当地父母官 放害人性命的人 难怪郑国郡主不帮了 哎 白家就是太人善 连大长公主都气吐血了 还不让人将他们这些 狼心狗肺的人捉拿起来 竟然放过 可不是吗 就上一次白家四姑娘 被打的那一次 不就是因为四姑娘 对一群收了他人银钱 故意来闹事之人挥边 所以才挨了法吗 白家宗族如此嚣张 这还是在大都 都将大长公主气吐血 将来啊 还不知道要怎么欺负 大都白家这一门孤儿寡母 组长都是这个样子 还不如出租算 你们知道什么 由组老惶惶不安地解释道 那大长公主 他根本就没 组长一把攥住了组老的手 阻止阻老再说下去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秀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就算是说了 也不会有人信的 堂堂先皇嫡女 当朝大长公主 为了对付朔阳宗族会装吐血 旁人只会觉得 宗族之人为了推脱罪责 什么谎言都说得出来 族长摇了摇头啊 大长公主出手 宗族狂妄嚣张名声 很快就会传播感 如今在狱中的孩子们 怕是救不出来了 想到白青岩 在朔阳时立下的誓言 若是不将那些宗族子弟出族 白青岩就要出族 正如大长公主所言 没了郑国郡主的庇护 宗族欺凌大都白家孤儿寡母 将大长公主欺吐血的事情 传到官场 官场之人看风向行事 白氏宗族要完 可若是真的要将那些孩子出族 族长的孙子白青姐也在其中 这让族长怎么忍心呢 族长 现在怎么办 有族老问道 族长咬了咬牙 看着守在镇国郡主府门口的 护院军和好管家 说 先回朔阳 上议之后再做打算 很快 董氏和二夫人刘氏 三夫人李氏 四夫人王氏 都闻讯赶到长寿院 五夫人骑氏在月子中 虽然没有亲自过来 却拜了管氏嬷嬷宅嬷嬷 亲自过来探望 五姑娘白锦招 六姑娘白锦华和七姑娘白锦瑟 也都匆匆赶了过来 卢姑娘闻讯 拎着自己的药箱而来 十分急切 白青岩在一旁看着 倒是觉得祖母 什么都不瞒着这个卢姑娘 同卢姑娘说了此事 卢姑娘一脸恍然后 说道 若是义母信得过 我可以为义母施针 虽然稍稍会让义母 有些心慌 却能瞒得过太医的枕脉 等太医离开之后 我再为义母施针 便可缓解症状 见大掌公主点头 卢姑娘静手后 打开药箱取出金针来 用火烧灼金针 白青岩认真端向眼前 垂眸为大掌公主 施针的卢姑娘 开口问道 姑姑用的这套金针 看起来像是祖传的 卢姑娘没想到 白青岩会换她姑姑 略显错愕之后 笑道 算是祖传的 这是我母亲成亲之前 外祖父赠予母亲的 后来母亲又赠予我 不过 外祖家 倒是有一套 祖传几代的金针 白青岩点了点头 不再问 推着一旁 看着波动手中佛珠 嘴里念着佛经 祈求上苍保佑祖母的 四审王室 抬手扶了扶 被她藏在心口的那封信 太医院闻讯 大掌公主被白氏 朔阳宗族逼得吐了血 黄太医带了三位国手 一同赶来 卢姑娘就伺候在一旁 与太医院诸位国手 说起大掌公主 平日习惯 对大掌公主近日 所食所用 描述详细 并同太医们一同讨论 如何给大掌公主用药 黄太医颇为欣赏地望着卢姑娘 只觉 这姑娘的艺术 绝不在他们之下 黄太医不免想到那个 卢姑娘是白素秋转世的传闻 再看和诸位太医 斟酌药方的卢姑娘 一身淡雅肃静的气质 当真与她师兄洪大夫的爱徒 白素秋如出一辙 难怪大掌公主会觉得 是白素秋转世 也是啊 如今大掌公主所生子嗣都去了 大掌公主总要找一个寄托才是 黄太医开了药 交代了卢姑娘 煎药的方法和用料 董事将诸位太医送出长寿院 命秦嬷嬷亲自把人送出去 卢姑娘重新为大掌公主示针 安顿好大掌公主 回头对董事几位夫人行礼后 说道 义母这里有我照亮 各位嫂嫂还是回去歇着吧 到底这里也不宜人多 大掌公主倚着团枕 拨动手中佛珠开口 啊 都回去吧 母亲 我还是留下来照顾祖母 顺道和姑姑学习医术 白锦瑟对董事行礼道 董事点了点头 好 那就辛苦你了 祖母面前敬笑 是锦瑟应该应份的 怎敢撑辛苦啊 白锦瑟忙道 众人通大掌公主行礼后 退出长寿院商访 董事周梅一脸担忧地 对白锦瑟道 你的铁纱袋 是不是也太成了些啊 也还好 阿宝有分寸 必不会伤到自己 阿娘放心 白锦瑟将董事送到路口 行礼目送董事离开 对春桃说道 走 去看看司审 丽水院门口 撒扫的促使婆子 看到白锦瑟往他们院子方向过来 连忙进屋 禀报官嬷嬷 不知道是不是白锦瑟 与司夫人母子之间有天生的感应 司夫人王氏笃定白锦瑟 是给她带来白锦瑟的什么消息 连忙从屋内出来 刚迎到院门口 就见白锦瑟进来 司审怎么在外面 白锦瑟笑着问道 司夫人王氏紧紧握着手中佛珠 听说你来了 出来迎一迎 凌云 去将刚做好的杨乳酥 给大姑娘端一碟子过来 官嬷嬷忙打脸 恭敬请白锦瑟进门 十分有眼色的未曾进去 反倒是让灵秀端来两个小秀墩 拉着春桃在郎武侠 说绣花样子的事 白锦瑟同司夫人王氏 在灵窗软榻前坐下 她将藏在心口的信 递给了司夫人王氏 司夫人王氏 抬头望着白锦瑟 眸子发红 攥着佛珠的手颤抖着 半赏才敢放下佛珠 伸出手将柔皱 又被抚平的信接过来 喉咙涨痛 指尖刚碰到信质 司夫人王氏就绷不住眼泪 掉了下来 她慌忙用帕子沾去泪水 生怕会弄湿了指掌 她将信展开 里面只有一句话 可确确实实 是白清爵的笔迹 司夫人王氏 攥着帕子的手 用力揪住胸口 死死咬着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眼泪却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她鼻翼煽动 努力睁大了眼 看向白清爵 似乎是在向白清爵求证 是否见到了活生生的白清爵 白清爵 对四神点了点头 伤已痊愈 比黎霞是轻瘦了不少 但经济神还在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一十六集 四夫人王氏听到这话 险些乌液出声 她用力捂住嘴 将心按在了心口 瘦弱的肩膀不住抖动着 眼泪如同断了线一般 哭得极为压抑 生怕被旁人听到了哭声 四神 我带回来让你看一眼 就要烧掉了 白青岩声音压得极低 四夫人王氏哭着点头 她明白 她懂 哪怕是信放在她这里 也不安全 最安全的 就是看过之后 放在心里 她想对白青岩 说句感激的话 可生怕一张口 再也忍不住哭声 她谢白青岩不是骗她的 她谢白青岩带回来阿绝的信 让她知道 阿绝真的还活着 她只能伸出手 用力握住白青岩的手 拼尽全力握紧 白青岩从四神的利水院出来时 已经是一个时辰后了 那封皱巴巴的信纸 是四神亲手烧掉的 四神说 她还是会照常吃斩念佛 祈求上苍保佑阿绝 和白家主人 余生平安安稳 朔阳白氏宗族 将大长公主逼吐血之事 不出一个时辰 竟然传得满大都都是 百姓大惊 这朔阳白氏宗族 胆子居然这么大 竟然连大长公主 都给逼吐了血了 在秦府的白锦绣 乍一听了消息 便坐不住 让人套车赶回了镇国郡主府 白锦绣回了府 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本就是祖母 收拾宗族的手段而已 当下才松了一口气 来了清辉院 白青岩正在看这几日 佟默默整理出来 清辉院要随第一批车队 运回朔阳的物品清单 春桃见白锦绣过来 秦武给白青岩禀了一声 便随佟默默出清辉院大门 迎白锦绣 白锦绣如今已经五个月 肚子已经显现出来 不过约是因为习武出身的缘故 动作还算是灵活 佟默默扶着白锦绣往里走 哎呦二姑娘 您慢着点 您现在呀可是有身子的人了 可得当心点 盖娘 银霜对佟默行礼 二姑娘身边的贴身势臂脆臂 也忙笑盈盈地对佟默和春桃行礼 佟默默好 春桃姑娘好 佟默默点了点头 不二事 张姐呢 白锦绣问道 刚才正与佟默默对头一批运回寿阳的污垫单子呢 春桃笑着替白锦绣打联 送白锦绣进门后 又吩咐人给白锦绣端红草茶来 张姐 见白锦绣进来 白青岩收了单子问道 听说了祖母的事 所以过来了 嗯 白锦绣点头 在她的一侧坐下 大姑娘 银霜见了白青岩行礼 白青岩对银霜笑了笑 快起来吧 佟默默怕他们姐妹有什么提起话要说 笑着道 大姑娘二姑娘 你们先聊着 老奴带银霜和翠碧呀 去吃点养乳蒸糕 白锦绣点了点头 一会儿走的时候 再给他们带一点 头嬷嬷还以为银霜会高兴呢 没成想 这丫头竟然摆了摆手 就紧紧贴着栗在白锦绣身旁 不行 我要寸步不离守着二姑娘 翠碧听到这话呀 用手眼唇笑了一声 大姑娘 您可好好观观一双丫头吧 您说要一双寸步不离守着二姑娘 这丫头昨天夜里都没让二姑爷进房 就跟门神似的处在二姑娘床边 就连 翠碧 白锦绣耳根一红 喝指头 就连什么 白青眼追问 翠碧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就见银霜一副很骄傲的模样 就连二姑娘如厕 我都得跟着 寸步不离 童嬷嬷和满屋子的丫头都是忍俊不禁 低头掩着唇直笑 银霜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瞅着白青眼 那小模样似乎在等待白青眼的夸赞 白锦绣哭笑不得地看着银霜 一脸无奈 哎呀张姐 你可管管吧 要不是脆臂得力 怕是满腹都知道银霜蜂蜜贴身护我 不让秦朗啊 在屋里睡 不让秦朗静身这话 白锦绣说不出口 错愕之余 白青眼忍不住低笑了一声 白锦绣温婉 不难想象 他大概是很尴尬 又得顾及着小丫头的自尊心 左右为难 银霜做得不错 白青眼笑着对银霜开口 可是银霜得听二姑娘吩咐 平时对二姑娘贴身照顾 很是辛苦 二姑娘让你去休息的时候 也要去休息 否则二姑娘出门 你哪里有精力照顾二姑娘 是不是 银霜想了想 点头 哦 所以银霜要听二姑娘的话才是 春桃忍不住笑着说了一句 银霜点头 我懂了 二姑娘出门的时候 贴身照顾寸步不离 二姑娘回府 就听二姑娘吩咐 银霜真聪明 白青眼笑着点头 白锦绣在白青眼这里略坐了坐 便起身回秦府 白锦绣出来的匆忙 秦府一堆事还没有安排妥当呢 白青眼亲自将白锦绣送到门口 派春桃换了卢平过来 梁亭内 白青眼转过身 压低了声音 交代卢平 后日 我母亲会派人将咱们府上第一批不常用 一直压在库中误解而先运回硕阳 这一次你亲自送回去 瞧瞧告诉姬亭 让她将上一次结的茶货 运往松空山方向 自有人去接应 不必多问 给了就是 卢平汉手 是 白青眼垂眸响的响 又等 再问问姬亭亭还缺什么 等这月二十六送第二批回硕阳时 扶上给他备好 让他劫走便是 大姑娘放心 卢平一定办妥 卢平郑重他 望着眼下已有乌清的卢平 他说 回硕阳之后 评书恐会更辛苦 所以我想着评书还是要着手 在忠勇之人中 挑选培养些能为以重任的 避免将来遇事 评书你分身乏术 如今 足够忠心和能耐之人 被逐渐分派出去 若是再不着手 培养可用之人 不说白青眼这里 人不够用 若他日远在南疆的阿绝 需要誓死忠勇之人呢 若是为白家姬才的 三妹景童 人手不够了呢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一十七集 抑或是 在大都城的二妹景童 需要不被朝廷 和他人察觉的可用之人 要开始为长远用人 做谋划打算了 白青眼本欲让卢平 派人前往各地 网罗天下英才 已备他日之用 可这网罗天下英才 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说 且需要大量的银钱支撑 白青眼将白家的底子细细算过 除了白景童带走的 可动的余地本就不多 白青觉那里 虽说有几位白家军的将军 帮忙向朝廷要 可也得有自己的储备啊 白青眼难免想到 朔阳白氏宗族 如此看来 白青眼更是不能带着 大都白家出族 而应该将蛀虫赶出宗族 如此宗族才能为他所用 毕竟 当初白氏正统 敌制的大都白家 为了帮扶宗族 每年都会将半数 进相送回宗族 也是该到宗族为白氏 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网罗英才先不说 自行练兵 这可是要挽回 朔阳白氏宗族 在百姓心中 不堪面目的好事 绝不应该是 大都白家一间扛 得宗族好好出力才是 他心中有了计较 便需开始布置 他想起今日萧荣眼说 不日大梁雨 进国将要开战之事 看来要让姬亭渝 在他们回朔阳之前 闹一次大的 想必朝廷也无力 派人镇压 如今白家暂时安稳 不论是白锦绣 白锦童 白清爵 皆已有前路方向 白清云 虽然如今还不知将来如何 可既然有那份 去罗盘山四海阁 找故意见的心思 便是一身的志气傲骨 魏哲 白清爵相信 他的酒帝 还是那个顶天立地的 白家儿老 4月15 董长生娶妻 虽然今年发生了科举舞弊案 未放金榜 董长生无法同时大小登科 可到底 明年2月还有再考的机会 他有真材实学 倒也不惧再考 满面人逢喜事 精神爽的喜悦 董事和白清爵身上带笑 已出百天 但未满三年 即便是白清爵的大舅舅 董清平不介意 去了 也怕大舅母宋氏心里不痛快 故而是 礼到人不到 可董事到底是做姑母的 人就算不去 心里也还是惦记着 董长生娶妻之事 派了秦嬷嬷去观礼 等秦嬷嬷嬷回来 给他说说董长生的心腹如何 白锦绣已是秦家父 也因要为秦德昭守孝 不得参加婚宴 也送去了厚礼 白家子孙没有人会忘记 在白家突逢大丧之时 董家高益相助之情 临近卫时 一匹快马直奔镇国郡主府门前 一身黑衣的英姿萨萨挺拔女子 从棕红色骏马上一跃而下 直奔镇国郡主府门内 焦阳似火 白青眼周身缠绕着沙袋 紧闭清灰院大门 在院中练红鹰银枪 他此时高高竖起的长发略显散乱 私吕被汗水粘粘在了通红发烫的面颊 和颈簸上 几乎全身湿透 紧绷的手臂已经颤抖不止 如同灌了签一般沉重 几乎是凭借超越极限的意志力 将手中银枪挥舞的是灵力生风 动作刚猛坚韧 银枪寒光虚影冲冲 端着茶水粒在一旁的春桃 虽然每日都会看到白青眼 这副全身湿透的模样 可还是不能适应 只觉是揪心无比啊 听到有人敲清徽院的门 开门婆子忙迈着碎步 严狼舞跑至院门口 低声朝外问了一句 谁啊 是我 劳烦禀告大姑娘一声 沈清竹回来了 沈清竹 平稳利落的嗓音传来 春桃睁大了眼 朝白青眼看去 大姑娘 沈姑娘回来了 白青眼心头一紧 收住了长刺之事 手腕银枪 悬身而立 寒气凛然的银枪头 在青石地板上 划出一道极深的痕迹来 清规院的大门缓缓打开 沈清竹抬眼便看到 立在院中的奇长身影 白青眼手持长枪 素白色的丹薄衣衫 被汗水湿入 紧紧贴着 勾勒出他鲜瘦挺拔的身形线条 汗水顺着下颚颈膊向下蜿蜒 没入素色衣领之中 耀目日光之下 大汗淋漓的白青眼 整个人都显得是熠熠生辉 随着他急促的呼吸 被汗水贴在白皙颈膊上的发丝 都染上了一层细碎的金光 其凌厉破人的杀伐之气 让人不敢逼世 沈清竹 莫名眼眶发酸 多久未曾见过白青眼 提枪持功 他已经不记得了 沈清竹以为 因为他的失误 那个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骁勇无敌的小白帅 再也回不来了 此生还能看到白青眼拿起摄日弓 能看到白青眼捡起红鹰枪 沈清竹怎么能不热泪盈眶 怎能不热血澎湃呢 他忘不了 秋山关救人之时 白青眼一人一骑 人果寒霜杀气 马丝绳列九霄 他方说看到 白家军声望极高的小白帅 飞马踏血 以雷霆万军之势归来 持秋霜下阵之威 有跋山超海之力 能带着他们轻而易举 杀敌取胜 旁人不知道 小白帅这三个字 对于白家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可曾在白家军中 与白青眼玉血同战过的沈清竹 知道 在镇国王白维廷 和白家诸位将军身死之后 小白帅 便如同白家军的黑帆白蟒旗 能鼓白家军士气 能撞白家军声威 沈清竹猴头酸胀难忍 含泪尽闻 见白青眼对他露出笑颜 轻声慢语道 你回来了 沈清竹眼眶发胀 单膝跪下 用力压住喉咙哽咽 属下 回来了 白青眼轻轻将手中银枪 靠在了身后篮柱上 走至沈清竹面前 弯腰拖住沈清竹的双臂 要将他扶起来 回来就好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闻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青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贝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418集 沈清竹反握住白青眼 不自主颤抖的手臂 竟摸到了紧紧缠绕在白青眼 手臂上的铁纱袋 微微一用力 便能感觉汗水的失忆 她一惊 抬头朝白青眼看去 只见 汗水顺着白青眼的下巴 滴答滴答往下掉 她听萧若海说了 去南江那一路 大姑娘是怎么捡起摄氏工的 当时便心口脚痛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大姑娘竟然也要用 如此极端之法来练枪 起来吧 白青眼的 沈清竹站起身 眼眶发红地望着白青眼 大姑娘 锦吾说 奴婢去给青竹姑娘 泡您最喜欢的大红袍 再给青竹姑娘准备点吃的 春桃也高兴得不行 白青眼拉着沈清竹的手腕进屋 用帕子擦了擦痕 一边挤身上的铁纱袋 一边问道 你是从罗盘山直接回来的 沈清竹知道 白青眼是担心白青云 点了点头 挤下身上配件放在一旁 上前蹲跪在白青眼身边 替她挤腿上已经湿透的纱袋 我和卫高还有死士们 护九公子到罗盘山 九公子便让我等回来了 说怕大姑娘和七公子身边没有人用 她在罗盘山不会有危险 我等强行跟随 可罗盘山四海阁的规矩 不让我等入内 只让公子一人入山 我便让卫高带其他人 留在山下等候九公子 我一人就先回来了 想到白青云那双腿 白青眼喉咙翻滚 低声问沈清竹 阿云 好不好 大姑娘放心 九公子 硬气和锐骨还在 九公子之所以不愿意见大姑娘 直接奔赴了罗盘山 就是不希望大姑娘 看到现在的她 为她伤神 九公子说 这罗盘山四海阁能人意识居多 她去诚心叩求七少的师父 顾一剑 看看四海阁有没有法子 挽回她的双腿 若是实在没有法子了 她便拜师顾一剑 九公子说 就连病弱的长起 都为撑起白家 为边疆身民 披挂上阵 为宠室摄日宫吃尽苦头 她堂堂白家男儿 腿废了 双手还在 只要不死 她便不想当个让亲人牵肠挂肚的无用废人 白家数代人 陆立同心 粉身弥鼓所期望达成的太平天下 她身为白氏子孙 一应出力 九公子希望再次相逢之时 母亲和长浅 能以她为荣 而非为她伤怀 闻言 白清炎 白清炎已是鼻头发酸 顿时热泪盈眶 白清云果然不论何时 都是白家的好儿郎 有这样的儿郎在 白家 吴慧道 你刚回来也累了 去歇着吧 等你歇好了 我们再细聊 白清炎看着沈清竹 风尘仆仆 眼底乌青的模样 就知道 沈清竹定然是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之后 还有很多事 我要辛苦你去做 沈清竹没有强承 点了点头 好 春桃端着大红袍进来时 见沈清竹要走 颇为意外 沈姑娘不多做做 童嬷嬷已经张罗准备洗面了 让青竹先去歇着 告诉嬷嬷晚上再被洗面 白清炎道 是 春桃忙替沈清竹打脸 说道 奴婢送沈姑娘 白清炎透过窗帘 看着沈清竹出了清徽院 垂眸看着被磨出血的掌心来 缓缓攥住双手 握紧成拳 他和他的弟弟 相差得多远呢 他伤了便骄养 他的弟弟失去双腿 仍然不识斗志 不忘白家先被制下 他泛红的眼底 透出浅浅的笑意来 如今他们姐弟都在努力 他希望下次 他与白清云相逢之时 他也能让弟弟引以为荣 而非是伤怀 白景志知道沈清竹回来 匆匆赶到了白清炎这里 谁知沈清竹已经回去歇息了 白景志端着袖墩坐在白清炎身旁 一边看着春桃给白清炎搅头发 一边说 我听说皇帝这阵子 头痛症越来越厉害了 只有那个邱贵人的按摩手法 能帮皇帝缓解一二 太医院束手无策 原本皇太医推荐让洪大夫给皇帝看看 不知皇帝是为什么 不大愿意 不过我想还能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因为洪大夫是白嫁的人 所以皇帝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防备 现在皇帝愿意了 可人家洪大夫也离开大都了 白景志幸在乐祸 白清炎视线从手中书本上抬起 看向白景志 这些话你是哪里听来的 我听皇太医的孙女皇家阿荣说的 我这个早上偷偷去看长生表哥 娶妻有多热闹 真巧碰到了跟我一样要手效的皇家阿荣 阿荣也是偷偷去看热闹的 白景志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我们俩在茶楼里坐了坐 阿荣说昨个傍晚 皇宫里派人去了皇太医府上 让皇太医请了洪大夫入宫 可皇太医说洪大夫早几日前 就此离开大都云游去了 现在也不知道去到哪 阿荣还纳闷 怎么皇帝不直接来咱们家请洪大夫 偏偏要去皇太医府上 若是消息出自皇太医府上 那倒是可信 皇帝头疼 只有邱贵人按摩手法可以缓解 白景炎用书敲了脚手心 以前他也没听说过皇帝有头疼的毛病呀 且皇帝这隔三差五便头疼的毛病 好像就是从邱贵人入宫之后开始的 他垂眸想了想 转头看向白景炎 小四 你找个机会 不经意告诉阿荣 我们祖母认下的一女卢姑娘 医术手段极为高超 咱们府上有仆妇婆子多年治不好的疑难杂症 都让卢姑娘给治好了 白景炎眼睛一亮 这可是张姐交给她的任务 她点头 张姐放心 正好阿荣走得急 把借给我的帕子 落在我这儿了 我洗干净了 明日就给阿荣送去 白景炎点了点头 头发干了以后 让童嬷嬷随意挽了个发气 便去了长手远 大掌公主正在卢姑娘的陪伴下 立在长寿院里的大鱼缸前 喂鱼 见白景炎过来 卢姑娘不愿意打扰他们祖孙说话 心里告辞了 姑姑别着急走 我们一起陪祖母回屋说会话 白景炎唤住卢姑娘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鱼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一十九集 卢姑娘朝大长公主看去 大长公主慈眉善目笑着道 阿宝让你留下 你便留下就好了 是 卢姑娘恭敬应声 扶住大长公主另一侧 三人一同进了商房 白青岩将皇帝最近频频逃疼之事 告知了大长公主 大长公主当即发怒 重重将佛珠拍在了身侧小七上 通身的威仪害人 倘若此事 真是这秋贵人所为 可当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用一国之君的圣体安危 做她争宠的筹码 大长公主自幼在宫中长大 后宫女人为了争宠 什么样的阴死手段使不出来啊 大长公主什么没见过呢 连太医院皇太医都诊断不出个所以然 故而 不太好说是不是秋贵人争宠的手段 白青岩说着朝卢姑娘看去 不过孙女倒可以觉得 可以借此机会 让卢姑娘同陛下见一面 自然了 这话祖母去说不合适 得让陛下自己来请 卢姑娘听白青岩说 要让陛下见她 并未露出惊慌失措 或者是不安的深情 宠辱不惊地立在那里 平和田径的气韵 让人觉得十分舒适 姑姑 对你的医术可有把握 白青岩问道 卢姑娘对白青岩行礼后 说道 不敢欺瞒大姑娘 宁化医术不敢称高谜 可失真之法 至少大都城怕是没有人能胜过 阿宝啊 宁化是你姑姑的名字 大掌公主对白青岩说道 白青岩汗手 卢宁化这话的意思 就是赶给皇帝医治了 祖母若觉得可行 便趁此机会 让姑姑同陛下见一面 也正好让姑姑给陛下诊断诊断 看看陛下头疼到底是何缘故 白青岩望着大掌公主 好 此事交于你来安排 若须用人呢 只管来智慧蒋嬷嬷和魏忠就好了 大掌公主一锤定音 白家第一匹运回朔阳的 都是些不常用的物件 原本定在4月14出发 可匪患的消息传来 原本定在4月20回乡省清的 公部尚书府王老太君 太同董事交好的儿媳 来问问董事 看能否一同出发 这样对物状的 山匪必不敢来劫 两人一合计 重新翻了皇帝 将日子定在了4月17 白家队伍与尚书府 王老太君回乡省清的队伍 一同出发 董长庆明年不用苛口 自告奋勇 想随白家队伍去朔阳转转 便求着父亲董清平 带他来白府董事这里 领了差事 勋贵世家 到了董长庆这个年纪的子嗣 是要去游学历世一两年的 不过 自打郑国王一门男儿 为国捐躯之后 不知为何 这看似太平盛世 歌舞升平的世道背后 已经是隐隐让人 嗅出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故而 勋贵世家便迟迟没有放 自家到了年纪的子嗣 出门游学 如今董长庆难得 有这么一个出远门的机会 自然不会放过 董清平也是想着 既然有白家护卫队在 让董长庆出门一趟 长长见识也好 不过到底名义上 是董长庆替白家办事 白清炎还是带着白锦志 与城外送了送董长庆 董长庆不好意思地 红了耳朵 明知道自己是借着白家护卫队 去朔阳长见识的 此能还要人家白家谢他呀 表姐表妹客气了 是我借着白家护卫军 想出门一遭的 怎敢担表姐表妹一声谢呀 董长庆笑了笑 盲问道 表姐和表妹 可还有什么想要的 朔阳特产 回来 我给表姐和表妹带 我们就快要回朔阳了 表哥不必麻烦 白锦志双手背后 既有女儿的娇俏 又阴子洒爽 董长庆忙垂下眼瞼 不敢再看白锦志 耳朵更红了 那 我要是看到一些 有趣的小玩意儿 就给表姐和表妹带一下 此行虽然有白家护卫群 还是要多加小心 白青岩叮嘱董长庆 董长庆常依倒地 表姐放心 大姑娘 四姑娘 公布商书府的队伍来了 我们这就要出发了 卢平对白青岩抱拳道 大姑娘四姑娘放心 属下一定护好表少爷 辛苦平输了 白青岩含哨 董长庆随着卢平翻身上马 回头对白青岩和白锦志的方向 扬了扬马鞭 缓缓离开 张姐 我们也回去吧 白锦志说道 白青岩想到刚才 董长庆看白锦志的眼神 低声问白锦志 小四 你觉得长庆如何 董家表哥很好啊 白锦志回答得干脆 眼底带着几分不解 张姐是要用董家表哥 白青岩摇了摇头 便不再多言 看来白锦志对董长庆 没那个心思 他若将窗户指捅破 小四以后怕是要 避着董长庆了 还不如让万事顺其自然呢 扶着白青岩上了马车 白锦志一跃翻身上马 慢慢悠悠回城 在快要转入镇国郡主府 所在的巷子时 骑在马背上的白锦志 看到了左相礼貌的马车 他翻腰 凑近白青岩马车窗口 张姐 这个时辰左相的马车回来 恐怕是皇帝头疼 朕又发作了 没能上早朝 这几日皇帝头疼症是越发严重 已经连着两天未曾早朝了 马车内 白青岩垂眸轻浮着手心厚茧 谋色凉薄开口道 拦住左相的马车 就说我有话要说 好 白锦志一加马度上前 马头正正好对着了李茂的马车车头 拦住李茂马车的去路 白锦志早就看左相不顺眼 尤其是早前在宫宴上 李茂明知在皇帝面前 给白家上演钥匙 白锦志恨不得给这李茂一鞭子 为左相李茂驾车的马夫 连忙勒马 呼和道 哪家来的女娃娃 还不快让开 连左相的车架都敢挡 我来高一县主白锦志 我长姐郑国郡主 有话要与左相说 车夫一惊 忙下马车行礼 坐在马车内 闭目仰神的李茂听到这话 毛色沉了沉 挑开马车车帘 已是满面笑容 她说 既然郡主和献猪有话要说 不如去相符坐坐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秀天香 洪明小说 作者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集 白青岩的马车 便从白锦志身后缓缓而来 停在了李茂的马车旁 一只细长白锦的手 挑开马车车帘 正正好 同李茂马车车窗相对 看到白青岩那张 微微含笑的精致面容 端坐于马车内的李茂 意识笑开了 郡主既然有话要说 不如去老臣府上坐坐 今日想与左相说说 文振康之妻去找左相之事 几句话的功夫 便不去左相府叨嚷 以免打扰得左相夫人不安宁 李茂可不信白青岩 是那种会在人前 嚼舌根的无知妇人 白青岩既然提起文振康之妻 必有其深意 他望着白青岩平淡凉薄的眼神 手指轻抚着朝服上的绣花图文 轻笑的 郡主这话何意啊 老臣有些听不懂啊 那日文振康之妻去找左相 约莫是给左相了一封信 白青岩望着李茂从容镇定的面容 声音吁吁 可那信可不止一封 我这里也有不少 看过之后才知道当年二皇子 可左相交情非比寻常啊 突如其来的威形 带着浓烈的恐惧感 攀上李茂的脊背 让李茂心中惊涛海浪 白青岩是怎么知道的 难不成文振康之妻 也去找过白青岩吗 李茂手心一紧 故作不知 郡主的话 老臣实在是听不懂 听不懂也没关系 白青岩还是那副 笑盈盈的模样望着李茂 只是让左相知道我手中什么 刻意用来威慑左相 郡主这是何意啊 李茂眼底笑意 略微深连 也没有旁的意思 就是希望左相安分一点 不要给白家找不痛快 白家不痛快了 我自然也会让左相不痛快 相安无事是我所愿 不知是不是左相所愿 白青岩 白青岩明晃晃地威胁李茂 李茂抿了抿唇 低笑一声后说 虽然还是不明白郡主在说什么 但白家世代忠良 老臣自然希望能与白家建立情意 相安无事的 相安无事的 这一点 毋庸置疑 既然左相这么说 我便安心了 白青岩一双沉静的眸子 望着李茂 我也好心告诫左相 不要派人来我这里试探或者偷信 我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 会做出什么可不好说 左相应该明白 李茂搁在腿上的手 用力收紧攥住一板 唇角含笑 自是明白的 自从白家出世以来 这白青岩每每出手 都是惊天动地 那些原本应该见不得光的 应该深藏的 他全部将它抖落于光天化日之下 身上尽是宁子不屈 不必抚跃的磊落之感 敲登文谷 逼迫圣上严惩信王 这些看似破釜泉舟 毫无张法 胆大妄为的舍命之举 却往往是收获奇效 甚至让李茂这些 心存见不得光之士的诡诈之人 心存忌惮 甚至是畏惧 鬼诈之人都是阴暗怕死之徒 最即光明 最即遇到不怕死的 狭路之中 永远都是无畏赶死者少 白青岩笑着对左相憨手 放下马车帘子 吩咐车夫 走吧 白锦致也一家马度 跟在白青岩的马车之后 追上了白青岩 李茂放下车脸 闭了闭眼 难以平复心中的慌张之感 任谁心中最大的隐秘被人知晓 都是难以平行静弃的 只是真如白青岩所说 他有那些信吗 白青岩又知道了多少呢 李茂心里乱成了一团 掐着自己手心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如今看着白青岩的说法 似乎并不想与他为难 只不过是想消安无事 可为何白青岩会突然说 让他安分一点呢 李茂明了明唇 难不成白青岩已经知道 护不上书处中兴 是他的人了吗 李茂攥着一斤的手 用力收集 其实原本白薇亭死后 李茂并不打算与白家为难 只是 梁王不知为何 非要白青岩 他迫于无奈 才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想要先将白青岩身边的贴身女币 攥在手心里 以备将来之用 可谁知道 李茂想到了已逝的镇国王白薇亭 虽然他与白薇亭算是对立 但却打从心底里 敬佩白薇亭的为人 那人的风骨 当真是一身的浩然正气 顶天立地 白青岩是他最疼爱的嫡长孙女 想来 就算不能全然继承白薇亭的风骨 也不会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若他手中真有他当年与姓王的信件 会攥在手心里 不向太子揭发他吗 李茂咬了咬牙 此事还需和府中幕僚商议之后再定 白警智扶着白青岩下马车后 跟在白青岩身边 低声问白青岩 专姐今日似乎是在同礼貌说 手中有他的把柄 专姐为何要告诉他 会设吗 看得出 白警智似乎是不太赞同他 将手中把柄告知礼貌之事 白青岩拎着裙摆跨入府门 对白警智说道 是威慑 也是为了让他来试探 毕竟礼貌可不是我说什么 他便信什么的人 他一点一点地 同白警智把话讲不明白 礼貌为人小心谨慎 今日一见之后 定会试探我的手中 是否真有他的把柄在 若只是试探 礼貌出手 便不会弄得很难看 白警智点了点头 仰头凑近白青岩 听得是极为认真 如今 我们既然没有将礼貌 拽下左相之位的打算 那便先稳住礼貌 让礼貌不敢碰白家和白家军 给他自己惹麻烦 如此 那便需让礼貌明白 白家有威慑礼貌的证据 和收拾礼貌的手段 但白家不愿意主动于礼貌为敌 这个白警智懂 所以长姐今日这些话 就是为了逼他动手试探 再向他显示白家的手段能耐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一集 白青眼点了点头 先礼后兵 警告过了 他先出手 而后白家还击 才能让礼貌 既不会为了我们白家手上 攥着这份证据 与我们白家走到 玉石俱焚 玉丝网破的地步 也不敢再轻易打白家的主意 届时 白家掌握主动权 就该礼貌上门求和了 白家 现在正是须整个银胆 暗地图强之事 白青眼便需要按住礼貌 至少三年 此次 只要礼貌敢出手试探 他便能以雷霆手段 废了礼貌的爪压 如此 礼貌才会明白 白家是不愿意惹麻烦 并非没有给他制造麻烦的能力 他才会知道 白家虽只剩下孤儿寡母 却绝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 必须要礼貌知道疼 知道怕 知道白家能做得多绝 他才会打送心底的忌惮害怕 否则 礼貌动了白家的心思 或是有事没事 为远在南疆的白家军制造麻烦 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 他需要白家平安 需要白家军顺遂 便需要将礼貌给按住 甚至让礼貌出手护住 白家和白家军 如此 礼貌忌惮的那些信 也暂时不会见天日 虽说白清炎心中恨礼貌 可比起杀了礼貌 如今能利用这位再高位者 白清炎又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是晚几年动手收拾罢了 还不急 明白白清炎的意图 白锦致用力点了点头 嗯 那我这几日多多盯着 左向礼貌那边的动静 防着他出手 白清炎点了点头 白锦致想起 皇帝还为传召卢姑娘 入宫诊治之事 心中有些着急了 长姐 你说我要不要再去找找 皇家阿荣 我们是不是皇家阿荣 没有把我的话 转述给皇太医 皇帝都头疼上不了朝了 怎么宫里还没有人来请姑姑呢 我倒是觉得皇太医 定人是同皇帝提过姑姑了 再等等吧 应该快了 白清炎道 皇帝头疼找不出病因 太医院惶恐不安 若皇太医再听自家小孙女提起 卢姑娘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 难免会对皇帝提起卢姑娘 毕竟 之前皇太医通卢姑娘 一同为大长公主商讨过药方 对卢姑娘的医术是十分肯定的 皇帝疼痛难忍 又本就对这个卢姑娘好奇万分 或许能治好头痛之症 又能借此名正言顺的机会见一见 皇帝为何不为呢 之所以迟迟没有让人来请卢宁化 怕是想见 又担心这位卢姑娘 真的是苏秋姑姑转世 如今白家在他的忌惮中 落得如此下场 皇帝即便不愿承认他错了 内心深处也决无颜面对诉求姑姑吧 白景致刚提起 皇帝还未曾派人来请卢宁化进宫 替皇帝诊治呢 上午 皇太医府上便派人过来 说请卢姑娘随皇太医一同进宫 替皇帝诊治 卢宁化听到要入宫面上的消息 倒也不曾惊慌 只是去请教蒋嬷嬷 应该如何穿着 正巧碰到了闻讯而来的白青岩了 白青岩想了想 说 倒不必可以选喜欢的颜色 样式相似就好 说是同那位邱贵人一般 粉到酱气 蒋嬷嬷点了点头 大姐说的正是呢 不如就选前个刚做好的那身 水蓝色月华裙 也显得清爽 卢宁化对蒋嬷嬷行礼道谢 祖母指派了谁随行刺猴姑姑 白青岩问道 蒋嬷嬷忙道 大公主让老奴啊 随卢姑娘入宫 卢姑娘头一次入宫 大长公主难免担忧 白青岩点了点头 严海有话嘱咐姑姑 便陪姑姑回去换医生吧 蒋嬷嬷笑着道 老奴去准备卢姑娘的药箱 有劳嬷嬷了 卢宁化十分客气 白青岩随卢姑娘一边朝外走 一边笑道 姑姑姿子进宫 试着能够止住皇帝头痛即可 至于皇帝头痛的阴游 既然太医院都诊断不出来 姑姑也不好将整个太医院得罪 且 只有皇帝头痛之症好转 却不至于全好 才有能继续见姑姑的理由 卢宁化点了点头 对白青岩俯身 大姑娘放心 宁化知道分寸 也必会做好 姑姑不必多礼 白青岩扶住卢宁化 我是晚辈 姑姑如此 折煞青岩了 江嬷嬷命人准备好药箱和阴阴用具 来换换好了衣裳的卢宁化 白青岩将卢宁化送出府门 行礼道 那就辛苦姑姑和江嬷嬷了 卢宁化对白青岩还礼 被江嬷嬷扶上马车 手心紧紧攥着 这是她第一次见皇帝 长与不长 就此一次 大掌公主已经反复交代 大掌公主与她和母亲有大恩 若非大掌公主 她们母女俩早就不在人世了 她此生唯有用这条命 报偿大掌公主 绝不能坏了大掌公主的事 有时 皇帝的赏赐随着卢宁化 一同回到了镇国郡主府 白青岩与大掌公主 早早便候着卢宁化了 卢宁化回来以后 详细说了今日在宫中的情形 听到卢宁化说 皇帝秉退左右 独独留她一个人在殿中 望着她的眼神悲怯 双眸失红时 坐在江黄色西藩莲纹软殿上的 大掌公主 闭眼拨动手中佛珠 闽唇不语 白青岩知道 卢宁化是姑姑白素秋 转世这样的事 皇帝是信了 今日辛苦姑姑了 白青岩对卢宁化笑道 皇帝的身体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否是有人故意争宠 伤了陛下圣体呢 大掌公主问道 对大掌公主 卢宁化不敢隐瞒 便道 陛下脉相无异 所以宁化暂时不敢肯定 好 你且说来听听 大掌公主睁开眼 端起手边茶杯 说道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 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二集 宁化官陛下 手指不由自主 轻微颤动 且提有独特暗香 猜测陛下 似乎用了一种 西凉传过来的 助情药 此药 用时会让人觉得 雄风威猛 但过量 便会引起轻微中毒 头痛难忍 龙宁化 说起这些 丝毫没有 未出戈女儿家的 娇羞姿态 落落大大 倒是大长公主 嫌这些 让白清言听了 白白捂了 白清言耳朵 眉头紧张 姑姑见到 秋贵人了吗 白清言又问道 龙宁化摇了摇头 白清言想到 只有秋贵人 替陛下按摩 方能稍稍缓解 这样的头痛 便道 若是陛下 当真用了此药 可有何物 能缓解 这样的头痛 龙宁化略作思索 摇头 这助情药 是谢良传过来的 宁化 未曾深入接触过 也只是外祖父 曾经接诊过 这样一个病人 见过而已 所以目前 也只是猜测 陛下约莫是用了此药 却不敢肯定 白清言 眯了眯眼 西凉 助情的药啊 为陛下施针以后 我已建议陛下 最近清心寡欲 独居速食时日 龙宁化 看向白清言 说是时日内 陛下未曾头痛 宁化便可确认 陛下是使用了 这种助情之药 那就端看皇帝 会不会听 卢宁化的了 当年你外祖父 是如何医治 那用了西凉 助情之药的人呢 大掌公主 低声询问道 外祖父施针以后 叮嘱那人 不可再使用此药 否则将来 神被掏空 头痛是小 性命都堪忧 卢宁化肇实回答 大掌公主 又开始不懂付诸 谋色深沉 不知道又在想些什么 若是长久服用此药 多久便会 要个性命啊 大掌公主 突然开口问道 还是那副 慈眉善目 平和的模样 白清言 抬头看向大掌公主 不知道大掌公主 突然问这话 是何一呢 龙宁化 也是一脸错愕 那要看是不是 每日都用 龙宁化镇定下来 从容开口 若是每日都用 不出半年便会避命 若是每月两三次的话 五年之内 必会将人身体掏空 哦 是这样啊 大掌公主 应了一声 不知道想到什么 眼眶突然发红 她拨动辅助的手一顿 毛子看向龙宁化 竭力挺直几倍 话音肃穆 陛下为国事操劳费心 遇到一个喜欢的秋贵人 闲暇之余呢 稍微放纵 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知道宁化 可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陛下 尽情尽兴 却又不被 头痛所扰呢 祖母 这是想要 陛下的命吗 白清言不相信 不过片刻的功夫 祖母便改了主意 不准备护着当今皇帝 反而要这位侄子的命 卢宁化 手心收紧 若是皇帝死了 那她也就不用担心 某一天 要忍着恶心 被当作替身去 侍奉那个皇帝了 宁化 必竭尽全力 卢宁化 郑重保证 大长公主眼底 竟是悲切 好 那就辛苦你了 知道白清言 和大长公主 定然是有话要说 龙宁化行礼后 随蒋嬷嬷出门离开 大长公主挺直的起背 微微放松下来 以着团枕 露出疲惫老胎 缓缓开口 当今皇帝 年纪越大 越发多疑了 世上皇帝晚年 昏聩犯错的 比比皆是 与其让当今圣上 坐在龙椅上 整天一心白假 不如 扶太子上位 太子如今对你是信任 有加的 也答应过我 必能够保白家一个平安 当初白清言去南疆之前 祖母曾和太子 常谈过一次 大约就是那次 太子答应了祖母 保白家一个平安吧 白清言捶着毛子 没有说话 林家人 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即便是如今的太子 也只是因为 还未登上至尊之位 需要招揽人心 所以显得比皇帝 更加宽和 若是太子继位 也是一样的 就如当今皇帝 刚刚被封为太子之时 曾经为了巩固地位 对祖父说了那番话 可登基之后 皇帝便忘了 南疆之行 白清言已经将太子看透 对此人不抱任何期望 可他不愿意再反驳祖母 五年的时间 对白家来说 应当够了 祖母安排就是 白清言汗手 好 大长公主点了点头 看着在自己面前 再不负从前亲热的孙女 闭上眼 想起灵堂之内 白清言对他叩手断情分 说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之语 即便是血脉之情 不能说断就断 他的孙女和他 也已经离了心了 大长公主的确是没想到 他嫁给白薇婷 几乎可以说是 一生过得幸福安泰 没承想 晚年竟然成了孤家寡人 大长公主 长长地叹了口气 吩咐道 阿宝啊 回去歇着吧 做末夜乏了 白清言起身告辞 从上方出来后 隐隐听到祖母 港宴难忍的 细微哭声传来 却未回头 只垂着毛子 朝长寿院外走去 丈夫 儿子 孙子 皆生死难教 祖母作为妻子 母亲和祖母 当然是狠 可她作为大长公主 却只能选择 维护邻家黄泉 白清言猜到 祖母大约是想用 皇帝的死 来平复心中的恨意 如此一来 大进黄泉 还在他们临时手中 他又能泄心头之恨 抚平内心的创伤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三集 大长公主是先皇与先皇后的嫡女 她所在意的并不是当今皇上 而是临时皇权 不论是谁坐在大长公主与白家祖母这个位置上 都难 可这世上谁不难呢 祖母做了取舍 她选了临时皇权 便注定了将来和她南辕北辙 白清炎从长寿院出来 见卢宁华就在长寿院外 似乎在等着她 见她出来 卢宁华上前对白清炎行礼 大姑娘 姑姑 白清炎垂眸环礼 特意留下 想与大姑娘一同走走 卢宁华笑道 白清炎汉手 与卢宁华一同往前走 虽然宁华名义上是大长公主的义女 可是宁华知道 自己不过是一个庶民而已 卢宁华轻润的嗓音徐徐平和 但大长公主与宁华有恩 有些话在大姑娘面前说了 难免会有冒犯之处 还请大姑娘海涵 姑姑有事直说无妨 白清炎语气平和 宁华不知 大长公主和大姑娘之间 是否发生了什么 可是大长公主 疼爱大姑娘之心 是真的 人生最怕的 就是紫玉养 而亲不在 宁华经历过 故而斗胆劝一劝大姑娘 不论未来如何 沐夏既然疼爱大姑娘的长辈还在 大姑娘并不要让自己留遗憾才好 龙宁华说完 郑重对白清炎附身 宁华多言 还请大姑娘不要怪罪才好 姑姑所言 我记住了 白清炎并未介意 若大姑娘没有其他的吩咐 宁华便退下了 卢宁华垂眸道 白清炎点了点头 见卢宁华走远 春桃上前跟在了白清炎身边 低声笑道 这卢姑娘从背影看 倒与姑娘有几分相似呢 不是与她相 而是与苏秋姑姑相 白清炎看着卢宁华的背影 藏在袖中的手 微微收紧 是啊 既然那墓下疼爱她的祖母还在 她又为何要为未来方向不同而伤身呢 她回头朝着长寿院的方向看了眼 吩咐春桃道 一会儿 让小竹方做些松软的点心给祖母送来 无法再通从前那般与祖母交信 送份点心 也算是她对长辈尽了一份心意了 到底大长公主对季亭宇所做之事 让白清炎如梗在后 无法忽略不在意 四月二十日 卢平从朔阳回来 季亭宇所需要的东西 已经全部告诉了卢平 为了避免在大都城采买会引起旁人注意 卢平派人分批去其他地方采买 两人商议后 等四月二十六 白家送第二批家具物件时 他们在牛角山会合 然后让季亭宇坐视节奏 如此一来 既可以让季亭宇得到眼下所急需的 也能将匪患之事闹大 给白清炎练兵名正言顺的借口 卢平同白清炎回报 此次回朔阳发生之事实 白锦致也匆匆赶到了 白锦致听说 族长走投无路 已经求到卢平面前 甚至奉上财宝 觉得是十分扬眉吐气啊 现在知道服软了 晚了 白锦致冷笑一声 族长送来的财物 我全都收了 正好用作此次采买之资 卢平抬头看了眼 脸色平静的白清炎 紧了紧拳头倒 还有一件事 需要禀告大姑娘 那天 大姑娘和四姑娘走了之后 周大人抓了前去闹事的宗族子嗣 后来宗族族长他们 启程来到大都的那天傍晚 宗族的几个子弟喝多了酒 前去要求周大人放人 周大人没有应援 便当街打砸 叫嚷着周大人要是有本事 就将他们都抓进去 吴老爷的树孙 将一个卖花的小姑娘 从轿上推了下去 那小姑娘的娘亲 跳下河去救人 结果 结果 白清炎眸中透出冷意来 卢平低声道 结果 那小姑娘的娘亲 把小姑娘进上船 自己去 白清炎手心一紧 想起之前在朔阳城碰到的 名叫雅娘的卖花小姑娘 她记得 那个小姑娘 有着一双黑亮干净的毛子 极为懂事 不沾小力 又因母亲感情之深 那个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 是不是 叫雅娘 白清炎问道 卢平贬了点头 白清炎只觉心头是怒火攻心 满目地杀气森燃 然后呢 周县令是怎么做的 宗族组长的孙子白清炎 前去禀告周县令 要求周县令抓人 周县令已经将人给关了起来 原本 白清炎是想带着那个 叫雅娘的小姑娘会白家照料 可小姑娘抵触不愿意 白清炎便将小姑娘送到了 隔壁邻居家中 给了银子 让邻居带为照顾小姑娘 卢平声音沉重 他没有说他回来之前 他也给了那好心的邻居老奶奶 一袋银子 到底是白氏宗族做下的错事 卢平内心也是隐隐愧疚的 白清炎紧紧攥着手中的茶杯 白宇慈发出了轻微裂开的声音 他将茶杯按下 手指骨节泛白 心口怒意沸腾 白氏宗族 怎么会出了这么多 猪狗不如的东西呢 他闭了闭眼 可见族长选错了 是要疑惑全族的呀 雅娘 是那个卖花菜小姑娘 白景志也没忘记 那个不收萧容眼银子的小姑娘 见白清炎点头 白景志火冒三丈 宗族之人不止猖狂 还蠢得令人发指 张姐已经在书阳警告一次 他们还敢如此不知收敛 竟然还敢害人细命 宗族之中一个败类是其自身之错 两个败类 也可勉强撑起不成器 可若是败类居多 那便是族长之国 白清炎谋色阴沉很浪 这族长必须要换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当初祖父就不应该 顾忌族长颜面 应当不论让二伯也好 还是让我爹 或四叔或五叔 让他们任意哪一个回硕阳 接族长之位 说不定还能保证我白家一脉 宗族也不至于难到根里 宗族都出了些什么 诸葛不如的玩意儿 白锦志气得心口起伏巨脸 若非现在他人在大都 鞭长莫及 一定要将宗族那些 苟致不弱的东西 丑得青娘都不认识了 除了顾忌族长颜面之外 祖父还是太中和皇帝的承诺 为了皇帝那个虚假的 一统天下之旨 完全不给白家留后路 将子子全都带去南疆历 为皇帝培养给来日可用之汉匠 白清炎说着 台谋看向卢平 强压着心中怒火安排了 平叔 你即刻派人回硕阳 告诉周先令我的意思 绝不能姑息白氏宗族之人 他若敢训思便是与我作对 我白清炎必不轻扰 定要让他全族无人再能入室 后葬雅娘的母亲 派人好生照顾好雅娘 回朔阳之后 就将雅娘接到祖宅 是 卢平抱权称事 张姐让平叔对周县令如此说 是要提前清理宗族了吗 白锦致周眉问道 若是长姐回了朔阳 左相礼貌出手了 张姐不在怎么办 白清炎守在桌机上敲了敲 大都城有你二姐和祖母在 不会出什么乱子 原本想到母亲和朱卫婶婶 回朔阳之后再清理宗族 可墨下看来是等不得了 她是在祖母大长公主身边长大的 祖母有什么样的能耐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礼貌出手 也不过是试探的手段而已 祖母应付得来 白锦致还是不放心 二姐白锦绣如今身怀六甲 祖母 白锦致从心底已经是有些信不过了 她攥了攥拳头 张姐 不如我回朔阳 我好歹有个县主之身份 也说得过去 不然 我实在是不放心大都这边 白锦炎咬紧着牙关 摇头 说阳白氏宗族的事情更紧迫些 再纵容宗族下去 不知道还要维护多少百姓 再者 礼貌要试探的是我 我若不在 她也不一定会出手 小四你回去准备准备 四月二十四回宗族 张姐 为何不等二十六 随押送家居物婶的队伍一同走 白锦致问道 二十六日 平叔除了押送家居物婶之外 还有别的要紧事要做 我们跟着反倒累赘 我们提前走 带上护院军 处理完宗族的事情 我们再同护卫军和平叔一同返回大都 先母亲和诸位婶婶们 白青眼打定了主意 站起身道 我去通祖母 还有母亲说一声 小四你回去收拾准备 长寿院内 大掌公主听了白青眼 说起硕阳宗族之事 一时愤怒填婴 她拨动着佛珠说道 好啊 趁硕阳白氏宗族 此次事情闹得大 你且回去 以雷霆手段收拾了也好 大掌公主手中佛珠一顿 睁开眼望着白青眼 至于李茂那里嘛 你放心吧 有祖母在 你就安心回硕阳 处理宗族一事吧 最主要的是大掌公主断定 李茂暂时没有胆子 也没有能耐 敢直接对白家下狠手 打白家一个措手不及 致白家于死地 李茂生性谨慎 出手前必会先试探 但李茂若是要试探 想来是不会选择白青眼 不在之事 毕竟 去找李茂的是白青眼 而非旁人 不过这一回呢 阿宝啊 就让魏忠跟在你身边吧 大掌公主 郑重望着白青眼 魏忠是宫里出来的人 有她跟在你身边呢 这宗族之人 必会忌惮 还让魏忠留在祖母身边吧 白青眼回绝得很果断 说是李茂出手 祖母身边得用的 便只有蒋嬷嬷和魏忠 说让魏忠跟着我回说呀 大都这里我不放心 见大掌公主还要说什么 白青眼先到 祖母放心 对付朔阳宗族之人 不用费什么神 若是族人不愿意不将那些 全无人性 张狂妄为的东西出族 不愿意更换族长 那我便只能告罪祖宗出族了 朔阳白氏宗族 还需仰仗大都白家 不会不从的 大掌公主点了点头 阿宝啊 去同你母亲说一声 准备准备 去吧 此事已早不已迟 你今日便动身吧 今日怕是走不了了 孙女打算一会儿去一趟太子府 和太子说一声 白青眼悠悠开口 既然现在全天下都以为 白青眼是太子的人 为什么他不能接太子的事呢 之前太子身边的谋士 派人大肆宣扬他焚杀降服之时 不就是为了在他被万人唾弃之时 好让太子对他伸出援手 以此让他感激涕零地 从此效忠于太子吗 眼下 他将伸出援手的机会送到太子面前 对太子显露信任 毫不隐瞒家仇 太子又如何会不住他呢 若是他告诉太子 宗族之人污他与太子有私情 张太子之威 在朔阳横行霸道 谋害人命 他才以雷霆手段 忍痛收拾宗族 不予给太子名声抹黑 太子身边的芳老 难道不会建议太子派人跟他同去 趁机在朔阳百姓中 为太子赚个好名声吗 他之所以选在二十四走 便是给租太子和太子幕僚 商议查证的事件 最主要的 白清延还是希望太子看到 朔阳百家宗族的污糟模样 让太子转述给皇帝 让皇帝知道 白清延回朔阳也艰难 并非可以在朔阳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要让太子和皇帝知道 朔阳百世这些年做下了什么事 在百姓间的口碑如何的低励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五集 如此 等匪患频发 朝廷分身伐术 白清延开始以民为兵 练兵剿匪 皇帝和太子才会以为 白清延只是为了挽回白氏 在朔阳百姓中的口碑 甚至让太子以为 白清延是在为太子挽回口碑 且此次若让朔阳地方官都看到 太子对白家家族私事都如此上心 日后焉能同他作对呢 大掌公主明白了白清延的意思 点了点头 如果有太子安排的人跟着 便可接太子之事 如此 白清延此行将会十分顺利 但大掌公主绝对想不到 白清延目光已经放在了日后练兵之上了 从大掌公主长寿院出来 白清延便带着卢萍去了太子府 太子正和方老在书房内喝茶一室呢 方老的意思是 此次梁王负责烟窝赈灾事宜 太子不应当让梁王办得那么顺利 若是烟窝赈灾不出事 且让梁王将此事办好了 那就失去了太子 举荐梁王赈灾的意图 反倒让梁王露脸 将来或会让梁王有了 与太子殿下争大位之心呢 陛下到底是老了 人老了就喜欢念旧 尤其是梁王又是陛下的儿子 这些年陛下因为梁王殿下 是养在佟贵妃膝下的 加上梁王生性怯懦 对梁王尤其不惜 可是如果梁王将此次赈灾之事 飘飘凉凉办好了呢 方老提醒太子 殿下可不要忘了 上一次梁王胆大妄为 竟借口男女情势 意图栽赃郑国公叛国 可见梁王绝不像是他速日里 展示出来的那般懦弱无能啊 太子听了方老的话 心中是咯噔一声 点了点头 是啊 收买白青岩身边的贴身女币 需以那女币适切之位 以此来突破镇国公府 说梁王真的仅仅只是为了救信王 哪里能那么早就买通了白青岩身边女币 还以想要求取白青岩为借口 让那婢女将信放入镇国公府呢 可见梁王心中并非毫无成福 太子眉了眉眼 此事若非方老提醒 姑倒是要忽略 太子殿下日里万计 这等小事自然要我们这些做幕僚的 来替殿下留意呀 方老对太子略略憨手 此事倒也不难吧 燕窝之灾 涉及几成 要彻底平复喝起艰难 我们只要派人稍稍做些手脚 激发民辩 届时梁王无法收场 肯定会惹恼陛下 太子垂眸 摩索着手中茶杯细想 可若是激发民辩 梁王收拾不了 父皇若是派姑去呢 姑能收拾得了吗 殿下呀 若是发生民辩 那便需要派强兵镇压了 殿下器重郑国郡主 还怕没有人用吗 方老笑呵呵的 太子眉目舒展 是啊 若是引发民辩 那那些灾民便成了乱民 郑国郡主带强兵镇压 杀神之名便足以震慑那些乱民了 想来也无人再敢生事 如此一来 平复烟沃灾情之功 可就是他的了 天下 郑国郡主求见 全瑜在书房门外戏声戏气道 太子抬头 听到郑国郡主四个字 喜上眉梢 正说郑国郡主 郑国郡主就到了 快请郑国郡主进来 很快 白清炎随全瑜到了书房 对太子行礼 炎 见过太子殿下 白清炎起身看到方老 对方老略略汗手致意 方老亦是汗手欢礼 郡主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可是有事 太子笑着对白清炎指了指一旁的位置 示意白清炎做 全瑜亲自端着热茶上来 给白清炎上了茶便退出了书房 只听白清炎说道 炎这个时候前来叨扰太子 是因为炎要提前会朔阳一趟 却又担心大梁随时会与我进国起战事 特来问问太子殿下 可有大梁大军的最新动向的军宝 方老垂着毛子喝茶 不动声色 白氏朔阳宗族在大都城闹的那几场 太子如何能不知道呢 方老又如何能不知呢 太子想了想 以为白清炎是被族长和各位族老逼得认了书 要先回朔阳救他的族兄弟 若是如此 太子倒是可以卖白清炎一个人情 派人和当地父母官打个招呼 大梁陈兵红艳山 最近一直按兵不动 倒是没有什么大事了 你放心去吧 太子说完 看着白清炎又问道 不过 你不是刚从朔阳回来吗 怎么又要去 眼看就要到五月初一了 为何不等到那时 白清炎抿了抿唇 略略叹了一口气 皱着眉满脸难堪 虽说家与不可外扬 可炎不敢欺瞒太子殿下 朔阳白氏宗族 出了乱子 太子做出了仔细聆听的模样 等着白清炎的下文 上一次炎回朔阳 便是因为听说朔阳宗族子嗣 仗着大都白家之威 在朔阳横行霸道 为妃作歹 逼杀人命 炎迫不得已才回去处理此事 谁知回去之后才知道 朔阳白氏宗族子嗣 竟然以太子之威为他们鱼肉香里张目 在光天化日之下 强强他人商铺之时 竟敢谎称炎与太子有私情 是未来的 皇后 商铺东家若敢不从 便要商铺东家幼子之手 白清炎咬了咬牙 做出痛心疾首的表情来 炎沙山之民已经背负 且早已历时此生不嫁 不惧流言蜚语 可太子乃是国之基石 未来晋国的君主 圣明不可被误 言辩忍痛 请当地县令严惩 将围获乡里的白氏宗族子嗣 抓入牢狱 严惩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录》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六集 看着白清炎 郑重肃穆的表情 太子猴头翻滚 心中难免触动 后来组长带着各位祖老来大都城闹事 逼迫言以郡主之尊 强压县令放任 可言若是搭令强压当地县令放任 百姓便会觉得是太子殿下纵容白氏 言如何能应 也正因此 组长才带着祖老们 在郑国郡主府门前闹事 祖母将组长和各位祖老请入府中 耐心详说 不可轻纵宗族子嗣的缘由 却被族长和各族祖老逼得吐血晕卷 白清炎声音顿了顿 抬头郑重望着太子 后来护院军押送物品回朔养 得知有宗族子嗣醉酒闹事 为逼迫当地父母官放任 竟又心天人命 如今天下皆知 也乃是太子门下 言不敢图能再为太子添心功 但也绝不能成为太子负累 让百姓觉得 太子殿下纵容包庇白事 太子听白清炎这么说 难免就想到曾经 他疑心白清炎 跟随白清炎之风险 不承想 白清炎却是在风险 为他筹谋神怒之事 白家人重视明解 白清炎的确是一心一意 为他这位未来的国君着想 太子心中百般滋味翻涌 他点了点头 声音不可察觉地柔和下来 哦 那此次 郡主回去打算如何处置 白清炎攥了攥拳头 眼眶失红 下定了决心一半 与其铿锵有力 江白是所有闹事的子孙 全部出组 请当地父母官严惩不待 族长不能教导族人行善 罢免 更换新族长 若是宗族不从 白清炎便携大都白家 告罪祖宗出祖 从此与朔阳白氏再无瓜葛 只有如此 将来白是宗族之人 行凶也好 作恶也罢 白乡才不会将此 算在白家头上 迁怒太子包庇白氏 看着白清炎强忍心痛的模样 太子正要开口 却被方老抢过了话头 郡主如此为太子殿下着想 老夫深感敬佩呀 方老说着朝太子看过去 机不可闻地对太子摇了摇头 太子拳头收紧 沉住气点头 是啊 孤也敏感于心 白清炎做出一副 略显吃惊的表情来 太子和方老此等说法 言不赞同 此时乃白家 拖累殿下声誉 太子殿下不怪罪 已是万幸 燕何敢当太子敏感 怎敢当方老敬佩 殿下和方老若是如此说 要白清炎如何自处 见白清炎的样子 不像作假 方老这才笑着点了点头 燕知道 白氏宗族已将坐下 燕即便是告罪祖宗出族 也不能弥补白氏宗族 对殿下声誉抹黑之躯 此次平息宗族之事 若来日有机会 燕必定想方设法 为殿下赢回朔阳民心 白清炎平静幽深的眼眸 望着太子 满目笃定 太子点头 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内心更是有几分 洋洋得意 到底 他还是收服了 白清炎这样的奖才啊 白清炎站起身来 向太子辞行 既然如今大梁边界无异动 那延边放心回朔阳处理此事 处理完便火速赶回 若期间大梁有变 殿下可派人火速传白清炎 炎万死不辞 不知郡主何时启程啊 方老问道 白清炎十分客气地 对方老说道 本想今日便启程 可处理族宗之事 姿势体大 需要搜集其这些年 宗族子嗣所作之事的罪证 炎这里只有一点 收集其乐将这些子嗣除足 才能站得住脚 炎刚已派人先行出发 回朔阳搜集罪证 炎后日一早出发 回去便遣开祠堂 郡主所虑周到 若是需要孤元首 千万不要客气 太子说道 白清炎摇头 不能为太子分忧 反倒让宗族连累太子 炎依满心愧疚 不敢再劳烦太子殿下 炎舅子告辞 方老一颗心 更是往下放了不少 若是白清炎刚才答应了太子 请太子援助 方老反倒是要怀疑白清炎 此次来找太子的目的 他拒绝了太子好意 方老这才觉 白清炎或真的是为太子考虑 太子亲自将白清炎送到府外 见白清炎与卢平骑马离开之后 转身回府 跟在太子一侧的方老 栩栩开口 殿下 老朽以为此事若查证后 真如郑国郡主所言 太子殿下倒不妨 派身边亲信和一支太子府护卫队 跟着郑国郡主 见太子侧头看向他 方老这才栩栩到来 如此 一来可以显示太子并未因为郑国郡主宗族连累太子名声而怪罪郑国郡主 二来嘛 有太子殿下亲信跟着 郑国郡主回朔阳处理此事必然更加顺遂 郑国郡主也会铭记太子之恩 三来若是太子殿下派去的人 严领当地父母官严惩 也可替太子殿下收揽民心 若是郑国郡主下令 民心可就是郑国郡主的了 方老所言前两点 孤甚为赞同 可这第三 孤不以为然 郑国郡主何其聪慧之人 孤派去的人若是同郑国郡主抢民心 岂不让郑国郡主心寒呢 郑国郡主如今已是全然的笑容于孤 孤若是如此做 让郑国郡主如何看孤啊 太子悠悠说完便道 听说 朔阳周边匪患猖獗 上次就连容颜的货物都被截了 就派全瑜和两队太子府护卫 跟着郑国郡主 一切听郑国郡主吩咐 方老跟着太子的步子微微一顿 藏在袖中的手微微收紧 太子为白清言 这已经是第二次否得了 这可不是好找头啊 方老面色不显 笑着点了点头 那老朽先派人去查证一番 毕竟郑国郡主后日才出发 还有时间 殿下谨慎些好 你说是不是 太子低笑了一声 方老就是太谨慎了些 随你吧 但不要耽搁了郑国郡主启程 姑啊 还是想亲自送一送郑国郡主的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郁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七集 既然送人情 太子必然要做到 面子上做的是 让人无可挑剔 所以亲自去送 自是最佳 而且关于刚才方老所言 在烟窝赈灾之时 给梁王使绊子之时 太子还想问问白清炎的意思 看白清炎怎么说 白清炎从太子府出来 上马离开太子府那条巷子以后 正吩咐卢平 将他今日来找太子 禀明后日回硕样的消息放出去 尤其是左相礼貌 务必要让他知晓 没成想 刚交代完 就听到有人唤了 白家姐姐 白家姐姐 闻声 白清炎勒马 调转马头 白清炎一眼便看到了 与大都城一众世家子弟 立于酒楼门口的消融眼 他眉骨鼻梁 与下额 棱骨分明 身着暗纹斜金青衫 修长挺拔 周身金贵非凡的沉稳气承 在那一群金子贵皱之中 是格外显眼 吕元鹏 兴奋地拎着直坠下摆 从酒楼台阶之上 小跑而来 他欢欢喜喜 跑至白清炎面前 仰他望着 坐于高马之上 英姿萨萨 五官惊艳绝伦的白清炎 露出笑脸来 白家姐姐这又去哪儿 刚从太子府出来 准备回府 吕元鹏听到白清炎回他 得寸进职 伸手替白清炎 拉住了缰绳 仰着脖子笑道 今日我做东 请萧兄 秦朗和司马平 他们来庆祝我 洗刷园去 白家姐姐也来 喝一杯水酒吧 给吕元鹏一个机会 谢白家姐姐 白清炎被 吕元鹏的话 给逗乐了 知道吕元鹏 没有恶意 便道 你该谢还你 清白的大理寺 清吕大人 怎得来谢我了 秦朗见识白清炎 身侧的手紧了紧 意识朝白清炎的方向 走过来 刚走到跟前 便听见吕元鹏用一副 你就别瞒我的口气 说道 我吾说了 最早派人去查看 林兴安死因 询问林里 林兴安死去时辰的 便是镇国郡主府的人 所以我猜 白家姐姐一定早已知道 我是被冤枉的 会逢兄化吉的 要不然白家姐姐 一定会找大理寺亲的 对不对 秦朗立在一旁 看着吕元鹏 将她祖父 卖了一个干干净净净 心中反倒是有些艳险 只有被娇虫长大之人 才会如此无臣服吧 秦朗长衣一拜 郡主是准备回府 白清炎点了点头 并未下忙 后日一早 我也回朔阳宗族一趟 如今大梁沉冰边界 我有些不放心 去问问太子殿下 大梁有无异动 大都城内 有什么人传消息 比这群顽固传消息 传得更快啊 萧容颜 与其他几位大都城 勋贵人家的公子 走了过来 对白清炎行礼 白清炎 这才下马还礼 月时站在最后面 想要同白清炎打招呼 却又不能挤到了这些 大都世家公子的前面去 只能是眼巴巴地望着 白家姐姐要回朔阳 是不是因为朔阳宗族 那个族长带着祖老 在镇国郡主府门前闹事啊 听说还将老祖宗 气得吐了血啊 浅白清炎露出 一言难尽的表情 吕元鹏顿时心头怒火翻腾 对朔阳白氏宗族 已是厌恶之计 臣从未见过这世上 竟还有如此 以见灵贵之无耻之徒 这还是在大都城呢 就敢连当朝大长公主 都不放在眼里了 若是将来白家姐姐回朔阳 他们还不在白家姐姐面前 给翻了天了呀 百年将门大都白家 儿郎女儿家 个个都是季月风光 顶天立地 怎么宗族净是些 面目可憎的卑鄙小人呢 看郡主行色匆匆 不知又何事啊 肖某可有帮得上忙的 肖戎眼极为深邃的眸子 含笑望着白庆岩 态度温和从容 不必肖先生费心 岩可自行处理 白庆岩对肖戎眼拱了拱手 白家姐姐 要不然后日我同你一同去受养吧 吕原鹏望着白庆岩道 只要白家姐姐一声令驾 我定然是 为白家姐姐之命是从 白庆岩对吕原鹏笑了笑 我还应付得来 说完 白庆岩对诸位施加公子 拱了拱手 就不打扰诸位 白庆岩告辞了 郡主留步 肖戎眼笑着转身 对吕原鹏一群人行礼后 说道 肖某还有事要与郡主相说 诸位先行一步 肖某稍后就到 肖戎眼心悦白庆岩之事 虽然还未在大渡城传开 这些擅长风月之事的顽固 又如何看不出来呢 虽说他们都与肖戎眼交好 从未轻看过肖戎眼 肖戎眼的出身 可让大晋国郡主 下嫁商人 他们也都是知道不大可能的 尤其是白庆岩又曾经在 灵前立誓 此生不嫁 不过 既然肖戎眼欲求白庆岩 他们也不好明着阻止 毕竟肖戎眼一向是 行事极为有分寸 定然是由自己打算的 不过吕原鹏倒是很担忧 最后肖戎眼求而不得 又身陷不可自拔 毕竟白家姐姐如此巾帼英雄 奥古林寻又美貌惊艳的女儿家 的确是很容易让人心动 难以自持的 吕原鹏与白家诸子交好 如今白家十七子 皆为国舍命捐躯 她早已是白庆岩为自家亲姐姐 肖戎眼于她而言更是一时一有 若抛开身份 她倒是很希望肖戎眼能和白庆岩在一起 司马平忙圈住吕原鹏的紧帛 拉着身边的顽裤准备回酒楼 笑着说道 不着急不着急 消休你将军主送回郡主府再来 我们等你 绝对来得及 肖戎眼大大方方的笑着汗手 忽略司马平的几眉弄眼 司马平和吕原鹏 带着一杆顽裤上楼之后 就听吕原鹏叹了一口气 就可惜肖兄的身份是个商人 咱们做朋友兄弟的虽然不会介意 可是难免白家姐姐家里那位老祖宗介意 那位 可是咱们大晋国的大长公主 绝对不会将最疼爱的敌长孙女 下嫁商人的 司马平搂着吕原鹏的紧帛 坐在吕原鹏身旁 伸手就往吕原鹏脑袋上敲了一下 那白家姐姐可是一个傲骨俊俏 说一不二之人啊 她已在郑国王郑国公灵前立世 终身不嫁的 你觉得白家姐姐会打破誓言嫁人吗 那肖兄岂不是更没戏啊 吕原鹏不知道司马平高兴个什么劲啊 原鹏啊 我说你们家几个兄弟 是不是都把你嗡嗡的精明封光了 就给你留下了个鱼母疙瘩脑袋 司马平叹了一口气 挑眉道 白家姐姐可以不嫁 可谁说咱们肖兄不可以入坠啊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闻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八集 李渊鹏眼睛眨了眨 这怎么可能 你看肖兄那相识入坠的人嘛 肖兄虽然是个商人 可人品贵重 不同俗流 且读过圣贤书 学佛舞车堪称江凯之学 若非左上经商 家装又是独苗只能接手祖业 会入室 即便不入室 其才学必能著书立说 这样的人物 怎会甘心入坠啊 司马平看着 吕元鹏的眼神发亮 呦 元鹏 看不出你也能说出 这么文作作的话来 吕元鹏脸一红 鼻孔朝天道 小爷我怎么就不能说出 这么文作作的话来 吕元鹏没好意思说 这些话都是他们家 哥哥吕元庆说过的话 他不过是照搬而已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操心白家姐姐和肖雄的事情 这个市场啊 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司马平拍了拍吕元鹏的心口 安抚他道 长街之上 酒楼茶室内已经点亮灯火 门口高悬的红灯也逐渐亮了起来 孩童追逐嬉闹声和摊贩吆喝声 此起彼伏 十分热闹 白青岩同萧容颜并肩而行 月时十分自觉 替白青岩牵着马 和卢平走在白青岩与萧容颜后面 萧先生有事尽可直言 白青岩等 他不是有事 只是专程谢大姑娘 设法将那批茶火运至空洞山 那让眼的伤队 顺利按时进入大量 萧容颜随白青岩款步慢行 声音许许 此事对眼来说至关重要 心中感怀 岂不知 应如何谢大姑娘 萧先生太客气了 白青岩和萧容颜都明本 萧容颜这批货 本来就是白青岩的人结的 白青岩脚下骨子一顿 转身望着萧容颜 萧先生若只是为了道谢 就请回吧 酒楼中萧先生的朋友 还在等候 萧先生不必再送 白青岩怀音刚落 萧容颜突然抬头 朝两人头顶上方看去 一脉扣住白青岩的肩膀 将人猛地拽入怀中 同时急速向后退了 大姑娘 卢平睁大了眼 花盆几乎是擦着白青岩的脊背砸落的 在地上碎干 尖叫声一片 楼上传来电小二惊慌失措的道歉声 没事吧 萧容颜结实有力的手臂 还紧紧搂着白青岩不应一握的细腰 白青岩心跳得极快 她抬头望着粗眉的萧容颜 夕阳暖沉沉的光线 和长街明晃晃的红灯 映得她轮廓硬朗的侧脸 让她五官愈发显得刚毅 那双眼也格外深邃 呼吸间是眼前男子身上 类似沉水香内敛低沉的气息 她横在两人之间的手臂 意图推开萧容颜 萧容颜的手臂却用力收紧 将两人的距离拉得更紧了 她深沉的视线 静静凝视白青岩的双眼 闽唇未雨 已让人觉得眼底深藏情深 见大姑娘没事 卢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对萧容颜的印象 越发好了起来 哎呀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酒楼掌柜一路小跑出来 鞠躬哈耀 白青岩忙退出萧容颜怀抱 转身望着成黄成空的 酒楼掌柜 副手而立 藏在背后的手紧紧钻成拳 克制着自己的乱糟糟的情绪 都是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酒楼掌柜 朝躲在她身后的小二踹了一脚 偏偏这个时候搬花盆 差点伤到贵人 实在是对不住啊 店小二挨了掌柜一脚 唯唯诺诺地跟在掌柜身后 眼圈都红了 眼前这一对周身气度不凡 穿着金柜的贵人 便知道 今天自己是惹了大麻烦了 膝盖一软 就跪了下来 两位贵人对不住啊 小的不是有意的 求二位贵人开恩饶过小的吧 那店小二带着哭腔说完 以头枪地 砰砰磕手求饶 白情妍望着双腿发软 全身颤抖的店小二 低声道 我既无事 你何过之有 起来吧 下次小心闲 别伤到旁人了 是是是 店小二是如临大赦 多谢姑娘 多谢姑娘 多谢贵人 多谢贵人 掌柜也忙跟着道歉 白情妍深深看着店小二一眼 见得店小二慌张失措 有如莽大赦的样子 不像作假 这次抬脚朝天早去 萧容颜与白情妍换了一个位置 让白情妍走在临街那一侧 郑重其事道 严送大姑娘回去 白情妍本意拒绝 可见到萧容颜 平静认真的目光 还是点了点头 萧容颜将白情妍 送到镇国郡珠府门口 对白情妍行礼告辞 再无什么逾举的行为 卢平立在镇国郡珠府门口 望着远远离开的萧容颜主仆两人 心中多少有些觉得可惜 萧容颜的通身的金贵沉稳气度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商人啊 倒像是个饱读诗书的红儒一般 通身读书人儒雅拥和的气度 若非萧容颜只是一个商人身份 与他们家大姑娘倒也算得上是般配 就刚刚两人并肩而行 她从后面看着 就如同是一对金童玉女 当真是好看劫了 罗平收回视线 随白情妍一同入府 一声问白情妍 大姑娘 要不要去查查那个点小二 不必 应当只是一个意外 毕竟也无人提前知道 我们就要走那条路 我又正好要停在那家酒楼门口 巧合罢了 白情妍道 罗平点了点头抱拳道 属下这就安排人 将大姑娘后日回朔阳之事 散步出去 白情妍点头 左相李茂府上得到消息 白情妍后日摇回朔阳 叫来两位幕僚商议 一位幕僚认为 趁此机会将白情妍斩草除根最好 可另一位觉得 白情妍不会傻到将信随身携带 且大都城白家有大长公主在 绝不是那么好进的 李茂坐于摇曳的烛火之下 听着争论不休的幕僚 抬手敲了敲面前的暗机 不能贸然出手 甚至到现在为止 我们并不知道白情妍手上 是否真的握有那些信 还是先事上一事 且要在白情妍还在大都之事时 年级教掌的青山幕僚说道 左下 毕人倒有遗迹 说来听听 李茂朝青山幕僚望去 既然文证康之期那里问不出什么来 又说其他的信 他都放在可靠之人手中 但此人并非是郑国郡主 而我们又不知道 郑国郡主手中是否真的握有那些信 那不如将郑国郡主这个潜在的敌人 变成阴亲 青山谋视道 李茂皱眉白了白手 郑国郡主已经立世此生不嫁 也是以此借口 推举了大梁的皇子 那更不会嫁入李家 左下 敌人说的可并非是郑国郡主 而是高义县主 青山幕僚缓缓开口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玉闻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同名小说 作者《千话经诺》 由一念成魔随为川小辈领先演播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二十九集 李茂眉头一紧 若有所思的吹眸望着暗机 出神 高义县主如今年已积极 左下又死 年长高义县主三岁 还未定亲 如此一来 左下与郑国郡主便成了殷亲 想来郑国郡主就算是手握这些信件 也不会轻举妄动 青山幕僚道 若是大长公主和白青岩不愿意呢 李茂垂着眸子 虽然说她的幼子并非是旅渊鹏那样出名的顽固 可也并非出类拔萃 大长公主和白青岩能愿意吗 左下可以直接向陛下求恩之 青山幕僚笑了笑 如此 就算是大长公主和郑国郡主不愿意 也已经目以成舟 他们白家总不至于抗旨不遵 即使两家成了殷亲 先稳住白家 随后再慢慢试探那些信 是不是在白家手中 白山幕僚摇了摇头 说是郑国郡主和大长公主不同意这婚事 激怒了大长公主和郑国郡主 将手中信件直接交到陛下 或者太子那里又该如何 听到白山幕僚这么说 青山幕僚双眸一亮 看向李茂 左下或可让夫人进宫 求太子生母与贵妃做这个媒 先让两家孩子顶亲 等高义县主出了小妻再行婚嫁 若是郑国郡主和大长公主不同意这婚事 至少还有个回环的余地 不止于让郑国郡主与大长公主做得太绝 青山幕僚越说 眼睛越亮 想必郑国郡主定然会前来威胁 让左下自去想方设法退亲 届时 相爷提出要看到信 才愿意去退亲 且保证不伤高义县主名声 如此也可试探出 信是否在郑国郡主手中 若真的在郑国郡主那里 郑国郡主又只求一个相安无事 我们便不要为了梁王 去招惹郑国郡主 以免惹祸上身 白山谋士也点了点头 十分赞同道 就算是到时候 信并不在郑国郡主的手中 左相之子 能与高义县主定亲 也不算是损失 李茂眯着眼 凝视暗机上的琉璃灯照 想了想 点头 这 也算是个办法 眼下就要看 这话如何同陛下说 能够让陛下同意这桩轻事了 两个幕僚正在苦思冥想 李茂却有了别的想法 其实倒也不用真的去向陛下请迟 放出本相要去陛下那里 替我家幼子求取高义县主的消息 若是大长公主与郑国郡主不同意 定然会来找本相 青山谋士不赞同 但若大长公主要是听到了风声 提前将高义郡主许给他人了呢 李茂听到这话反倒是勾起唇角笑开了 他凝视眼前在琉璃灯照中向上窜声的火苗 冷静笑道 如此便证明郑国郡主手中并没有那些信呢 青山幕僚顿时恍然 是啊 若是郑国郡主手中握着那些信 一旦听到这个风声 自然是来找左相警告左相 哪里会走匆忙给高义县主定亲这条路呢 若是大长公主和郑国郡主真的走了这条路 便证明白家的手中并没有那些信 郑国郡主只是不知从何处知道这些信的存在 来胡左相罢了 但李茂可不觉得白青岩吃饱了撑的 只是为了来吓唬自己 李茂怕的是 手中并没有那些信的白青岩 用那些信来控吓自己 背后是有更大的目的 比如 想等他真的相信那些信在他手里时 便来要挟他做些什么 若是白青岩手中真的握着那些信 李茂才信白青岩 是为了要一个香安无事 他只要不为了梁王去招惹白家便是了 也没什么损失 青山幕僚直起身来 朝向左相的方向一半 左相手段高明 某敬佩之急 李茂屈指 用力在暗机上敲了一下 说道 郑国郡主22日便要回朔阳 今晚就把消息放出去 明早之前 务必要传到郑国郡主府 此事早试探清楚 本相才能行安啊 白山谋士抱全称事 左相放心 明早之前 消息定然会被送到郑国郡主府 李茂汉手 端起面前茶杯来 去安排吧 今夜传出李府 要为某子求取高一县主的消息 明早 李茂再让自家夫人 向中宫地牌子请见 将自家夫人进宫 是想要替某子求恩旨赐婚的消息 放出去 若是白清言那边 没有来找他的意思 那便说明 白清言所谓 手中攥有他与二皇子信件的话 是唬他的 想到那些信 李茂难免头痛啊 当年他为了取信二皇子 所以才应了二皇子身边谋事要求 与二皇子亲笔通书信 如此一来 双方都攥有对方的把柄 便谁也不怕谁背叛 后来 他挑唆二皇子逼宫 原本想着 自己可以就此一步登天了 谁知道 还是败了 他搜干净了二皇子府 唯独这些信件没有搜出来 如今这些信反倒成了他的软肋 还是得想个办法 将那些信件找到 销毁了 才能无后顾之忧 白清言练弯红鹰银枪 亦是大汗淋漓 全身石头 春桃扶着白清言进去木翼更衣 又替白清言搅干了头发 见白清言还不打算休息 正坐在灯下看书呢 便悄悄退出去 打算给白清言泡茶 春桃刚走 便有一道敏捷灵巧的身影 从房梁纸上一跃而下 见窗帘上映出白清言轮廓来 那人急步走至窗前 脊背紧贴墙壁 压低了声音道 属下奉二姑娘名 前来向主子 禀告左相府动静 来的 是大长公主 交给白清言的暗卫 暗卫奉白清言之名 在白锦绣左右 任白锦绣驱使 可在暗卫心中 只有攥着号令 暗卫令牌之人 才是真正的主子 故而 称呼白清言为主 白清言抬头 扶着书籍的手一紧 抬手 轻轻将木窗推开一些 平静的同仁 朝说话之人看去 窗缝 透视出一道 黄长长的光线来 落在暗卫脚下的 青石地板上 窗缝内摇曳灯光 映得白清言眉眼 忽明忽暗 那毫无波澜的眸中 暗藏锐利锋芒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狄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集 安慰健壮 忙跪地一半 语速又轻又快 属下放二姑娘的命 待人守住了左相府 二姑娘曾言 若左相府有动静 让我直接来禀柱子 今夜夜里 左相府分散三十几人出府 各自前往都城烟花柳相 和各家酒寺 散步流言称 左相府有意替左相幼子 求取高益献住 且也未曾遮掩身份 白青眼静静听着 面色未变 目光却越发深沉 这 就是李茂的试探吗 李茂的幼子李明堂 那可是个人物呀 同样是顽固 可顽固和顽固 可是不同的 有顽固如旅元鹏一流 虽然闯祸不断 可到底形势 还是有分寸 有底线 也有如李明堂这样 醉心于男欢女爱 不顾人伦 连李茂小妾都敢碰的畜生 李茂疼爱幼子 事发之后 一尺白铃要了那小妾的命 将此事压得是密不透风 可从此 李明堂成日留恋 烟花留下 最后要死要活的 欲将暖春楼的三等娼妻 取回去做正妻 李茂的夫人不允许 李明堂就不去参加科举考试 从此以暖春楼为嫁 成日的留宿暖春楼 兴致来了 还会换暖春楼多女同情 虽然李明堂 从不在外表露身份 可那暖春楼的三等娼妻 却忍不住对外炫耀 左相之子欲求取她为正妻 后来 左相暗中出手 便让那暖春楼一夜消失了 暖春楼所有的妻子 一巧无声息消失在了这个世上 且骚味干净 虽说此事没有实质性的把柄和证据 可听说过此事的轻贵人家 也不在少数 谁人不将此事当笑话看呀 左相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东西 李茂心里清楚得很 这么做 无非就是为了激怒她 白青言慢慢开口 知道了 你去查查左相的柚子李明堂 今日在哪家花楼 一瞬 那暗卫便消失在狼雾窗下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半 白青言收回底的窗帘的手 视线落在手中兵书之上 细细思索 李茂故意让人放出消息 且不遮掩身份 就是想要看白家要如何应对吧 李茂大约是急着在她回朔阳之前 就试探出来这些心 是否在她的手里 所以才会这么着急 今夜便让人放出消息 原本白青言还想着 李茂大约会等她从朔阳回来再出手 谁知道 李茂这么喜欢赶走 那她便先招呼李茂吧 李茂敢打她四妹的主意 那就不要怪她出手狠了 如此 才好教她知道 她相安无事这四个字 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 晨光破晓 穿透笼罩大都城上方的薄雾 领量了满城的青蛙飞檐 清婚院的大门敞开着 白青言沉脸告一段落 正立在院中石桌旁 一边接过春桃递来的毛巾擦汗 一边听卢平同她说起 昨夜突然疯传起来的传言 传言 左相李茂要为柚子求取高益献住 今日一早 左相的夫人已经向中宫递了牌子 去求恩典 她是商务就能进宫了 若此事是真的 左相夫人必是去求请皇后娘娘 为他们家柚子和咱们四姑娘赐婚的 卢平语调有些急 那个李明堂虽说是左相嫡子 可有些传闻却不太好呀 虽无实证 可也绝非是空穴来讽 白青言放下帕子 端过春桃递给她的茶杯来 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后 才到 左相的柚子李明堂在花满楼 评说你亲自带人 找到这个李明堂 白青言转头 冷酥淡然的眸子望着卢平 打断她的双腿 就在左相下朝必经之路等着 我随后就到 卢平一惊 打断腿 大姑娘 那 那可是左相之子呀 卢平有些心惊 我知道 评说照做九十 我心中有数 白青言阴沉沉的眸色 内敛又深沉 评说切记出手要狠 即便打死也无妨 闹得越大越好 一个柚子和全族性命 白青言相信 李茂这种势力之人 分得出轻重了 大姑娘做事向来有分寸 既然是大姑娘 让打断李明堂的双腿 打死也无妨 那她就打断她的双腿 是 卢平领命李肯 正是清晨 花满楼的姑娘们 还都没有起 留宿花满楼的恩客 更是累了一夜 正是好眠的时候 卢平带着白家的护卫军 配刀 毫不客气冲入花满 花满楼的打手原本想拦 却见 卢平等人来者不善 个个身姿不凡 像是军队出身 气势汹汹又都配刀 吓得是不敢上前 花满楼的妈妈 被龟公匆匆叫醒 塌了的鞋 一边用外袍裹住自己 一边往外跑 明明心慌得不行 却还绞柔造作地拉成音调 极其谄媚地 往卢平的身边凑 哎哟 大人 你不知道大人是有何事啊 吩咐我花妈妈一生就好了嘛 何必这么大的阵仗 可别吓坏了楼里那些娇滴滴的小姑娘 您说是不是啊 啊 卢平凌厉的目光朝花妈妈看过去 绷着脸问道 左相之子 李明堂在哪 花妈妈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目光往三楼一瞟 忙到 哎哟 我说爷 您可别难为我了 能来我这花妈楼的个个都是贵客 和您说了 我这老命还要不要啊 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卢平冷笑一声 用手中配刀刀鞘抵开 往自己身边凑的花妈妈 下令道 去三楼 一间厢房 一间厢房给我搜 搜到李明堂不必多言 往死里打 花妈妈一听这话 立刻就察觉出了不对了 这李明堂可是当朝左相敌出的幼子呀 这群人什么来头 竟敢将左相之子往死里打 他卫背人欠 左相之子要是死在他这花门楼里 别说生意做不成了 就是活不活得成那都是两说呀 花妈妈吓得全身发抖 命也不要了似的 忙去拦上三楼的护卫军 眼间拦不住 又忙跪到卢平面前 哎呦爷 大爷 你少录我吧 我一个小小花楼的妈妈 这要是左相之子 在我这里出了事 那我也活不成了呀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一集 卢平不为所动 花慢慢伸手去拽卢平 可一触及卢平嫌弃的目光 忙畏畏缩缩跪在那里 哭道 大爷 官爷 我求您了 您就当行星好 少过我和这满楼几十号的姑娘吧 三楼上 白家护卫军已经踹开了第一间香坊 里面传来姑娘的尖叫声和恩客的怒骂声 花妈妈满目惊恐 回头朝楼上看了眼 也顾不上害怕了 西行两步上前 双手紧紧抓住卢平手中佩刀 哭喊 大人 我知道我们这些人在你们这些大人眼里 敌钱得很 可是人总得给自己留条活路不是 你和左相之子的恩怨 我们这些低贱之人不知道 可要是左相之子死在我这花满楼里 我这楼里几十号姑娘可是要陪葬的 短春楼就是个例子 你就当放他们一条生路 行行好吧 三楼尖叫声和怒骂声不断 卢平看着脸上已经没有了谄媚 竟是惊慌失措和狼狈哀求的花妈妈 咬了咬牙对楼上高呼一声 找到李明堂 护下来 等级打折她的腿 花妈妈听到这话如活过来一般 忍不住哭了一声就连忙对卢平叩首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我这辈子定会铭记大人恩德 我给大人立长胜牌 给大人立长胜牌 你们干什么 李明堂听到房门被踹开的声音 谢一敞开着坐起身来 将身后的美娇娘护住 怒目横眉骂道 疯了 我李明堂在的厢房都敢闯 找到李明堂了 冲进来的护卫高呼道 李明堂一听 竟是来找他的 一惊 眼见那些佩道之人 气势汹汹朝他而来 立时睁大眼 又见那些人统一装束 却又不是官府之人 李明堂便猜到 这定是大都哪家 勋贵人家的护院 白家护院军冲进来 二话没说 就扯住李明堂的手臂 将他给往外拽 李明堂大惊 这些人知道是他 还敢动他 你们是哪家的护院 我是左相之子李明堂 你们敢抓我 信不信我爹宰了你们 是不是李元鹏 那个混蛋让你们来的 卢平听到已经抓到了李明堂 台谋朝台楼上看去 剧烈挣扎的李明堂 只穿着蟹衣 便被白家护院军 从厢房里给拖出来了 他剧烈挣扎着 你远碰你个我妈蛋 你他娘的真敢让护院军抓我 你就不怕我爹 告诉你祖父吗 李明堂整日沉溺于温柔乡 哪里比得过护院军身强体壮量 两个护院军架着李明堂下楼 跟玩似的 花妈妈刚才哭过 这会儿见李明堂被拖转下来 吓得躲在红旗圆柱之后 不敢吭声 斗如筛坑 拖出去 往死里倒 没我吩咐 谁都不许听手 卢平面无表情地吩咐他 李明堂睁大了眼 反应过来 这肯定不是吕家的护院 你们是谁家的 谁家的 是不是李明堂的人 我爹是当场左相 你们谁家的我 都不得好死 楼上楼下 挤满了看热闹的姑娘和恩客们 议论纷纷 就连躲在红旗圆柱后的花妈妈 都忍不住揣度 眼前杀气凛然的卢平 是谁家护院 竟然如此嚣张 连左相都不放在眼里 花满楼门口 李明堂抱着头 被打得连痛呼的声音都发不出来 卢平手握腰间配刀刀柄 算着时间差不多了 这才开口 打断他的双腿 拖着他 走 片刻之后 李明堂的惨叫声响彻大动 卢平面色沉着 命人就这么大大咧咧拖着被打断双腿的李明堂 招摇过世 按照白情言吩咐的那般 将事情闹大 昨夜最久 流宿在梵雀楼的司马平 闻讯披零件外套 赤脚匆匆小跑着窗口 推开窗帘 便看到李明堂 被不知道是谁家的护院拖着 正招摇过世 浑身是血 惨叫不已 司马平睁大了眼 惊得是笑了一声 他抬手摸了摸自己下巴 一脸的幸灾乐祸 这么大的喜讯 要是王鹏知道了 还不得高兴地 请我一同大喝三天啊 说完 司马平立刻转身回去 穿衣裳 准备去跟着看热闹 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再去找昨夜辈的兄长 揪着耳朵拖回去的吕彦鹏 告诉吕彦鹏这个喜讯 白青岩的马车 已经在李茂下朝必经之路上 候着了 沈青竹见李茂下朝的马车 缓缓而来 压低了商影 对车内的白青岩说道 大姑娘 左向李茂的马车来了 卢平拖着李明堂到的时候 左向李茂下朝的马车 已经离得很近了 大姑娘 评书来了 沈青竹说完 侧身退到一旁 卢平对沈青竹汗手 走着马车旁 压低了声音开口 大姑娘 给李明堂留了一口气 敢来看热闹的人也不少 知道了 白青岩冷脸应声 等李茂的马车停下 让人将李明堂 丢到左向马车前面 是 卢平抱拳应声 就通沈青竹立在马车旁 手握佩刀 死死盯着李茂的马车 李家的马车内 李茂闭着眼 思量今日朝上 陛下说起烟雾灾情 太子那些替梁王说的话 似乎有些不怀好意 太子将梁王抬得太高了 说梁王是陛下之子 且由左向李茂细心教导的 长子随行 又有石潘山将军相助 哪次赈灾也没这么大的阵仗 让陛下不要因为梁王 平日里不显露才能 便轻叹了梁王 只要梁王上心 定能平定此次灾情 太子那一副 以弟弟为傲的模样 陛下倒是满意了 可言下之意 便是若灾情处之不好 便是梁王的错 李茂正想着呢 便听驾车的马夫说道 相爷 前面的路被堵了 看着像是 郑国郡主府的马车 李茂手心一紧 睁开眼 白青岩还是来了 所以 白青岩手中 是有那些信的吧 现在还不能确定 说不定白青岩是 虚张声势 故意来吓唬她的 今天她必须同白青岩 将话给挑明了 若白青岩不将信拿出来 她是不会相信 白青岩手中握有那些信的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二集 李茂轻轻抬了抬下额 理了理自己的领子 端坐 已然摆出了 当朝左相的架子 若白青岩不愿意拿出来 那她会好好叮嘱夫人 进宫后 不论如何 一定要求皇后娘娘下了恩旨 让高义县主嫁入她理将 如此一来 那些信只要灭世 便是抄家灭族 高义县主也免不了 信若不在白青岩手中 那白青岩想要妹妹活命 就得帮她一起找 信若再白青岩手中 那也就如同是废纸了 除非她连妹妹都能舍 就停在郑国郡主的马车前 李茂冷着声音道 是 见李茂的马车缓缓停下来 卢平抬手 对身后护卫军做了一个手势 两个护卫军立刻拖拽着 满身是血的李明堂 急不上前 将人丢在了左相马车前 马夫突然看到了一个 浑身是血的人 吓了一跳 对马车内的李茂说道 相爷 郑国郡主让人往咱们马车前 丢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还不等马车内的李茂反应 只剩一口气 趴在地上的李明堂 是颤巍巍抬手 气弱油丝 姐 马夫大惊 六公子 六公子 马夫忙从马车上跳下来 冲过去扶着李明堂 一看的确是他们家六公子 忙喊道 相爷 是咱们家的六公子 咱们家的六公子 李茂一听是自己儿子 忙得站起身来 险些被马车车顶给撞掉了官帽 他扶着官帽弯腰从车内出来 只见 穿着解衣的儿子 被人打得浑身是血 差点眼前一黑 从马车上给栽倒下来 跟在李茂身后的护卫立刻上前 按住腰间配刀刀柄 虎视眈眈 凝视卢平一行 沈青竹上前一步 一身黑衣 怀抱一剑 视线扫过那些李家护卫 谋色冷肃煞气凌燃 仿佛并未将这些护卫放在眼里 他一人就可以尽数收拾干净 疼儿 疼儿 李茂拎着官袍从马车上跳下来 亮枪急 官袍滚落一旁 若非护卫将左向扶住 必定是栽倒 李明堂看到自己的父亲 虚弱无力地唤了一声 头垂落下去 疼儿 李茂大惊 跪倒在儿子身边 看着儿子满身是血 伸出手 竟然不敢去碰触儿子 手不住地颤抖着 他咬牙切齿 抬头看向白青岩的马车 视线又落在 站在最前面的沈青竹身上 怒吼道 这是怎么回事 白青岩 你为何要伤我儿 春桃从马车内出来 替白青岩挑开马车车帘 沈青竹这才让开站在一旁 只见 一身安稳素衣的白青岩 弯腰从马车内出来 就立在马车之上 居高临下冷眼看着李茂 谋色极暗 徐徐开口道 左相是没有将我的警告 放在心上啊 司马平 从被白家护卫军拦住的人群中 挤到最前面来 只能看到立在马车上 白青岩的一个身影 顿时是不可置信地睁大脸 白家姐姐 白青岩轴身 皆是尸山血海归来之后的 害人杀起 语调梁薄沁人 我上次告知左相 欲与左相两家相安无事 还以为左相明白了 必不会再帮扶梁王 与我找不痛快 谁知你竟敢打我四妹的主意 李茂双眸通红 阴狠的目光望着白青岩 似恨不能将白青岩 生吞活泼 可四目相对 不知为何 心底竟生出了 让人惧怕的寒意了 分杀了十万降服的人 可见其心肠很辣呀 我白青岩为人 向来眼里不如沙子 别人敬我一尺 我敬旁人一丈 别人欺我一寸 我一还旁人一丈 你非要同我找不痛快 那我便让你更不痛快 白青岩谋色冷沉 灵人之危锋芒毕露 今日之事 是左相不识实物的后果 如何对旁人解释 且不伤我白家名声 左相来想 若今日我在日落之前 听不到左相的解释 那左相便携 全家洗干净脖子 等着去和陛下 和阎王爷解释 那些信是怎么回事吧 说完 白青岩拂袖弯腰 重新坐回马车里 扬长而去 李茂死死咬着牙 藏在袖中的拳头紧紧钻着 手背和额头清紧抱起 却只能死死咬着牙 不让自己怒喊出声 李茂死都想不到 白青岩做事竟是如此决绝 他闭着眼 喊道 愣着干什么 抬公子上马车 回府 请太医 这一次 李茂是真的怕了 那种含义 从脚底攀升至脊柱 让人全身打颤 白青岩若手中没有那些心 何敢在他面前如此张狂呢 何敢将他儿子 打得不成人形呢 镇国郡主白青岩 命府上护卫军 将左相李茂的幼子 从花门楼中拖出来 打了个半死的消息 不到半个时辰 整个大都城都传遍了 原本窝在床上 不愿意起来的吕原棚 闻讯是惊作而起啊 他睁大了眼望着司马平 你说什么 真的假的 白家姐姐真的收拾了 李茂堂那个不要脸的 我还能骗你啊 我亲眼所见 就是离得太远了 白家姐姐同左相说了什么 我没听着 司马平语速极快的 上一次太子取侧妃时 白家姐姐那件 快得我都看不清楚 英姿沙沙的 今日在左相面前都不下马车 那一身的气魄 真不愧是郑国王和大长公主 带大的孙女 和那些大都城里 那些自以为是 大家闺秀的规格千金 就是不一样 吕原鹏黑黑一笑 挺直了几倍 神情难免是抖了起来 哼 还是白家姐姐疼我 白家姐姐定然是知道 李明堂欺负我了 司马平没听到 吕原鹏后面这句话 他满脑子都是居高临下 立于马车之上的白青岩 分明柔弱女子 却似有跋山超海之力 傲暗不群 威严岭 让人不敢逼时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千话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 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三集 让司马平不由想到了 已故的镇国王和镇国公 那样凌厉 而内敛的气魄 非江场浴血 身经百战 且顶天立地 无惧生死之人 不能有 不能有 袁鹏 我决定了 这一月二十五 随你一同去南疆 隐姓埋名 入白家军 司马平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吕元彭文言 吓得是直接从花雕木床上弹起来 他来的鞋忙冲到窗口 身头往外左右看了看 这才猛地将窗户关上 压低了声音 冲司马平嚷嚷的 你小声点小声点 去就去呗 你嚷嚷什么 要是让我弟娘或者翁翁知道了 咱俩都走不了了 你走不了 我能走啊 司马平回过神了 似笑非笑地看着神情紧张的吕元彭 在临床软榻上坐下 翘着二郎腿 端起茶杯 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 才开口 我爹啊 原本希望我大哥入室 二哥入伍 所以我嘛 就一直跟你做了一个顽固 如今我要是能做点正事 我爹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你也不能害我呀 吕元彭 一是在软榻上坐下 宠司马平翻白眼 就爹娘那个性子 要是知道了 还不得把我锁在家里 还有嗡嗡 他让人家要是知道 我去投白家军了 非拔了我的皮膚壳 吕元彭话音刚落 房门猛地被推开 身着月白色滚云纹 乡边的吕元庆 抬脚踏入了房中 绷着一张脸问道 你要投白家军 吕元彭吓得是浑身一哆嗦 看到自家不够言笑的哥哥 后头翻滚着 满心都是完了这俩字 司马平也狠处这个 一向有冷面公子之称的吕元庆啊 吓得是放下二郎腿 站起身来 恭恭敬敬 行了一礼 尴尬道 那什么 吕元庆哥呀 我就先走了啊 司马平匆匆绕过吕元庆 往吕府外小跑 吕元彭 对哥哥甘笑了两声 见吕元庆抬脚朝他走来 十分没骨气地从软榻上滑下来 跪在了地上 哥 好哥哥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我也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见吕元庆脚下步子未停 吕元彭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一对耳朵 缩着脖子 生怕吕元庆又揪他耳朵了 谁知 吕元庆压根就没有揪他耳朵的意思 竟急步绕过他 打开了柜子门 红漆木柜里 躺着吕元彭已经收拾好的包袱 吕元庆转头深深看了吕元彭一眼 抬手要将那包袱拿出来 吕元彭立刻扑过去 一把按住自己的包袱 哥 你要这么着就没意思了 我答应你不去了还不成吗 吕元庆甩开吕元彭 吕元彭还要上来抢包袱 结果吕元庆手一指 吕元彭便蔫蔫的立在那里 不敢上前了 只能眼看着兄长将他的包袱解开 包袱里 是吕元彭的几件衣服 还有一大把的银票和碎银子 吕元庆挑剂吕元彭叠得皱皱巴巴的衣裳来 你带这几身衣裳去 还想隐姓埋名 吕元彭往包袱里塞的都是平日里喜欢穿的衣裳 做工刺绣精致不说 衣料更是滑贵 非薰贵人家断不会用这种料子做衣裳的 我们吕家即便是下人的衣裳 在普通百姓中都是难见的 若想隐姓埋名 吕元庆收了吕元彭的银票 这些不能戴 衣服换成普通百姓的衣裳 吕元彭颇为意外地看着自家哥哥 哥 你的意思是 是你不告诉我了 出门的行装重新整理好 拿来给我过磨 出行日子也不必太仓促 就定在六月外祖母受陈之后 否则 你若敢私下跑了 我派人将你抓回来打断双腿 你可记得了 吕元庆冷着脸问道 记住了记住了 哥你放心 吕元彭连忙上前 小心翼翼地扯过自己抱负抱在怀里 对吕元彭黑黑直笑 吕元庆跟看傻子似的 看了眼自己的傻弟弟 叹气离开了 等吕元庆走了以后 吕元彭这才反应过来 哎 他哥是不是把他 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多年的银子 都给拿走了 李府 李明堂的院子里 婢子端着一盆盆热水进去 又端着一盆盆 被写染红的水出来 左相夫人歇斯底里 喊着儿子的哭声 和李明堂的惨叫声不断 李府和府上下的下人 浸若寒蝉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捏手捏脚的 低眉顺眼干活 生怕一个不小心被牵连了 李明堂的腿算是废了 可左相李茂现在担心的 已经不是儿子的腿了 而是全家 甚至是九族的姓名 想起白青岩临走前 那冷漠入骨的眼神 想起他那句 让他在日落之前 想办法解释此事 还不能伤到白家 否则 就要他们全家洗干净脖子 等着去和陛下 还有阎王爷解释那些信 左相不由己被发函 这是什么道理啊 把他儿子双腿打断 还得他来想办法解释此事 左相闭了闭眼 岂不可闻地摇头 不能乱 他攥紧拳头 枪压下怒火和恐惧 白青岩手段很辣 做事果决 若是他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怕是白青岩真的会将那些信 交到陛下那里 毕竟将那些信交上去 对他们白家来说是大功一件 可对他们李家来说 那可就是祸以九足了 左相手下的两位幕僚 也是大感疑问 没想到镇国郡主出手如此狠决 丝毫不留余地 可细细一想 又在情理之中 镇国郡主手握左相把柄 又是连十万降服都能眼睛不眨 请客分杀之人 又怎会忍气吞声地 来找左相讨价还价呢 如此看来 原本镇国郡主 只是不想左相相助 曾经意图攀污 镇国王的良王 结果 他们以高一县主的 终身大势来试探 触怒镇国郡主的逆临了 这事要是放在他们身上 前脚刚刚警告过 后脚 那人便打自家妹妹的主意 他们也会不然打怒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闻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洪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落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衔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四集 只怕在镇国郡主那里 还以为左相是在寻衅 自然是出手毫不容情 他们错在将镇国郡主 当作大都城普通的规格千金了 那镇国郡主可是沙场号令千军 说一不二之人呀 青山幕僚反复搓手 神戎略显交集 镇国郡主要求在日落之前解释清楚 可如何解释镇国郡主打断了六公子的腿啊 还那么兴师动众的 堵住了左相下朝去路 将浑身是血的六公子丢在左相马车前 怎么看都太过猖狂了呀 白衣幕僚眉头紧皱 思虑半晌 抬头道 为今之计 只能是委屈六公子啊 如何委屈 李茂问道 于李茂而言 儿子的委屈 甚至是儿子的命 都大不过全家的命 大不过九族的命 相爷 不如便将上个月六公子坐下之事 公布于众 白衣幕僚表情郑重 大都白家素有爱民如子之称 六公子犯错 左相夫人帮着扫尾 镇国郡主大意揭发 当然免不了会被御史台参一本 可这远比那些信 被送到陛下面前要好 李茂脸色铁青 沉着脸细细思考 白衣幕僚见李茂并未拒绝 便说 说是相爷拿定主意了 便进宫面圣 自称教子不善 出事之后 夫人更是隐瞒相爷 擅自处置将事情扫尾干净 若非苦主求告无门 巧遇镇国郡主 镇国郡主知晓后查出真相 才有了今日之局 也不妥 青山幕僚认真说道 镇国郡主要求是不能伤到白家 可若是如此说 百姓会议论 镇国郡主为何不将查到的证据 上交官府 且是镇国郡主发怒 信一旦送入宫中 相府灭顶之灾呀 青山幕僚转头望着李茂 相爷 要想相府平安 文妥计 不如入宫请罪 对陛下肇诗称 是黏贴六公子扫尾 之后相爷日日愧疚 彻夜难眠 今日镇国郡主将六公子双腿打断 送到相爷面前 是怕将六公子交入官府 官府惧怕相爷之危 六公子还是会安然无恙 也是为了让相爷明白法理招招 见李茂还有所犹豫 青山幕僚高声道 相爷 要知知知死地 放可后生啊 此事若是不伤六公子 不伤相爷 便无法满足镇国郡主的要求 相府威夷呀 且镇国郡主给的时间紧迫 已容不得我们细细思量计较了 李茂手指钻成拳头 用力砸在面前按机上 憋屈 真是没有比他更憋屈地作响了 白青岩打断了他儿子的腿 他竟然还得要维护白青岩 和白家的名声 且今日 白青岩这一番动作下来 他不但不反击 反而服软 定会有人猜到 白青岩手中或许握有他的把柄 比如吕相 吕相多年来看似与世无争 实则 暗地里经常同他作对 若是吕相暗中找白青岩合作 开出令白青岩心动的条件来 难保白青岩不会同吕相合作 到时候 他又该如何呢 可眼下 李茂顾不得那么多了 白青岩给的时间紧迫 先截了眼前之威再说 李茂咬着牙下了决断 江成义给足了白青岩 就说他查到时政 派人交到了府衙 谁知近半月过去了 却了无音讯 疑问才知 他派人送去的时政被销毁 这才有了今日打断明堂双腿之事 本相进宫其他事情交于二位 可此事顺了白青岩的意了结 却会留有后患 本相在此大辱面前 不报复却服软 大都城内聪明人太多 定会有人会猜出 本相有把柄在郑国郡主手中 若来日 本相仇敌 与郑国郡主合作 本相死无葬身之地 李茂对两位幕僚拱手 所以 有劳二位好好替本相想想 今日之后 该如何行事 白青岩刚回清徽院 便吩咐卢平 派人回朔阳通知周县令 他大约本月二十五到朔阳 处理白氏宗族之事 卢平走了才半盏茶的功夫 白景志就跑来了 长姐 这么大坏人心的热闹事 你怎么不叫我一起去 就应该让我用鞭子 把李明堂给抽开花了 春桃给白景志上了茶 颇为忧心地站在一旁 大姑娘 就这样打断了左向公子的腿 还都到左向车架之前 百姓们会不会觉得 咱们郑国郡主府太过嚣张 对咱们郑国郡主府有看法 听春桃这么一说 白景志也觉得 今日高调张狂的行事作风 似乎和张姐平日里的性子不符了 张姐 不会出事吧 有事才能无恐 白青岩望着白景志道 反之 无恐是因为有事 做得越是嚣张 李茂才会越是忌惮 他端起茶杯来 又低声道 至于百姓间的看法如何 这是左向应该想办法引导的事情 以左向的能力必然会安排妥当 我们就坐着看吧 如白青岩所言 刚过身时 左向李茂入宫请罪的消息 就传了出来 原来 左向逊私枉法 为其子掩盖逼迫妇女 逼害人命的罪行 让苦主告官无门 那苦主抚押门前失声痛哭之事 百姓中还有人记得 后来 郑国郡主偶闻此事 派人去查证 得到证据之后 上交官府 谁知 官府畏惧左向之威 竟偷偷将时政给销毁了 堂堂帝都 竟发生如此不堪之事 这才有了郑国郡主 打断左向之子双腿 丢在了左向车架之前之事 百姓交手称赞 扑免又想起郑国郡主曾于长街之上 棒打欺凌百姓的白家数字 又因四姑娘白锦志 对去白府闹事的奸华之徒挥边 而罚了白家四姑娘 纷纷感叹 大度称白家人 全权爱民之心 当真是将百姓当作骨肉血亲 并非是说说而已 左向纵容子嗣 欺凌百姓 官府都不敢管 可郑国郡主却管了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红明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微穿小背 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五集 左相李茂在皇帝面前 痛哭流涕 称替儿子掩盖罪行之后 日日被良心谴责 深觉愧对皇帝信任 如今郑国郡主将此事插住 她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呢 又觉是羞愧难当 特来请皇帝降罪 皇帝一向信任礼貌 气恼归气恼 却不知为何 竟然同礼貌生出了一种 同病相怜之感 左相礼貌的儿子 被白清炎盯上了 就被白清炎打断了腿 皇帝的儿子 也被白清炎盯上了 然后白清炎就将皇帝逼得 不得不将嫡子姓王贬为庶民 发配永州 可是这世上 就算是普通百姓家 孩子多了 也会出一两个不孝子孙的 谁家老子 不给自家儿子收拾烂摊子呀 难道人人都要同他 镇国公府白家一样 孩子犯了错 便大义灭亲嘛 这大都城中 为自家孩子收拾烂摊子 扫尾的清贵官欢 还少吗 那吕相 还不是整日为他那个 招猫斗狗的孙子擦屁股呀 只能说 李茂被白清炎盯上了 也算倒霉 也怪李茂 给自己儿子擦屁股都擦不干净 活该让白清炎抓住把柄 可这话 作为皇帝 他不能同李茂说呀 算了 皇帝看着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直言愧对君恩的李茂 说道 你也是爱子心切 就先让你儿子养好伤 逼死 也不是亲自杀人 可强行玷污他人妻事 按律 要么流放边塞二十年苦意 要么打断双腿 既然镇国郡主 已经代劳 便这样处置吧 你教子不言 真罚你半年俸禄 回去后 再派人去苦主家 赔银子了事 这事就这么了结了 皇帝又想到了那个让人头疼的白清炎 闭了闭眼 至于镇国郡主那里 你不用担心 去吧 多谢陛下 李茂抬头 感激替灵的望着皇帝 重重叩首 为臣不能替陛下分忧 还要让陛下为臣费心 实在是罪该万死 陛下爱重罪臣之心 罪臣便是粉身碎骨 也难报陛下之万一 为臣此生定劫草闲环 干脑徒弟 以报陛下 好了 少说漂亮话了 去吧 皇帝歪在金龙团阵之上 对李茂摆了摆手 李茂恭恭敬敬地站起身 躬着身子退出大殿 直到站在大殿外 看到脚下青石地板被日光扑满 这才站起身来 他常常呼出一口 虽说罚了半年的俸禄 可只要皇帝还信任他就好 李茂攥了攥拳头 抬脚朝宫外走去 对他来说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皇帝的信任 和未来皇帝的信任 他和白威廷最大的区别 便是白威廷品行高洁 百姓之中胜于滔天 求的是抚养无愧于天地 而他 并不在乎百姓怎么看他 也不在乎无愧于心 只在乎皇帝怎么看他 只要那些信不复存在 或者永远不被皇帝看到 那他便什么都不怕了 李茂离开之后 皇帝将太子换了过来 让太子去同白青岩说一声 李茂之子的事 皇帝已经知道 既然白青岩已经打断了 李明堂的双腿 他也罚了李茂半年俸禄 此事也就算了结了 皇帝还让太子亲自去 给镇国郡主府送赏赐 不论私下如何对白青岩不满 明面上还是得让百姓看到 皇帝对镇国郡主 维护百姓之心的赞赏 才是 太子得到消息时 便一脸震惊 没想到 白青岩手段如此雷霆 竟直接打断了左相儿子的双腿 丝毫不留余地 秦尚志 一时间也都摸不透白青岩的意思 甚至替白青岩捏了一把冷汗 毕竟左相李茂 可不是一个心胸开阔好招惹的呀 谁知 最后竟然会是李茂 进攻请罪认错 百姓赞扬白家爱民之心 这一团乱呢 连秦尚志脑子都是一团浆糊了 左相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 被镇国郡主给吓到了吗 秦尚志瞇了瞇眼 会不会是左相 有什么把柄在镇国郡主的手中 被镇国郡主逼得是不得不这么做呢 可秦尚志并未将此怀疑告知太子 事关恩人白青岩 他不能随意对太子开口 天色微尘 店铺临次至比的长街上 九四茶楼内已点亮灯火 但青瓦飞檐下 随风摇曳的灯笼还未亮 将尘的夕阳 余晖璀璨耀目 将半个大都城映照成了金色 太子带着皇帝的称赞口语和赏赐 倾登镇国郡主府大门 连皇帝都称赞镇国郡主 大都城内谁还敢再说镇国郡主张狂呀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西方天际就只剩下一抹残留的暗淡瑕色 太子也踏出了镇国郡主府的大门 董事协全家将太子送至门前 行礼与太子告别 太子含笑的 郡主 借一步说话 如今 太子已然将白清炎当成了自己人 难免还是要叮嘱白清炎一二 白清炎称是 送太子到马车前就听太子说 郡主以后做事还是要谨慎一些 不能总用战场上动辄伤人那一套啊 此事你大可告诉姑 姑来处置 何苦得罪左相呢 左相 他可不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呢 白清炎对太子行礼 言多谢太子殿下提醒 陛下身体抱恙 太子如今替陛下处理国事 辛劳万分 言怎好拿这样的小事 去给太子添乱 且虽说左相心胸不够广阔 但到底李明堂有错在先 言是怕 若此日私下了结 有左相先礼在前 往后大都城内 官员都会有样学样 一旦这样的风气贯穿整个朝堂 将来太子殿下继承大统 岂不是给太子留下祸患 听到这些话 太子心中欲贴极了 原来白清炎是为了他 才对左相出手如此狠了 太子点了点头 声音越发温和 虽是如此 可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笛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话经路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六集 殿下 不等太子说完 白清炎又是一礼 炎不日就要回硕阳 日后来大多的机会不多了 临走之前 只想能为殿下多做一些 便多做一些 他左相有恨有怨 尽管冲我白清炎来 可殿下将来的朝臣 绝不能都去学左相 慕无君上 一权谋私 寻思往返 太子敏住唇 白清炎果然是全心全意 将自己当成了主子呀 只为他的未来着想 他心中感怀万分 对白清炎长衣一败 谢白清炎为他考虑周全 你身子弱 回去吧 风凉 太子关切道 我已经派人去朔阳 通知朔阳的地方官 你明日启程回朔阳 让他们好声听你吩咐 祝你安心处理宗族之事 白清炎又是一半 多谢太子殿下 目送太子的车架离开 白清炎在抬眼 谋底已是一片冷漠肃然 白清炎件事情发展 全然如白清炎所料 高兴得不行 快步从高阶纸上冲下来 张姐 果然和你料得一样 回去再说 白清炎牵着白清炎的手 笑着转身 通白清炎看着还生气的董事 太子来之前 董事正在训斥白清炎 说他打断左相之子 双腿的事情做得太过了 白清炎未将手握 左相把柄之事 告诉董事 可太子这么一来 说起左相在皇帝面前 如何痛哭认错 且没给白清炎上眼药 董事便明白 他女儿怕是捏着礼帽的七寸了 白清炎扶着董事手臂 送董事回院子 董事路上忍不住叙道 宁得罪君子 莫得罪小人 你倒好 还得罪礼帽那种位高权重的小人 阿娘 阿宝绝不会随便为白家招惹祸断 阿娘且看着 礼帽 爹会在我们举家回大都之前 来服软示好 阿娘见识客气些就是了 董事侧头看着 特意叮嘱的客气一些的女儿 你呀 这是打的什么主意 总要有人唱白脸 有人唱红脸 白脸阿宝唱了 红脸自然需要阿娘来唱 儒子左相才会觉得 在白家有突破口 可筹谋不止 不至于与白家以死相拼 所以 你手中果然有礼貌的把柄吗 董事的 白清炎害手 祖母交于我用来护着白家的 阿宝丁会妥善使用 你有分寸就好 董事拍了拍女儿的手 天还未亮 雾起未散 长街临街红灯未熄 大都城四下寂静 欧有犬费之声 早起摆早点摊子的小摊贩夫妻 挑着扁担从博物中急步而来 一到摊位 两人就忙活起来 妇人动作麻利地系上围裙 点燃高挂的灯笼和灶炉 往锅里添了水 汉子用竹竿支起油布棚子 摆好桌椅板凳 正准备擦桌子 就听到长街西面传来踢踏的马蹄声 直接 马队从雾中而来 沈青竹摔十几青旗前方开路 后面是郡主归制的 诸轮四驾马车 奢华气派 白锦志骑了一匹白马 跟在马车一侧 缓缓而行 马车之后 根治今四十白府护卫军 身着黑色便服 腰间佩刀 此次 白清延会朔阳 用的是郡主车架 董事想着 白清延此次会朔阳宗族是半大事 本欲让白清延带走白府大半属的护卫军 可白清延却说 太子会给他送护卫军的 他带四五十人足以 他带的人越少 太子对白家则越放心 多了 让皇帝知道了 恐又要生意 刚一出城门 白锦志就看到了 城门外后者的太子府护卫军 还有太子的车架 白锦志弯腰 压低声音 对马车内的白清延说道 斩姐 太子已经在城外后者了 马车内 正歪在软枕上 借着琉璃灯展的火光 看书的白清延 合了手中书本 坐着身子 又问他 太子带了多少护卫军 白锦志大致扫了一眼 约摸 百事来人 立在太子马车旁的全鱼 看到白家队伍出城 忙上了马车 端过热茶递给太子 殿下 郡主来了 你喝口茶 心性神 在鱼目马车里 闭着眼 羞气的太子 闻言睁开眼 打起精神来 太守接过热茶 抿了一口 走吧 快灭凉 平下披荐披风 全鱼拿了件披风 给太子披上 扶着太子下了马车 白锦志已经让白家马车队停了下来 先行上前对太子行礼 白锦志见过太子殿下 太子笑着让白锦志起身 抬眼便见春桃扶着白青岩下了马车 朝他走过来 岩见过太子 白青岩行礼 沈青竹立在最前通体有黑的马胖 视线扫过太子带来的护卫军 个个起码 倒是不会耽误他们的行程 郡主不必夺礼 太子对白青岩笑了笑 视线扫过白青岩的队伍 眉头不免皱起来 郡主回朔阳市要办大事 就带这么一点人 怎么震慑宗族呢 最近朔阳周围匪患频发 白府就那么多护卫军 26日还需押送第二批 送回树阳的家居物审 我本意是带识人便足够 清理宗族 言不用以多欺少 好歹有陛下赐语的郡主这位镇着 白青岩似乎颇为无奈 可是母亲不放心 这才让我带了这么多人 于言而言已经多了 你呀 还是年纪小 太子与白青岩说话的语气 轻逆又自然 真真是如同兄长一般 白氏宗族之人 在大都城都敢将 皇姑祖母气的吐血 你只是个郡主之位 又只带十几个人回去 哪能震慑得了那些 以老卖老的宗族租劳吗呢 唉 也怪姑啊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同名小说 作者 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微川小辈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七集 太子一副颇为自责的模样 当初姑请奏 想请父皇赐封你为公主 可是父皇却赐了郡主 姑应当为你聚礼力争一番的 因你的功绩 若是男儿 当继任郑国王之位的 太子这话 是为了向白清炎施恩 白清炎如何不知呢 炎并不在意这些虚名 于炎而言 太子对炎之恩才更为珍贵 炎铭记于心 白清炎话说得极为漂亮 太子笑了笑 罢了 姑也知道你并不在意那些虚名 不过 你此次回朔阳 所带人手的确是太少了 幸而姑有准备 听太子这么说 泉鱼连忙转头 将太子府护卫军的两位对帅 换了过来 朔阳宗族之人 放肆狂妄 你又是白氏宗族之女 难免会被那些 依老卖老的祖佬们拿捏 此次你回朔阳 带上全鱼和太子府的护卫军 两对护卫 想来宗族之人知道你背后是姑 便不敢在你面前放肆了 太子道 全鱼忙笑着对白清炎行礼 此次有劳郡主 带着全鱼去朔阳牵使见识了 太子殿下已经吩咐了全鱼 庆祝之命便是太子之命 让全鱼不得有为 太子很满意全鱼这番话 点了点头 白清炎表现出一脸震惊与感激之情来 忙扶身行礼推举 殿下万万不可 全鱼公公乃是殿下近身伺候之人 若是炎带走了全鱼公公 殿下身边没有贴身之人伺候可如何是好 更别说太子府的护卫军 炎若是带走两队 太子殿下的安危又该如何 太子见白清炎的推举 不像是欲擒故纵 像是真心意外感激 又真心替他担心 笑意愈发柔和了 孤一大早来这里候着 可不是为了让郡主拒绝孤的 这是孤之命 郡国郡主领命便是 白清炎抬头望着太子 满眼感激之情 一欲言表 言领命 谢过太子 哎 这就对了 太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想起梁王去烟雾赈灾 方老意思是 不能让梁王办好此事 可他还想听听白清炎的意思 他说 郡主 借一步说话 白清炎含哨 随太子往空旷处走了两步 将方老的建议 同白清炎说了 当初 梁王买通你身边的贴身士币 意图栽赃郑国王 以个叛国之罪 可见其心思深沉 并非平素里表现的 那般懦弱无能 方老的意思是 派人稍稍做些手脚 引发明辩 届时 梁王无法收场 可能会需要你带兵前去镇压 太子见白清炎眉头皱起来 话音一顿 问道 看起来郡主不赞同 白清炎对太子一礼 太子乃是国之储君 信国之民乃太子之民 虽是魏祖梁王 但也绝不能行损民害民之法 太子殿下需谨记 民 为国之本 太子背后的手 微微收紧 殿下 梁王曾意图攀无言祖父 险些害我白氏满门命绝之事 言不曾忘记 言不同于殿下 还对梁王留有兄弟之情 对梁王 言恨之入骨 言内日命人 打断左相李冒之子的腿 带去左相面前时 已经同左相说过 此次赈灾事已结束之后 不希望左相助梁王 左相应顺应天命 辅佐太子殿下 此次赈灾之事本就难办 办好了是职责所在 办不好便是罪责加深 即便是梁王办好了回都 无人辅佐 也是难以威胁殿下之位 殿下尽可安心 见太子似乎还是有所犹疑 白氏满门继续补充的 且 此次赈灾 梁王能否办好还是两说 说办好了还好 办不好陛下追查下来 查出是太子动了手脚 这就成了太子之责 怕殿下会对太子有所不满 此时殿下可再问问秦先生的意思 秦先生大财 必能宽太子如明君坦途 太子垂谋细细思了 白清延说的没错呀 论起对梁王的恨意 白清延要大过他太多了 白清延比他更希望梁王出世 所以白清延今日能对他说这样的话 还是为了他考虑了的 太子凝视着白清延 说道 好 郡主的话 姑记住了 郡主还要远行 姑就不耽搁郡主了 姑也还要去早朝 待郡主回来 再与姑细说 泉鱼 照顾好郡主 一切都听郡主吩咐 立在远处的泉鱼 连忙迈着碎步上前 笑着行礼 殿下放心 殿下叮嘱多次 泉鱼牢记在心 太子憨手 严恭送太子殿下 白清延对太子行礼 白清延目送太子上了马车离开 泉鱼笑着对白清延说道 郡主 我们也启程吧 此行有劳了 白清延对泉鱼和两位队帅抱拳道 两位队帅受宠若惊 盲还礼 白清延上了马车 脸色便沉了下来 作为谋士幕僚 方老应当为太子出谋 画策是不错 可竟然出了这么阴损的一个招数 想到太子刚才深沉的目光 他闭上眼 拳头微微收集 作为储君 应当爱民护民 若此次太子真的用了方老所限计谋 为稳固太子之位而不择手段 也便不配为晋国未来之君了 不论太子是否会用方老的计谋 他都得派人去给阿爵送封信 让他加快引灾民如幽花道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迪长女 她又美又丧 改编自红袖天香 鸿鸣小说 作者千花金鹿 由一念成魔 随为川小贝领行演播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第四百三十八集 太子一向对泉鱼是宠爱有加 让泉鱼跟随白青岩去朔阳 还给泉鱼背了马车 虽然算不上是奢华宽敞 却也十分精致 上面还有太子府的灰迹 这对白青岩来说算是好事 这两队一共百人护卫军 加上泉鱼 他们身上出自太子府的标记越显严 朔阳白是宗族之人才会越记得 朔阳地方官才会越配合 镇国郡主回朔阳的队伍 多了百名太子府护卫 沈青竹让太子护卫军殿后 重新列队后 鱼贯宴行 浩浩荡荡朝朔阳方向 缓兴而去 四月二十五天刚亮 太守和县令便已经在朔阳城外候着了 此次白青岩再次返回朔阳 非同寻常 先是镇国郡主府派人回来 告知他们镇国郡主要回朔阳 处理白是宗族之事 且要求县令对白是宗族子嗣严惩不待 随后 太子府竟然也派人前来 告知他们 镇国郡主要回朔阳处理宗族事宜 让他们竭力协助 不得有误 如此阵仗 太守和县令哪里敢怠慢啊 他们算了镇国郡主一行人到朔阳的行程 沿途又派人去打探镇国郡主车马队行至哪里 诚惶诚恐地在朔阳城外迎接着 原本预计镇国郡主在尘时初便回到 谁知 已经尘时末了 还不见车马队的踪迹 周县令有些不放心了 最近匪徒猖獗 可别是让镇国郡主遇到了 周县令颇为担忧 担心回头不好和太子交差啊 临时搭建的遮阳棚里 太守四平八稳地坐着 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周县令尖撞 偷偷对太守翻了个白眼 他也真能喝得下具茶 放下茶杯 太守才慢悠悠道 太子府护卫军 百人护卫郡主 除非那匪徒都不想活了 否则 怎敢拦住郡主的车架呀 那倒也是 周县令点了点头 紧绷的头皮放松下来 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谁知 这茶碗里的茶是 仆人刚给倒上的 烫得周县令是呲牙咧嘴 捂着嘴说道 呦 怎么这么烫啊 仆人缩着脖子 切生生开口 对 对 对不住大人 小的看见您一直没有喝 茶都凉了 就给您重新换了一碗热的 来了 来了 大人来了 县牙牙蚁高呼着 朝着凉棚跑来 他喘着粗气站定 俘了俘跑歪了的官帽 对太守和周大人行礼以后 往后一指 两位大人 郡主来了 周大人惊得站起身来 朝远处眺望 时之怀跃 朝阳璀璨耀目 极长的马队 浩浩荡荡踏着金光而来 虽未举骑 可个个骑着高马 腰间佩刀 所到之处尘土飞扬 气势极为庞大 太守理了理自己的官服 起身走出凉棚 前往营街 朔阳宗族之人得到消息 太守和县令 在城外营街 镇过郡主车架 吃了一大惊 族长赶忙让人通知 各位族佬 和宗族诸人 随他一同出城相迎 几天前 宗族族佬将大长公主 气得吐血之事 竟在白氏宗族族长通 祖老回朔阳之前 先一步传入朔阳了 朔阳百姓大惊啊 纷纷议论 朔阳宗族果真是在朔阳 当土皇帝当酒了 谁都不放在烟里了 最近更是流言四起 百姓们说起 前一阵子 白庆言私下回朔阳 秘密详查 朔阳白氏这些年 都做了哪些天怒人怨之事 走访苦主之家 当街处置了 族长之孙白清杰 又命周县令严查 这些年白氏宗族 坐下的恶事 还放下身段 向百姓致歉 称 必会将欺凌百姓的 宗族子弟出族 且让宗族补偿苦主 宗族若不肯 他便携大都白甲 自请出族 百姓都说 或许这些年 大都城白家 是真的全然不知 朔阳白氏都做了什么 以往 百姓们听到路过商旅 或者是外地之人 说起大都城白家 和郑国公府 如何如何高益 都只是撇撇嘴 如今 想想郑国郡主 回朔阳所为 想想被逼吐血的 大长公主 多多少少算是信了 大都白家 有爱民之心了 白氏族长 率祖老和祖众 赶到城外时 白青岩的马车队 刚刚停下 族长看着白青岩 带着过百的 带刀护卫回来 腿都要软了 心知 此次若是不能满足白青岩 将犯错宗族子嗣 逐出宗族 白青岩势必不会 罢休的 罢了罢了 出族就出族 只要宗族私下照应着 也是一样 看到太守和周大人 站在最前端相迎 族长拄着拐杖 颤巍巍地朝着 太守和周大人的方向 急步而去 同太守和周大人 长一打招呼 周大人看着平日里 眼高于顶 拿自己当盘菜的 白氏族长 今日竟然如此的 低眉顺眼 倒觉得稀奇了 再想起这族长 将大丈公主 气到吐血之时 心里隐隐也有了底 怕是白氏知道 强逼镇国郡主 以威势压他放人 是不可能了 所以才这么 低眉顺眼地 同他示好 周大人面上不显 浅浅汗手之后 见白青岩的马车 已经挺稳 便随太守上前去赢 有来开热闹的百姓 低声说道 郑国郡主 这么大的阵仗回来 白氏宗族 竟然都不知道吗 郑国郡主 都到了 他们才匆匆赶来 比我们来的还晚 说不定是给 郑国郡主端架子呢 人家可是连大整公主 都不放在眼里 都给气吐血了的 本集播放完毕 精彩下集继续 优优独播放完毕 金凶 1 2 4